死了八年老爹打电话开口就要一千把AK 还说有条件的话 再准备白银万两 只因老爹竟然穿越到大明崇祯七年 还成为宣服风火宝小器 结果已经半年没有发响营了 让我尽快筹到物质通过手机传送里面 失业三年的我拿出仅有的三万六千块存款开始购物 头盔护甲插板式防弹衣 军用水壶和冰工厂 还有短刀望远镜 剩下的钱买了米面粮油肉是鸡蛋 回到出租屋把东西整理好 给自己煮了两袋方便面 正准备吃的时候 电话响起我连忙接起 儿子老爹吴刚略带几分兴奋的声音传来 爸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连忙问道 我这边还行你不用担心 没什么危险 有了你的物资我就能过得更好 吴刚笑呵呵地说道 爸 你实话实说 我一边翻看着手机一边说道 我也好帮你 不然真出了事 咱们父子都后悔莫及 叹了一口气 吴刚无奈地说道 我现在是大明宣府风火宝的小旗 红岭十个人有五个空想 十有的五个人 其中还有一个五十多岁老 这里早晚温差大 天冷风大满天都是沙子 吴刚催了一口说道 想喝点干净的水都费劲 吃的就别铁了 半个月了 正经吃饭就吃了一次烤黑 剩下就吃野菜了 爸 你赶紧跑吧 我语气急切地说道 怎么了 吴刚迟疑地问 我刚查了一下 崇祯七年三月 山西陕西大汉 赤地千里 赢大鸡 四月李自成入河南 与张献忠和兵攻取了城城 七月后进攻宣服 兵越大同沿边城堡多失声 我越念声音越低沉 七月 你确定是七月吗 吴刚倒吸了一口冷气道 是啊 那岂不就是现在 吴刚有些急切地说道 马上就要来了呀 所以 爹你快跑吧 好 吴刚声音提高了几分说道 好了就是逃兵 你想让你爹当逃兵 爹 明朝都快灭亡了 还管什么逃兵不逃兵 能活命就行了 你又不是大明的兵 有我给你提供物资 跑到哪儿你都吃香的喝辣 我语气有些急切地说 再说吧 吴刚连忙点头说道 快把物资给我 我安排一下 你能不能给我弄辆车 有车就方便多了 爹 我给你弄辆装甲突击车好不好 我没好气地说道 这批物资已经把我的存款都花了 爹 你得赶紧给我弄点东西 让我赚钱 我能弄什么 吴刚有些迟疑 吴董 吴董啊 你们用的东西都是古董 哪怕是你们用的刀剑破网 还有铜钱银子都行啊 行 那我回头想想办法 吴刚连忙点头 大明风火宝 挂掉电话的吴刚 看着眼前的物资眼睛都亮了 伸手握住战刀刷的一下抽出来 对比自己那铁片这才叫刀 在手里挥舞了一下极为衬手 将刀放下 吴刚又把作战服拿了起来 衣服裤子皮靴绑腿 一件一件地穿上 最后又把防弹衣穿好 钢板插上头盔戴上 伸手拍了拍 吴刚叹了一口气 上辈子都没穿上 没想到这辈子穿上了 还有礼炮 吴刚看着眼前的礼炮 和五粮叶笑骂的 这个臭小子 还知道给老子买两瓶五粮叶 好儿子啊 随后吴刚打了一个响哨 黑暗中几个人引快步的跑过来 搬上东西快点走 吴刚压低了声音说 几个人不敢怠慢 点了点头 搬上东西脚步急切地往回走 吴刚指挥着人 将东西放进自己院子的库房里 大人 全搬进去了 韩正来到吴刚面前微微闯息 韩正 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 身材销瘦面容有 黑脸上没什么肉 平日里大火喜欢开玩笑叫他大头 人都到了吗 吴刚转头问 听说有饭吃都来了 韩正笑着挠头 吴刚点了点头说道 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搬上 咱们出去吃 好嘞 几个人答应了一声笑着冻水 院子里面的篝火烧得很了 上面架着一口 吴刚拿过大桶的矿泉水 打开盖子就往里面道 你们谁想喝水 自己道 吴刚笑着说道 好清的水啊 韩正难难的开口 多久没有见过这么清的水啊 五十多岁的老前头笑着说 上次见还是天启爷在的时候 吴刚将几个女眷招呼到身边 教他们怎么煮方便面 方便面下进去 火腿长扔进去 大铁锅很快就被烧开了 香味瞬间飘满了整个院子 刚刚还在跑闹的孩子 全部都聚了过来 盯着大姑不停地咽着口水 大人 这什么呀 张昭咽着口水说道 方便面 李恒笑着说 先给孩子们盛 让他们先吃 咱们是下一个 大人 使不得 韩正连忙说道 还是大人先吃 吴刚摇头 咱们都是自家兄弟 他们都是自家子质 跟咱们在这受苦了 这么多天没吃饱饭了 让他们先吃 多谢大人 众人一脸感激地说 用破瓷碗挑上一碗面条 浇上一大勺汤 妇人们端着碗招呼着孩子们吃饭 面还有很多 今天吃完了明天还能吃 谁也不许吃撑了 撑坏了就麻烦了 吴刚站起身子煮 第一锅十二代方便面 很快就被吃光了 倒上水 继续煮面条 吴刚摸出了自己的两瓶五粮液 到了五碗酒说道 弟兄们 能在这坡地方相遇 也算是缘分 干一个 老前头端起酒碗 闻了一口一脸陶醉 大人 这可是好酒啊 跟着我以后常有酒喝 吴刚笑着说 今天天晚了 明天咱们炖肉 孩子们瞬间兴奋地叫了起来 吃着方便面火腿肠 五个男人喝了两瓶五粮液 酒足饭饱互相打去吹牛调笑 韩正和张焦来了兴致 两个人还在院子里嚼起了力 旁边的人起哄叫好 老前头不胜酒力 靠在火堆边面对笑容地睡了过去 女人孩子也都高兴着笑 小院里气氛异常地热烈 塞外的风似乎都温暖一些 第二天 吴刚坐直了身子 晃了晃有些发晕的头 听的院子中似乎有些动静 忍不住推开了自己的窗子 结果一落 院子当中聚集了五六个孩子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抿着小嘴不出声 见窗子打开了 全都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一副期盼的样子 韩正家里的 怎么回事 吴刚笑着问 韩正的老婆张氏连忙道 大人昨天晚上说今天炖肉 孩子们就记住了 早早地就过来等了 妾身没拦住 请大人恕罪 你不让他们说话呢 吴刚笑着问道 怕他们打扰了大人 张氏低着头 吴刚叹了一口气 这些孩子懂事地让人心疼 大的不过七八岁 小的也就三岁 让他们不开口 他们就不开口 想想自己的儿子 七八岁正式上房 接瓦讨人宴的时候 再看这些孩子 就越发觉得心疼 太阳刚刚升起 大早上的吃肉 有些不合适 可吴刚还是笑着说道 天亮了 炖肉 孩子们瞬间发出了欢呼声 很快大火升起 大块肉在锅里炖着 肉香味飘出去很远 除了在堡上当班的 其他几个人 在吴刚带领下 开始熟悉装备 按照规制 风火宝有小奇艺人 手宝冰丁十人 极其家眷 囤田一百五十亩 长弓五把 甲咒十一副 长枪八只 盾牌四个 长刀一把 战马十二匹 战车三辆 现实情况是小奇艺人 手宝冰丁五人 四名轻壮 一个老头 一百五十亩屯田 天汉 早就荒废了 战马更别提了 只有一匹老母马 五兽如柴 上一次吴刚好说歹说 上面给拨了两匹马 到了吴刚 这就变成了一头 骡子一头驴 大口吃完肉食之后 见时机差不多 吴刚面容严肃地 招呼几个人道 你们过来 我有件事情和你们说 见吴刚要说正事 女人们便带着孩子 退到了一边去完了 我想带你们走 你们怎么想的 吴刚目光扫过众人开口 情况你们也都知道 半年没有发响人了 地又不出粮食 水都快没了 再这么下去 咱们非得渴死饿死在这 大人能走得拖吗 张昭抬起头迟疑着说 明军很苦 守边的明军更多 而且要祖祖辈辈的是 很多人受不了苦 有的不想孩子 再遭这个罪 选择跑 好的人越来越多 没人当兵当官的 自然受不了 没人守卫 达子打过来怎么办 于是出台了很多措施 来防止士兵逃走 比如把家眷送过来 和他们一起 带上家眷 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跑了 又比如没有文书 不得善离驻守之地 吴刚等人想要回去 进入宣服 到城门口 就会被人查文书 没有直接全家就扣下 一旦发现有人逃走 也会立马派人去追 一旦被抓住 直接会成为杀鸡警猴的鸡 死得很惨 怎么也要搏一搏 吴刚目光灼灼地说道 不为了咱们 也要为了他们想一想 吴刚抬头 示意了一下 远处的女人和孩子们 走 咱们还有活路 不走 要么饿死 要么等达子来杀死咱们 吴刚缓缓地说 再说了 现在到处都是反贼 咱们混到流明里边去也行 你们放心 我还能弄到吃的 不会让你们饿肚子 咱们找一个安稳的地方住下 到时候买房买地 我都让你们过上富贵的日子 吴刚不是没想过一个人走 但他也知道自己走不了 自己跑了 这些人肯定会第一时间抱不上去 到时候还补文书一发 自己肯定抱头数穿 再说了 一个人上路多危险 遍地都是流明草扣 随时都有人能要自己的命 带他们一起走 一来没人告密 二来路上抱团也能安全一些 走 赵阳咬了咬牙说道 大人我跟你一起 张昭也点了点头 我也走 买买的 早就干够了 既然大家都走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韩正抱了抱拳说道 我跟大家一起走 哪都比这儿的日子好过 几个人的目光 落在了老前头的身上 你们看我干什么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 老头子也不想埋在这儿 看了大半辈子黄沙了 老头子也想找一个 有山有水的地方羊毛 家外死了就埋在那儿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红石笑了起来 吴刚大笑地说道 吃饱了咱们就收拾东西 晚上早点睡 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出发 好 几个人笑着答应 就在这时 呼听的一声泡响 随后便是邦邦邦的雷邦之声 几个人对视一眼 脸色大变 嫡妻 打子来了 换上衣服 上宝 吴刚放下手中的碗 大声地说道 老前头 你看好孩子 韩正家里的 带着女人把这些东西 搬到宝上去 吴刚伸手指着面前的礼炮 孩子们有序地躲起来 女人们也开始忙碌 吴刚上了宝 大声地问 怎么回事 张仲里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好想一声疯念一束 是打子的小谷骑兵 大人 东西搬来了 张氏一脸紧张地说 摆上摆上 是小黑点 后来逐渐变大 啪 韩正猛地一拍夺口说道 奶奶的 打子的精锐赤后 他们破宝 吴刚也看到了 他的脸色很难看 打子的人并不多 是十人小队 但都是一人双马 领头的两人名亏暗奖 一个人的亏上还有黑鹰 另一个人背上还背着齐 剩下的八个人 每个人都是铜钉的棉剑 手上拿着金铁连刀 在他们前面一群人 背负着双手 被串成了一串 男人女人孩子全都有 他们的样子十分凄惨 哭声和哀嚎声不断 打子驱赶着人向前走 一边用马鞭指着风火宝 大笑 气焰十分的嚣张 风火宝内 众人的脸色极为难看 生气是一方面 吐死无悲是另一方面 眼前这些人 都是其他宝的守宝之人 现在像羊一样的被人赶着 随时都有可能 被后面的人砍上一刀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 宝前停下了战马 位置正好在弓箭的射程之外 嚣张地下了战马 从俘虏当中 将男人挑出来 推到了前面 按着他们跪在了地上 他们要砍头 当着我们的面 砍了他们的头 韩正咬着牙说道 不行 不能这么看着 吴刚咬牙说道 咱们得出去干他一下 众人全都转头 用看疯子的眼光看吴刚 本身人就少 还出战 人家骑兵一个冲锋人 就全没了 根本没法打 吴刚目光扫过众人 咬着牙说道 守得住吗 众人沉默了 他们心里也明白 根本守不住 吴刚一拍夺口说道 我这敢死了算 不能让他们抓了 俘虏砍了脑袋 死 我也要掰下他一颗牙 咬下他一块肉来 众人对视了一眼 一起点头道 大人 你就说怎么干吧 李刚扫过众人开口说道 我们是要拼命 但也不能傻傻地 冲上去送死 等一下我 韩正 张昭 咱们三个骑马 老前头和张仲理走路 我们出去之后 如果他们冲过来 韩正家里的 你们就带着女人点火 明白吗 大人放心 张氏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他们不冲过来呢 李刚有些迟疑地说道 我们只有三个人有座骑 一匹马 一匹骡子 一头驴 他们嚣张成那个样子 他们会不冲 李刚没好气地说道 大家也没人笑 毕竟张仲理是读书人 充俊发配过来的 这些事他也不懂 再说了 眼前的情况 也实在是笑不出来 接战之后 我们会打退他们 但是记住穷扣莫追 李刚扫过众人说道 老前头 张仲理 你们的任务是去救俘虏 明白吗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一起点头道 明白了 他们也明白 风火宝最重要的是人手 如果能把那些俘虏就回来 人数一下子就上来了 无论是手还是打 全都要从容很多 拍了拍身上的防弹衣 李刚在心里面祈祷 你可千万要有用啊 走 拎着长枪 李刚大步地朝下面走了下去 如果我回不来 韩正转回头神情 有些复杂地 看着媳妇说道 你放心 我们娘俩会跟你一起去的 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 张实面带笑容地说道 一家人一起上路 不孤单 神情复杂地点了点头 韩正没再说什么 五个人一起向外走 步伐越来越整齐 甚至还走出了一股气势 那是决然 那是誓死如归 如果一去不回 那就一去不回 打子小队还在嬉闹 根本没想到 风火宝的人赶出来 当宝门打开 他们都愣住了 看到李刚三人的时候 他们发出了轰笑声 嘲讽的意味十分明显 骑驴 骑骡子 这也能算是骑兵 奈匹马老兽如此 真的能作战 拔石库打了一个呼哨 打子小队快速地整军 他们并没有因为 对方人少就轻敌 十个人组成了冲锋的队型 战马刚开始是小不快走 渐渐开始了提速 最后达到了冲刺的速度 战马越跑越快 冲锋的队伍也越分散 李刚看过去 表情很凝重 对方果然是精锐 战马之间的距离 控制得非常好 战马即便在狂奔当中 队型也依旧保持得很完整 这绝不是短时间配合能做到的 深吸了一口气 李刚敲了敲胯下的战马肚子 战马慢悠悠地向前走了上去 旁边骑着骡子的韩正 和骑着驴的张招 也跟了上来 刷 双方碰面的第一轮 用的是弓箭 李刚这一边三把破弓 射程有限 没人家的远 先吃了人家一波箭矢 低头 李刚大声地喊道 烽火宝之上 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 他们已经不忍心再去看了 韩正的媳妇 早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送死 他们这是去送死啊 老钱和张仲理跟在后面 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色虽然难看 可是却一起笑了 打子的剑法非常的准 十个人射箭 只有两个人的箭矢偏飞了出去 剩下的全部都射在了三个人的身上 有的弓箭还直接射在了头上 当 射在头上的弓箭 发出了一声脆响 然后被弹飞了出去 射在身上的弓箭 也没好到哪儿去 根本就射不进去 直接弹落在了地上 有的挂在了衣服上 但摇摇晃晃的随手一拽就拽下来了 李刚松了一口气 果然如自己预料的一样 自己穿的 虽然不是顶级的军用防弹衣 但它也是防弹 而且是插钢板式的 防弓箭还是没有问题的 韩正和张仲理 眼睛瞪得老大脸上 全都是不敢自信 怎么可能呢 拍了拍自己的防弹衣 韩正大笑着说道 大人 你的盔甲实在是太好了 少废话 赶快还击 李刚忍不住大喝道 三个人拉起了弓射了回去 弓箭虽然差 但因为长期训练 又长期使用 三个人也能克服一些毛病 弓箭的准度还是有的 嗖嗖嗖 三只箭矢飞出去 李刚的直接飞出去了 韩正的箭射中了一个刺后 正好射在了他的胸口上 刺后一阵摇晃 但是却紧紧地拉着马的缰绳 没有摔下去 战场之上 弓箭想要直接射杀敌人很难 冲锋之时 骑兵低趴在马背上 甚至侧身 藏在马的身侧 不让箭矢射中自己的面门和脖子 射在头盔和盔甲之上 是很难直接射死人的 除非重剑的骑兵落马 被后面的战马踩踏之死 射死步兵就更难了 步兵有盾牌 有盔甲 很难直接射死 弓箭造成的伤亡 大多是事后的感染 除非用重弩 那玩意儿造价太高 大鸣可不是大宋 玩不起 放 李刚高高地举起了手 猛地一挥 同时大声地说道 下马 后进的骑兵 害不害怕李炮他不知道 毕竟这个时代已经有火炮了 他们的战马 可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李刚却清楚 自己的老马 还有骡子和驴 肯定会害怕 一旦放了李炮 对面没受影响 自己这边的坐骑仙精了 那还打什么仗 风火宝之上 喜极而泣的张氏 带着人快速地点燃了李炮 碰 搜 啪 随着第一支李炮响起 后面的李炮铺天盖地地砸了过去 一盒李炮有三十六响 张氏他们足足点响了六盒 一时之间 战场上烟雾四起炸 响声一片 因为买好了方向 李炮基本上是迎着 达子的骑兵队去的 李炮瞬间在骑兵队伍中炸响 甚至还溅起了一阵阵烟花 达子小队顿时陷入混乱 战马思鸣 后京士兵已经无力维持阵型 只能勉力控制战马不去逃走 冲锋的气势也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有的战马狂奔突然停下来 后背上的骑兵 一下子就从后面掀了下来 有的战马干脆马施前蹄 前腿跪倒 直接摔在了地上 一时之间人仰马翻 李刚大喜 比自己预料的效果还好 连忙大声地道 放箭 放箭 冲上去 先射马上的 射不到人就射马 三个人一边向前冲 一边开始射箭 一名后京士兵的战马 前蹄爬得起来 他整个人也高昂了起来 一只箭矢飞速而过 一箭正中咽喉 李刚转过头 看着韩正忍不住赞赏道 好箭法 后京士兵不愧是精锐 见到战马不可用 迅速地下了马 在地上结成了阵 身上重箭的 也一刀砍断了自己胸口箭矢 后京斥后虽然狼狈 可也激起他们的凶性 每个人都面露凶光 李刚三个人也背靠背结成了阵 每个人手中都握着一杆长枪 目光凶狠地盯着对面的九个人 他们知道拨命的时候到了 风火宝之上 所有人都面容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我们来了 呼喊之后 老前头和张仲理 从后面跑了上来 不是让你们在后面 李刚转头大声地喊道 骑马打仗 我们在后面 到了部下 我们就要冲上来了 老前头冷笑着说道 老前头 你还行不行 韩正在旁边大笑着说道 这么大年纪了 还能挥得动刀吗 小子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老兵 老前头不屑地说道 杀 打子的拔石库 忍不住挥刀大声喊道 李刚他们虽然听不懂 可见对方的神情和动作 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了 果然对方几个人交替掩护着 就冲不上来 五个人的反应也很快 长枪突刺 对方一个人用刀去挡 另外一个人则是顺着枪杆就冲得上来 大手去抓枪杆 同时手中的刀 直接切向了握着长枪的手 Pull 说是迟那是快 一瞬间就愤出了生死 走的后金士兵刀架住了长枪 有的后金士兵则是没架成功 一下子就被长枪出了一个窟窿 即便如此 他也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长枪杆 李刚等人连忙松开长枪后退 快速地抽出了自己的战刀 第一个回合 后金损伤两人 局面变成了五对七 李刚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刀 又看了看自己胸口的防弹衣 转头对身边的几个人说道 兄弟们 五对七 敢不敢活劈了他们 有什么怕的 韩正喊了一声大笑着道 上 活劈了他们 李刚拎着刀大喊着冲了上去 双方都发了狠 李刚根本就是不要命的打法 对方的刀横切自己的肚子 李横看着不看 手中的刀直接砍向了对方的脖子 破 刀中脖子鲜血 瞬间喷了李刚一脸 后金斥后的刀横切在了李刚的肚子上 刺了 外面的布被切开 结果却发出了金铁之声 怎么都切不进去 李刚抽刀 打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瞪着大眼睛 满是不甘心 李刚冷笑 当然 时代变了 旁边一名打子冲了上来 李刚横刀就迎了上去 当的一声 两把刀碰在一起 打子的刀居然从中间断了 直接崩飞了出去 李刚大笑一刀讲打子 劈倒在了地上 好刀 好刀 李刚转回身 旁边的战斗也进入了尾声 韩正一脚将一个打子冰踹倒在地上 手中的长刀猛地戳了下去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打子冰四肢抽搐着 眼见是不活了 一个打子冰手中的刀 砍在了韩正的背上 发出了荡的一声 把韩正打得一个裂前 但是刀却没砍进去 站在韩正右侧的老前头 一刀戳中了打子冰的后背 向后一拖 打子冰口吐鲜血 直接倒在了地上 老前头和韩正背靠着背 举着刀对着打子冰 小子 看见没 老前头得意地说道 知道什么叫老兵了吧 得了吧 摆明了就是捡便宜 韩正大笑着说道 你也就干个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了 你知道个屁 老前头不满地骂道 你那叫莽夫 张昭和张仲理 也砍倒了一个现场的局势 变了 刚刚是七队五 现在变成三队五了 三个打子冰 目光都胆怯了起来 李刚那边也不是没有损伤 张昭被砍了一刀 胳膊一直在滴血 速战速决 李刚大声地说道 别给他们机会 五个人一拥而上 相互配合 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韩正 张仲理你们跟我来 咱们一人抓一匹马 然后去找其他的马找回来 这可是咱们的战利品 李刚大声地说道 好 两个人大笑着答应道 老前头 你把张昭带回去 让女人们给他包扎伤口 把那些俘虏放了 女人孩子先进去 那些男人也跟着去抓马 李刚又吩咐道 是 大人 众人大声答应道 很快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等到李刚赶马回来 现场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打子冰身上的盔甲 被扒了下来 脑袋也被砍下来了 见到李刚回来 一群人全都迎了上来 见过大人 众人连忙躬身说道 连女人们都过来行礼 每个人看向李刚的目光当中 都带着敬佩和臣服 今天如果不是李刚 所有人都要死在这 行了 都起来吧 李刚大笑地翻身 跳下了马 身上穿着破烂的男人 女人和孩子 全都跑了过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一边磕头 一边大声地开口道 谢过大人 起来 李刚走过去 将跪在地上的男人搀扶起来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道 都是自家的兄弟 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吧 大人救命之恩 我们愿以死相报 几个男人对视的 一眼抱全道 李刚摇头说道 你们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多谢大人吉言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说道 老前头 饭做好了吗 李刚转头说道 做好了 大人 老前头点头说道 炖的肉 烙的大饼子 李刚点头说道 奋波吃饭 女人和孩子先吃 其他人回去做饭 把所有的面 全部都烙成大饼子 米全部都炒熟 肉也全都煮熟了 大人这是 老前头压低了声音道 要走 此地不宜久留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达子的斥候轻敌 让咱们捡了个便宜 这些人不回去 达子肯定会派人来寻 到时候 没什么好果子吃 是 大人 我明白 老前头点头道 咱们弄回来多少码 李刚转头问道 回大人 抓回了14匹马 有一匹马腿受了伤 另外的13匹 身上有轻伤 但是都能用 老前头有些遗憾地说道 其余的都跑散了 我也不敢到远处去寻 抓紧准备 咱们吃完就走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马要是任路跑回去 达子可能比想象中来得要快 李刚准备撤了 死手就是死路一条 只有动起来才能打 要在运动战中 寻击歧灭敌人 烽宝中的所有人 都在忙碌着 打包行李 准备干粮 女人则在招呼自己的孩子吃饭 这顿吃完下一顿 不一定什么时候吃了 他们都希望孩子多吃一点 吃过饭之后 李刚把所有男人 都召集到了一起 加上六个被俘的人 现在李恒身边 总共有11个人了 按照大明朝的规制 他这个小旗 算是满边了 我安排一下 李刚扫过众人说道 老前头 你带着张昭和女人孩子一起走 带着那匹老马 还有骡子和驴 不要暴露自己军户的身份 装成难民明白吗 老前头笑着点头说道 大人放心 我明白 现在只是发现了 打子的赤后 还没有发现大队人马 他们这些人 现在彻属于逃兵 被人知道了 不会有好下场的 最早设立宝敦的制度 是为了作战 一旦有人来犯 可以提前预警 大军随时出动 各堡垒之间互相连接 可以问中捉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边关越来越荒废 军队的战力越来越低下 领兵将领 根本不敢出城作战 堡垒的功能 就只剩下传递信号了 城池得到消息之后 立马会封闭大门 然后严防死守 美其名曰 兼闭亲也 实际上 就是纵容达子抢掠 反正城池不被攻下就行 达子也不会攻城 抢够了 他们自己就走了 等到达子撤退的时候 大军再追上去 做出击退了的架势 回头向朝廷报告达子来犯 我军将其击退 顺便请个攻 爆点损失 让朝廷给银子 这也是为什么 越来越没有人 愿意守保的原因 路上不要露财 李刚再次嘱咐到 罗子和驴也要看护好 如果有人要征用 就给他们 安安稳稳地去宣服 千万不要因小事大 明白吗 大人放心 老前头点头道 我绝对把他们 安安稳稳地送到 好 你去吧 李刚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老前头和张昭离开之后 李刚扫过剩下的人 面容严肃地说道 现在你们所有人 都要听我的指挥 我要带你们博一个前程 敢不敢 大人 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韩正点了点头 大声地说道 好 李刚笑着说道 送走了他们之后 咱们好好地干一票 龙城 李恒出租屋 一上午 李恒都坐立不安 约好了早上和自己通电话 给自己送一些东西过来 让自己能够拿去卖钱 上午过去了 老爹都没有给自己打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手机铃声响起 李恒连忙拿起了电话 看到是老爹 顿时松了一口气 连忙接起来说道 爸 怎么回事 怎么才来电话 打仗去了 李刚语气之中 带着几分兴奋地说道 早上遇到一对打子赤后 跟他们打了一仗 大获全胜 没受伤吧 李恒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没事 李刚语气大大咧咧地说道 你还是得给我弄点药 包扎伤口的纱布 消毒酒精 还有消炎药 全都要弄一点过来 李恒苦笑道 爸 我真没钱了 我有东西给你 李刚连忙说道 打子兵的盔甲和武器行不行 对了 我还在他们身上 搜出了银碎银子 给我 都给我 李恒急切地说道 我都给你送过去 李刚大声地说道 你要尽快给我多弄点物资 你就放心吧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爹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跑不跑 儿子 爹不跑了 李刚有些迟疑地说道 完了 李恒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回到明末 上了战场 老爹这是要放飞自我了 谁还没一个纵横天下的梦想 谁还没想过 保家卫国风狼居须 老爹本身就是当兵 骨子里就有这种浪漫情怀 现在真回到明朝末年去了 放飞自我 一点都不奇怪 现代都市的压抑生活 老爹早就过够了 无数次跟自己说 他怀念当兵的时候 现在真的去了 李恒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该怎么劝说自己的老爹 李恒心里清楚 如果自己回去 估计也差不多 爸 我也不劝你 李恒压低了声音说道 小心点 我知道 你想封狼居须 可只有活着 才能封狼居须啊 儿子 有雄心壮志 爸的没想那么多 爸现在只想要一条活路 带一些人一起活下去 李刚声音 有些低沉地说道 李恒摇了摇头大笑地说道 爸 你的想法不行 你要领一只骑兵 去纵横草原 去纵横天下 学获去病 学未清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行了 臭小子 你好好做后勤 咱们父子一起努力 说不定有一天真能实现 李刚大笑着说道 挂了电话 东西也传了过来 李恒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东西 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老爹纵横天下 风狼居须去了 自己没这个机会 只能混在都市里了 买卖古董 当个富豪 纵横花丛 也算差不多吧 神情古怪地拿起了一把镰刀 上面略微有一些秀迹 这是做旧的 还是传送的时候变旧了 怎么看起来 真的像古董一样 李恒不得不感叹 老爹的金手指很厉害 提着的心 也放在了肚子里 幸好直接变古董了 不然人家 都会以为这是新的 不过镰刀造型 人家不会以为是假的吧 后金打仗 用镰刀吗 回头得查一查 将所有的东西收拾好 装在行李箱里面 李恒拉着行李箱 就出门了 龙城的古安市场 在市中心右侧的老街 紧挨着城中的老城皇庙 前几年 政府开发旅游 在这里建了房谷一条街 右侧一条街是卖古董的 左侧一条街 是卖念品和小商品的 当然了 说是古董 其实大部分都是工艺品 里面真真假假的 没人能明白 李恒上大学的时候 去过几次 也买过一些东西 但大多都是 儿时的小连环画 或者儿时的各种玩具之类的 跟着行李箱 坐地铁来到老街 集市早就开摆了 李恒去前面的管理处 询问了一下 得知摆摊很简单 只要在管理处 交50块钱的摊位费 就可以在管理处 挑选一个摊位 交了钱 在地图上选了一个摊位 李恒就出发了 因为他来得晚 又不是长包 所以地方很偏 在整条街 最里面的一个角落 李恒也不在意 拎着行李箱就过去了 说是摊位 实际上就是一个 长一米宽一米的地皮 用白漆化的框框 李恒把行李箱打开 把自己要卖的东西摆上 然后把行李箱当成椅子 自己就坐了上去 随手拿出手机 开始把玩了起来 来龙城旅游的人很多 逛古玩街的就更多了 年轻的年老的都有 李恒摊位也吸引了一些人 当然了 大多数人都只是看看 李恒也不着急 给自己叫了一杯密雪冰橙 就坐在那碗手机 爷爷 这有什么看的 一个年轻的姑娘 陪着一个身穿糖装的老者 从远处走了过来 女孩似乎有些不耐烦 一边撒娇一边说道 老头手中拿了一把折扇 不时地晃一晃 脸上带着淡然的笑容 任由女孩撒娇 咦 老头忽然停下了脚步 目光紧紧地盯着 李恒面前摆着的东西 随后他脉步走到了 李恒的面前蹲了下来 李恒抬起头 先看到的是一张白皙的俏脸 女孩身材高挑 五官精致 面容白皙 梳着马尾辫 上半身白衬衫 下半身马面裙 中西结合的搭配 在他身上显得异常和谐 小伙子 你这东西有点意思啊 老头将折扇和上笑着道 李恒将手机收了起来 笑着道 老先生好眼力 有感兴趣的 老头从地上拿起了三枚铜钱 放在手里面翻看了一番说道 大明天起年间的铜钱 小伙子 怎么卖 五千 李恒伸出了五根手指说道 五千一枚 扑痴 旁边的女孩忍不住笑了 瞪着大眼睛盯着李恒说道 五千 你还真当古董妈呀 我这就是古董 李恒微笑说道 女孩翻了一个白眼说道 整条街有卖古董的吗 他们卖的什么我不知道 我这就是古董 李恒面容严肃地说道 星星 你先别说话 老头抬起手 打断了女孩笑着道 小伙子 五千一枚的价格 五千一枚的价格 网上找的吧 李恒一愣 随后面露尴尬 他还真从网上找的 老先生如何得知 李恒也不否认 笑谜谜地问道 大明天起年年的铜钱 存实的很多 大多都能见光 保存得也相对很好 你的这三枚 虽然是大开门 品项也很不错 但也就值三千 老头合着扇子说道 五千一枚的价格 是网上骗子的价格 劝你一句 小心他们 老先生想买 李恒没追问 直接反问道 你卖吗 老头笑迷你地反问道 卖了 李恒盯着老头说道 当和老先生交个朋友了 还真不能不买了 老头拿出手机说道 我也不占你便宜 三枚铜钱 我给你一万 怎么样 谢谢老先生照顾生意 李恒笑着说道 不知老先生怎么称呼 张凌楚 张凌楚笑着说道 我孙女张欣欣 爷爷 还真是古董啊 旁边的张欣欣 瞪着眼睛说道 我应该没看错 张凌楚笑着说道 如果造假的技术 连我都分辨不出来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该退休了 张欣欣轻哼了一声说道 爷爷目光如电 怎么会退休呢 老了 老了 张凌楚一边捋着胡子 一边笑道 脸上却颇有几分自得 显然对自己的眼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爷爷 这些东西呢 张欣欣指着其他东西问道 都是好东西 张凌楚笑着说道 镰刀也是 张欣欣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镰刀 张凌楚戴上了手套 小心翼翼地将镰刀拿起来 上下打亮了一番说道 这是后金时期八旗前锋营用的武器 这套盔甲 一样是前锋营所用 保存如此完整 品相如此好的布甲 难得很难得 还有一把短刀 同样也是制式装备 张欣欣缓地点头说道 好丑 我还是喜欢飞鱼服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弄一套真的飞鱼服 李恒眼睛一亮 连忙说道 你要喜欢我 帮你收一套 你能找到 张欣欣有些怀疑地 看着李恒道 找着呗 万一能找到呢 李恒笑眯眯地说道 好 加个微信 张欣欣连忙说道 你要是能弄到 第一时间告诉我 两个人很快交换了微信 老爷子 您是实货的人 怎么样 这套盔甲买回去吧 李恒转头 继续推销自己的盔甲 张欣缩摇了摇头说道 明朝的东西我喜欢 清代的就算了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 他应该喜欢 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张欣欣当着李恒的面 拨通了电话 老金头 我有好东西 你要不要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电话里传出了一个 略微粗犷的声音 一套后金时期的 八旗盔甲 保存得很好 打开门 还有配套的镰刀和短刀 张欣欣得意地说道 等着 你在哪里 我马上到 电话里面传来了一声惊呼 古安市场 最里面的摊位 张凌楚得意地说道 快点来 过期不后 挂断了电话之后 张凌楚笑着对李恒说道 你应该也听出来了 老金头是满族 祖上就是八旗 喜欢古安字画 尤其是清代的 你应该也懂 这套盔甲放别人那 只是一套普通的古董 放在老金头那里 那是老祖宗的东西 他肯定愿意出高价 李恒有些迟疑地说道 老先生如此帮我 不怕你的朋友生气吗 怕什么 张凌楚笑着说道 一个愿买 一个愿卖 横竖他要挨这一刀 再说了 老家伙有钱 不用给他省钱 先生 为何如此帮我 李恒苦笑着说道 小子可不认识先生 张凌楚叹了一口气说道 以前的古玩行多繁荣 可这些年萧条了 被人弄坏了 人家一听干古玩 全都觉得是骗子 看你年轻 像是刚入行的 帮帮你就是想告诉你 这个行业水虽然深 也不全是坏人 老先生大意 李恒面容严肃 态度恭敬地说道 当然了 也别把所有人都当好人 这行里面还是骗子多 张凌楚指的指自己说道 小心点 没准我也是骗子 比我说什么都行 李恒脸上有一些尴尬 反而张凌楚捋着胡子 老怀大胃地笑了 没有闲聊太久 一个戴着墨镜的老头 骑着一辆电动车 来到了摊位的前面 停了下来 把车子停好 迫不及带地下了车 蹲在李恒的摊位前 老头仔细地看着盔甲和镰刀 他的手有些颤抖 之后想抚摸盔甲 两久之后又停了下来 摘下墨镜看了一眼 李恒说道 小子 骑下人 李恒连忙摇头说道 不是 汉人 那你家里 怎么会有这么大开门的东西 老金头有些疑惑地说道 这套东西 看着像是祖上传下来的 李恒有一些迟疑 总不能告诉他是老爹 从战场上搅获来的吧 顺道还杀了好几个后金的赤后 迟疑的片刻 李恒尴尬地点头道 的确是祖上传下来的 家祖当年是明君 老金头眼睛瞪得老大 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 张灵楚在旁边忍不住笑了 也一直说道 老金头 看来这套铠甲你不买是不行了 不赎回去 对不起你列祖列宗了 你滚蛋 老金头没好气得到 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些 天下华人一家亲 大家都是中国人 56个民族大团结 你知不知道 小伙子 你别听他的 咱们论咱们呢 老金头对着李恒说道 相见就是缘分 你卖 我买 你开个价 李恒连忙说道 金前辈 我什么也不懂 急用钱 这才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卖 能遇到两位前辈 是我的荣幸 东西您喜欢 按理说该送您 做个见面礼 可小辈 我实在没这个财力 价钱您开 您出多少 我收多少 自当我和两位前辈 交个朋友了 以后 还请两位前辈 多多提携 张灵楚又笑了 同时对李恒 竖了竖大拇指 小伙子 局气 李恒不知道 面前两个人的身份 更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的人品 但他愿意赌一把 无非就是亏点钱的事 即便是一套盔甲白送了 李恒也不会放在心上 老爹去了明末 这玩意儿 以后自己能搞批发 张灵楚的眼力很好 两个人都是混骨安行的前辈 如果他们真愿意 提携一下自己 那自己能少走十年弯路 本钱小 收益大 风险又没那么高 值得赌一把 金老头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小伙子 好手段 别的就不说了 十五万 怎么样 卖我就拿走 你要觉得不合适 那就算了 瞧您老说的 李恒笑着摇头道 刚刚不是说了吗 您报价我绝不还口 就按您老说的 十五万成交了 脸上没什么变化 李恒心里早已经狂喜了 十五万 加上前面的一万 一共卖了十六万 自己算不算一夜翻身了 那就转账 老金头也逃出了手机笑着道 银行或许有限额之类的 但这是小说 请忽略 勿深揪 两个人很快完成了转账 李恒要请两个老头吃饭 两个人拒绝了 用张灵楚的话来说 刚刚逃到了好宝贝 哪有心情吃饭 自然是要回家好好地把玩一番 饭什么时候吃不行 李恒只能苦笑着败退 辞别了两位老头 离开了古玩市场 手里面拿着十六万 李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采购物资 防弹衣套装 李恒采购了十套 斩马刀 长毛 李恒也都购买了十只 除此之外 里面 粮油等生活物品 又买了一批 医疗用品 包括药品纱布 甚至手术器械 李恒都买了 管他们用不用得上 先给他们发过去再说 当然也有让李恒头疼的东西 比如麻醉药这样的管制类药品 没有 只能买一些市面上 常见的止疼药顶替 最后 李恒跑到了卖弓箭的地方 弩不许买卖 但是弓可以 详细地询问了店主之后 李恒给父亲买了十把反驱弓 没有买复合弓的原因也很简单 复合弓的结构太复杂了 平常室内练习着玩 可能还行 扔到战场上太容易坏了 一旦坏了还没法修 相对来说 反驱弓不容易坏 而且容易修 虽然在威力和精度上 反驱弓差一些 但起码好上手 夜幕降临 李恒把东西倒腾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整个人累得直接躺在了床上 一动不想动了 精神都一阵阵的空虚 十六万块钱 花得只剩下两万块了 上次搭进去三万六 现在还亏一万六 便有钱 混都市 然后纵横花都 这梦想一时半会儿 怕是实现不了 大鸣 宣服 风火宝万 韩正聪马上跳了下来 脸上带着喜色的 跑到了峭壁的下面道 大人 我回来了 来来来 吃东西 刘刚笑着招呼韩正道 韩正点了点头 伸手接过了大饼子 咬了一口 喝了一口水 然后开口说道 没有发现打子的大部队 但他们的先锋来了 有多少人 李刚面容严肃地追问道 暂时还不见踪迹 韩正摇了摇头说道 我只是在风火宝 见到了一支赤后小队 大概有二十人左右 想来是寻找白天失踪的 事后队的 他们扎在风火宝了 刘刚瞪着眼睛问道 韩正点了点头 眼中带着一抹兴奋地说道 大人 干不干 李刚咬了一口饼 用力地嚼了两口说道 干 吃饭 咪上一会儿 后半夜 咱们兄弟悄悄摸上去 割了他们的脑袋 好 韩正有些兴奋地说道 都听大哥的 吃过了饭 刘刚开口说道 所有人跟我来 新来的人有些不明所以 不知道大晚上的 还去干什么 韩正和张仲理 这样的老人却是面露兴奋 他们对视了一眼 全都笑了 上一次 大人也是这么莫名其妙地来一句 大家就去搬了好多东西 有吃的 有武器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自己这些人 可不敢在外面瞎混 好的 大人 韩正和张仲理 同时开口答应道 几个人跟着刘刚 一起来到了峭壁后面 被封的一侧 这里早就已经堆积了 很多的物资了 韩正和张仲理不以为然 其他人则是面露惊骇 这里怎么会有东西呢 谁给送来的 怎么一点踪迹都没发现 送这么多东西 声音都不发出来的吗 转头看向刘刚 见他没有解释的意思 其他人也不好开口问 心里面惊疑不定 这边是盔甲 这是刀枪 先搬回去 刘刚开口吩咐道 几个人连忙开始搬东西 刘刚则是快速地翻找了起来 很快就在物资当中 找到了儿子 送来的弓箭 伸手将弓抄起来 反手搭上一支箭 轻轻地拉开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 见得轻重刚刚好 按照大名的规矩 这应该是一弹五的弓 正好适合自己使用 伸手翻了翻 李刚在里面找到了两把特殊的弓 一把有两弹 一把有三弹 李刚直接摇头 这玩意儿 自己是用不上了 所有东西都搬回来 李刚将怎么穿盔甲 交给了几个新来的 等他们都换上之后 才开口说道 工艺人拿一把 最小的一弹 最大的三弹 韩正上去摸了一把两弹的弓 试了一下面露惊喜地说道 大人 好东西啊 当然是好东西了 刘刚笑着说道 你看这里 伸手指着 反驱弓上的准心说道 看到没 瞄准用的 韩正看了看 面露惊喜地说道 还能这样 刘刚笑着点头 对比了一下自己用的弓 和儿子送来的弓 刘刚也不得不感叹 工业的差距 就是如此之大 自己手上的反驱弓 制作精良 容易上手 不易变形 准度还好 有了这些弓 自己事半功倍啊 正在李刚 智德一满的时候 旁边传出了 韩正的惊呼声 李刚连忙转过头去 只见俘虏中的一个人 拿起了三十弓 缓缓地拉了一个满 所有的表情都是吃惊的 都是不敢相信的 厉害 李刚赞赏地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 小的马三 马三连忙低头道 你能用三弹的弓 李刚依旧有些 不敢相信的说道 马三挠挠挠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以前用的 都是一时半的弓 两弹的弓我都没摸过 我刚刚就是想试试 神情复杂地看着马三 李刚沉声说道 怎么手饱了 马三苦笑地摇头道 大人 上面没人 加上嘴笨 不会说话 得罪了人 吃得又多 自然而然被人不待见 伸手拍了拍马三的肩膀 李刚大声地说道 跟我干 让你吃饱肚子 多谢大人 马三低头说道 大人救了我一家的性命 马上愿意跟着大人干 白死无悔 好 很好 李刚满意地点头说道 快点练练 尽快熟悉手上的功 晚上咱们给达子一个惊喜 好 众人全都面露笑容 点头道 夜风很紧 李刚他们找的地方 虽然被封 但多少还是有一些冷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们也不敢生活 所以正好和马抱团取暖 过了午夜 月亮悄悄地隐没了 李刚等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清醒过来之后 吃了点东西垫垫肚子 众人翻身上了战马 悄悄地朝着风火宝摸了过去 在距离风火宝 还有几里地的时候 众人停了下来 不能骑马靠太近 达子晚上虽然睡着了 但他们对特定的声音 依旧非常的警醒 比如战马的马蹄声 把马双好 几个人悄悄地摸向了风火宝 风火宝虽然是个堡垒 可外面的墙并不高 也就两米多一些 两个人搭人踢就能上去 很快十个人就翻进去了 躲在角落里 他们很清晰地 能看到院子当中的火光 达子兵们很谨慎 没有分散到各个房间去睡觉 而是聚集在院子里面 战马也都在他们周围 两侧还各有一个人职业 韩正看了一眼马三 伸出手比划了一下 意思一人一个 马三轻轻地点了点头 李刚则是示意其他人 也拿起弓箭 瞄准地上的打子 一旦惊醒了 他们直接开弓射箭 尽可能地多杀伤一些 其他人也都轻轻地点了点头 大家同时抽出的箭矢 缓缓地搭在了弓上 So 弓弦响动 箭矢破空 韩正和马三先开弓 两个职业的打子 瞬间便丧失了性命 现在反驱弓的声音非常轻 可即便如此 依旧惊动的打子 他们对弓箭的声音 实在是太熟悉了 也太警醒了 放箭 李刚剑有人坐起来 没有丝毫地犹豫 直接放箭 箭矢射在了打子的脖子上 李刚的弓箭 其实并不高超 如果在马上颠簸状态下 或者距离远 它绝对没有这么精准 可是在这里瞄了半天了 距离又这么近 准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当然了 最主要是因为 手上的弓好用 轻便 瞄准不费力 其他人也有样学样 一起开始射 箭矢直接飞向了地上的打子 基本上没有落空的 每一个人都射中了打子 区别就是 有的人一箭弊命 有的还需要再补一下 李刚见到很多人 面露不敢置信的神色 随后惊喜地看着手中的弓 显然他们和自己一样 使用了新的弓箭 射击结果超出了预期 一个身中箭矢的打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So 没等他有所动作 一只箭矢飞来 正好射中了他的咽喉 身子一摇晃 人又栽倒在了地上 李刚转头一看 是韩正开口说道 韩正马三 你们负责补刀 其他人射击 打子那边刚站起来 第二轮箭矢又到了 So 啊 箭矢声和惨叫声交织在了一起 第二轮之后有第三轮 等到第三轮过后 地面上倒了一堆打子的尸体 二十几个打子全都死了 有两个灵活地跳到了马的后面 李刚等人根本没将两个人放在眼里 站直了身子 从阴影当中走了出来 韩正和马三举着弓箭瞄着两个人 只要他们两个人敢露头 瞬间就把他们两个射死 抓活的 李刚把弓收起来 笑着说道 好好审问一下 看看他们的大部队在哪弄清楚人数 咱们回去也好有个奏报 当然 我来 俘虏中的两个人 拔出了跨间的短刀说道 李刚一笑说道 好 他也看出来了 这些俘虏都给予表现 那索性就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 两名俘虏各握着一把短刀 凑到了两名打子的面前 对方还在咒骂 两个人就已经冲上去了 拿着挥舞的镰刀就砍了过来 只见两个人一闪而过 身子直接贴了上去 肩膀在两名打子的胸口撞了一下 对方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两人得势不饶人 手中的短刀回手割了一下 鲜血瞬间就从两名打子的手腕上喷涌而出 手中的镰刀瞬间落地 两个人没停 抬脚在打子的脚腕上踹了一脚了 两名打子发出了痛苦的叫声 瞬间就扑倒在了地上 李刚在旁边看的木凳口呆 忍不住赞赏道 好伸手 马三在旁边笑着说道 大人 他们是两兄弟 老大叫张大和 老二叫张二和 世代军户 手艺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这么厉害的人也来手保 李刚皱着眉头说道 没办法 得罪人了 马三摇了摇头说道 众人没有在追问 在场的全都是手保兵 很多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 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有一段故事 各有各的不同 但悲伤都差不多 张二和张三和拎着两个打子 走到了角落里 惨叫声很快就传了过来 两个人下手非常的狠 在场的人却没有开口 甚至脸色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尤其是被俘虏过的几个人 脸上还露出了快意的表情 甚至有些跃跃欲试 李刚扫了一眼众人 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仇恨不是一日埋下的 想要一日解开也不可能 李刚不是圣母 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去劝说自己的手下 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去阻止自己的手下 惨叫声越来越小 很快就没了动静 张二和和张三和 从小落里走了过来 两个人拎着刀 微微有些喘息 身上都带着鲜血 脸上却露出了 极为快意的表情 喝点水 韩正将水葫芦 扔给两个人说道 兄弟二人点了点头 拧开水葫芦 咕噜咕噜灌了两大口 放下之后说道 大人 他们的确是打子的先锋军 他们也的确是斥后 在他们身后 还有八千人的大队 在场的众人 脸色都严肃了起来 八千人的大队 惹不起啊 别说招惹了 自己这些人碰上 都会被人家采为鸡粉 众人全都看向了李刚 等待他做决定 走 李刚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 咱们弄了这么多匹战马 砍了这么多人头 功劳足够了 现在情报也弄到了 没有理由再留下来了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连忙站起身子开始收拾 他们愿意听李刚的 可他们也不想去送死 李刚知道大家的想法 他也不可能带大家去送死 这可是他的班底 把众人招呼过来 李刚给大家分配的任务 有人去安抚战马 有人砍了打子的人头 有人扒他们的衣服 大家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 东方露出于赌白之时 众人将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 骑上新俘虏的战马 快速地返回了返回了 双马的地方 原本便有14匹战马 现在又俘获了20匹 34匹战马 分配到11个人身上 每个人有3匹马 刚来的时候 一匹老的兽马 一匹骡子一头驴 现在一人3马 李刚忍不住 生出了一股豪情 翻身上了战马 大笑着说道 兄弟们 走了 带着功劳回家了 带着功劳回家了 众人也大笑着 敲打着战马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朝着宣府的方向 狂奔去 宣府 作为大明的九边重镇之一 所辖边墙 东起居庸关四海至 西达山西高阳县西阳河 全长1000多里 边墩1274座 冲口192处 所辖马步官军 151425名 战马55274匹 这些都是官方的数据 李刚站在宣府的城墙外 这些数据不断地 从他的脑子当中过 龙庆三年的核查 逃兵颇多 实际官军83340名 战马32400匹 现在重镇七年 可战之兵也就五万 还分散在各地 全部调集起来 能出野外之兵 也就两万 人数少也就算了 还缺梁缺响 装备也差 能打赢打子就有鬼了 大人 摸清楚情况了 城门还开着 但是戒严了 韩正来到了李刚身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找到了老前头 留下的标记了吗 李刚转头问道 找到了 韩正笑着点头说道 按照老前头留下的标记 他们一路顺利 已经带着女人和孩子进城了 李刚笑着点头说道 咱们也进城吧 众人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 一行人打马来到了城门前 战马的速度很快 马蹄声轰隆轰隆地响 气势非凡 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 周围的百姓 全都退到了一边 胆战心惊地看着他们 门口的官军 也是一脸的警惕 你们什么人 看门的士族连忙迎上来 大声地问道 急报 李刚等人纵马而来 大声地开口道 急报 打子来饭 前锋已到烽火堡 打子来饭 前锋已到烽火堡 城门口的守军一愣 连忙说道 让开 快让开 所有人全部都散开了 李刚等人纵马入城 入城之后 众人对视的眼 一起笑了起来 大人应命 众人抱拳说道 这是李刚想出来的办法 按照正规渠道入城 他们根本不可能进来 到了城门口 就会被守军扣下 城门官会直接将他们 当逃兵拿下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冒充报信地斥后 纵马而入 城门口没人敢拦 当然了 李刚等人也做好了 强闯的准备 城门口有人拦着 他们也会直接闯进来 一句话 绝不能落入守门官的手里 大人 我们现在去哪 韩正开口问道 总兵服 李刚面无表情地说道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表情都有一些惊具 韩正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大人 咱们去见总兵属于越级 到时候 真的就没退路了 现在有退路吗 李刚转头问道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全都沉没了下来 他们是守宝兵 连上司都没有 给他们送物资和赢钱的 是军队中管这些东西的文官 何况已经有四个月 没有响应送上了 在大明的军队当中 他们是真正的底层 实际上 像李刚他们这样的政军 充当守宝兵的情况 已经不多了 从永乐年间开始 大明的守宝兵人数就一直不足 没有人愿意去 朝廷没办法了 只能用发配来的罪犯 去当守宝兵 李刚手下的张仲理 就是如此 军队中的逃兵太多 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 抓到的逃兵不杀 送去守宝 只要达到一定期限 朝廷就赦免你的罪 回去接着当兵 事实情况就是 根本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下来 大部分都死在宝上了 咱们去找谁都没有用 李刚扫过众人开口说道 唯一有用的就是去找总兵 把咱们的遭遇告诉他 成了 咱们立功受赏赐 不成 咱们一起被定罪 如果有谁不愿意 这里已经安全了 现在可以离去 去找你们的家人 带着你们的家人远走高飞 我不抢求 众人对视了一眼 全都抱拳说道 我们的命是大人救的 我们愿意为大人马首是瞻 李刚笑着说道 如此 咱们就走一遭 催动战马 李刚等人穿街而过 很快就来到了总兵衙门 衙门口的士兵 见到马队冲了过来 脸色全都变了 每个人都显得很紧张 等到李刚等人靠近他们 就更紧张了 每个人都把腰间的刀抽了出来 李刚等人 虽然人数不多 穿得破破烂烂盔甲 全是口子 身上也是尘土飞扬 可他们能够清晰地看见 李刚等人身上的鲜血 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杀气 杀气十足 血腥未呛人 每个人的眼中都露了凶光 一看就是 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 虽然大家都是明军 可他们依旧不敢大意 这些日子 欠想非常的多 明军当中 已经发生过几次滑变了 诛杀上官的 也不在少数 眼前这些人凶悍异常 还骑着高头大马 谁知道他们干什么来的 李刚翻身下马 身后的人也跟着下了马 门口的守卫 连忙向后退了几步 这些人的动作整齐滑衣 铿枪有力 一看就知道是不好惹的 李刚走到了门前 抱拳攻身道 风火宝小齐李刚求见总兵大人 我们在风火宝外 发现了达子的踪迹 他们已经朝着宣府而来了 守门的士族互相看了一眼 表情都有些迟疑 风火宝 小齐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也有资格求见总兵 李刚面色一沉 右手按在了自己腰间的长刀之上 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守兵说道 还不快去报告总兵大人 一误了军机 你们担待得起 守兵脸色一变 其中两人转身就跑 跑得太快了 两个人还撞在了 我去 我去 两个人你推我抢争抢地 窜进了大门 剩下的人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 现场的气氛 一下鬼怪了起来 怎么回事 吵什么 很快 一个高大的汉子 身穿盔甲走了出来 看他身上的打扮就知道了 这是一位百户 守门的人 似乎像找到了主心骨 其中一个人 连忙凑到他身边 压低了声音 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百户捋了捋胡子 向前走了一步 大声地道 你们说打子来了 可有证据 兄弟们 两证据 李刚转头说道 是 大人 十个人一起抱拳 大声地答应道 声音之大 震得房颜嗡嗡响 张智脸色一变 连忙向后走了一步 伸手掏了掏耳朵 刚要大声呵斥 却见眼前的十几个人 开始从马上掏东西 最先拿下来的是 圆滚滚的包裹 包裹打开里面 是瞪着眼睛的人头 张智看了一下 血腥味扑鼻 呛得人睁不开眼睛 张智的脸色瞬间涨红了 有的士族忍不住了 捂着嘴 跑到一边吐了去 除了人头之外 打子的盔甲和武器 也全都被扔在了地上 李刚向前走了一步 抱拳道 大人 我们斩杀了打子的 两支斥候小队 一支十人 一支二十人 缴获战马三十四匹 人头 盔甲 战马 全在这儿 这些就是证据 你们等着 张智指着李刚等人说道 等着 说完就往里面跑去 李刚等人面面相去 这百户是怎么了 张智走进院子 转过假山 扶着假山就吐了 解下腰间的羊皮口袋 竖了竖嘴 抹了一下嘴巴开口道 奶奶的 差一点没忍住 这要是 当着他们的面吐了 丢人就丢大了 说着 脸上流露出了一抹自得 深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情绪 张智脸色一遍说道 不行 得赶快去通报大人 这些人真要杀了这么多打子 我可惹不起 总兵衙门大唐 张全昌 看着挂在大唐上的地图 眉头青醋 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 他脑海中回忆的 还是去年青角农民军事的场景 那幅场景历历在目 至今依旧挥之不去 大唐之外 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张全昌眉头微醋 脸上露出了几分 不耐烦 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 自己沉思之时 手下人轻易不会打扰自己 除非有了什么大事 见到张智迈着步子 从外面走了进来 张全昌的脸色好看了一些 对于自己这个本家侄子 张全昌很满意 做事有分寸 懂进退 跟在自己身边 轻易不得罪人 还能帮自己很多的忙 是个难得的心腹 大人 张智来到张全昌面前抱拳道 有什么事 张全昌抬了抬眼皮说道 门外来了一对守宝兵 张智攻身说道 他们说达子来犯 人已经到了烽火堡 他们是回来送信的 胡闹 张全昌猛地一拍桌子说道 送信用得着全回来吗 不是有业不收吗 回答人 他们说来的是达子大队 张智连忙低头说道 那又怎么样 张全昌不满地说道 这也不是他们弃宝逃走的理由 张智 你是不是收了他们什么好处了 回答人 没有 张智连忙摇头说道 只是他们带回了证据 卑职不敢怠慢 证据 什么证据 张全昌疑惑地问道 他们杀了两只达子的赤后 张智向前走了一步 语气急切地说道 他们只有十一个人 杀了达子一只十人的赤后 一只二十人的赤后 不但把人头带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三十多匹战马 和三十多套盔甲 卑职已经看过了 的确是达子的精锐斥后 其中还有两个拔石库 你确定 张全昌不敢相信地问道 大人 张智苦笑着说道 小人怎么也不会看错啊 把他们带进来 张全昌大声地说道 快点带进来 是 大人 张智答应了一声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时间不长 李刚等人就跟着张智走了进来 除了李刚外 其余人全部在大堂外面 站成了一排静静的等候 李刚跟着张智走进大堂 张智攻身说道 大人 人带来了 卑职风火宝小齐李刚 参见总兵大人 李刚恭恭敬敬地开口说道 上下打量了一番李刚 张全昌开口说道 善离鞭宝 罪名不小 给你一个机会开口 你好好想想再开口 多谢大人 李刚拱着身子说道 李刚没有迟疑 将自己是怎么发现达子的赤后 又是怎么靠烟花埋伏了达子 怎么救下的俘虏 弄到战马之后 怎么退出的风火宝 晚上又怎么埋伏的达子赤后 全部都讲了一遍 张全昌聚精会神地听着 表情时而紧张 时而凝重 李刚讲完之后 恭恭敬敬地站在了一边 张全昌的脸色 则是殷勤不定 两久之后抬手说道 你先出去吧 是 大人 李刚答应了一声 退了出去 张全昌将张智叫到了身边说道 你觉得他说的有几分是真 有几分是假 大人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张智沉硬了片刻说道 我觉得这种事情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怎么说 张全昌抬起头说道 大人 您别忘了 一年前您带兵追缴农民军 朝廷已经对你有所不满了 张智低着头说道 达子来饭 你要是再出了岔子 怕是 张智没有再往下说 张全昌却明白了 自己去年带人去围剿农民军 带了身边最精锐的三千人马 结果被农民军诱敌深入 包围了起来 自己虽然逃了出来 可三千人阵亡了两千多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那一战之后 朝廷对自己已经颇为不满了 对自己的能力 也已经开始有了怀疑 如果达子真的来了 自己没有准备 朝廷恐怕就和自己 心仗旧仗一起算了 你说的对 张全昌点头说道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把李刚叫进来 是 大人 张智答应了一声 退到了一边 李刚再次走了进来 躬身说道 大人 本官相信你的话 张全昌盯着李刚说道 军情紧急 客套话本官就不说了 现在有个差事让你去办 你的功劳 本官马上向朝廷请功 等你回来 朝廷的封赏 也就该下来了 到时候 本官亲自为你颁赏 李刚不动声色地低头道 不知大人 有什么差事交给我 抱歉 张全昌缓缓地开口说道 你们缴获了三十几匹战马 全都是好马 本官不收缴 你们全都带走 本官会派一名信使 跟你们一起去 你们日夜兼程 赶往龙门锁 按照你们所说 达子大军将至 我军唯一能抵抗的 也就只有龙门锁了 我需要你们先去报信 告诉他们 坚守待援 援军随后就到 李刚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眼地图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大人放心 卑职一定尽快赶往龙门锁 李刚恭恭恭敬敬地说道 好 很好 张全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如此危难之时 正是需要你这种英雄的时候 等你们回来 本将军亲自为你表功 多谢大人 李刚抱了抱拳说道 来人 张全昌对外面大喊了一声 大人 张智走进来 恭恭敬敬地说道 把他们带下去 好酒好菜招待着 张全昌笑着说道 等我写好了信 安排好了人 你们就可以出发了 是 大人 李刚答应了一声 便退了出去 等李刚走后 张全昌脸上的笑容 消失不见了 时间不长 张智又走了回来 恭恭敬敬地说道 大人 张全昌点了点头说道 你派一队人 跟他们一起去龙门锁 我已经写了一封信 给龙门锁的守备 提醒他提防达子 张智点了点头说道 让他们去龙门锁报信 张全昌点了点头说道 无论达子来的消息是真是假 现在都不能泄露出去 不然必然人心惶惶 不能把他们留在城内 你派去的人机灵点 张全昌想了想说道 如果发现他们说的是假话 或者有图谋不轨之举 直接在路上正法 张智抬起头说道 大人 这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张全昌沉声说道 他们传来的消息是真的 还有命回来 本官 会为他们请公的 要是回不来 那就是他们的命了 卑职明白 张智低着头答应道 李刚等人 很快被安排到了一间宽敞的房间 韭菜也很快送了上来 众人没人动 全都看着李刚 看我干什么 吃 呵 李刚笑着说道 好不容易回来了 终于能够踏踏实实地吃饭喝酒了 还不快动手 众人听到这话全笑了 围上来开始吃喝了起来 酒足饭饱之后 李刚扫了一眼众人说道 大人不追究我们的罪过 还答应为我们向朝廷请公 但要等我们办完了新的差事之后 新的差事 众人有一些迟疑地抬起了头 总兵大人 希望我们能够护送信使去龙门所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将打子的消息 告诉龙门所的守备 众人脸色一变 气势为之一血 大人 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 韩正抬起头 眼睛有些发红地说道 就是 马三咬着牙说道 太过分了 我们刚刚死里逃生 他们就非逼着我们去死吗 张二和和张三和对视了一眼说道 龙门所的位置 在咱们东边 距离宣浮没比咱们近多少 现在过去 打子可能都到了 即便没到 咱们这个时候去了龙门所 不还是死路一条吗 没关系 李刚扫过众人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愿意跟着我搏 一个前程的 我欢迎 想要回家图个安稳的 我也把他当兄弟 你们好好想一想 大人 几个人忍不住站起身子 面色有些战红 李刚伸手按了按说道 不必急着表态 大人写好信之后 在大门外集合 来的就跟我一起走 不来的可以悄悄离去 我不会怪他 李刚离开之后 屋子里面的气氛 有些古怪 拿起酒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韩正一口喝掉之后说道 我全家的命 都是大人给的 没有大人 就没有我全家 一条命而已 我卖给大人了 猛地将酒杯摔在地上 韩正站起身子 追了出去 张仲理摇了摇头 拿起酒杯 给自己倒了一杯 一饮而尽 摇头说道 我本是一书生 手无腹鸡之力 谁能想到 有一天还能醉卧沙场 啪啊啊 杯子摔碎 张仲理站起身子 大笑着出了门去 张二和和张三和对视了一眼 兄弟二人拿起酒杯碰了一下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摔了酒杯 站起身子就跟了上去 两位兄弟 马三在后面叫了一声 等我一下 拎着一壶酒 就追了上去 你这是干什么 张三和和张二和 瞪着眼睛问道 两位兄弟 路上苦寒 留着喝 马三笑呵呵地 将酒壶揣到了自己的怀里说道 可不许找大人告我的状 你要分我们兄弟半壶才行 张二和笑着说道 好说 好说 马三笑着说道 兄弟 一家人 屋子里面剩下的人对视了一眼 一个人忽然站起了身子说道 我爹爹我起名长山虎 我却窝囊了一辈子 这次我不窝囊了 大丈夫 死则死矣 又一个人站起来 喝干了杯中酒道 拼了 几个人热血上头 一起出了门 总兵衙门外 李刚来到战马的身边 轻轻地拍打着战马 伸手抚摸着战马的鬃毛 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 心态异常平和 先出来的是韩正 紧跟着的是张仲理 后面则是张家兄弟和马三 几个人来到了李刚的身后抱拳道 大人 我们来了 李刚笑着点头 没说什么 一切尽在不言中 其他人也都走了出来 李刚扫过去 发现一个人都没手 即便沉稳如他眼圈又有一些发红 轻轻地点头说道 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 只要大人愿意去 上刀山下火海 兄弟们没二话 韩正大笑着说道 李刚走到了韩正的身边 整理了一下他的衣服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走到张仲理的身边 李刚也拍了拍他的肩膀 整理了一下他的衣服 刚开始 大家还嘻嘻哈哈 后来却全都严肃了起来 李刚走过每个人的身边 替他们整理了一下衣服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态度异常地虔诚且认真 走过最后一个人之后 李刚转回身道 兄弟们 想想咱们过的日子 再想想咱们的妻子儿女 难道不成 让他们跟咱们过一样的日子 咱们不拼命 儿孙们还要过这样的日子 儿孙们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儿孙们就要拼命 咱们这被人什么苦都吃过 挨打 挨欺负 满身伤 两脚泥 没什么可失去的 这条命 还是咱们拼吧 拼了 众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喊道 大哥 拼命不能少了我吗 两个人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一脸欣喜地说道 众人连忙转过头 是老前头和张昭 众人面露喜色 连忙迎了上去 你们怎么来 李刚开口问道 咱们也是有眼线的人 老前头得意地说道 你们刚进城 我们就知道了 得到消息 我们立马就赶过来了 家里人都还好吧 韩正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老前头笑着说道 你放心 早就安顿好了 你们怎么进来的 李刚也忍不住问道 我们到宣府的时候 这里还没戒严 给门口的守卫塞了点碎银子 我们就混进来了 老前头笑呵呵地说道 进了城以后 我把驴螺子和马都卖了 换了一些钱之后 我们在城里租了一个院子 有大人给的吃食 我们就踏踏实实安顿下来了 你的伤没事了吧 李刚看着张昭说道 大人放心的 上马挥刀没问题 张昭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不能一起去 家里还是要留人的 光留下女人和孩子 有什么事情 没人替他们出头 大人 张昭有些急切地说道 城里应该没事 让我和老前头一起去吧 战场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多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拍了拍两个人的肩膀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不行 你们必须留下 如果我们回不来 你们还要照顾女人和孩子 明白吗 大人 张昭抬起头说道 我们两个没家没宴 毫无牵挂 让我们去吧 有孩子有老婆的 不能让他们没了爹 没了丈夫 让他们留下 李刚沉默了 点点头说道 你们说的有道理 你和你 你们留下吧 大人 我们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脸色大变 李刚面容一沉说道 我不是再和你们商量 这是军令 是 大人 两个人大声地答应道 李刚走过去 拍了拍两个人的肩膀说道 兄弟 照顾好家里 别让我们有后顾之忧 明白吗 两个人用力点点头说道 大人 你放心 有我们一口吃的 就有他们一口吃的 有我们一条命 就有他们一条命 好 李刚满意地点头说道 趁着没人注意 你们去吧 好 两个人用力点头答应道 老前头把地址告诉了他们 又交代了几句 大家目送了 他们两个离开 等到两个人消失在尽头 气氛再一次变得决然和肃杀起来 没有等太久 院子里面便响起了脚步声 张智走在前面 在他身后跟着一对人马 五十人左右 每个人身上都穿着皮甲 鞋背着弓 腰间带刀 看得出来全都是精锐 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身上穿着铁甲 满脸的大胡子 走出门之后 两伙人互相看了一眼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凝重 将李刚和大胡子招呼到一起 张智笑着说道 风火宝小齐李刚 总齐马晓静 两位认识一下 接下来一段路 就要两位一起走了 见过大人 李刚抱拳攻身道 马晓静将李刚搀扶了起来 笑着道 你的事情张大人跟我说了 是条汉子 我马晓静最敬重 你这样的汉子 咱们一路上多亲多敬 请大人多多指教 李刚态度依旧很低地说道 好好好 马晓静大笑着说道 行了 出发吧 张智拍了拍两个人的肩膀说道 我就不送了 等到两位凯旋之时 我请两位喝酒 多谢大人 李刚和马晓静同时说道 马晓静是总旗 按照规定 手下有五个小旗 统领五十人 让李刚没想到的 是他手下的五十人 居然是满边的 而且看得出来是精锐 除了人是满边的 他们的战马 也都是彪肥体健 看得出来是精心饲养过的 这让李刚身边的人 都松了一口气 这一行应该不是 被派去送死的 否则不会派这么精良的人马 这可是总兵衙门的人 真要让他们去送死 总兵大人怕是也舍不得 一行人出了宣府之后 快马赶奔龙门锁 所有人都知道 最快的方法是 一人两马或者三马 昼夜狂奔 放在平时可行 放到现在不行 达子来了 路上难免有斥候 一个人送信太危险 基本很难把信送到 李刚等人护送 能不能送到 也尚未可知 夜幕降临 安排了探马和暗哨 两伙人紧挨着扎了营 但是各自升起了火 做起了饭 李刚坐在火堆旁边 静静地沉思着 任务 生存一个月 已完成 奖励能量点数50点 强身健体单9颗 冰冷的声音 在李刚的脑海中响起 李刚打了一个哆嗦 居然已经一个月了吗 时间过得还真快 穿越一个世界 李刚带了手机过来 金手指也在手机中 手机能给儿子打电话 能开传送门 这些功能也不是白白使用的 是需要消耗系统能量点的 能量点的获取方式 也很简单 完成任务 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任务 生存10天 李刚完成了之后 才第一次获得了能量点数 这也是为什么 他失踪那么久之后 才能联系儿子的原因 第一个任务 生存10天 奖励了能量点数10点 按照系统的规定 与儿子通话 按照通话时间收费 一分钟一点能量点数 不到一分钟 按一分钟收费 传送物资 按照物资的重量收费 100公斤一点能量点数 未满100公斤的 按100公斤收费 通话加上传送物资 上一个任务的能量点数 已经消耗没了 现在又有了50点 李刚松了一口气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出去转一圈 李刚看了一眼众人说道 大人 一个人危险 我陪你去 韩正站起了身子说道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李刚笑着说道 不用了 我的实力你还不知道吗 好好休息 说完 拎起一个包裹 朝着远处走了过去 走到了远处 李刚脱裤子蹲了下来 旁边的营地当中 马小静收回了目光 嘴角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道 还以为要搞什么鬼 结果就是去拉屎了 蹲在地上 观察了一下 周围没有动静 李刚这才开始行动 将地面上的包裹打开 里面是几个画轴 是李刚在宣服的时候买的 价格并不是很贵 他也不是很懂 剑化得好就买下来了 将刚刚获得的强身剑体单拿了出来 李刚倒出了三颗 放在了画轴上 强身剑体单 使用后可改善并增强体质 初次服用效果最佳 最多可服用三颗 传送 扣出了一点传送点 地上的东西瞬间消失不见了 私下看了一眼 剑没有什么异常 李刚松了一口气 站起身子 迈步走回了营地 夜幕很快降临了下来 吃了晚饭之后 大家也都回了帐篷 李刚拿出了一颗强身剑体单 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缓缓地躺下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龙城 李恒出租屋 李恒晚上睡不着 索性就躺在床上玩手机 刚玩没一会儿 床头的手机散发出了一阵光芒 一个包裹就出现在了李恒的面前 迫不及待地将包裹拿过来 快速地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画轴 李恒也没去看 把画轴放在一边 拿起了包裹里面的三颗弹药 看了一眼 又放在了一边 最后放在下面的是一摞纸 李恒连忙拿了起来 这是一封信 父亲写给自己的信 李恒快速地看了起来 首先李刚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要写信 为了节省能量 信可以一起当作物资被传送过来 不用再额外通话 花费能量点数了 其次 李刚解释了一下那些画 并不是什么名家手笔 其中有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 另外两幅落款 都是唐伯虎 李刚也知道 肯定是仿的 说白了就是假的 李恒笑了笑 不在意 仿也是明朝仿的 也是古董 与现在假的不一样 最后 李刚解释了三颗丹药 李恒神情古怪地拿起了一颗 这玩意儿能强身健体 想想老爹穿越 明末还有传送门 李恒就不在意了 比起前面的事情 几颗丹药又算得了什么 没有丝毫犹豫 李恒拿起一颗 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然后将手机扔在了一边 躺在了床上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阳光洒进房间 李恒缓缓地坐起了身子 他第一个感觉 就是充沛 充沛的精力 充沛的体力 充沛的力量 从床上跳起来 李恒看了一眼自己的床单 闻了闻空气中的味道 脸色一变 随手将床单收了起来 直接塞进了垃圾袋里 没办法要了 闻了闻自己的身上 一样一股味道 没有犹豫 李恒直接钻进了浴室 仔仔细细地洗了一个澡之后 李恒走出了房间 也没穿衣服 静止来到了镜子的前面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又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李恒虽然不算胖 但也不算瘦 一米七八的身高 体重大概一百六十斤 胸肌腹肌什么的 是不用想了 现在却不一样了 也有胸肌了 也有腹肌了 缓缓地抬起了手臂 宫二头肌也聋了起来 力量也大大增强 李恒觉得自己 能打死一头牛 摸了摸脸 皮肤白皙滑嫩了不少 站在镜子前比了比 自己好像长高了一些 李恒没有去量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不过现在顾不上这些了 一阵空腹感传来 李恒饿了 将父亲游寄来的话 装进背包里 李恒将背包背上 拿上钱包钥匙 直接出了门 到了楼下 直接找到了一家面馆 直接要了一大碗撑面 连汤袋面吃下去之后 李恒摸摸肚子不行 还饿 为了不引人注意 李恒果断地买了单 大步出门之后 李恒来到了另外一家 卖饺子的店 要了一斤三鲜鲜的饺子 吃完了一斤饺子 还饿 李恒出门继续走 可乐汉堡 油条豆腐脑 凉皮肉夹馍 李恒一直吃到第六家店 这才有了饱腹感 终于不再饿了 出了饭店门 李恒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边很快传来了 一个老者阳光般的笑容道 小李 你好啊 张叔 你好 李恒也笑着打招呼道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张灵楚笑地问道 是有点事 李恒连忙说道 我手里面有几幅明朝的话 我有些拿不准 张叔能不能帮我看看 好啊 张灵楚饶有兴趣地说道 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过来吧 好了 张叔 一会儿见 李恒笑地挂断了电话 很快 电话上就收到了 张灵楚发来的地址 位置是城东的一个小区 李恒叫上出租车 朝着东城而去 在龙城 东城是富人区 李恒很少到这边来 对这边自然也不熟悉 到了小区门口 李恒表情顿时有些古怪了起来 不愧是富人区啊 小区的名字叫龙城古园 是个园林小区 整个小区都按照江南园林的规制打造 假山流水亭廊 应有尽有 古色古香 看起来不像一个小区 反而像是一个防鼓小镇 李恒刚走过去 门口的保安就迎了上来 李恒还想着 会不会上演富豪小区保安瞧不起人的情节 结果人家面带笑容 服务态度非常好 询问了一下李恒的姓名 让他稍等 在智能系统上一点 直接就找到了李恒要访问的住户 确定了信息 保安笑着给李恒开了门 详细地为他指了路 并询问需不需要带路 李恒拒绝了保安 背上自己的背包 走进了小区 古色古香 趋近通幽 李恒走在小区里面 脸上也慢慢带上了笑容 果然是个好小区 他很喜欢 只可惜 钱包不喜欢 因为不着急 李恒一边走一边欣赏 转了两圈之后 才来到张灵楚的家门口 按了两下铃声 很快里面就传来了脚步声 大门被打开 张欣欣的笑脸露了出来 你来了 爷爷在里面等你了 多谢 李恒点了点头 迈步走了进去 在张欣欣的引领下 穿过了回廊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后院 张灵楚手里面 拿着浇花的水壶 正站在院子里面浇花 见到李恒来了之后 放下水壶 笑着说道 小李 快来 坐 几个人在院子里面坐了下来 张灵楚拿过茶叶说道 尝尝我的茶叶 多谢张叔叔 李恒笑着点头 拿起来喝了一口说道 好喝 旁边的张欣欣笑了 李恒有些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说的不对吗 张灵楚在旁边摆手道 小李 你别搭理他 你说的没错 茶就是要好喝 不然还喝什么茶 李恒也不怯场 放下手中的茶杯说道 让您老见笑了 我对茶的确 没什么研究 平日里也不怎么喝 您这茶除了好喝 我也喝不出别的了 好喝就够了 张灵楚摇头说道 还要喝出什么来 您境界高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说正是 张灵楚也放下了 手中的茶杯说道 把你带来的东西拿来 咱们看看 老头子 我可是很期待的 张灵楚将桌上的东西 全都撤下去 一脸期盼地看着李恒 把身后的背包摘下来 李恒从里面拿出了 四幅画轴 打开了第一幅 这是一幅山水画 上面还提了一首诗 落款是唐伯虎 不练金丹不作禅 不为商骨不耕田 闲来写旧青山脉 不使人间造孽前 张灵楚一边念诗 一边理着胡子笑了 这是 张欣欣在旁边 瞪着眼睛说道 唐伯虎的言之 是啊 张灵楚点了点头说道 你看这幅画 无论是笔触还是构图 或者是利益 全都是唐伯虎的风格 纸张也没问题 是明代的 唐伯虎的话 张欣欣一脸兴奋地说道 张灵楚仔细看了看 摇头说道 虽然仿得很像 可惜不是 这不是唐伯虎的真迹 假的 张欣欣一脸丧气地说道 是假的 不过也是古董 张灵楚又仔细看了看说道 明朝仿的 仿得还这么好 难得 很难得 是一幅好作品 好什么 张欣欣嘟着嘴说道 不还是假的 张灵楚摇了摇头说道 据我所知 纯实的唐伯虎画作当中 没有一幅这样的图 那不更假了 张欣欣失落地说道 张灵楚摇了摇头 一脸严肃认真的说道 恰恰相反 这幅画的价值就体现在这 当年唐伯虎或许真的画过这样一幅画 只不过已经失传了 这幅仿画 就是当年唐伯虎画过这幅画的佐证 张欣欣小嘴张成了欧行说道 那岂不是很值钱 明朝的话 本身已经算是古董了 再加上仿的唐伯虎的话 而且仿得这么好 还是从没面试过的唐伯虎的话 遇到行价 应该价格不菲 是一幅好收藏 张灵楚想了想之后说道 张说 您给估个价 李恒笑咪咪地说道 你想妈 张灵楚有些诧异地说道 小李 这真是好东西 你可以留自己留着 李恒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张叔我也知道是好东西 我也想留着 可是我缺钱 所以实在没办法 你给估个价吧 轻轻地点了点头 张灵楚服了浮眼镜说道 150万左右吧 上到拍卖行 或许能多卖一点 但也不会超过200万 李恒心中一阵激动 将画卷起来 又拿出了一幅说道 你老看看这幅画 还是唐伯虎 张灵楚一愣 低头快速地看了一眼 然后便笑着说道 还是仿的 从画风和功底上来看 与刚刚那幅画 应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落霞孤舞图 这幅画的真迹 现在藏在博物馆里面 仿制品当中 清代的比较多 明代的少一些 你这幅画 算是其中保存完好的 大开门了 张灵楚一边称赞一边说道 好东西啊 好东西 究竟哪个是好东西 张欣欣有些迟疑着说道 爷爷 您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都是好东西 张灵楚笑着点头说道 这幅画有真迹 而且还知道 在博物馆里 私人收藏家能收到最好的 就是明代的房品 这幅要是遇到土豪老板 价格不菲啊 你老再给估个价 李恒又笑眯眯地说道 不好说 张灵楚摇了摇头说道 放出去传一段时间 说不定会吸引到有钱大老板 到时候 价格可就不好说了 李恒听明白了 这幅画有出处 适合买回去装逼 普通的古董收藏家 买这幅画 不会出太高的价钱 但是土豪买回去装逼的 肯定会出高价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高价 李恒点了点头 没再追问 把另外两幅画也拿了出来 张灵楚看了一眼之后说道 画风古朴 看起来像是无中画派的风格 有几分懂齐昌的神韵 落款的名字没听过 应该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 比起前面的两幅 这差很多 两幅起来五十万吧 您能给联系联系买家吗 李恒脸色有些发红的说道 四幅画 其中的三幅画能卖两百万 剩下那幅画 估计卖得更多 别说拥有这么多钱了 李恒根本就没见过这么多钱 心里面想不激动动呢 你要是不缺钱 放我这儿 我慢慢给你卖 张灵楚看着李恒说道 你要是真缺钱 这三幅我要了 给你两百万 落霞孤舞图 我帮你带着卖 那就卖给您老了 李恒连忙抱拳道 张灵楚没再说什么 转头看了一眼 你自己的孙女说道 去给借他打两百万 时间不长 李恒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两百万已经到账了 李恒脸上 顿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原本李恒想直接告辞的 张灵楚飞留他吃饭 推辞不过 只好在这里吃了午饭 吃过了午饭之后 李恒背着包走出了小区 拿出电话 拨通了自己老爹的电话号码 他想要和自己的老爹 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悦 很快电话就接通了 只不过传过来的 不是老爹的声音 而是呼呼的风声 爸 你干什么呢 李恒忍不住皱着眉头道 起码赶路 李刚有些喘息地说道 有什么事情赶快说 爹 话卖了 我现在手里有两百万 李恒大笑地说道 现在你想买什么 你可以跟我说了 我给你弄辆车怎么样 不需要了 李刚大声地说道 我们马上要去龙门锁守城了 龙门锁 李恒先是一愣 随后伸手拿出了手机 快速地搜索了一下之后说道 爸 龙门锁 有危险能不去吗 有什么危险 李刚有些迟疑着问道 达子的大军要从那里过 你现在过去 正好和达子一头撞上 李恒有些急切地说道 搞不好会丢了命的 退不了 李刚声音严肃地说道 我领了军令 李恒一脸地蛋疼 把手机收起来说道 爹 你需要什么 马上跟我说 我现在就去给你采购 卡车行不行 你能不能给我 弄点手成的兵器 李刚略微有些迟疑地说道 大刨 枪线 弓弩 一样一样的东西 从李恒的脑瓜子中闪过 他能想到很多 但大部分都不合法 根本买不到 能买到的 大多没什么用 沉默了片刻之后 李恒咬了咬牙说道 爸 你能不能等几天 李刚先是一愣 随后脸色一变 他听出了儿子话语中的决绝 连忙开口问道 儿子 你要干什么 爸 国内的情况你也知道 你要的东西 国内没有 李恒面容严肃地说道 我准备出国一趟 买一些你需要的东西 不行 李刚脸色大变开口道 你不能出国 为什么 李恒没想到 自己的父亲会反对 连忙说道 我只是去买东西 买了 也不会带回来 父亲你放心 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李刚有些愤怒地说道 爸这边不用你管 不会有事的 你老实地在家待着 明白吗 我知道了 李恒挂断了父亲的电话 沉默了片刻之后 李恒站起了身子 从柜子里面拿了几套衣服 塞进自己的背包 掏出自己的护照 拿过手机 开始在手机上买票 搜了搜 李恒将目的地定在了泰国 在亚洲国家当中 枪支泛滥的地方还有很多 整日里打仗的地方也有很多 但是民间拥枪率最高的地方是泰国 搞定了所有手续 李恒出发了 哪里都能等 老爹那边等不了 在李恒看来 老爹那边的任务 就是去送死的任务 一线生机就是自己了 如果自己不能及时为老爹提供一批物资 老爹那边死路一条 大鸣 宣服 龙门锁 李刚脸色有些难看的 挂断了电话 虽然儿子最后没有说去 可李刚的心里还是放不下他 对自己的儿子太了解了 儿子太孝顺了 而且很叛逆 很难说服他听自己的话 狠狠地蹭了一口 李刚忍不住骂道 驴脾气 跟我一样 李刚担心的不是别的 购买危险品 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 人生地不熟 很容易被人黑吃黑 众人见到李刚阴沉着脸走回来 瞬间变得有一些迟疑 不就是去撒泡尿吗 怎么回来之后变成这个样子了 韩正小心翼翼地凑过来 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人 出什么事了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 马三回来了吗 回大人 已经回来了 韩正连忙说道 根据马三的回报 龙门所外边 没有发现达子的人马 一切还是安定 李刚点了点头 略微松了一口气 还算好 还算来得及 达子还没到 该进城了 马小静骑着马 来到了李刚的身边 笑着说道 你的人想必已经汇报过了 趁着达子没到 咱们赶紧走 李刚点了点头 翻身上马说道 走 众人不再迟疑 快速地催动着 上马朝的龙门所而去 龙门所是一个不大的城 人口也就五六万 驻军三千 军事长官是参将孙登科 表面上来看兵强马壮 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龙门所这种地方 三千人马 实际上也就两千出头 剩下的全都是空想 在这两千多人中 能战之兵也就一千三四 剩下的 皆为农户降户之类的存在 平日里负责给当官的种地 或者打造一些器物出去卖 给当官的赚钱 在一千三四能战之兵当中 真正的精锐 绝不会超过八百人 是各级主将的亲卫 剩下的那些人 只不过有甲 有装备 三天一操 或者五天一操 仅此而已 众人进城 消息很快传到了孙登科的耳朵里 因为是上级派来的上差 虽然来的人官职要比自己低 可是孙登科依旧不敢怠慢 连忙跑到了家门口来迎接 见到马晓静之后 更是笑着迎了上去 原来是马贤弟 孙登科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走到了马晓静的身边 双手扶住了他 不让他给自己行礼 握住他的手说道 怎么让你亲自跑一趟 事关重大 不得不来 马晓静笑着说道 多日不见 将军风采更甚往昔啊 马贤弟就是马贤弟 说的话都这么好听 孙登科拉着马晓静说道 快快请入内 马上让人准备酒席 为马贤弟接风洗尘 今天晚上 咱们不醉不归 稍等稍等 马晓静停下了脚步说道 让我来为孙将军介绍 李刚小齐 孙将军可千万别想看他 他率领身后的十几个人 服杀了达子两只赤后 一支十人队 一支二十人队 看到他身后那些战马没有 全都是他缴获来的 大人已经在为他向朝廷请功了 下次再见 就绝不是小齐了 深深地看了一眼马晓静 李刚不得不感叹 这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他说的话全都是真的 他也隐藏了一些东西 在他的话语里面 自己是深受大人物 看中的后辈人才 而且马上就要被重用了 除此之外 自己还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将领 本身有能力能打 再加上上官看中 怎么看都是一个 前途无量的人 果然 孙登科的笑容 一下子就灿烂了 静止来到了李刚的身边 李刚不敢怠慢 连忙行礼道 卑职李刚 参见孙将军 孙登科上下 打量了一番李刚之后 开口说道 好说 好说 我这个人 识英雄重英雄 最喜欢 你这样的沙场汉将 今天咱们不论官职 只论年齿 我找你几岁 称你一生贤弟如何 李刚连忙一脸惶恐地说道 不敢不敢 下官旗敢与大人 相提并论 不要客气 孙登科拉住李刚的手说道 都说了不论官职 只论年齿 今日见李贤弟 颇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咱们一定要一醉方休 孙登科一手拉着一个人 大笑着往里面走 马晓静回头看了一眼李刚 笑着 对他挤了几眼睛 李刚无奈 只能对他露出了一个 感激的笑容 三个人去了大堂之后 分兵主落座 孙登科这才开口问道 马贤店 平日里我请你都见不着你人 整日里忙得不行 今天突然跑我这来了 怕是无事不登三宝店吧 的确是有事 马晓静点了点头说道 孙将军 可还记得我刚刚说的 李刚扶杀达子赤猴之事 记得 当然记得 孙登科点了点头说道 马贤弟要说的事情 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难不成是达子又来了 孙将军英明 马晓静点了点头说道 李刚抓着达子的赤猴 进行了审问 达子这次是大举进犯 前面派出了五千人马 大人希望孙将军 能严加防范 绝不可以给打死你任何机会 孙登科的表情 瞬间就严肃了起来 大声地说道 马贤弟 请你回去禀告大人 我一定严防死守 绝对不会给达子可乘之机 一旦有机会 我还会狠狠地 杀杀达子的威风 马晓静大笑着说道 孙将军的能力 我还是知道的 我在这里救助孙将军 旗开得胜 再立新宫 借马贤弟急言 孙登科用力地点了点头 最后满脸怯然地说道 两位贤弟 书窝里一不周 既然得到了消息 万马上派出赤猴 去打探消息 并且安排城防 两位请在这里烧等 大师要紧 马晓静点了点头说道 孙将军尽管去 抱了抱拳 孙登科大步向外走了出去 等到孙登科离开之后 李刚面带笑容地说道 孙将军雷厉风行 豪气冲天 应该是因为沙场速降 打子怕是要吃点苦头了 马晓静深深地看了一眼 李刚说道 观其言 查其行 你仔细着就是了 李刚微微一笑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他只是不想表现得太聪明而已 刚刚那句话 又何尝不是一种试探 孙登科并没有让李刚二人等太久 很快就转了回来 韭菜也安排好了 吃饱喝足之后 孙登科安排二人住了下来 夜幕降临 李刚有些睡不着觉 站在窗口看着月亮 心里面很担心 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了 泰国 曼谷机场 出了机场 李恒拎着行李箱四下寻找 很快就见到一个人 站在不远处举着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李恒 拎着箱子走过去 李恒笑着说道 张全刚 没错 是我 二十多岁的小伙 用手扶了扶自己的眼睛 笑着说道 李先生是吧 你好 欢迎来到泰国 你好 李恒点了点头 伸手和张全刚握了握手 为了这次泰国之行顺利 李恒在国内找了一家旅行社 花大价钱在旅行社雇了一个私人导游 没有在网上自己找 是因为李恒怕上当 李先生 咱们走吧 张全刚笑着说道 车已经在外面了 住宿也已经按照您说的安排在了希尔顿酒店 李恒笑着点头说 谢谢 你也别叫我李先生了 看你的样子比我小几岁 你要是愿意的话叫我李哥吧 好 李哥 张全刚笑着说道 我帮您领行李 李恒把自己的行李箱递给了张全刚说道 关于我的行程 你有什么安排吗 是这样的 李哥 张全刚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您是高端用户 私人导游 所以我们的行程也要以你的意见为主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几条成熟的线路 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自己提 只要我们能办到的 一定帮您办 李恒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出国玩当然是为了体验国内体验不到的 否则就失去了出国游玩的乐趣了 李哥 你放心 我明白 张全刚笑了笑说道 我们有很熟悉的地方 一定带您尝试一下泰国特色 李恒有些迟疑 他对我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明明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脸上也依旧是那样的笑容 可是在说起泰国特色的时候 总觉得有哪一些地方不对劲 他是不是误会自己了 自己想要的 国内体验不到的 跟他说的好像不一样 出了机场上了车 很快就来到了希尔顿酒店 说起来 李恒还是第一次住这么贵的酒店 没办法 异国他乡 只有这种地方让他觉得安全一点 安顿好了之后 李恒找到了张全刚 李哥 咱们不休息一下吗 张全刚迟疑着说道 你可以洗个澡睡一觉 晚上我们再出去 我带您见识一下曼谷的夜生活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累 不瞒你说 我是一个军迷 国内很多东西别说碰了 见都见不到 到泰国 我有些忍不住了 你带我去逛一逛军事装备店吧 没问题 张全刚笑着点头说道 我有熟悉的店铺 后面还有专门的训练厂 如果感兴趣的话 咱们还可以打几轮 李恒笑地问道 你似乎一点都不奇怪 我还以为 我的要求会有一些突兀 不会 张全刚摇了摇头说道 不瞒您说 像您这样单独出来旅游的男士 最常去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巴提亚 另外一个就是军事用品商店 原来如此 李恒缓缓地点头说道 这两个地方倒是充分说明了 男人的爱好 女人和腔 张全刚开车 两个人很快就来到了一家军事用品商店 下了车 李恒的表情有些震惊 这里就是 李恒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当然 张全刚笑着说道 不瞒李哥 我来的时候也被震撼得不轻 在李恒面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超市 像国内超市一样大的大超市 从左到又能有20米 全是玻璃橱窗 从外面就能看到 里面摆放的各种东西 走进大门 大厅当中停放了一辆德国豹二坦克 这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这也是卖的 这个不是 张全刚连忙摇头说道 其实是个空盒子 军方退役的东西 他们拿过来摆在这里当装饰品的 李恒缓缓地点头说道 原来如此 李哥 你想看什么 我帮你介绍介绍 张全刚笑着说道 随便看看吧 李恒笑着说道 我也没什么想法 那好 张全刚点头说道 咱们从这边走 这边是手枪区 囊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金边手枪 你看这边 他们连大黑星都有 李恒心情有些激动 走过去看了起来 李哥 喜欢哪个 可以让他们拿出来 张全刚在旁边小声地说道 打完一下没有问题 喜欢的话 咱们也可以到后面去打靶 能买吗 李恒转过头问道 张全刚左右看了看说道 能买 但是要在泰国买房 他们这边法律有规定 外国人持枪必须在泰国买房 在这边有房的国内富豪家里面 基本都有枪房 还有人为了专门过来买枪买的房子 李恒缓缓地点头说道 还有别的要求吗 张全刚想了想之后说道 买一套房等于有固定住所 然后在某一家银行存一些钱 银行会开具证明 证明你有经济基础 然后就可以申请持枪证了 有持枪证就可以随便买了 李恒转头问道 当然不行 张全刚摇了摇头说道 有了持枪证 也只能按照持枪证上面的规定买枪 不同等级的持枪证 购买的枪械是不一样的 李恒缓缓地点了点头 笑着道 好 我知道了 咱们走吧 两个人路过了手枪区到了步枪区 转了一圈之后 李恒没有想到这里 居然还有卖手雷的地方 手雷也卖 李恒有些诧异地问道 卖 张全刚点了点头说道 不过要求要更严格一些 两个人在里面转了一大圈 很快就来到了军用品店的防护区 大部分都是军用的防弹衣头盔 夜视仪 望远镜等等 很多东西都很专业 很快 李恒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军用武 李恒快步走过去 拿起了一把 弩身非常的沉重 后面的握把像手枪的握把 前面有扳机 下面有托 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托住 上面有瞄准镜 底下有剑盒 张全刚站在旁边笑着说道 国内也有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 每一盒里面有20发弩剑 手动 最大射程150米 有效射程80米 这个能买吗 李恒露出了有兴趣的表情道 张全刚点了点头说道 买是能买 但只能在泰国用 没办法带不回国内 李恒笑着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没有去打把 李恒看了一圈 就和张全刚一起回了酒店 吃过晚饭 洗了一个澡 李恒换了一套衣服 让酒店给叫了一辆车 李恒又一次来到了那家店 进店之后 李恒直奔弩剑区 很快 一名店员走了上来问道 先生 请问 有什么能帮你的 我想买弩 李恒笑着说道 先生 我来给你介绍 店员笑着说道 李恒摆了摆手说道 不必了 我白天来过了 我想问的是 我要购买弩剑 有没有数量上的限制 您要买多少 店员笑眯眯地问道 十把 李恒想了想之后说道 没问题 店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先生 您可能不太了解 十把并不算什么大数量 您可以随便挑 李恒笑了 可以 是自己孤陋寡闻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李恒直接说道 十把 见我要一万 多少 这次轮到店员吃惊了 只见他瞪着眼睛说道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那么多 店员一脸歉意地说道 你们有多少 李恒缓缓地说道 店员伸出了两根手指说道 能卖你两千 李恒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 十把弩 两千支箭 店员满脸喜色地说道 您留个地址 我们会安排专人给您送过去 不用啊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的人帮我把东西抬到路边就行 我等一下 我会安排人过来拉走 店员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没问题 先生稍等 让李恒没想到的 是弩的价格并不便宜 一把十字弩兑换成人民币 居然需要五万 两千支箭 一支大概十块人民币 比子弹的价都高 十把十字弩 李恒花了五十万 两千支箭 李恒花了两万 店员安排人 把东西送到了马路边 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店员笑着 从怀里面拿出一张名片 递给了李恒说道 先生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可以给我打电话 李恒笑着接过来道 没问题 谢谢 店员微微恭声说道 先生 如果您还需要箭 我可以为您联系 您只需要付我一些劳务费 就可以 那里买多少都可以 李恒笑了 店员说的 显然不是经过店里的渠道 除了箭呢 李恒有一些意味深长的问道 当然也有其他的东西 店员一脸坦然地说道 我认识很多中国朋友 我也愿意和中国朋友做生意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 都从我这里 买到了他们心仪的东西 多谢 李恒晃了晃手中的名片说道 需要的话 我会给你打电话 希望能尽快接到您的电话 店员微笑地恭声说道 先生慢走 目送店员离开 李恒看了一眼 自己手中的名片 犹豫了片刻 还是揣了起来 拿起手机 放到了弩箭箱子的上面 宣服 龙门锁 看着亮起来的手机 李刚眼睛一下子瞪得很大 静止坐起了身子 儿子给自己传送东西了 李刚心里面很忐忑 赶忙接受了传送 一阵光芒闪过 几个大箱子 出现在了李刚的面前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李刚连忙走过去 将大箱子打开 看着里面的十字弩和箭 李刚神情有些复杂 伸手将十字弩从里面拿起来 坚硬且冰冷的触感告诉李刚 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的确是自己使用过的十字弩 没有去拿十字弩 李刚第一时间拨通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 电话通了之后 李刚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泰国 曼谷 李恒笑着说道 托您老人家的红服 你送来的那几幅画 卖了两百多万 你儿子这才有机会出国旅游 你赶快回去 李刚美好气地说道 太危险了 爸 你放心 李恒笑着说道 我是正规渠道入境 去的也全都是正规的地方 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反倒是你自己 小心一些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李刚陈生说道 你不要再冒险 给我买这些东西 爸 你不知道吧 这东西 在泰国的商店随便买 根本就不存在冒险 李恒笑着说道 人家根本就没把这东西当回事 李刚一愣 这样吗 十字弩随便卖的吗 不管是不是随便卖 你就不要再忏悔这些事情了 赶快回去 李刚有些愤怒地说道 我不想你出事 我也不想你出事 李恒声音有一些低沉地说道 爸 我妈死得早 我们父子相依为命 你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电话在一边 李刚沉默了下来 爸 你放心吧 我知道分散 李恒笑着说道 没事的 我们父子都要活着 都要好好的活着 沉默了片刻 李刚沉声说道 别去买枪 我知道了 李恒笑着说道 你放心 李刚心里很清楚 无论在哪个国家 合法买枪 都买不到大规模的军火 儿子要给自己弄枪 肯定会去找非法的渠道 非法的渠道 太危险了 不能让儿子冒这样的险 我在泰国 电话费很贵 李恒笑着说道 有什么事情 咱们回去再说 我要去体验一下 泰国的夜生活了 你小子可别乱来 李刚压着声音说道 我知道了 李恒说着挂断了电话 抬起头看了一眼明亮的路灯 李恒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随手将电话揣进口袋里 李恒迈着步子朝前方走了出去 脚步异常坚定 听着电话中传来的盲音 李刚缓缓地放下了电话 将电话收起来 李恒来到了箱子的旁边 伸手从里面拿出了一只十字弩 抽出了一只箭矢 双脚一踩 将剑上了弦 握住了握把 李刚将十字弩端了起来 透过瞄准镜瞄着不远处的蜡烛 李刚扣动了扳机 搜 弓弦想动 箭矢旋转着飞了出去 摆在床头的蜡烛 瞬间四分五裂 箭矢定在了桌子上 尾部颤颤微微地抖动着 李刚收回的目光 轻轻地摸了摸十字弩的弩身 低头看了一眼成堆的箭矢 李刚明亮的目光中 带着跃跃欲试 比起弓箭 弩的优势非常的大 弓需要人来拉 弩是气线 人力有穷时 气线没有 弩可以做得射程很远 弓的射程却有限 弓箭需要大量的训练 即便训练有成 弓箭手前面几件可能还行 到了后面 力气越来越不济 准确度一下子就下来了 弩却没有这个担心 一直可以保持平稳的输出 准确度上 带有瞄准镜的现代弩 以及标准制作的箭矢 绝对要比古代的弓箭准得多 这一点 李刚心里是绝对有数的 明末武器最大的问题 就是准确度 火枪是前装滑膛枪 火炮是前装滑膛炮 准确度永远是最大的问题 不能精准射击 只能靠火力覆盖造杀伤 李刚的十字弩的瞄准镜 这就是天大的优势 脑中思绪着这些东西 李刚稀里糊涂的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刚刚懵懵亮 外面的鸡叫声就响了起来 揉了揉自己发胀的脑袋 李刚坐起了身子 看了一眼天色 李刚决定不睡了 揉了揉自己发胀的脑壳 推开了门 深吸了一口气 微凉的空气入肺之后 让他精神了不少 抬起头看去 东方已经泛起了鱼堵白 天空中的星星已然不多 只有东方的起明星 依旧亮的耀眼 在院子里面活动了一下身子 李刚开始跑步打拳 越跑越用力 越打越兴奋 服用了强身健体玩之后 李刚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在增强 无论是力量 速度 或者是其他方面 全都在增强 跑完步 打完拳 见院子里面摆放着石锁 李刚迈步走了过去 伸出一只手 将石锁拎了起来 上下晃了晃 李刚脸上露出了笑容 自己手中的石锁 至少有三十斤 自己拿起来却很轻松 刷完了石锁 李刚又将院子当中的大枪 打了起来 轻轻颠了颠之后 李刚摇了摇头 轻了一些 耍了几圈之后 李刚苦笑着摇头道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 看来想做一枪 将是不可能了 说着 拿起了旁边的狼牙棒 简单地挥舞了几下 李刚笑了 这倒是很适合自己 大人 韩正等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躬身行礼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全都起了 昨晚睡得如何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笑着说道 托大人的福 许久没睡得这么踏实了 李兄 外面忽然响起了笑声 马小金迈着大步走了进来 起来了 孙将军已经让人准备好了饭菜 咱们快去用饭吧 马大人怎么还亲自来 李刚连忙躬身说道 应该的 应该的 马小金笑着说道 快走快走 等一会饭就凉了 吃过了早饭之后 马小金李刚拉到了一边 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 李兄 咱们虽然留在了龙门锁 孙大人对咱们也还算客气 但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智慧孙大人的用兵 李刚略微有些愣神 不明白马小金为什么要交代 自己这件事情 从官职上来讲 自己不过是一个小棋 人家孙登科是参将 哪有自己开口说的地方 人家不见自己都是理所当然的 马小金一脸的严肃 显然这是一件大事 李刚连忙点头说道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好 马小金点了点头说道 行了 走吧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大堂 孙登科早就已经换上了甲咒 见两个人走进来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说道 两位贤弟起得挺早啊 乃彼得上的孙将军 马小金在旁边笑着说道 盔甲都已经换好了 将军这是准备上战场了 孙登科表情瞬间严肃地点点头说道 圣上龙恩 上官信任 让我驻守龙门所 我自然要对得起上官的信任 皇帝的恩德 马小金一脸敬佩地说道 孙将军高益 此战之后 将军必然会得到朝廷的重拥 摆了摆手 孙登科一脸严肃地说道 打子大军临边 纵横劫掠 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此大难之时 我身为朝廷守将 除了守家卫国 其他的是不做考虑 战胜是上下一心 将是效命 战败 无非就是战死沙场 速将本就应该马戈果施 保家卫国 本将军死亦无憾 将军大意 马小金功声说道 末将佩服 孙登科缓缓地点头说道 今天早上 我已经收到了奏报 打子的先锋 已经跨过了长城 直奔咱们而来 我准备带人出去 和他们打一仗 旁边的李刚有些迟疑 打一仗 这个时候 何时出城去打一仗吗 咱就不说人数上的差距 明军守城人马 不过三千多 其中还有大部分的空想 可战的精锐 有一千多人就不错了 反观达子 人家都是精锐 人数还很多 和人家打合适吗 再说了 出城作战 你对明军的战斗力 这么有信心的吗 在城上守城打 都未必打得过人家 还出城 去和人家打 李刚目光 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 他想起了马小金 和自己说的话 刚刚有些不明白 现在他多多少少 有一些明白了 马小金的那些话 还真就不是无力放食 孙登科的作战方案里面 肯定有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马小金在自己进来之前 嘱咐自己 就是怕自己开口 李刚在心里面笑了 有些自嘲地笑了 刚刚自己听到 孙登科那番慷慨激昂的话 还以为他们 真的要与敌人决一死战 心里面还很高兴 大明有很多时代的将领 但也有更多懈怠的将领 自己能跟一个 愿意死战的将领 这一仗还有得打 谁能想到 前脚出了豪言 后面就变了呢 孙登科脸上 没有丝毫的变化 看了一眼两个人之后 说道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你们今日可以 在城中转一转 看看龙门锁的风土人情 达子大军压境 我们既然赶上了 怎么可以归宿在城里 马小金一脸严肃地说道 孙大人 我们和你们一起去 这 不合适吧 孙登科有些迟疑地说道 大人放心 我们一定为大人 马首是瞻 马小金一脸严肃地说道 看我们人数虽然不多 但全都是精锐 做小谷刺探之用 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李兄的手下 全都是精锐 上了战场 绝不会让孙将军失望 孙登科笑了 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两位贤弟不顾生死 想要跟我一起去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稍稍准备一下吧 咱们大军随后开吧 我们马上去准备 马小金面如严肃地答应道 两个人一起出了大门口 李刚有些狐疑地看着马小金 犹豫了半赏之后 还是开口说道 马大人 这是 别问 马小金摇了摇头 面如严肃地说道 你要愿意 就跟我一起去 你要是不愿意 你就带着人留在城里 或者我给你安排一个差事 你可以回宣府去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我绝不会走 打子大军入侵 害我生民 残我百姓 身为军人 我绝不会走 死则死矣 伸手拍了拍李刚的肩膀 马小金笑着说道 好 我没看错你 走 咱们好好准备一下 这一仗要好好打 李刚用力地点了点头 直接答应了下来 太阳已经升起了老高 大军才离开了龙门锁 李刚率领手下兄弟作为前哨 早早地就跑出去很远了 骑着马站在山坡上 李刚在手里面握着望远镜 四下看了一圈之后 李刚转回头 对身边的韩正说道 怎么样 能不能看得清 韩正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说道 能看得清 好东西 当然是好东西 有了这东西 做斥候安全了很多 李刚笑了笑说道 会用了就好 那边是咱们的大队 你看出什么来了 人数不够 韩正面容严肃地说道 出城之时 行军文书记录的是3000人 从眼前的规模来看 绝没有3000人 2500人都没有 除此之外呢 李刚一点不意外 又问道 大人你看 韩正指了指队伍前面说道 走在队伍前面的人身上 穿的全都是破烂的不假 手里面的装备也不怎么好 反倒是后面的人 手里面的装备都很精的 还有战马 前面的人骑的都是一些老旧的战马 甚至还有掉毛的 反观后面的人战马都很好 后面的应该是孙大人的亲位 说明什么 李刚又开口问道 不是作战阵型 韩正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如果真的要打仗 应该是亲位在前 以精锐破对方的阵容 后续这些人在压上 他们装备虽然不好 但是还可以打一打顺风仗 可把他们放在前面 遇见敌军 基本上就是一触即溃 孙将军不懂吗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李刚又问道 大人 你可难不倒我 韩正笑着说道 这么安排 无非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不想自己手下的亲位 有所损失 毕竟培养这些精锐 花费的钱财可不少 那都是朝廷的钱 李刚美好气地说道 韩正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到了底下谁 把他当成是朝廷的 都是自己的钱 花自己的钱培养的亲位 他们当然舍不得放在前面了 除此之外呢 李刚又问道 还没有别的理由 有 韩正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是孙将军让他们去探路 说白了 就是去送死的 去抵挡打子第一波冲击的 李刚点了点头 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明军的将领 就这么打仗 孙登科不会对自己的安排 很得意吧 李刚在自己的心里 暗自咒骂了一句 这么搞 士气会很低落 冷兵器时代 团队作战 士气崩了 还打个屁 马小金是生怕自己忍不住脾气 所以才和自己说了这些 李刚苦笑 他觉得马小金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自己没那么鲁莽 现在自己看出来了 又怎么样了 去找孙登科 别开玩笑了 自己人为言轻 孙登科怎么可能会听自己的 马蹄声响起 急匹马快步地来到了山坡之上 拉停的战马 张昭语气有些急迫地说道 大人 前面发现打子了 有多少人 李刚语气有些急切地问道 回大人 是一对五百人的骑兵 张昭面容严肃地说道 后面可有大堆 李刚想了想追问道 暂时还不得而知 张昭略微喘了一口气说道 马三和张家兄弟 已经带人绕到后面去看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回来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你去接应一下他们 张昭点了点头 调转马头 带着两个人 朝着前方就冲了过去 咱们去报信吧 李刚看了一眼身边的韩正说道 韩正点了点头 两个人骑着马 朝着大军迎了上去 很快就回到了军阵 说明了情况之后 两个人就被带到了孙登科的身边 贤弟的人发现了打子 孙登科语气急迫地问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已经发现他们的踪迹了 前锋是五百骑兵 后面有没有大队人马 暂时还不得而知 我已经派人去继续探查了 来得好 孙登科大笑着说道 正好在此处歼灭打子前锋 错一错他们的锐气 提升一下我军的士气 来人 传我命令 孙登科转头大声地说道 再此结阵 李刚表情有些迟疑 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马小静 见马小静对他摇头 李刚无奈地开口说道 大人 我去再探 贤弟小心 孙登科笑着开口说道 李刚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骑着马带着寒震狂奔去 两个人往前跑出去几里地 很快就见到了张昭等人 拉住战马 李刚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 暂时没发现其他打子的踪迹 张昭摇了摇头说道 五百人的前锋已经到了 距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了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消息我已经送回去了 杨将军准备在这里 和打子的前锋打一仗 想要全歼这只打子的前锋 怕是不容易啊 张昭有些迟疑地说道 怎么说 李刚有些急切地问道 大人 我们看了打子的先锋骑兵 看得出来全都是精锐 骑家很多 装备异常的精良 如果他们冲过来 怕是 张昭没有往下说 意思却很明显 李刚有些迟疑 想了想问道 应该不至于吧 杨将军手下可是有两千多人 精锐的亲卫也有一千人 怎么也不至于打不过 对方五百人吧 韩正和张昭对视了一下 同时露出了一抹苦笑道 大人 我们也不好说 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打子的骑兵来得很快 几个人没敢停留 很快退回了山包上 五百人的骑兵很快就过来 他们当然也发现了明君 即便如此 他们一点都没有停留的意思 速度还依旧飞快 听取了手下的汇报 伊尔德摆了摆手说道 再探再报 等待手下走了 伊尔德转头看了一眼 自己身边的新那一眼 笑着开口说道 两千多的明君 怎么样 敢不敢打 新那笑了 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马鞭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 区区两千明君而已 在我眼中 不过土鸡娃全耳 好 那咱们就打一仗 伊尔德笑着说道 来人 传令 伊尔德高高举起了 自己手中的马鞭说道 前方有两千明君拦路 勇士们给我冲上去 击破他们 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八旗勇士 好 身后的打子们答应了一声 嗷嗷叫着 催动着战马 山坡之上 李刚能够清晰地看到 两军对垒的情况 打子的气势非常的盛 五百人面对两千人的军阵 居然开始了冲锋 一点都没有惧怕 看得出来 心里有底气 韩正 带着人绕到他们后面去 一定要弄清楚 打子身后有没有人 李刚面容严肃地开口说道 我不信他们五百人 就敢这么猖狂 是 大人 韩正答应了一声 带着几个人 骑着快马 从侧面绕过去了 两军相遇 双方都没有停下的意思 很快 打子的骑兵 就撞进了明军的军阵当中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李刚脸上 也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 刚一接触 明军的前锋 就溃退了下来 溃退的速度之快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甚至有的人还没接战 已经转头扔下武器跑了 李刚能清晰地看到 军阵当中 有人在呼喊 杀有都战队 可没什么用 孙登科的脸色 也有一些交集 原本他是想让这些人 迟滞一下对方的冰封 没想到对方溃败得太快 根本就没有 起到应有的作用 自己手下的精锐 还没来得及 摆好冲锋的队形 前方的人就已经退了下来 一边指挥 自己手下的精锐准备好 同时指挥的手下 继续拦住前方的溃兵 冲上去 孙登科抽出腰间的长刀 指着不远处的达子 大声地喊道 对于自己的轻微精锐 孙登科还是有信心的 果然 孙登科的号召下 他身边的骑兵 不但没有乱 反而有序地组织了起来 但是小步的奔跑 对达子的骑兵 发起了反冲锋 夹在中间的明军 一下子就乱了套 连忙朝着两侧跑了上去 战场上一下子就混乱了起来 伤亡也一下子就增加了起来 无数的明军哭爹喊娘 四下奔逃 后面的达子骑兵追着砍 李刚站在山坡上 脸色黑得可怕到 打得什么烂仗 心里面虽然着急 也很想冲上去帮忙 可是李刚知道自己 根本没办法上去 或者说自己上去也没有什么用 人太少了 此时此刻 他恨得不行 心里面也急切地不行 要是自己手下有一只人马 何至于如此 双方的战斗还在继续 当明军的精锐骑兵 和达子的骑兵撞上之后 双方的厮杀更加地激烈了 李刚松了一口气 孙登科的精锐人马 还是有战斗力的 没过多久 李刚的心又提了起来 孙登科的手下很精锐 人数也两倍于达子 可真打起来 结果却并没有像李刚预想的那样 达子不断战斗得很顽强 而且不断地对明军造成杀伤 明军虽然也在反杀 可实际上就差远了 双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这么打下去 明军还真就不好说能打赢 大人 战马从远处狂奔而来 韩正一脸的焦急 李刚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等到韩正的战马停了下来 李刚连忙开口问道 怎么了 可是出什么事 大人 我们发现了达子的大队人马 韩正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说道 人山人海的 已经朝这边过来了 李刚心里一沉 果然和自己猜的一样 五百达子兵 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冲杀 心里就是有底气 看了山坡下 还在熬战的孙登科 李刚不敢怠慢 连忙对身边的人说道 咱们下去 大人 怎么打 旁边那几个人 有些迟疑地说道 都换盔甲了吗 李刚转过头问道 听大人的吩咐 全都穿里面了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之后 开口说 把头盔戴上 李刚眯着眼睛说道 给你们的弩都熟悉了吗 熟悉了 几个人笑着说道 特别的好用 那就好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等一下我们冲下去 你们用母舰击杀起甲 我去把消息告诉马大人和孙大人 众人用力点头说道 好 都听大人的 此战危险 兄弟们保重 李刚用力地点了点头 神情严肃地说道 众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李刚没再说什么 勒住了马的缰绳 双腿 磕了磕马肚子 战马开始小跑了起来 在他身后 其他人也一样的动作 十几匹马 缓缓地朝着军阵而去 战马刚开始跑得很慢 逐渐提速后 后来变成了狂飙 十几个人从山坡之上 狂冲而上 很快就引起了双方的注意 磕子这边只是瞥了一眼 随后愤出了一只小队 迎了上来 李刚的人不敢怠慢 手中端着手挪 人贴身趴在战马上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对方也已经摘下了弓箭 口中发着呼呼呼的叫 李刚等人摒弃凝神 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紧地盯着对面的人 So 李刚对着一个磕子扣动了扳机 箭矢旋转着飞了出去 目标射出了箭矢 对面的磕子也开了弓 只不过羽箭的准度并不好 即便有羽箭射在他们的身上 也依旧没能对他们造成什么杀伤 弩箭却不一样 准度实在是太高了 李刚的箭矢狠狠地射在了一个 磕子的眼眶上 磕子身子一阵摇晃 直接翻滚地落在了地上 后面的战马 直接踩塌在了他的身上 马是前提 战马也翻滚着倒在了地上 骑马的磕子直接摔到了地上 除此之外 韩正等人的箭矢也都狠狠地射到了 磕子的面门和胸口等位置 冲过来的磕子小队 瞬间就乱了 战马嘶吼翻滚着 人摔在地上 韩正等人将弩斜着跨在身上 从右侧摘下了自己的弓 他们还没有学会 再马上快速地给弩上箭矢 从身后抽出了羽箭 搭弓射了出去 李刚将手举过头顶摆了一个手势 众人快速地分散 他们不再冲向磕子 而是围着磕子开始放弃了箭 没用多久 一只小队二十几个人的磕子 就被他们给歼灭了 走 李刚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眼中越过了一抹可惜 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打扫战场的时候 叫着其他人朝着大队冲了过去 军阵之中 马小静早就发现了李刚等人 见到磕子朝着他们冲过去了 脸上还露出了担心的神色 可看到李刚等人砍瓜切菜一般的 就将对方的一只小队给歼灭了 马小静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见到李刚朝着自己这边冲过来 马小静连忙催马赢了上去 两个人汇聚在一起之后 马小静一脸敬佩地说道 李兄实在是勇猛善战 麾下也的确全是精锐 了不起 了不起 马大人 李刚一脸严肃地说道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的人在后面 发现了打紫的大队 足足有几万人 马小静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连忙说道 我们去找孙大人 两个人来到孙登科面前的时候 孙登科正指挥着作战 他脸色仗得通红 不断地呼喊着 仿佛一个赌输了的赌徒 两位贤弟 孙登科开口说道 你们来了 马小静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孙将军 李兄的手下刚刚探明了情况 在这支打紫兵的后面 还有一大队人马 足足有万人 已经朝这边来了 孙登科脸色一变 大声地说道 真的 李刚连忙开口说道 大人 军情紧急 末将不敢开玩笑 孙登科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就变了 整个人的气势都颓丧了下来 不服气地咬了咬牙 赌气一般甩了一下 马鞭子说道 差一点 就差一点啊 不能再耽误了 马小静压低了声音说道 再耽误下去 就走不了了 孙登科点了点头 伸手招呼过了一位 自己的亲近将领说道 马上明经收兵 你带着你的人 在这里用弓箭阻止达子追击 我们走了 你快点追上来 大人 放心 孙登科的手下 用力地点了点头说 我一定拦住达子 李刚朝着那人看了过去 三十多岁的年纪 脸上留着大胡子 一脸的坚毅 颇有一种 视死如归的气势 孙登科点了点头 伸手拍了拍 对方的肩膀说道 李彪 活着回来 大人你放心 我命硬 阎王爷不守 李彪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李刚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 咱们打仗就打仗 拼命就拼命 能不能不要说 这么不吉利的话 Flag立下去 很容易出事的好不好 当当当当当 铜锣的声音很快响了起来 前方的明君听了之后 先是一愣 随后便如潮水一般地退了下来 跟在身后的达子兵 气势顿时就剩了起来 追着明君的屁股 就杀了上 李彪带着人开始放剑 阻止达子追上来 李刚等人也混在队伍当中 有的人用母剑 有的人用弓剑 尽可能地杀伤着达子 不让他们追上来 马小静站在一边 带着他的手下 纵马游走奔射 注意到这一幕之后 李刚也忍不住看了过去 不得不说 比起其他的明君 马小静手下的人 真的是要精锐很多 无论是马术 还是剑术 甚至都要强过达子 达子靠近了 他们就纵马远距离拉扯 每个人的骑术 都非常的精湛 战马奔驰当中 还能回头拉弓射箭 还能够保持剑矢的准确度 了不起 很了不起 当然 你看那边 韩正来到李刚身边 大声地呼喊道 顺着韩正指的方向看过去 李刚看到一名达子 正在领着一只人马 从侧面狂奔 他想绕过自己等人的阻拦 去追孙登科 跟我来 李刚拉住马的缰绳 大声地说道 在李刚身边 其他人赶忙跟了上去 端坐在马上 李刚任由战马狂奔 从弩上拿出了一枚箭矢 一只脚踹着弩身 另外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弦 快速地将箭矢卡了进去 两对人马距离几十米 处于同一条平行线上狂奔 达子为首的正是伊尔德 他也看到了李刚 脸上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从身后掏出了一枚羽箭 他准备将对方领头的人给射下来 So 羽箭刚刚放在弓上 李刚的箭矢就已经到了 伊德尔不敢怠慢 连忙翻身躲过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两只箭矢又到了 一只插在了他的脖子上 一只插在了他的胸口 鲜血瞬间飙飞而出 伊德尔一阵摇晃 一头栽在了马下 李刚也没好到哪儿去 在伊德尔的身边 两名达子也朝他射出了两只羽箭 一只箭射在了他的胸口上 另外一只插着他的胳膊飞过去了 胸口上那只箭倒没什么 因为防弹衣的存在 根本不可能让他 反倒是胳膊上的那一只羽箭 将李刚的胳膊 划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一下子就飙了出来 伊尔德落马 达子一下子就乱了 也不再追上来了 李兄 干得漂亮 马小静从后边纵马追了上来 一脸惊喜地开口说道 你居然射杀了一名达子将领 我看了一下 应该是一名牛鹿 牛鹿 全名牛鹿张晶 是达子当中的基层武将 在此时的八旗里面 一名牛鹿手下的人马 大概在200到300人 地位大概相当于 明军中的千户官 明军人多 八旗人少 牛鹿 在八旗中的地位 要比千户在明军中的地位高一些 李刚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有什么用 你回头看看 这仗打的 马小静面容严肃地摇了摇头说道 李兄 盛言 记得我的话 回去之后 什么都不要说 懂吗 李刚似乎领悟了什么 忽然一脸悲愤地说道 可这么下去 大明的边疆不就完了吗 大明不就完了吗 李兄 何必试探于我 马小静美好气地说道 我只是希望 李兄能够记得今时今日的话 等到我们登上那个位置的时候 切莫变了心 李刚有一些尴尬 对着马小静抱了抱拳说道 马大人 今日之言 我会记在心里的 马小静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李兄也不必憋闷 相信我 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 李刚沉默了 他没有开口 他心里很清楚 马小静说的那一天 并不会到来 大明只会更加快速地衰落 根本就没有奋起的机会了 倒了孙登科 还有马登科 还有张登科 事情不会变 明军很快撤回了龙门锁 走的时候两千多人 雄啾啾气昂昂 逃回来的 还有两千左右 让李刚略微松了一口气 损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惨重 如果这一仗损失惨重 后面城就没法守了 一旦达子的大军逼上来 龙门锁就只有被攻破一条路可以走 到了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了 安顿好了自己人手之后 李刚洗了一把脸 跟手下一起吃东西 屋子里面的气氛很压抑 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韩正脾气火爆 忍不住开口说道 大人 仗不能这样打 摆明了就是送死 你有什么想法 李刚抬起头问道 我们得走 韩正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说道 以孙大人的能力 龙门锁恐怕是守不住了 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是啊 大人 张昭也在旁边开口说道 咱们好不容易从蜂火堡逃出来 不能在这里等死啊 其他人没再开口 但意思差不多 龙门锁不能再待下去了 应该马上离开 再待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李刚沉默了 他也很想走 可这里不是蜂火堡 蜂火堡他们能走 在这里 他们能走吗 马小金都没有走 孙登科会放他们离开 李兄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马小金迈着步子走了起来 李刚连忙站起身子 笑着抱拳道 马大人 你怎么过来 孙大人让我来找你 马小金笑着说道 这一仗打完了 孙大人想要找咱们两个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向朝廷奏报 李刚一愣 表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末将不过是一个小旗 怎么能参与如此大事 你就跟着来吧 马小金笑着说道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见马小金如此态度 李刚也没有再追问 两个人一起走出了门口 李刚私下看了看 这才开口说道 马大人能不能给我交个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沉默的片刻 马小金开口说道 不必多说 不必多问 到了那听着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李刚缓缓地点头说道 我都听马大人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大堂 孙登科已经在这等着他们了 李恒一下子就把心提了起来 屋子里面除了孙登科以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人 显然孙登科就是有话 要对他们两个人说 两位贤弟来了 快坐 孙登科笑着对两个人点头道 等到两个人坐下之后 孙登科从旁边拿过了一份文书说道 两位贤弟看看 这是他们刚刚拟定的文书 马小金先接了过来 脸色丝毫不变地 看了一遍后 递给了李刚 李刚沉着脸看 心里面震惊不已 脸上尽可能地保持着镇定 这份奏报都不能用不要脸形容 因为他什么都不要了 上面写得很清楚 在接到达子进犯的奏报之后 孙登科并不切站 带着自己手下的人就出征了 初八遇到了达子 与达子互相对峙 达子的兵力在迁于 双方互有试探 损失不大 七月初九 太阳刚刚升起 双方便展开了大战 刚开始 我军占有优势 将士奋勇杀敌 用火炮火枪打死打死千余人 据拉买火化 此战我军阵亡把总两员 军丁共八百余 折损战马四百多匹 重伤把总军官两员 轻重伤四百余 后达子兵蜂拥而至 有两万余 即收回城 后面就是表公了 赵德冰封之社 原为御奴 今年教练 仍有敌忾之心 故意闻传风 即操歌向前 奋不顾身 所以贼势慎重 位获大胜 而勇敢杀贼 一族以少措贼风 所有阵亡军官 聚血高原野 而至游吞葫芦也 李刚看着看着手 都有些颤抖了 谎报战绩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标榜自己 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 设立我们这个军队位的 就是打仗 就是为了防御打子 我们每天操练 人人都有同仇敌忾之心 所以一听说传来了 打子经贩的消息 我们立刻拿起刀枪 就冲了上去 根本不顾及自己的存亡 打子虽然人多势众 我们没能大胜 但是我们勇敢杀敌 已经错了打子的前锋 我们阵亡的这些人 即便战死了 还有奋勇杀敌之心 后面那一段 就是表忠心了 收兵而回 回成死守 齐心协力保龙门数万生灵 上上下下军官 要与龙门共存亡 李刚心里面 生起了一种古怪的感觉 上辈子 自己参军听过很多军事课 李刚记得 有一支与我军作战的部队 他们的将领 还有他们的领袖 总是大声 几乎是与城市共存亡 然后跑得比谁都快 孙登科弄出这么一份东西来 他不会跑吧 谎报战绩 甚至连吃空响的那一份 都报上去了 回头肯定是要管朝廷 要抚恤金的 这笔钱不用说了 除了上面贪污的 有一部分会进入孙登科的腰包 按照这份战报 孙登科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 可事实是这么回事 这种战报递上去 不但一点用都没有 反而还会让其他作战部队 错误地判断局势 达子冰战斗力强悍 两千多人对五百多人大把而归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其他部队 能够得到真实的奏报 那是不是就会小心一些 上面的人在布置战斗的时候 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 现在可倒好 完完全全给了假情报 转头看向了马晓静 李刚见他对自己摇了摇头 心里面叹了一口气 显然马晓静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不然也不会再见自己的时候 就嘱咐自己 李刚甚至想到了大军开拔之时 马晓静和自己说的话 你不要质疑孙将军的用兵策略 当时马晓静就是这么说的 或许那个时候 他就有所察觉了 大军本来不应该出征 非要出征 目的就是要打一仗 掩盖这些空想的原额 如果这一战的真实消息不传出去 对孙登科恐怕是百利而无遗憾 李刚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最后便是愤怒 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他想起来战场上战死的那些人 他们死得何其冤枉 为国流血 为国死战 这也就算了 现在这算什么 李兄 马晓静一把按住了李刚的手 面带笑容地开口说道 想什么呢 怎么走神了 他的目光满是严肃和提醒 缓缓地松开了手 李刚抬起了头 笑着说道 让两位大人见笑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文书 写得真好 厉害 厉害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孙登科笑着摆了摆手说道 不过是军中常用的文书罢了 我将两位贤弟找过来 是想问问两位贤弟觉得 这样上奏是否有不妥当的地方 如果有两位贤弟尽管讲 马晓静连忙说道 我们两个人为年轻 这样的大事 实在是不敢乱提意见 我们相信 孙将军会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为孙将军马首是瞻 孙登科点了点头面色 有些不快地说道 让你们说你们就说 说错了没关系 马晓静和李刚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笑着摇头道 将军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实在没什么补充的 人家是和你客气一下 还是真的想听你的意见 马晓静和李刚都分得出来 从始至终 孙登科叫他们两个过来 就不是想听他们的意见 让你们过来 只是听一下 表达一下自己赞成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 闭上你们的嘴 这件事情就这样了 出去不要胡说八道 马晓静和李刚都明白 所以也都表了态 孙登科很高兴地捋着胡子 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李贤弟探查有功 还斩杀了达子的一名牛鹿 我会向朝廷为先帝请功的 多谢大人 李刚连忙站起身子 功身说道 你答应了 好处自然也就来了 孙登科的话 倒是没有出乎李刚的预料 马先帝 你放心 孙登科又看着马晓静说道 你的功劳 我也不会忘了 会第一时间向朝廷为你请功的 多谢孙将军 马晓静也笑着开口道 气氛一下子就热烈了起来 孙登科拉着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 又吃了一顿饭 这才把两个人给放走 出了总兵衙门 李刚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李兄 马晓静走了 过来看了一眼李刚的脸色 笑着开口说道 李兄不必如此 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 李刚叹了一口气说道 希望如此吧 两个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 城楼之上便响起了铜锣声 烽火也被点燃了 两个人不敢怠慢 直接登上了城楼 天边处黑压压一大片人 骑着马向那边缓缓地走了过来 达子的大队人马 到了 孙登科也从远处走了过来 身上穿着盔甲 身后戴着披风 腰间压着长剑 此时的他 颇有一种意气风发之感 能看出有多少人吗 孙登科转过头 面容严肃地开口问道 手下连忙走过来 恭恭敬敬地说道 大人从阵形上来看 大概有两万多人 孙登科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头看着李刚说道 李贤弟 了不起 看得真准 李刚连忙摇头说道 卑职的职责而已 李贤弟说得好啊 孙登科颇为感慨地说道 如果我大名将领 都能像李贤俊这样尽职尽责 何仇打子不能破 站在原地的李刚 突然有了一种吃苍蝇的恶心感 想想孙登科做的那些事 再听听他现在说的话 这种反差感让李刚觉得恶心 太恶心了 他开始怀念自己的部队了 钢铁班的纪律 顽强的意志 为人民作战的决心 眼前的是什么 打子要攻城了 马晓静站在旁边开口说道 果然打子的骑兵 开始向着城墙冲锋 他们当然不指望骑兵能冲破城池 而是以骑兵快速的机动能力 围绕着城墙奔射 以弓箭来压制城头的人 弓箭手 反击 孙登科对在旁边大喊道 火炮开炮 火冲准备 咚咚咚咚 火炮的声音响了 炮弹旋转地飞向了对面的骑兵 直行的炮弹落在地上 不断地滚动蹦跳 撞在骑兵的身上 直接就是战马轻覆古断金蛇 一下子能砸死砸伤十几骑兵 李刚算是看明白了 大炮果然砖破骑兵阵型 即便是石心弹也一样威力十足 城头上炮声不停 炮弹不断地飞下去 除了石心弹以外 还有子母弹和开花弹 一时之间打得达子的骑兵阵型大乱 孙登科站在城头上 面带笑容 颇有意气风发之感 马小静站在李刚的身边 指着远处的达子开口说道 按照达子的战法 骑兵快速冲上来 以弓箭射杀城头 后面会有投石机抛石 部族冲上来架云梯攻城 他们汗不畏死 守城的压力会很大 龙门所配备的大炮 他们想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李刚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一幕 静静地思索着 达子的人马只有两万多人 以他们的人数 想要一下子攻下来 根本就不可能 而围城打持久战 更不可能了 攻城的损失 可远比守城的要大 城中的守军 即便阵亡殆尽 城中还有几万老百姓 至少有万鱼轻壮 有他们帮忙守城 达子想要攻下来 根本没希望 当然了 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李刚转过头 看着马小静说道 如果达子有大炮呢 笑着摆了摆手 马小静颇为不以为然地说道 怎么可能呢 达子怎么可能造得出大炮呢 李兄 你不必担心 他们造不出来的 李刚沉默了 事实是 达子能造得出来 他们自己造不出来 他们可以从大明朝抓人 他们可以招募大明朝的工匠 可以去从投降的明军当中找人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造出来了吧 李刚没有对马小静说 看马小静的态度就知道了 说了也没人信 来到明朝的时间虽然不长 甚至没有接触明朝的中书 只看了一下明朝的底层 李刚就知道了 大明朝完了 这种完全不是某个人 能够力挽狂澜 他是体制性的崩塌 咦 他们的不足怎么没上来 马小静看着城下 有一些迟疑地说道 估计不想打了吧 李刚想了想说道 大炮对他们造成的杀伤太大 强行攻城只会损失惨重 他们是来劫掠的 迟早要退去 何必费尽心力的攻城呢 马小静缓缓点了点头说道 李兄高见 果然如李刚预料的一样 达子在进行了一次试探之后 确定了龙门所没办法攻下来 直接带着人绕城而过 胆子真大啊 李刚站在城头 语气颇为感慨地说道 马小静的脸色也很难看 达子虽然撤走了 他们却高兴不起来 人家不是真的走了 而是跑到里面去劫掠去了 你还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 出城追上去 你敢去吗 去了人家 就会掉头打你 被人绕城而过 这是赤裸裸的鄙试 被人家彻彻底底地瞧不起了 但凡是一个有血性的将领 都会觉得 这是耻辱 巨大的耻辱 走了 孙登科走到两个人面前 语气中带着轻松地说道 咱们龙门所保住了 恭喜大人了 马小静拱着身说道 孙登科摆了摆手说道 达子绕城而过 完全没将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要派出赤后跟着他们 一旦有了战机 本将军要轻率人马 将他们击溃 将军豪气 马小静再次开口说道 孙登科看见了李刚 李刚却站在旁边没有开口 孙登科的意思 李刚明白 他是希望自己带着人出去 可是李刚不想出去 原因很简单 他不想带着自己的手下去送死 孙登科嘴上说得好听 李刚却敢打包票 他绝对不会再出城作战了 上一次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次再出去 除了百百损失 人手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五百人他都打不过 何况两万人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 做的样子 事后向朝廷奏报的时候 也好有个交代 让自己出城 也未必是安了什么好心 见李刚没有请因的意思 孙登科便笑着说道 连日作战 两位前进也辛苦了 达子既然已经退了 两位贤弟就先去歇着吧 多谢孙将军 两个人同时抱拳开口道 走下了城墙 马小静看着李刚笑着说道 贤弟 我刚刚真怕你忍不住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连日作战 我手下的人也是人困马乏 现在带他们出去 什么都做不了 等着吧 马小静悠悠地开口说道 不会等太久了 李刚以为自己不会等太久 实际情况却是 他在龙门所一待 就是一个月 外面不断有战报传来 也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 今天说官军在哪里 哪里打了达子 明天说达子埋伏了官军 后天又说 哪里被攻破了 消息很多 是真是假 一时之间也不得而知 终于到了九月份 天气渐冷 一队人马由宣服而来 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将领 身材高大 脸上有一道刀疤 看起来十分的猙獰恐怖 整个人透着一股肃杀之气 孙登科带着李刚和马小静 站在门口迎接 来人翻身下马 面无表情 看了一眼众人之后 缓缓点了点头 便朝着城里面走了进去 李刚有些不明 看向了旁边的马小静 马小静凑到了李刚的身边 压低了 声音说道 什么都别管 跟着进去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行人来到了大唐 来人直接坐到了主座上 马副总兵 孙登科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的奏报已经送上去了 不知道朝廷怎么说 没什么大事 马副总兵缓缓地开口说道 虽然此战你略有损失 也有只会适当的地方 但你保住了龙门锁上下几万百姓 也是有功劳的 李刚明显看到孙登科松了一口气 朝廷的意思是 不讲不罚 马副总兵继续说道 你损失的人手 朝廷允许你就地募集 装备和抚恤金朝廷也会酌情为你播发 多谢马副总兵 孙登科一脸激动地说道 李刚叹了一口气 果然如自己所预料的一样 孙登科得到这样的结果 不但不会失望 反而还会高兴 无论是就地募集人马 还是朝廷播发抚恤金和装备 全都是钱 想想也是 经历了这么一场大战 波及了宣府大同 怎么可能不向朝廷要钱 抚恤金 装备损失和修理城墙 这全都是大钱 从上到下 层层盘剥 所有人都在等着这一口肉 孙登科推到了一边 恭恭敬敬地将马小静让了出来 马小静则是一脸尴尬地 向前走了一步 恭敬地开口说道 马副总兵 完够了 马副总兵盯着马小静 没好气地说道 李刚在旁边一愣 他早就已经猜到 马小静的身份不一般了 现在看来 应该和以前 这位马副总兵 有着深厚的关系 有些尴尬地看着马副总兵 马小静开口说道 三叔 我不是来玩的 哼 马副总兵哼了一声说道 行了 随了你的愿了 这次你传递消息作战有功 朝廷生你做了签货 十兽游击将军 跟我一起走吧 无论是孙登科还是李刚 全都是一脸的羡慕 朝中有人真的好作官 马小静立下什么功劳了吗 要说有也有 要说没有也没有 反正他的功劳 是绝不足以让他得到这个官职的 官职是千户 实职是游击将军 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 马小静略微有些失望 向前走了一步 不开心地说道 三叔 是不是你让我做的游击将军 还不满意 马总兵没好气地说道 我不想做游击将军 马小静抬起头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想做守备 行了 站一边去 马副总兵有些不耐烦地 摆了摆手说道 马小静虽然不满 不过也没办法 只能退到了一边 你就是李刚 马副总兵将目光落到了李刚的身上 李刚连忙向前走了一步 恭恭敬敬地抱拳说道 回将军 我就是李刚 小静说了你有能力 跟他的关系还不错 他跟我说了你 你的功劳我看了 的确实打实 我向朝廷保举了你 朝廷升了你做百户 实受守备 马副总兵缓缓地说道 多谢大人栽培之恩 李刚连忙行礼道 这是官场上的规矩 谁举荐的你 你就是谁的人 他对你有栽培之恩 你升官了 做事了 他会跟着走到奖赏 但你出事了 他也会跟着吃瓜落 基本上属于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助手的位置给你选好了 赤城以北的新军所 也就是原本的云州宝 隶属于龙门卫 龙门卫归我统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下属了 马总兵喝了一口茶水 又说道 卑职李刚参见大人 李刚再一次恭恭敬敬地说道 行了 起来吧 马副总兵摆了摆手说道 你们先下去吧 我有事情要和孙大人商量 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明天一早 咱们就离开 是 将军 马小静和李刚答应了一声 一起退了出去 出了门口之后 马小静忍不住抱怨道 你好了 终于能独当一面了 游击将军 游击将军 什么时候算个头 李刚笑着说道 游击将军的官职可不低啊 仅次于参将了 跟你话 干不干 马小静没好气地说道 李刚笑了笑 没说话 明朝最早实行的卫所制 也就是小旗 总旗 百户 签户 为指挥使 官职可以试袭 到了嘉庆年间 卫所制不堪用了 就又开了募兵制 经过这么多年的 卫所制度越来越不堪了 募兵是越来越强了 在募兵制当中 将领的职位是 提调官 拔总 守备 游击 参将 副总兵 总兵 只不过募兵制的这些官职 都没有品级 于是就出现了品级和实寿 百户代表你的品级是七品武将 守备是你要干的活 负责守卫一个地方 守备可以是百户 也可以是千户 根据守备的地方 和人在率领的人数灵活运用 有些类似于后世的军衔制 上校团长 中校团长 都是团长 但是品级不一样 游击将军 但是统兵的职能之一 他带领一只人马 负责游走出击 一般都是跟在统兵大将的身边 负责听令带兵 说白了 马晓静想要独当一面 像李刚一样 可他叔叔对他不放心 给他弄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官职 把他放在了自己身边 这也是为什么 马晓静不开心的原因 马晓静的脾气 来得快去得也快 很快他就拉着李刚走到了一边 一脸兴奋地说道 我跟你说 新军所是一个好地方 是你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 怎么说 李刚有一些迟疑地问道 新军所原来叫云州宝 后来被裁撤了 朝廷在那里 又设立了新军所 下下27个边墩 助手一个千户 你虽然是百户 但你干的是千户的活 马晓静一脸兴奋地说道 李刚的脸色却没那么好看 他盯着马晓静说道 如果这么好 这个地方怕是要被人抢破头了 当然了 也不是没坏处 马晓静苦笑地说道 那里距离草原很近 地形开阔 有利于骑兵展开 时常会被达子骚扰 前方虽然还有一些堡垒 但大多废弃不用 李刚脸色倒是没什么变化 说白了 就是抵御达子的最前线呗 苦寒之地 没什么产出 马晓静继续说道 百姓也不多 也就万鱼 征兵也很困难 常年不满边 最多时也不过五百之数 这才是朝廷 以百户刃守备的原因吧 李刚笑着说道 说白了就是极危险 又没有油水可捞 千户官的职位 但是没有千户官的权利 只能让百户来干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马晓静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地方要来的人不少 要不是我叔叔到了赤城 你想都别想 多谢了 李刚面容严肃地说道 李刚没再说什么 知遇知恩 不是用嘴谢的 美丽间 纽约机场 李恒拖着行李箱 从机场中走了出来 面无表情地四下看了看 不远处一个人举着牌子 正在等着李恒 李恒迈步走过去开口道 你好 我是李恒 李先生你好 中年男人推了推自己的金矿眼镜 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是你的绿卡 这是用你的身份证办的信用卡 这是银行卡 里面有十万美元 李恒笑地将东西接过来点头道 多谢了 不客气 男子 将一张名片递给了李恒说道 我叫赵刚 在这边有什么需要 李先生都可以打给我 是任何需要 赵刚在任何需求上重重地咬了咬 多谢 李恒伸手将名片接了过来点了点头 似乎没有听见赵刚的话 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走了 赵刚对李恒点头转身 就向外走了出去 距离在泰国买弩箭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李恒并没有在泰国过多停留 买完了弩箭之后 就选择了回国 回到国内 李恒对自己的人生 重新做了规划 比起刚刚得知父亲穿越的时候 李恒情绪已经平复了 思路也已经理清了 于是李恒产生了一个想法 自己应该出国 去美利坚 产生这种想法之后 李恒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李恒无数次在心里面劝说自己 不行 不能去 绝对不能去 你一个人过去 人生地不熟 那边又乱 真出了事怎么办 可越是压抑 这种想法就越占据上风 自由美利坚 枪战每一天 自己要干的那些事情 美利坚才是自己要去的地方 终于在某一天 东风压倒了西风 李恒决定出国了 李恒开始找机构 让他们帮自己出国 挑选了几十家 最终找到了一家相对靠谱 但是收费比较贵的 他们可以帮李恒买房子 落户 办绿卡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事实证明 对方真的有这个实力 在花费了380万之后 对方真的把事情给办成了 现在的李恒 在美国有一套房 有绿卡 还有10万美元 出了机场之后 李恒上了一辆出租车 将自己的地址 给了出租车司机之后 李恒笑着说道 把我送到这里 没问题 黑人司机笑着说道 韩国人 日本人 中国人 中国人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你好 你可以叫我加内特 加内特摊了摊手说道 我和那个篮球巨星一样的名字 你知不知道加内特 且战且退 信你个鬼 这要是你的真名才有鬼了 你来纽约做什么 加内特继续自来熟地问道 李恒忽然笑了 抬起头说道 我是跑路来美国的 出了什么事 加内特更兴奋地问道 贩卖违禁品 杀人 还是黑社会 这和你无关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好吧 加内特耸了耸肩膀说道 火箭 你跑路到美国 也需要活着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需要活的话 可以找我 伸手接过了加内特的名片 李恒笑着问道 你都有什么活 小到帮人带货 大到帮人收尸 甚至是做枪手 我都有介绍 加内特大胆地说道 只要你敢干 我全能帮你介绍 有需要 我会找你 李恒晃了晃手中的名片说道 加内特的话 李恒一句都不相信 这家伙摆明了是在吹牛逼 是在忽悠自己这个从外地来的 李恒愿意收名片 是因为下次叫出租车方便一些 出租车将李恒送到了 纽约市的法拉盛 法拉盛是位于美国 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区域 很多亚裔移民的第一站都是这里 这里也是很多亚裔移民聚居的地方 当然了 亚裔移民聚居多 也不代表大家都能好好相处 亚洲大了 国家也很多 虽然统称为亚裔 可实际上 大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来的 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 有的可能还有仇 尿不到一个湖里 很正常 除此之外 还有俄罗斯黑帮 最近一些年 还有墨西哥裔和拉丁裔过来 非裔的也有不少 整个区域不是有多乱 但也绝对算不上安定 对于李恒来说 这反而是个好地方 拎着包下了出租车 李恒转了一圈之后 脸上的表情 有一些古怪 自己好像置身于 八十年代的TVB电视剧 找到了自己的房子 李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买的房子破 没想到这么破 早就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建筑 不到七十平的面积 可以说是老破小了 放下自己的行李 收拾收拾屋子 房子虽然不怎么样 但这里将是自己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的地方 还是要收拾得干净舒适一些 忙活完了之后 天都快黑了 李恒随便电了一口之后 拿起了电话 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大明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输了一口气 李刚打起来 电话接通了 爸 我到美国了 李恒语气极为轻松地说道 李刚的神情很复杂 两久之后开口说道 不让你去 不让你去 你为什么非要去 怎么就说不听你呢 你什么时候能听我的话 李刚的情绪很激动 身子的都有一些颤抖 爸 李李恒声音平静地说道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在国内没办法 我也不可能两地来回跑 只有到国外 我才能尽全力地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我 李刚眼圈有些发红 我只希望你好好地活着 能幸福地活着 你怎么就不明白 爸 你希望我好好的活着 幸福地活着 我也希望你好好地活着 幸福地活着 李恒压低了声音 我不希望哪天你战死沙场 我们断了联系 美国是乱 美国即便在混乱了 还能有名墨乱 你到了美国 怎么活呀 李刚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给你的那些古董 你也不能在美国卖 人家美国人也不认啊 李恒没去反驳父亲 实际上美国人认 别说美国人了 英国人也认 不要觉得外国人不知道 你们国家什么东西是好的 如果他们不知道 八国联军就不会抢得那么干净 去看看大英博物馆里面摆放的那些 那全是宝贝 李恒也的确没打算在美国卖自己老祖宗的东西 所以他也不打算和父亲争论 李恒直接开口说道 不是有父亲给的好东西吗 李刚沉默了片刻说道 儿子 小心 爸 你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李恒笑着说道 挂断了电话 李刚伸手拿起了自己的电话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自己给儿子送去了 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自从来到了新军所 李刚发现自己的系统升级了 按照系统的说法是全面激活 给出的理由是自己有了领地了 系统的名字也有了 叫做天下 系统从原来的李刚独有 变成了父子二人共有 系统的任务系统也变成了拓展系统 只要自己做的事情能够强大领地 系统就会给奖励 奖励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给自己的系统点数 可以用来开传送门 另外一部分是奖励儿子的 是物质奖励 到了新军所之后 系统再次给了奖励 系统给了自己1000点系统点数 按照新的传送规则 传送一吨物资 需要消耗100点系统点数 1000点点数也就是10吨的物资 给儿子的奖励 则是一本技能书 初级医术 拿到奖励的第一时间 李刚就把奖励给儿子送过去了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奖励 让儿子有了出国的信心 李刚有一些后悔了 不如不给儿子奖励了 只不过目已成舟 再后悔也晚了 大人 韩正迈着步子走了过来 脸上有一些担心的说道 天很凉了 大人在这里坐了也有一会儿了 别被风吹坏了身子 李刚叹了一口气 站起身子说道 让你查的事情都查清楚了 回大人 已经查清了 韩正表情有些难看 新军所表面上有驻军500 可时机200人不到 上报的原因是 此次赤城之战战死了 抚恤金呢 李刚想了想 转过头问道 已经临走了 韩正表情更难看的说道 我派人去查了 很多都是吃空想的 银子已经被上一人的手背给领走了 大人 咱们要不要抱上去 李刚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算了 这是没法追求 这是大明朝军队当中的潜规则 你把这件事情抱上去 上面不但不会追究 反而还会压下来 弄不好 你还要跟着吃瓜落 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大的黑盖子 没有人敢掀开 不要说整个赤城 即便是整个宣府 整个西北 整个大明 无数的军官都在指着这件事情吃饭 谁敢碰这件事情 谁都会被直接掐死 物资方面呢 李刚再次转头问道 说起这个 我就更生气了 韩正咬着牙说道 仓库里面的粮食 也就够咱们吃两个月的 装备也都残破得不像样子 根本就没给咱们留什么 原本应该有一百多匹马 我去看了 全是老弱病残 还有六十多匹骡子 韩正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们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李刚笑着摇头说道 没法追究 人家会说 以前就这样 你有什么办法 你还能去追查前面这几人吗 还是去追查上官 太憋屈了 韩正咬牙切齿地开口说道 伸手拍了拍韩正的肩膀 李刚笑着说道 你别忘了 当初咱们在风火宝的时候 上面说给拨马 不一样给你拨了一匹骡子一头驴 大人的意思是 这里也是 韩正迟疑着说道 李刚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有事肯定有 但你说全都是也未见得 正因为说不清楚 所以才没法追究 百姓呢 李刚又转过头问道 查了一下抵挡 整个新军所 大概有一万三千多百姓 可是我派人去查了一下 现在恐怕不足万人了 韩正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人想要招兵 恐怕要好好地想一想 为什么 李刚狐疑地问道 此地物产不丰 老百姓生活艰苦 当兵能有一份良吃 为什么不愿意 还不怪前面的人 韩正咬牙切齿地说道 上面克扣军饷也就算了 到了下面这 他们还要克扣 到士族手里面的 根本就没有多少 除此之外 这里直面打子 每年都要打仗 总死人 家里面的壮汉 都是家里的劳力 人死了 一家人就没法过 只要有人说招兵 他们就会跑 韩正苦笑地说道 拉来的壮丁 平日里看不出来 一打仗就跑 李刚看了一眼 不远处残破的土墙 苦笑地说道 任重而道远 新军所表面上是一个小城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多大 城墙也就是土围子 围起来的两米多高 而且很多地方 还全都被推倒了 是达子干的 这次达子进犯 新军所的守备 带着自己的手下和百姓 直接跑到赤城去了 新军所直接就被达子 给占了 达子占领之后 虽然没来得及大肆破坏 但是土墙被推倒了 很多房子也被烧了 小城呈现出一片破败 原本的守备 因为带人跑了 被把关回家了 上面给出的理由 也很简单 窃占 身为一地的守备 面对达子 不敢出城作战也就罢了 坚守都不敢带着人 直接跑了 这叫弃城失地 如果不是因为 上面有人或者说花了钱 绝不是罢关那么简单了 恐怕直接就是抄家杀头了 前任能够逃得一命 也算是有能力了 走 下去 李刚看了一眼天色说道 地方虽然破了点 但总比没有墙 没人咱们就招人 墙他了 咱们就垒墙 军队不够 咱们就招募 总会有办法的 李刚欣欣满满的样子 韩正抑郁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笑着说道 大人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纽约 法拉圣 外面灯红酒绿 屋子里面漆黑一片 李恒早早地就关了灯 躺到了床上想要睡觉 可惜他睡不着 眼睛瞪着老大看着屋顶 李恒失眠了 定 当 屋门外忽然传来了响声 声音虽然很轻微 可是李恒还是听到了 强身见体单 李恒身体得到了很大的强化 视力变得更好了 听力也变得更强了 缓缓地站起身子 李恒悄悄地躲到了柜子后面 半场没有动静 李恒都有一些迟疑了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下一秒门被从外面推开 两个人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 借着外面照进来的灯光 李恒打亮的两个人 两个人的身材并不是很高大 脸上都戴着面具 一个人手里面握着手枪 另外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把刀 李恒盯着两个人 屏住了呼吸 静静地等着他们 两个人似乎对屋子里面很熟悉 走路基本上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目标也很明确 直接朝着床走过来了 来到了床前 握着枪的人用枪指着床 对另外一个人点了点头 另外一个人也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将手中的长刀高高举了起来 刀背对着床劈了下去 力量很大 又快又猛 碰 刀子砸在了被子上 发出了碰的一声 握着枪的人 立马打开了另外一只手上的手电筒 预想中的惨叫没有响起 两个人都是一愣 碰 下一秒 握着手枪的人 感觉自己的右手一疼 手中的枪也握不住了 直接就飞上了半空中 没等他反应过来 下巴上就狠狠地挨了一掌 整个人直接翻倒在了地上 手中握着长刀的男子 刚刚转过头 一只脚已经踹在他的胸口上 整个人倒着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发出了碰的一声 半空中的枪 旋转着落了下来 李恒稳稳地接在了手里 在刚刚的一瞬间 李恒从柜子侧面钻了出来 先是对着握枪的人 右手狠狠地踢了一脚 把枪踢飞出去之后 右手对他的下巴就是一掌 没等拿刀的人反应过来 李恒一个侧摆后 踢踹在他的胸口上 决定来美国之后 李恒就在国内 找了一家散打培训机构 彻彻底底 踏踏实实地学了两个多月 强身健体单逐渐发挥作用 训练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李恒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刚入学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等他要离开的时候 三五个人已经进不了他的身了 手枪入手 李恒颠了颠 很沉 熟练地退出弹夹 看了一眼里面的子弹 李恒又把弹夹塞了回去 检查了一下保险 李恒熟练地耍了一个枪花 手中的枪指着 从地上爬起来的男子道 过来 男子不敢怠慢 连忙乖乖地走了过来 李恒转头对着拿着刀的男子说道 把刀拿过来 男人不敢怠慢 连忙把刀送到了李恒的面前 李恒从地上把手电筒捡了起来 晃了一下两个人 这才看清楚 两个人脸上戴着的面具 一个名人 一个左柱 日本人 李恒盯着他们两个人说道 不是 两个人连忙摇头说道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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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恒用普通话冷笑地说道 你们的口音 你跟我说你们是中国人 台湾的啦 名人连忙说道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啦 左柱也连忙说道 是的啦 是的啦 李恒笑着道 行 没想到你们还挺有自知之明 我问你们 大晚上地跑到我家里面 你们想干什么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名人有些尴尬地说 我们就是 来借点钱花花 借点钱花花 李恒用刀背猛地 臭了名人 一下子说道 你们就是这么借钱花的 你们这是入室抢劫 名人疼得够呛 连忙点头说道 是是是 我们是入室抢劫 为什么抢我啊 李恒又盯着两个人说道 名人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间房子 以前是一个老头的 前些日子他卖了 我们打听到 他卖给一个刚从国内出来的有钱人 价格不低 今天你来了 我们觉得 你刚从国内出来 又有钱 所以我们救 你们不怕我报警 李恒冷笑着说道 这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左柱善善地笑了笑说道 你又刚从国内出来 即便你报了警 警察也不会太放在心上 懂了 警察懒得管这样的小搞事情 我该拿你们怎么办 李恒把玩着自己手中的枪说道 杀了你们有点麻烦 还要处理尸体 放过你们 我又不甘心 你们说说 我该怎么办 你放了我们 我们绝对不会再找你麻烦 名人连忙说道 我以青竹帮的名义启示 青竹帮 李恒皱着眉头问道 什么玩意儿 是法拉盛的弯弯人帮派 我们都是青竹帮的人 名人有一些骄傲地说道 只要你把我们放了 我们保证绝对不会再找你麻烦 你们是帮派分子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本地帮派太没有礼貌了 大哥 大哥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的 名人连忙说道 我们都是很有礼貌 左柱也在旁边点头道 对对 我们很有礼貌的 挠了挠自己的眉头 李恒有些迟疑着说道 我可听说了 你们帮派分子 都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现在认怂了 回去肯定会找人来杀我 我还是杀了你们 这样一聊百聊 大哥 大哥 名人连忙祈求道 不会 绝对不会 左柱在旁边忍不住说道 大哥 我们就是外围成员 不是什么帮派分子 不然 我们也不会做这种 偷鸡摸狗的事了 真的 李恒有些迟疑着说道 真的 大哥 比黄金都真 两个人连连点头道 李恒从旁边的衣服中 掏出了一个钱包 把钱包打开 露出了里面一打美元 李恒也没数 直接将美元全都拿了出来 我出来乍道 对这边的规矩也不懂 这些钱你们拿着 咱们算交个朋友 李恒把钱拍在两个人面前说道 今天晚上的事 就当咱们不打不相识 如何 名人和左柱对视了一眼 连连点头道 大哥仗义 全都听大哥的 枪我就留下防身了 你们可以再自己去买 李恒将自己的电话写了下来 递给了两个人说道 我的联系方式 你们两个人拿着 两个人有些不明所以的 将电话接了过去 一只脚踩在桌子上 李恒盯着两个人说道 我也不瞒这两位 我是从国内逃出来的 刀尖上的买卖 也不是没做过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认了我这个朋友 有钱拿 找我的麻烦 那就是不把我当朋友 到时候 我就用这把枪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两个好自为之 大哥 你放心 两个人连忙点头说道 我们懂 我们都懂 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恒沉生说道 对了 我是个大夫 如果有需要 你们可以打给我 当然了 是要收钱的 如果你们给我介绍活 我给你们提成 多谢大哥给机会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面露喜色 行了 你们走吧 李恒站起身子说道 两个人站起身子 小心翼翼地朝着门口 走了出去 就这么走了 李恒忽然开口道 两个人吓了一跳 身子一哆嗦 连忙转回身说道 大哥 有什么吩咐 咱们是朋友 可我还不知道 你们长什么样 李恒眯着眼睛说道 有些不太合适吧 好像不是做朋友的道理 当然不是 两个人连忙伸手 将面具摘了下来 李恒看了一眼两个人 身材都不是很高的 很瘦弱 长相倒也配得上身材 不说面黄肌瘦 脸上也没什么肉 我记住你们了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走吧 两个人如萌大社一般地出了门 将门关上之后 穿兔子鞋一样地 就下了楼 走出了楼梯口两个人 两个人将面具摘下来 靠在柱子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奶奶的 这叫什么事啊 名人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左柱也很无奈地说道 谁他妈能想到 本来想找个软柿子 结果碰上这么一个硬茬子 好哥 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陈豪有些无奈地说道 不这么算了怎么办 马小二摇了摇头说道 反正我咽不下这口气 在马小二的头上抽了一巴掌 陈豪没好气地说道 不是猛龙不过僵 那位大哥一看就是猛龙 咱们招惹不起 今天逃了一条小命 已经是咱们兄弟运气好了 看过电影没 招惹了大哥 没完没了的报复 最后全都搭理了 命都没了 咱们可不能犯这样的错 马小二嘟囔地说道 枪都没了 以后还怎么混饭吃 陈豪拿出了一点美元甩了甩说道 这位出手也大方 我数了一下1500美元 再买两把枪都够了 好事啊 好哥 马小二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以往兄弟二人很穷 买枪的时候都只能买一把 陈豪用枪 马小二只能用刀 马小二羡慕的不行 他也想用枪 现在能买两把枪了 自己终于能用上枪了 你傻不傻 陈豪冷笑地说道 这钱是什么 这是咱们的本钱 是咱们做大做强的本钱 买枪多浪费啊 那干什么 马小二有些疑惑地问道 咱们兄弟二人先吃喝一顿 然后去老唐那赌上两把 今天晚上运气这么好 肯定能赚上一大笔 到时候我搞把AK 你搞把喷子 咱们一起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陈豪眼睛发亮地说道 马小二有些迟疑地说道 要是输了呢 输什么说 陈豪抽了马小二一巴掌 没好气地说道 快呸呸呸 咱们兄弟今天晚上的运气 必然大杀四方 呸呸呸 马小二呸了几声说道 咱们去吃饭 好 陈豪答应了一声 搂着马小二就走了 楼道中 二楼拐角处 看着两个人消失的背影 李恒摇了摇头 转身朝楼上走了上去 既然你们不准备报复 那今天的事就算了 两个人完全不知道 他们刚刚被危险 笼罩了 如果他们生了报复的心 今天晚上怕是过不去了 对于杀人 李恒心里面 还是有一些抵触的 我逼不得已 他也会去做 出国之前 李恒就已经做好了打算 至于说被查到 李恒倒不怎么担心 还有处理尸体的渠道 李恒更不担心了 他可以直接把尸体 传送到父亲那边去 尸体到了那一边 还有人能发现 没了尸体 想破案 怕是不太容易 来之前 李恒已经查过了 美国重大案件的破案率 只有20%多 纽约市甚至都不到20% 这里面还要包括 当场抓获凶手的凶火 主动投案自首的 或者是枪击案的 私底下帮派之间的 仇杀枪杀谋杀 破案率可想而知 反正李恒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自己不吃黑的 但也不能让人黑吃黑了 回到了楼上 把枪塞在褥子底下 李恒很快就睡了过去 天微微亮 整个法拉盛又热闹了起来 盛唐叶总会门口 两个人打着哈欠 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脸的颓丧 一脸的狼狈 不是别人正是陈豪和马小二 豪哥 我饿了 马小二有一些迟疑着说道 饿了 陈豪揉了揉肚子说道 我也饿了 走 转一圈 看看能不能偷个钱包 实在不行吃个霸王餐 大不了给他们刷盘子 豪哥 我不想刷盘子 马小二有些委屈地说道 操 陈豪催了一口说道 咱们去找地方偷钱包 我就不信了 咱们兄弟的运气 真的这么不好 我就说不读 马小二嘟嘟囔囔地说道 现在好了 全输了 饭都吃不上了 两个人在街上 晃晃荡荡地走 也没什么目的地 一边走 还一边看着周围的店 忍不住咽着唾沫揉着肚子 豪哥 你看那边 马小二忽然指着不远处说道 陈豪连忙转头看过去 拉了一把马小二往一边走去 压低了声音说道 小点声 别让他看见咱们 快点走 两位 遇到了就是缘分 这么着急走的吗 李恒坐在小桌前头 也没抬得开口说道 陈豪一个机灵站住了脚 转回身静止走向了李恒 一边咽着唾沫 一边说道 没想到在这碰到您了 你们可以叫我李恒 李恒夹起一个包子说道 我们还是叫你恒哥吧 陈豪脸上带着羡慰的表情说道 叫李哥吧 李恒看了一眼旁边的马小二说道 饿了 马小二连连点头 坐下一起吃吧 李恒指了指旁边的桌子说道 马小二也不客气 拉开凳子就坐下了 同时招呼伙计给自己上包子 旁边的陈豪则是一脸的不好意思 钱花光了 李恒看着陈豪问道 陈豪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赌说了吧 李恒笑着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 陈豪有些迟疑地说道 我给你的钱不少 正常你是花不光的 一晚上就花光了 要么赌要么瓢 要么去用违禁品了 无精打采 满脸疲惫 不是用药品的样子 双眼通红 衣服也没换 身上除了烟味 就是汗臭味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也不可能是去瓢了 你们身上的味道 除了赌场 也没别的地方了 李哥厉害 陈豪一脸敬佩地说道 雕虫小技而已 将一剔包子 放在陈豪的面前 李恒笑着说道 吃吧 多谢李哥 陈豪也是真的饿了 拿起包子就吃了起来 旁边的马小二 已经吃上了 李恒也不在意 低着头继续吃了起来 很快李恒就吃完了 把伙计招呼过来给了钱 同时拿出三张 二十人的美元 放在了桌子上 伸出手指 在上面敲了敲道 不要再赌了 多谢李哥 陈豪将钱收了后 眼睛有些发酸的道 李哥 我们想跟你 李恒停住了脚步 转回身说道 我不做大哥很多年了 陈豪一愣 迟疑地片刻说道 李哥 我们知道一单生意 但是不太好做 我跟你说说 你要是想做 我给您联系 你要是不想做 咱们就算了 说来听听 李恒忽然来了兴趣 转身做了回去 在整个法拉盛 有权势的人有很多 在华人圈子里 有权势的人也不少 周先生 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 陈豪声音压低了不少说道 周先生 李恒追着问道 陈豪点了点头 咬了咬牙说道 周先生是香港来的移民 很早就在这边打天下了 周边有很多店铺都是他的 华青帮就是他的 华青帮 李恒有些疑惑地说道 跟你们竹青帮比如何 陈豪苦笑着说道 李哥 我只是竹青帮的外围 根本谈不上我们竹青帮 当然了 竹青帮也没办法和华青帮相比 竹青帮人数不过几百 华青帮却有三万多人 十几个堂口 双方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我们可惹不起华青帮 他怎么了 李恒想了想之后问道 生病了 陈豪凑到了李恒的身边说道 据说肾出了问题 去了医院但没治好 找了很多法拉上的中医也没治好 你要是能行的话 可以去帮他治病 陈豪没有把话说死 而是等着李恒做选择 事实上 陈豪对李恒的医术也没有把握 他也从来没想过 给李恒介绍这个活 如果不是因为这顿早饭 如果不是因为李恒 给他留下了六十块钱 他要是无论如何 不会开这个口的 可以试试 李恒想了想之后说道 陈豪都知道周先生的病 显然周先生的病 在这边传得很广 知道的人很多 如果自己能够把它给治好 知名度一下子就打开了 以后也不会愁客户了 想到这些 李恒就下定了决心 可以搏一搏 陈豪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李哥 你可要想好了 华青帮里 华青帮外 都有很多人 不希望周先生好起来 你给周先生治病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李恒摆了摆手 丝毫不在意地说道 我要能治好周先生 他还能保不住我 如果我治不好他 那些人又何必对付我 那么严重的病 怕不是一下子就能治好吧 陈豪有些迟疑着说道 李恒也沉默了 的确 怕就怕这个 一旦有治好的希望 只是需要花费 很长时间来治疗 那么自己 就会成为很多人的 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不敢对周先生下手 必然会对自己下手 李恒笑着看着陈豪道 你害怕 陈豪苦笑着说道 李哥 我们两个只是混底层的 不求大富大贵 能填饱肚子就行 也不想出什么头 免得有一天 横尸接头 联系方式给我 李恒看着两个人说道 我自己去找就行了 富贵险中求 我想要富贵 我自己去 你们两个不必跟着了 李哥 陈豪连忙说道 我还是要和你一起去的 不然太没一起了 李恒的表情有些古怪 这年头 还有人讲义气 顺手拍了拍陈豪的肩膀 李恒笑着说道 明知道有危险 还把你们两个给带上 那才是不讲义气 放心 这件事情如果成了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陈豪还想再说什么 最终被李恒给打退了 李恒从陈豪那里得到了地址 他没有犹豫 回到了自己的家 背上了小木箱 直接按照地址 就找上了门 来到地址之后 李恒站在门口有些发愣 法拉圣虽然不算 纽约市的豪华地段 可是也差不太多了 在这样的市中心 居然能够有住着 独立大门的私人庄园 真是了不起 门口有黑西服 保镖站着 大门上的牌匾 写着华清园 左右两侧还带有对联 还有石狮子 看着颇有几分古运 你什么人 保镖见李恒站在那里 不走便走了上来 对方手扶在后腰上 李恒就知道 那是在摸枪 将自己的手摆在胸前 李恒笑着开口道 我是中医 来给周先生看病的 自己没人卖 没有资源 与其绕弯去找别人沟通 还不如主动上门 有预约吗 保镖似乎松了 一口气问道 没有 李恒直接摇头说道 你可以进去通报一声 保镖上下打量了一番 李恒开口道 你等着 李恒松了一口气 阎王好见 小鬼难堂 对方没有 把自己轰走 那自己就有机会了 虽然影视作品和小说当中 很多都会出现 保镖或者保安 为男主角的情节 可实际上 越是高档的保安 或者保镖 越不会做这种事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绝不会替雇主做主 或者乱来 保镖走到了角落里 拿出了腰间的对讲机 接通了之后 对里面说了点什么 挂断了之后 保镖又转了回来 等一下 会有人带你进去 保镖盯着李恒说道 时间不长 里面开出了一辆电动小车 大小和武林红光 mini F差不多少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 这里还能看到这东西 坐在车上的是一个身穿 OL装的女人 脸上戴着一副 金丝边框的眼镜 从车上走下来 跟保镖说了几句之后 来到了李恒的面前说道 这位先生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李恒 李恒微微拱着身子说道 李先生你好 我是周静如 周先生的干女儿 周静如笑着说道 我会带你进去见我干爹 但是他没有给你搜身 当然 李恒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旁边的保镖走了过来 检查了一下李恒的小木箱子 在他全身拍了拍 同时又拿出了旁边的仪器 在他身上来回扫了几下 保镖对着周静如点了点头 示意没有问题 周静如这才说道 李先生 跟我来吧 两个人走进了园子 一起坐上了小车 周静如开着车 在园子里面不断地穿行 李恒则是观察的四周 园子的确是仿古建筑 古色古香的 地面上的路都不是水泥的 而是铺的青砖 道路两侧在的全部都是 造型各异的松树和柏树 假山与树影演应 里面还有很多动物在奔跑 转一个弯 就会出现不同的景色 是园林当中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布局思路 两个人很快转过了一个路口 前面出现了一个波光玲玲的小湖 里面还有水车在不停地转动 走进来看发现湖面很清澈 里面还有很多的鲤鱼 到了 周静如下了车开口说道 李刚跟着周静如向前走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湖边的一座凉亭边 凉亭里面站着几个保镖 见两个人走过来 一点警惕地看着过来 周静如对着李恒点了点头 示意他等待 自己迈步走进了凉亭 对坐在轮椅上的人开口说道 干爹 人带来了 李恒则是站在凉亭外面 静静地看着 让他过来吧 一个略微低沉的声音开口道 周静如对李恒点头 李恒迈步走进了凉亭 你叫李恒 轮椅上的人抬起头说道 李恒低头看了一眼 有点诧异地说道 周先生 你好 我是李恒 怎么 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吗 周先生语气有些轻快地说道 事不太一样 李恒笑着说道 我觉得周先生的年纪 应该要更大一些才对 那倒是让你失望了 周先生指的是旁边的椅子说道 坐下说吧 眼前的周先生 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 李恒知道他是显年轻 但真实年龄也就五十多 绝不会过六十 甚至都不会超过五十五岁 你昨天才从国内过来 周先生抬起头说道 周先生调查过我 李恒表情不变地问道 谈不上调查 周先生摆了摆手说道 随便找人问了万尔义 只是知道 你刚从国内来 买了老赵的房子里 昨天晚上 还被两个混混给抢劫了 李恒表情有些严肃 没再开口说话 年轻人 不要生气 周先生笑着说道 你也知道 想我死的人太多了 给我看病的人当中 有好几个都是要下手杀我的 活得还真是失败 李恒有些迟疑地说道 医生是杀手 很奇怪吗 周先生冷笑地说道 只要稍稍用错了药 杀个人还不是简单的事 李恒叹了一口气 自己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给这样的大人物看病 除了医术好之外 还要人家信任你 否则人家 连身体都不会让你碰的 更别说治病了 打扰了 李恒站起了身子 背着包就要走 就这么走了 周先生笑着问道 你不是来给我看病的 李恒停下了脚步 转头说道 我刚从国内来 你对我不知根部之底 你根本就不敢 让我给你看病 如果让我取得你的信任 你的身体等不及了 我留在这里做什么 你知道我是什么病 周先生抬起头说道 肾病 李恒想了想说道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我看了你的身体状态 你的脸色 还有你说话时候的舌苔 你的肾出了问题 而且不是小问题 说说看 周先生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的身体出现了全面的衰退 你的眼射般很明显 说明你的肾出了问题 排毒功能已经不正常了 你盖着毯子 说明你下肢很冷 虽然你演示得很好 可我还是看见你的手有谁种 综合你的所有症状 你不是肾结石 你也不是肾炎 更不是尿毒症 你是肾衰竭 医院应该会给你做透析 另外建议你更换肾脏 李恒想了想说道 以周先生的实力 肾源应该不是问题 周先生没有选择换肾 应该是周先生的身体 还有其他问题 不能承担换肾手术的负荷 你说的没错 周先生笑着说道 我的心脏有问题 上了手术台 恐怕就下不来了 告诉我 你能治吗 周先生盯着李恒说道 我说我能 你会相信吗 李恒面带微笑地回答 我的理智告诉我 不要相信 毕竟我得的是绝症 现在医学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中医肯定也没有办法解决 周先生缓缓地说道 我找中医来 只是希望 他们能够延长我的寿命 让我少遭些罪 可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之后 我觉得你能救我 虽然你也可能会害死我 但是我还是愿意赌一把 不怕我是来杀你的 李恒挑了挑眉毛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 周先生随意地笑了笑说道 我已经病入膏肓 随时都有可能去死 不过就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 我并不是很害怕 周先生好气魄 李恒笑着说道 哪有什么气魄 周先生摇了摇头说道 无非就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你只能选择这条路 说说吧 你要怎么治疗我 我会用针灸刺激你的穴位 重新激活你的肾脏 除此之外 还要搭配一些药 温补加上激活 才能够让你的肾 重新充满动力 李恒转回身开口说道 能够彻底治好吗 周先生一只手拖着下巴问道 我不想像现在这样撒尿 都尿不干净 而且还疼 你不光能好好地撒尿 还能干点别的 李恒轻笑着说道 干点别的 周先生一愣 反应过来笑着开口说道 那些事情 我已经有些年没尝试了 你这么一说 我还是有一些想试试看了 站在周先生旁边的周静如 狠狠地瞪了一眼李恒 放心吧 如果治好了 当然可以 李恒转头对周静如说道 男人的基本功能 不能正常使用才是问题 哈哈 周先生笑了 笑得很开心 你需要多久能治好我 七天行一次针 要行七次 总共用时四十九天 李恒面容严肃地说道 除此之外 还要准备一些药材 没问题 周先生点头说道 这些日子 你就住在这儿吧 说实话 出了这里 我未必能够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我住在哪里都行 李恒面无表情地说道 但是在给你治疗之前 我需要先出去一趟 给你买药 我自己也要半点私事 什么私事 周先生有些迟疑地说道 或许我能帮上忙 李恒想了想之后说道 我要购买六吨粮食 大米和面粉就行 另外 还要准备两吨布料 一吨棉花 还有一吨药品 药品 周先生挑了挑眉毛说道 周先生不要误会 我要准备的药品 就是普通的消炎药 止疼药 还有止血的伤药 包括纱布等等的 并不需要什么 特殊的购买条件 李恒笑地解释道 没问题 周先生笑着点头 对周静如说道 天黑之前能准备好吧 周静如点了点头说道 没问题 干点 交给我 您先休息 我带着他 去准备所需要的药 和他所需要的物资 一切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来 注意安全 周先生笑着嘱咐道 干店 你放心 没问题 周静如笑着点头道 带着李恒离开了凉亭 周静如开口说道 我马上打电话 让他们 把你需要的东西准备好 你现在跟我去找药材 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李恒笑着说道 按你说的办 两个人一起出了门 走遍了法拉盛 各大卖中药材的药材店 李恒亲自挑选了 所有的药材 确定没问题之后 才买下来 周静如亲自 把这些药材压了回去 一秒都没让他们 离开他的视线 两个人回到 华清园的时候 天都已经快黑了 周静如接了一个电话 转头对李恒说道 东西已经到了 送到哪里去 送到我的房子就行 李恒笑着说道 周静如点了点头 对着电话说了几句 转过头对李恒说道 已经送过去了 他们会把东西 放到你的房间 他们怎么进去的 李恒皱着眉头说道 陈豪那样的毛贼 都能开的门 你凭什么认为 我的手下开不开 周静如理所当然地说道 李恒满头黑线地说道 麻烦你送我回去一趟 我要看看那些货 周静如眉头微醋地说道 你不相信我 不是 我要回去一趟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与相不相信没关系 周静如想了想说道 快去快回 你的消息 应该已经传出去了 耽误的时间太多 恐怕会有人 在路上对你动手 放心 我看一眼就回来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周静如带着保镖 跟李恒一起 回到了家 走进房间之后 李恒发现 送货的人已经走了 自己的房子里面 摆满了各种物资 已经快没有下脚的地方了 原本李恒还以为会很多 毕竟都是以吨为单位的 可看到之后就发现 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 六吨粮食 全都是大米和白面 每一袋都有一百斤 二十袋就一吨 六吨也不过一百二十袋而已 两吨布料 一吨棉花 原本以为会很大堆 但其实也没有很多 一吨药品 表面上看起来 很多大箱子套小箱子 可实际上也不会有太多 因为种类太多了 分到每一项 就就没那么多了 李恒也想多买一点 可是没办法 自己父亲现在 一次就能传送这么多 而且耗光了家底了 想要再传送 除非他能够完成新的任务 拿到新的奖励 十吨物资 希望老爹靠着这十吨物资 能有新的发展 你们能出去等我吗 李恒转头说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周静如一脸的不满 上厕所 李恒随手将门关上 点亮了手机 直接发动了传送 下一秒光芒笼罩 屋子里面的物资 全部都随着光芒消失不见了 将门打开 李恒用身子挡住了缝隙 也不让他们往里看 随后把门关上 开口说道 行了 我们走吧 莫名其妙 周静如冷哼了一声 转身下了楼 走出了楼道口 上了周静如的车 李恒抬头看了看 发现今天晚上的月亮还很圆 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喃喃的道 爸 你要加油啊 大明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看着眼前的物资 李刚百感交集 这些东西 都是自己儿子跑到美国 去拼了命为自己换来的 他有些舍不得用 可不用反而辜负了 儿子的一片心 大米白面 布匹 还有药品 儿子想得很周全 你们进来吧 李刚转头对外面说道 早就等不及的 韩正等人 从外面跑了进来 见到屋里面的物资之后 全部都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看向李刚的目光 已经带上了几分信仰 在他们眼中 李刚早不是他们的大人了 简直就是神仙中人 如果不是神仙 谁能够凭空变出粮食来 这就是神仙的本事 自己家的大人就是神仙 谁不相信自己都相信 韩正 等一下你给兄弟们分一分 每人分上二斤白面 二斤大米 再一人扯上五尺不回去 奔波了这么多日子 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李刚转过头 笑着说道 大人放心 卑职一定办好 韩正笑着点头道 李刚说的这些兄弟 当然指的是 跟他到这里来的十一个人 这是他的心腹班底 除此之外 其他人不配知道这里的事情 李刚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转身走了出去 大晚上分东西 虽然耽误睡觉 但是大家依旧兴致勃勃 明面前些日子 跟着大人也吃过一些了 但依旧珍贵无比 孩子们看着都直舔嘴唇 女人们则是在翻看布匹 多久没见过这么新的布了 想想自己多久没穿过新衣裳了 眼睛忍不住有些发酸 大家的衣服 谁的不是缝缝补补 实在穿不了了 改了 给孩子穿 即便如此 身上穿得 依旧破破烂烂的 现在有了新布 正好给孩子做一身新衣裳 女人们分了布 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已经开始商量 裁剪什么样的样式了 即便到了午夜 大家依旧聊得热火朝天 第二天一早 李刚起了一个大早 在院子里面一边打拳 一边看着老前头做饭 因为没有儿女 也没有老伴 老前头便跟着李刚两个人 住在一个院子里 算是李刚的心腹 同时也伺候一下李刚 老前头起得早 忙活得欢 白面饼子一个一个烙在锅里 随着火越烧越望面 饼子的香味 也在院子里飘了出来 旁边的大锅里 只要炖着羊汤 香味更是飘出去很远 大人 韩正最先走了进来 看着大锅上的饼子 和旁边大锅中的羊汤 顿时眼睛发亮 下意识地就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没吃饭 老前头哼了一声 不满地说道 大人又不是没给你们粮食 还跑到大人这里来蹭饭 你也好意思 韩正挠了挠头 善善地笑着说道 您老也不是不知道 家里三个孩子 三张嘴 还是能吃的年纪 有多少都不够吃 我这能省就省 老前头瞪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咱们一起努力 李刚一边洗脸一边说道 争取以后过上好日子 所有人都吃饱饭 吃肉吃到兔 都想吃咸菜 韩正一脸不敢相信的 瞪着眼睛道 还能有那时候 李刚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那是真的吃肉吃到够 后来野菜咸菜什么都想吃 就是不想吃肉 摇头笑了笑 李刚说道 放心 会有那么一天 那感情好 韩正想了想那种日子 可怎么想也想不到 人怎么会不爱吃肉呢 肉也有吃够的那天吗 外面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张张昭和张仲理等人也来了 很快人手就聚齐了 看到这一幕 老前头直跳脚指着他们开口说道 没准备你们的饭 赶紧滚蛋 众人笑着凑了过来也不走 而是伸手开始自己做 你没做我们的饭 我们还不会自己做 有的挑水 有的和面 有的烧火 有的烙饼子 忙活得不亦乐乎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 众人终于吃上了饭 大饼子撕碎泡在羊汤里 稀里糊涂的就吃进了肚子 每个人都吃得微微溅了汗 脸上也露出了舒爽的表情 放下了饭碗 李刚扫过了众人开口说道 之前我就和你们说 东西到了之后 咱们就开始建设新军所 昨天晚上东西到了 今天我就和你们说说 咱们怎么建设新军所 动人表情 一下子都严肃了起来 静静地等待着 李刚扫了一眼 众人开口说道 咱们新军所是军臀 别的不说了 军队一定要足够 我准备招收一个千户的人马 你们每个人领一个百户 众人对视了一眼 先是面露喜色 随后又面露担心 韩正有些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大人 不说其他的 这么多人恐怕招不到吧 新军所没人愿意当兵 咱们一说 当兵人家就跑啊 李刚冷笑了一声说道 那是因为前任的官太黑 把明星伤了 你放心 本官绝不会上来就征兵 本官要重塑明星 让他们相信本官 大人准备怎么做 张仲理在旁边问道 来的时候 咱们不是看了吗 城墙塌了 很多房子也破损了 我准备雇一些人 把城墙重新垒起来 把房子也重新建起来 李刚笑着说道 咱们雇人给百姓修房子 张仲理眼睛一亮说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咱们雇人给百姓修房子 那些房子没他的 咱们也免费帮他们修了 给咱们干活的人 每天发一斤大米 或者一斤白面 这么多 众人对视了一眼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李刚有些无奈地说道 咱们的物资有限 不然我还要多给一些 够多了 韩正连忙说道 我家婆娘找人问过了 大人的大米拿出去 能换五斤金米 够一家人吃三天了 众人全都目光诡异地 看向了韩正 这你都知道 都看着我干什么 韩正摊了摊手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们家里的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 如果不想点办法 所有人都饿死 李刚伸手拍了拍 韩正的肩膀说道 是大人没做好 连饭都没办法 让你们吃饱 大人 这不是你的错 韩正连忙开口说道 事到如此 怎么能怪大人 如果不是大人 我们一家早都没命了 李刚缓缓缓地 走了点头说道 咱们兄弟齐心 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众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点头道 跟着大人 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 李刚继续说道 把城墙和房子建起来之后 我们在老百姓的心里面 就应该初步建立了信任了 我就打算开始招募人手了 招募一千名士族 每个人每月发银一两 发大米一斗 装备也是咱们出 你们觉得 会不会有人来 众人对视的眼 全都面露苦笑 大人 真要给这么多东西 每个月按时发放 咱们的大门 都会被人踏破了 张钊在旁边开口说道 我们担心的是 能不能有这么多物资 李刚笑了 笑得很有信心 原因很简单 他接到了任务 领地建设任务 完成新军所的建设 任务一 修筑城墙 要求高八米 底座八米 顶宽五米 任务奖励 一千点系统点数 修城墙这件事情 李刚心里面 早就已经有了打算 系统给出的任务 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高度和厚度 都在他的计算当中 六米的高度 在新军所这样的堡垒当中 已经算是很罕见的了 赤城的城墙 也不过八米高 龙门锁更是刚过五米 顶宽八米 已经比赤城的城墙 还要夸张 别的城池李刚不知道 但是大明的西安城 他知道 西安城墙高12米 底宽18米 顶宽15米 绝对是大明 西北一等一的尖城 如果自己把新军所 修成系统说的样子 自己在城内 有足够的粮食 和水源物资 达子想要打一下 自己的新军所 他在想辟吃 做梦才能做得到 任务二 招募士足一千人 奖励一千点任务点数 比起前面的任务 后面这个任务 相对来说 要好完成得多 一旦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招兵工作 就会及时展开 一千人不是极限 只要自己的物资足够 李刚还会招募更多的人 表面上 自己只有一千人的编制 可李刚根本就不在乎编制 在这个时代 谁手底下有兵 谁手底下的兵多 谁手底下的兵厉害 谁说话的声音就大 任务三 招募人口 新军所的人口达到五万 最后这个任务 是让李刚最头疼的 一时半会儿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除非新军所的城池建设完毕 否则很难吸引周围的百姓过来 除此之外 还要给百姓找活路才行 种粮食就算了 周围的土地太平级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产出 老百姓想要在这里找活路 除了开场 要么就是做生意 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做生意倒是简单 可以和草原上的蒙古人做生意 对于草原的策略 李刚认为 大明现在的策略是正确的 拉拢蒙古人一起对付后金 自己和蒙古人做起生意来 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当然了 做生意要有物品才行 搞实业 开工厂生产东西 这就是李刚要做的事 对内可以拉动就业 吸引更多的百姓和人口 对外生产出来的东西 可以换物资 做什么东西 李刚早就想好了 也甜 不求炼制出什么好的钢材 或者铁料 做出来的东西 能用炼制铁锅就行 把铁锅卖到草原上去 都算是一本生意 回头弄点土糕炉 搞点铁矿石 李刚相信 凭自己的知识 一定能搞得出来 实在不行 还可以让儿子 从后世搞一套炼钢设备回来 当然了 太好的设备用不了 但蒸汽机带动的设备 肯定能用 只不过 这些都是李刚的设想 全都是后话了 他没有和手下说 张仲理 李刚转头 看着张仲理说道 你去写一份告示 老前头你 带着人抬着告示 拿着铜锣大街小巷的 去和老百姓宣讲 让他们知道我招人干活了 张仲理和老前头点头 两个人转身去办了 李刚刚目光 落在了张昭和韩正的身上 你们两个去把 剩下的所有士族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进行考核 咱们只要精锐 剩下的人呢 韩正有些迟疑地说道 不能开回家吧 不必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筛出来的人 安排他们在城里巡逻打羹 这件事情 我会交代给老前头 以后城里的这些事情 就由他负责 众人对视的一眼 全都一起点头 表示了赞同 新军所示军屯 这里根本没有文官衙门 所有的事情 全都是李刚一个人说的算 所以他准备在城里面 完善衙门的设定 李刚打算在城里 成立一个巡城衙门 这个衙门让老前头统领 主要的作用就是巡城 同时维护城里的治安 抓贼收税 都是他们来做 见大家都没意见 李刚便开口说道 行了 都去忙吧 是 大人 众人站起身子答应了一声 便各自向外走了出去 李刚目送的所有人离开 脸上的表情 也缓缓地严肃了起来 他现在已经开始逐渐放全了 将所有的事情 交给手下去做 一来是为了自己轻松一些 二代是为了培养手下 自己以后要做大事 手下没有人用不起 眼前这些人 虽然算不上什么人才 但除了他们 自己也实在无人可用 对于新军所的百姓来说 今天是个新鲜的日子 一大早就听见了铜锣响 老百姓忍不住出来看热闹 大街上 老前头手里面拿着锣锤 他身后是两个壮汉 抬着一面大铜锣 当 用力敲了一下 铜锣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旁边有人将一张告示贴在了墙上 老前头指着眼前的告示 大声地开口说道 达子来犯 城墙倒塌 为了抵御达子 守备大人决定重修城墙 下面的老百姓 脸色顿时就变了 有胆子小的 已经转身消失在人群当中了 人群当中 不知道谁胆子大 忽然喊了一句 大老爷 是不是又要蒸发牢役了 还是想让我们捐银子啊 我们可没钱 不知道谁跟着喊了一句 就是 我们可没钱 有人跟着喊道 老前头站在那里笑呵呵的 也不着急说话 等到他们都喊过了之后 老前头又敲了一下铜锣 发出了光当的声音 你们以为 你们是什么动线 老前头语气极为不屑地说道 你们手里的那点钱 算得了什么 我们家大人会放在心上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家大人是什么人 说出来吓死你们 老前头语气极为嘚瑟地说道 我们家大人要钱有钱 要粮有粮 能看得上你们的那些东西 我们家大人说了 你们都是一群穷鬼 都是要饿死的人 他是可怜你们 才让你们去修城墙的 来人 抬上来 很快有人抬了一小袋米 和一小袋面 放在了老前头的面前 老前头伸手 从一袋子里面 抓出了一把大米 雪白的米 一下子就吸引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老前头右手一拧 米花花花地 从他的手上落了下来 看到没有 老前头扬了一下米 说道 这是最好的江南米 别说吃了 你没见过吗 再看看这个 小麦面 这么白的 你没见过吗 我们家大人说了 谁愿意去修城墙 一天管三顿饭 还发一斤米 或者一斤面 有愿意干的 去那边报名 登记了之后 明天就可以上工了 张仲理捧着一本 后册子做高身状 心里面却担心得不行 咳嗽了一声 面带不屑地扫过了众人 张仲理俊傲地说道 想报名的快点 大老爷就是心善 还给他们这种米 弄点精米算了 他们也配吃这种米 张仲理说完 有些心虚地 看向了老前头 办法 是老前头想出来的 该怎么说话 也是老前头交给他的 面对眼前这些人 他心里面 真的是没什么底气 生怕他们直接动手了 让张仲理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百姓 不但没动手 反而还安静了下来 他们互相看着 似乎有些迟疑 但是也有人似乎想要尝试 这已经出乎了张仲理的预料了 有些不明所以地 看向了老前头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人都是贱皮子 老前头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 有一些无奈且悲哀 如果不是没办法 谁愿意用这样的办法 他能想到这样的办法 是因为他 曾经也是眼前 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官员贪腐严重 一点人心都没有 对老百姓敲骨吸髓 老百姓 根本就不会相信他们 因为他们说的天花乱坠 老百姓也会觉得 当官的是在骗他们 用大人的话说 官员的信誉破产了 只有让百姓觉得 你不贪图他什么 他们才会愿意 相信你试试看 大老爷有钱 看不上你们的钱 更瞧不起你们 你们就是一帮你腿子 给大老爷干活 大老爷会赏你们粮食吃 你们说的是真的 人群当中 忽然有人喊道 老前头手中握着锣锤 朝人群中指了指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们家大老爷日理万计 还用得着骗你吗 对了 有件事我忘了说了 报完名的 可以去城墙下吃饭 今天晚上 我们家大老爷管饭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今天晚上去吃饭了 明天就得去上工 谁要是报了名 吃了饭不去干活 腿直接打折 老前头恶狠狠地说道 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 显然更多的人动了心了 远处忽然跑过来一个人 气喘吁吁地 跑到了人群中央 拄着双腿 大声地开口说道 城墙下面 摆了十几口大锅 正在炖汤 旁边还有人闹饼子 众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全都是震惊 居然是真的 我报名 我报名 一个人喊着 冲到了张仲理的面前 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 显然让这个人抢了 让他们很不爽 一下子全都挤了过去 老前头敲着铜锣 让大家排队 张仲理吓了一跳 连忙开始 给他们登记名字 下面的百姓都急得不行 谁都想赶快 把名字写上 然后去吃饭 城墙之下 李刚坐在椅子上 旁边摆着十几口大锅 正在煮汤 除此之外 还有几口大锅 正在烙饼 马三走到李刚的身边说道 大人 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行 那就等人来吧 话音刚落 远处有一群人 朝这边跑了过来 速度非常的快 扬起了一阵阵尘土 李刚直接站起身子 指着他们说道 快 把他们拦下来 李刚倒不是怕他们来吃 而是怕他们这么跑过来 所有的东西 就全都会盖上一层土 到时候就没法吃了 马三不敢怠慢 连忙带着人去拦人去了 人群被拦下来之后 所有人看着大锅咽着口水 有人不满地说道 不是说了吗 让我们来吃饭 难道是骗我们不成 我们家大老爷 会骗你们 马萨尔面带不屑地说道 你们也配 让你们来吃饭 你们就这么来吃饭吗 按照刚才写名字的顺序排队 等一下会按名字放饭 谁也不许争 谁也不许抢 每人一大碗肉汤 两张大饼子 不够吃 可以再领一张饼子 再添一碗汤 懂了吧 人群连忙点头 还有人高喊懂了 很快 名册被送了过来 肉汤开始盛了起来 大饼子也被捡了出来 马三走到了李刚身边 笑着说道 大人 您说几句吧 李刚站起身子 走到了人群之前 大笑着说道 本大人只有一句话 你们从今天开始给我记住了 跟着本大人 有饭吃 说完一挥手道 开饭 报名而来的百姓 发出了一声欢呼 全部都涌了过来 大碗的肉汤 大块的饼子 吃得那叫一个香甜 老前头摇摇晃晃地走了回来 脸上带着得意的笑 李刚笑着对老前头说道 辛苦了 老前头连忙躬身说道 谢许威莫小事算不上什么 说着 他将名册递到了李刚的面前道 我只招募了四百人 便停了下来 后面的人太多 我没有让他们报名 拿过名册一边翻看 李刚一边点了点头 李刚也想多招募一些人 尽快地把城墙给雷起来 可是他心里面很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粮食 根本顾不起这么多人 那都是什么人 李刚扫了一眼 脸色一遍说道 众人连忙看过去 只见远处涌过来一大群人 脚步急切 扬起了很高的尘土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这要是闹腾起来 今天在场的人都逃不到好去 韩正等人连忙过去 直接将人群给拦了下来 众人来到面前 直接就跪了下来 没有再往前闯 都跪在了地上 一边磕头 一边呼喊着什么 李刚看了一眼 身边的老前头说道 你去看看 老前头点了点头 连忙走了过去 很快他又转了回来 对着李刚苦笑着说道 大人 这都是刚刚听说了 咱们招人的百姓 他们想给大人干活 李刚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表情有些复杂的道 人来了 不能赶走 你去里面找两个 有威望的人过来 本官要问话 是 大人 老前头答应了一声 转身去找人了 时间不长 两个汉子被带到了 李刚的面前 他们见到李刚之后 一起跪在了地上 一边磕头一边说道 小人王大虎 小人王二虎 见过大人 李刚上下打亮了一眼 两个人 心中忍不住赞叹 果然是两条好汉 这个时代 粮食并没有那么丰富 很多家庭孩子 都是饿着一半肚子长大的 甚至有的家里面孩子 直接就被饿死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 男人想要长成壮汉 家里的条件一定要好 眼前的两条汉子 用后世的话说 身高一米八 肩宽被后绑大腰圆 不说练没练过舞 单单是这份身板 就已经是做将军的苗子了 老前头也打量着两个人 眼中透露着满意 起来回话 等到两个人都站起了身子 李刚便笑着开口问道 你们家里是做什么营生的 回大人 我们家里是打铁的 王大虎站起身子说道 可是亲兄弟 李刚又有些好奇地问道 两个人同时点头道 是亲兄弟 看你们两个人的身板 你们父母把你们养得这么壮实 怕是费了不少心力吧 李刚笑得开口问道 不敢瞒大人 王大虎抬起头说道 家父家母日夜为我们操劳 我们兄弟二人 从五岁开始 就帮着家里打铁了 长这么大的确不容易 李刚点了点头又问道 练过舞吗 兄弟二人对视了一眼说道 不敢瞒大人 在这种地方 家家户户的孩子 都是要学两下的 一来不被欺负 二来遇到贼人也能自保 李刚更满意了点头道 你们可愿意跟着我干 兄弟二人有些迟疑地说道 可是上城墙累墙 不是 李刚直接摇头说道 我看你们身材魁梧 又学过舞 正是从军的好苗子 跟着我干怎么样 我保你们一个前程 兄弟二人直接摇头说道 大人 我们不是来从军的 我们是来修城墙的 为何不愿从军 李刚笑着问道 大人 从军就要作战 我兄弟二人倒是不怕死 可尚有高堂 父母养我们不容易 我们不敢随随便便地 就把命扔出去 王大虎问声问气地说道 一边的王二虎则是说道 从了军 有什么用 不一样 吃不饱穿不暖 还不如修城墙 修城墙 每天还有一斤米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以你们二人的饭量 一斤米怕是不够吧 大人给的是斤米 城里的商人已经说了 他们愿意用五斤斤米 换大人的一斤米 五斤斤米 我们兄弟二人除了自己吃 还能有剩 王大虎一脸精明地说道 李刚笑了 指了一下自己身边的韩正 等人说道 你知道给本大人当兵 是什么待遇吗 你问问他们 兄弟二人对视了一眼 有些不明所以 韩正向前走了一步 神情巨傲地说道 每人一个月白银一两 米半斗 面半斗 每年不一匹 自己吃住在银房 管宝 兄弟二人都瞪起了眼睛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这是什么待遇 别说见过了 两个人听都没听说过 如果眼前这位大人 说的属实 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发下来的话 一个五口之家 一人当兵 全家都能养活了 如果节俭一些 每年存下一些银两和不匹 那都能买地盖房子 娶媳妇 李刚对旁边的人说道 给他们盛两碗汤 拿几个大饼子过来 看他们的样子也饿了 咱们边吃边说 两兄弟一起咽了一口唾沫 忍不住看了过去 旁边的人动作很快 两大碗肉汤端了过来 能够清晰地看见 每碗汤里面 还放着一块大骨头 一落面饼 也摆在了两人的面前 两个人拿起大饼子 咬了一口 端起碗就喝汤 也不嫌烫 说是边吃边说 这两个人 咕噜咕噜地光顾吃 李刚根本插不上手 无奈之下 只能招呼韩正等人 坐下来一起吃 李刚吃着饼子喝了汤 打量着两个人 表情越来越满意 李刚原本准备在 新军所恢复千户的人数 现在看到两个人之后 李刚又产生了一个想法 自己好像还没有清兵 这不合适 王大虎 王二虎兄弟 正好给自己做清兵统领 自己招兵1300人 200人为自己的清兵 剩下的1100人 分给其他人带领 每人统领100人 自己手下有13个将领 李刚觉得 13这个数很好 自己很喜欢 等到打过几仗之后 自己就可以 对外宣传13太饱了 想想都美滋滋 兄弟二人 一人吃了四个大饼子 喝了两碗汤 吃饱了 李刚看到兄弟二人笑着问道 兄弟二人揉了揉肚子 摇了摇头说道 我们从来吃饭都不吃饱 只吃六分 为什么 李刚抬起头问道 家里的粮食不够吃 兄弟二人 一脸坦然地回答 两个人的答案 也没有出乎李刚的预料 放下手中的汤碗 李刚看着两个人说道 跟着我干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 你们在军营当中 可以网饱了吃 兄弟二人对视了一下 眼中全都是跃跃欲试 不说其他的待遇 单单是吃饱饭 就已经足够了 两个人动心了 除此之外 每个月能领半斗米半斗面 一两银子 每年还有一匹布 拿回家去 老爹老妈什么都不用干 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其实还有别的 李刚继续诱惑到 跟着本将军作战 斩首一个达子 奖励白银十两 斩首一名将领 会有白银奖励 会有官职奖励 也会有粮食奖励 后世有一句话叫做 明君不满想 满想不可敌 这里除了正常发放的响人之外 还要包括赏赐的银子 根据明朝的规定 斩首一颗达子 或者是后金的正军 奖励白银四十两 斩首两颗 除了白银奖励之外 官升一级 斩将夺旗 官升三级 奖励白银千两 不说其他的 单单是白银四十两 放在西北 足够买上五亩上好的田地 斩首两颗 回家之后有退休待遇 还能够买上十亩低一头牛 对于普通的明君士族来说 吸引力那是前所未有的大 七家军战斗力之所以强悍 除了因为七级光治军严禁以外 军饷充足 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 每一战士族都争先 为什么 砍下一颗敌军的脑袋 自己就发了 砍下两颗 自己就有了生活保障 砍下三颗 可以回家盖房子娶媳妇 砍得越多 待遇越好 甚至自己在军中拼命 能为在家乡的老婆孩子 挣出一份身家 让自己的儿子 不再过穷日子 直接当地主 在这种奖励下 无数人嗷嗷叫着 勇争先 可随着朝廷没钱 官员贪污 不要说杀敌的奖励了 连正常的军饷都没办法保证 在军营里面时常恶肚子 谁愿意给你打仗 我加出了一个壮牢力 不但养不了家 连自己都养不了 还随时都有可能战死 开什么玩笑 谁给你打仗 军阵之上 我在远处放两箭 已经对得起皇上了 李刚九在军中 对这种事情 自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也明白 自己想要招兵 想要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良想这一块 绝对不能省 自己也没有钱 但是奖励必不可少 四十两实在是太多了 直接改成十两 即便是十两 也是很多人一辈子 都没见过的钱了 李刚倒不担心 自己拿不出白银来 回头让儿子 给邮寄一点就是了 后世的白银又不贵 王家兄弟 哪见过这世面 一下子就被十两白银 给晃晕了脑袋 那可是十两白银 西北这边的米价不便宜 一斗米价值一分银子 十两白银能买十斗米 自己家能吃饱肚子 放别人家都吃不了 怎么样 想不想跟我干 李刚看着两个人说道 王二虎比起自己的兄长 要更加耿直一些 他直接抬起头 看着李刚说道 大人真能说到做到 不骗我们 李刚笑着说道 修成墙 我都给一人一斤米 为我作战的人 我自当重重的赏赐 我怎么可能欺骗他们 放心吧 关不骗人 眼见自己二弟忍不住了 王大虎连忙伸手拦住了他 转头对李刚说道 大人 我们兄弟二人还有父母 这件事情太大了 我们要回家和爹妈商量一下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没问题 本官不会强人所难 王大虎一脸感激地说道 多谢大人了 站起身子 拉起自己的二弟 王大虎就要往外走 刚走了两步 王二虎就停下了脚步 拉住了自己的哥哥说道 大哥 咱们是来说城墙的事的 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呢 咱们就这么回去 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王大虎停下了脚步 表情有些犹豫 比起王二虎 王大虎的心里面 还是很担心的 他看得出来 李刚是真的喜欢 他们兄弟二人 可实际上喜欢 他们兄弟二人的 可不止李刚一个人 这座城城的将领 找过他们的不少 大部分都曾经许以重力 甚至还曾经许诺过女人 可全部都被兄弟二人拒绝了 李刚虽然真诚 可王大虎还是没决定 跟着他干 他担心上当受骗 那些将军嘴里面说的 和他们干的可不是一回事 真要是对他们死心塌地 回头肯定会被卖了 王大虎害怕的是 李刚会强留他们兄弟二人 李刚也听到了王二虎的话 笑着将他们召回来 开口说道 本官这里已经不缺人手了 招募够了 可是看在你们两个人的份上 本官愿意再招一百人 对着老前头招了招手 李刚笑着说道 你等一下 跟着他们两兄弟一起去 到了外面再招募一百人 告诉那些百姓 这一百人 皆是因为此二人 老前头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是 大人 我马上去办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颇有些羡慕地 看向了王家两兄弟 大人如此做 是对王家两兄弟的爱护 让外面的那些人 感激两兄弟 王大虎和王二虎自然也明白 连忙躬身行李道 多谢大人 行了 去吧 李刚笑着说道 回家好好和你们的父母 商量一下 不愿意从军 也可以来修城墙 放心 本官不是强人所难制 多谢大人 两个人再次败谢后 转身离开 目送着两个人离开 众人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古怪 韩正直接来到了李刚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人 真的放他们走啊 还能抢买抢卖不成 李刚美好气地说道 想让他们留下 办法还是有的 韩正压低了声音说道 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办 天黑之前 我就能把他们带回来 我要的是真心相待的兄弟 李刚美好气地说道 不是带着上战场的炮灰 再说了 我是不会对兄弟 用见不得光的策略的 做兄弟要真心 对他们一样 对你们也一样 李刚转了一圈 对周围的人说道 做兄弟的 一辈子的 众人全都笑了 有人还揶揄地看着韩正 韩正一脸惭愧地说道 大人 是我想错了 行了 去忙吧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众人全都散了 各自去忙碌了 老前头来到了李刚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人 招四百人粮食 就已经很紧张了 现在又招了一百人 这粮食怕是要不够了 李刚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本官已经想好了 三天之后就开始募兵 把人招够了 本官就会有下一批物资了 老前头松了一口气 笑着说道 如此再好不过了 李刚拍了拍老前头的肩膀说道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实在不行 干几天之后 咱们可以放假 也不是非要 每天都干的 还能这样 老前头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李刚笑了 没再和老前头说下去 这里面的办法多了去了 自己要是学后室的开发商 那套路更多 只不过 自己是为自己建城墙 没办法了才拖延 跟他们不一样 老前头摇了摇头 他还是觉得 放假的事情不妥当 不过他也没去和大人说 他心里面死死地记住了 三天后这个时间 到那时候 一定要把人招满 这几天 他要多做一些工作 美丽坚 纽约 法拉盛 华清庄园 李恒的额头微微溅了汗 脸上的表情十分的凝重 到最后一根银针拔出了李恒 才松了一口气 拿过旁边的温热毛巾 轻轻地给周先生擦了擦 李恒笑地说道 周先生 感觉怎么样 周先生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轻轻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真是好艺术 太神奇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艺术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有效果就好 凑到李恒的身边周先生笑着说道 不瞒你说 今天早上有反应了 虽然还不行 但真的有反应了 这可太好了 李恒的脸色一变 严肃地说道 宁可千万不要乱来 在整个治疗完成之前 什么都不要做 不然的话会前功尽弃的 周先生一脸希望地说道 你放心 我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 我看到了希望 真是期待治疗完成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49天过得很快的 李恒一边将自己的东西 收到小木箱里面 一边说道 周先生点了点头 对旁边的周静如说道 你替我送李大夫出去 周静如点了点头 伸出了一只手说道 李大夫 请吧 李恒点了点头 背上自己的箱子 站起身向外走了出去 出了门口 他对周静如说道 好好照顾周先生 半个小时之后 我来送药 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周静如笑着道 我知道了 周大夫 多谢 李恒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背上箱子 朝着自己的住处 走了过去 在他身后两个黑衣保镖 快速地跟上 虽然在华清园里面 可是周先生 还是给李恒 安排了两个保镖 李恒为周先生治疗 已经开始了三天了 三天的治疗下来 周先生的病 虽然没有好多少 但是他本人却感觉 舒服了不少 每天晚上 不会疼痛男人 可以睡个好觉了 最关键的是 不用起夜 以前每一次起夜 都会疼痛男人 现在没了这样的烦恼 他晚上能睡得更好了 除此之外 白天上厕所 也更舒畅了 对于李恒的医术 周先生一下子就认可了 一直对李恒 不假颜色的周静如 对李恒的态度都变了 不但态度好了不少 对李恒 也变得尊重了不少 李恒的住所 位于庄园的西北侧 是一个二层小楼 为了方便他熬药 一层的院子里面 还专门给他搭了药台 为了保证安全 周先生的每一副药 都是李恒 亲自动手熬制的 熬制好了之后 李恒会亲自把药送过去 整个过程 不会有第二个人参加 李大夫 站在门口的两个保镖 见到李恒来了打招道 李恒笑着 对两个人点了点头说道 辛苦了 不光李恒 自己有随身的保镖 他的住宅也有保镖守着 李恒推开了小院门 直接走进了自己的别墅 将屋门打开 李恒的表情就是一变 呼吸声 声音很轻 断断续续的 李恒不仔细听 根本都听不见 换成其他的普通人了 是不可能听得见的 藏在屋里的人 受过专业的训练 李恒没有转身 有人进了自己的屋子 门口的两个保镖居然不知道 要么他们两个人 已经不值得信任了 和对方勾结在了一起 要么他们两个人的能力不足 根本就没发现对方 无论是哪一种 自己现在转身 都不是好办法 如果是前者 他们很可能会掏出枪 将自己击毙 如果是后者 自己转回身去 屋里面的人 很可能会直接开枪 他们两个根本 没办法保护自己 想到这里 李恒随意地 将自己的包放在了柜子上 伸手将外套脱下来 又脱下了鞋 伸手将拖鞋拿了过来 将鞋柜拉开 把自己的皮鞋放了进去 反手就将里面的枪 握在了手里 去见周先生 李恒不能带枪 他的枪就被他藏在了鞋柜了 握住枪之后 李恒猛地一个转身 迅捷地躲到了门外 手中的枪 对着两个保镖大声地喊道 屋子里面有人 李恒的话音还没落 枪声便响了起来 很低 很闷 他们蹲在了地上 借着窗台将自己挡住了 外面的保镖却没这么幸运了 他们身上卷溅起了血花 一阵摇晃 直接倒在了地上 鲜血顺着他们的身体 就流淌到了地面上 剩下的两个保镖 从腰间掏出了手枪 没有丝毫犹豫 对着窗户里面 就扣动了扳机 喷喷喷的枪 响震得李恒头皮发马 两名保镖显然受过专业的训练 配合得非常默契 一个人对窗户里面 进行火力压制 另外一个人 直接冲到了窗台下面 来到了李恒的身边 李大夫 你没事吧 保镖拉着李恒 一脸急切地问道 李恒摇了摇头 保镖拉着李恒 往另外一侧移动 两个人蹲着身子 刚走出去两步 另外一侧就传来了枪声 负责压制的保镖 直接就躺倒在了地上 屋子里面的杀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侧面的窗子绕了出来 李恒顾不上许多 抬起手中的枪 就扣动了扳机 子弹击中了侧面的墙壁 溅起了一阵阵的烟尘 杀手一下子就缩回了头 李恒和保镖两个人 转到了墙壁的另一侧 没等两个人松口 枪声再一次响起 挡在李恒身前的保镖 颤抖了两下 栽倒在了地上 李恒一愣 连忙转身躲到了另一侧 一边平稳着自己的呼吸 李恒一边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枪 房子周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没有了其他的声音 只有屋子外面 还有轻微的风声 和吹动树叶的声音 有动静 李恒的眼睛猛的一睁 对着传来声音的方向 就扣动了扳机 喷喷 两声枪响之后 李恒没有去看结果 而是快速地转移到了 另外的一个角落里 屋子里面一个女人咬着牙 脸色很难看 她右臂上有一条血痕 鲜血不断地向外流 女人却仿佛没有看到一样 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手枪 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女人猛地向后退了出去 喷喷 女人的脸色更难看了 自己的猜想成真了 对方居然真的能够通过 自己轻微的动作 甚至是呼吸 来判断自己的位置 对方真的只是一个大夫吗 这一点外面的专业保镖 都做不到 不然他们 也不会被自己杀了 能接这个任务 敢接这个任务 女人对自己的实力 是非常自信的 原本以为干掉了四个保镖 任务会很顺利 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岔子 将自己手中 没有子弹的枪扔掉 李恒又拿出了保镖的枪 一边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李恒一边小心翼翼地 听着周围的动静 她根本不敢有什么大动作 生怕对方找到机会打死自己 屋子里面女杀手 平住了呼吸 轻轻地朝一侧窗子 靠了过去 喷喷 又是两声枪响 子弹打在了窗边的窗帘上 女杀手直接缩了回去 脸上的表情有些苍白 咬着牙 目光凶狠地 盯着李恒所在的位置 从腰间摸出了一颗圆形的东西 拉开了拉环 朝着一扇窗户下扔了过去 李恒的脸色一变 从窗台下跳了下来 直接趴到了地上 哄 爆炸声瞬间响起 窗台直接被炸了一个洞 吐石飞溅 李恒趴在地上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哼声 砖头在刚刚的一瞬间 砸在她的背上 把她疼得够呛 整个人差点没背过气去 顾不上自己多疼 李恒顺着手雷炸出来的大洞 就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开了几枪之后 李恒连滚带爬的跑向了另外一边 墙洞后面 女杀手靠着墙壁 脸上的表情有些苍白 幸亏刚才自己躲得快 不然一定会被洞里面的子弹给击中 目标绝不是普通的大夫 普通的大夫绝没有这个能力 女杀手一边恨给自己资料的人 一边下意识地寻找机会 远处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很重 人很多 女杀手透过墙洞向外看了一眼 脸色一变 没有丝毫的犹豫 拎着枪朝着 另外的窗户就冲着过去 翻身落地之后 快速地朝着树林冲了过去 窗台下 李恒握着手枪开了一枪 子弹朝着女杀手飞了过去 最后在女杀手身体机里外落了地 李恒直接放弃了再开枪 她的枪法 不足以击中运动中的女杀手 女杀手很快消失在了园林的树林中 李恒松了一口气 坐在了地上 周静如带着一群保镖 从远处跑了过来 见到地面上躺着的保镖尸体 她的脸色变得异常地难看 李大夫 周静如声音有些颤抖地喊道 我在这儿 李恒抬了抬手大口地喘着粗气说道 周静如来到了李恒身边 见到李恒还活着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上下打量了一番 李恒语气有一些急切地说道 李大夫 你有没有受伤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我很好 你去看看那些保镖 有人看他们 周静如摇了摇头说道 你确定没有受伤 要不要我找人给你检查一下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我是大夫 我对我的身体足够了解 后背被撞了一下 但是问题不大 不算什么严重的伤势 没有重担就已经是万幸了 周静如这才彻底放心了下来说道 李大夫 对不住了 是我们的疏忽 让您受惊了 您放心 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李恒笑着摇了摇头 贪坐在地上说道 从我进入这里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刺激罢了 刺激 周静如神情古怪地看了一眼李恒 李大夫果然是个怪人 平常人遇到这样的事 肯定会被吓得不行 即便是有经验的人 甚至是在战场上打滚的人 他们不害怕 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刺激的事 只有喜欢战场的疯子 才会觉得这是刺激的事 李恒没有骗周静如 他是真的觉得刺激 保护自己的保镖死了 李恒心里面很难过 毕竟他们是为自己而死的 可刚刚持续时间不长地枪战 让他整个人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保镖的尸体很快被抬走了 李恒站在屋檐下四下看了看 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 苦笑着说道 这里的一切都不能用了 没关系 我再给你安排 周静如站在李恒的身边说道 其他的倒不重要 关键是药材 李恒转过头看着周静如说道 药材全都毁了 没被毁掉的 也不知道杀手有没有下毒 全都要重新采买了 李恒的脸色很难看 接下来的事情 怕是不好办了 买药材倒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上次他和周静如已经去买过一次了 这里用的药材周静如大部分也都记下来了 自己不出门 他也能把药材买回来 关键的问题不是买药材 而是买了的药材能不能放心用 眼前这些药材是在治病之前 自己两个人去买的 外边的人不知道 来不及在药材上做手脚或者做准备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自己治病的消息早就已经传出去了 不然对方也不会派来杀手 显然对方对这里的情况十分的了解 对周先生的身体变化也十分的了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未必不会做两手准备 刺杀失败之后会选择再要上动手脚 现在出去买药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 李恒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周静如 结果周静如却笑了 李大夫 你放心 周静如笑着说道 我们有辈分的药材 你们有辈分的药材 李恒有些迟疑地说道 关系到周先生的身体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 药材方面 我们怎么可能不做两手准备呢 你放心 所有的药材 我们都有辈分 周静如笑着说道 即便再被毁了 我们也还有 你存了很多 李恒放下了心笑的问道 存了很多份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即便被破坏了 也还有辈分 周静如一脸坦然地说道 李先生可以放心地使用 对着周静如竖了一个大拇指 李恒笑着说道 周小姐 了不起 怪不得周先生这么器重你 周静如摇了摇头说道 我从小到大跟在周先生身边 被刺杀过无数次 我们做事不能有一点疏漏 一旦有了疏漏 那就是死路一条 周静如的话语很平淡 李恒却从中听出了惊心动魄 有件事情 希望周小姐能帮忙 李恒缓缓地开口说道 李先生 请说 周静如笑着说道 只要我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帮 我想找一个可靠的人 跟他学些东西 李恒转步头说道 包括各种枪械的使用 应该怎么样进行枪械之间的战斗 这个应该不难吧 周静如点了点头说道 李先生 我会尽快找到合适的人 李恒点了点头 说道 谢谢 在国内的时候 为了应对出国的危险 李恒已经找地方学过散打了 虽然没有多精通 可是他的身体是被强化着的 仗着出色的身体素质 他相信自己在搏斗方面还是很强的 可刚刚的事情告诉他 搏斗根本没有用 大家用的都是枪 甚至是手榴弹 谁还会和你面对面的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习枪械 一下子就提到李恒的日程上 当然了 除了枪械使用之外 李恒还想学习 如何使用枪械战斗 夜幕降临 李恒被安排到了一个新的住所 周先生晚上还亲自把他叫过去了 跟他一起吃了饭 安慰了他一番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李恒不但没害怕 反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自从身体被强化了之后 李恒就愈发地向往这种生活了 此时此刻 李恒想起了老祖宗的两句话 侠以武犯进 还有一句就是 身怀利器 杀心自弃 不得不说 老祖宗的智慧 还是很强大的 自己现在有了实力 有了能力 心里面便不再想过 以前安稳的日子了 抬起头看着天空中的月亮 李恒有些担心自己的父亲 不知道 父亲现在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大明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太阳刚刚升起 整个新军所就活跃了起来 无数人开始在城中奔走 他们的方向 全部都是城中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大笑场 王大虎 王二虎兄弟走到队伍前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自从上次招人垒城墙之后 日子已经过去三天了 今天是将军大人招收兵丁的日子 整个新军所 也再次热闹了起来 回家考虑了两天 跟父母商谈之后 王大虎王二虎 还是来决定参军了 当然了 他们决定 来是因为李刚的操作 在这三天里 李刚的名声 传遍了整个新军所 而且全都是好的名声 神没言而有信 顶天立地大丈夫 为了帮李刚招兵 老前头可以说是用了全力 他每天都和那帮修城墙的聊天 给他们送饭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和这帮人熟了 然后就开始讲述李刚的光辉事迹 李刚是如何带着他们活下来的 李刚是如何分给他们的 他们跟着李刚 是怎么吃饱肚子的 每天都是什么待遇 换成别人 百姓们可能不会相信 李刚不一样 他们这些人 每天都在为李将军修城墙 他们也见过李将军 李将军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十分的和蔼 生怕他们累着冻着 干活的时候 总是嘱咐他们 小心蝶受伤 前两天吃饭的时候 因为饭不是特别干 插不住筷子 李将军还抽打了做饭的人 当时就说了 你跟着他的人 一定要吃干饭 每天干完活 每个人都能领半斤米 半斤面回家 李将军言而有幸 言出必行 再加上宣传的清如水 名如敬 有钱有势 有了这样的基础 百姓们自然愿意相信 等到招兵的告示贴出来 很多人都动心了 不是因为他们想当兵 而是李刚给的太太太多了 在新军所这种地方 老百姓活得实在太难了 很多人一年要饿大半年肚子 有的人病了都没钱看病 战死沙场 的确让人畏惧 可慢慢等死 同样让人心惊胆寒 与其如此 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搏一把 为家人搏一个前程 即便不能战场立功 战死沙场也是好的 在李将军的告示中说了 战死沙场之人 全家都将由李将军供养 每个月可在李大人那里领里一斗 每年可领布一匹 白银无两 李将军还承诺了 马上会在新军所建立私塾 到了那个时候 凡是参军的家庭 都可以把孩子送去那里读书 免费读书 读书啊 想到自己家里会出一个读书人 将来能够做官 很多人不动心都不行了 于是报名这天早上 一群人蜂拥而至 老前头站在营门口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见到王大虎和王二虎之后 脸上的笑容就更灿烂了 自己费尽心力 现在终于有收获了 李刚站在高台之上 脸上的笑容也异常灿烂 韩正 张招等人站在李刚身后 脸上的表情都有几分跃跃欲试 他们刚刚被李刚升了官 今天招的都是他们自己的手下 他们谁都想先上去挑 挑好兵 挑身强力壮的兵 对他们来说可太有吸引力了 李刚扫了他们一眼 冷笑着说道 我告诉你们 不要惦记着去挑兵 现在你们要做的事 给我招兵 听明白了没有 是 当然 众人昂着头大声地答应道 招兵的第一步是登记 家住哪里 家里面有几口人 除此之外 旁边的人还要看一看 报名人的身高 体重 年龄 岁数太大的不要 岁数太小的不要 太瘦弱的不要 太胖的也不要 除此之外 家里面独子 父母健在的不要 是独子 父母不在的 没娶妻的不要 娶了妻子的 孩子不到十岁的不要 如此严格的要求 是李刚制定的 韩正等人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认为李刚的要求太多了 李刚却极为坚持 尤其是后面几条 他可不想打完仗 留下一堆孤儿寡母 到了战场上 即便准备再充足 也会有流血 也会有牺牲 虽然流血牺牲 是没办法避免的事情 但是让谁去流血 让谁去牺牲 李刚自己心里面 还是有一杆秤的 报名现场如火如荼 选上的兴高采烈 选不上的垂头丧气 完成了初选之后 选拔便进行到了第二轮 跑步 这一轮是考验身体素质 只要能坚持下来十圈 也就是三千米 便算通过了这一轮的考核 李刚也知道 对于一个青壮年来说 三千米根本就不算什么 可是那是在后世后世人的体质 和现代人的体质 是没办法相比的 当然了 后世的办公室宅男不算 后世二十多岁的青壮年期 身体素质绝对要比明朝人要好 因为他们营养充足 他们跑三千米 不会费什么力气 可是明朝人不行 事实证明 李刚的判断是对的 报名选拔之后 现场留下了足足有两千六百多人 可跑圈之后 现场只剩下一千四百多人了 淘汰率接近一半了 当然 要不都留下吧 老前头来到李刚的身边开口道 怕招不够人 李刚笑着转头问道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才太老弱 原本的人手 现在就剩下二百多人了 现在这一千四百多人 最后也未必都能坚持下来 我是真怕不够啊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即便人数不够 也不能放松标准 我手下的人一定要精锐 在面对达子的时候 至少能够一对一 加上我给他们准备的装备 至少要一对二 甚至更多才行 老前头苦笑的摇头 没有再继续圈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家的大人 在这方面 总是钻牛角尖 想要打造大人口中量的军队 除了七家军 不做第二项 可七家军是什么装备 是什么兵员 自己这边能行 大人花费了大力气 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砸进去之后 连个水花都见不起来 老前头是真怕 自己家的大人 到时候丧失了信心 李刚却不在意 他相信自己可以 他相信 这片土地上的百姓 为了美好的生活 为了家人美好的生活 他们是愿意为之去奋斗 为之直去拼命的 一旦战火起 他们还有守土之责 他们和自己一样 无路可退 身后就是他们的老婆 就是他们的孩子 就是他们的父母 退 等于让他们去送死 这样的军队严加训练 装备精神 严明军技 李刚相信一定有战斗力 一定不会输给后金的达子 招人还在继续 接下来占军资 如果说跑步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体力 占军资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服从性和毅力了 能不能占得直 能不能坚持得住 是两个重要的标准 所有人横平竖直的排成队 李刚带着韩正等人在队伍当中亲自巡视 因为刚刚跑完步 大家都很累 现在又占军资 有的人就忍不住了 扯着脖子开口说道 大人 为何让我们站在这 看着又不能打 谁说的 李刚缓缓地转头道 人群之中一个汉子站出来道 大人 我说的 在他旁边几个人跟着一起复合道 就是 大人 站着又不能打仗 你们被淘汰了 李刚面无表情地说道 来人 送他们出去 我们不服 为首的人举着手说道 我凭什么淘汰我们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李刚走到几个人身边 瞪着他们说道 不服从命令就是错 你们不是我的兵 现在只是让你们走 如果成了我的兵 不服从命令 我会砍了你们的脑袋 滚 几个人不敢再说什么 对视了一眼 灰溜溜地就走了 李刚转过身 大声地说道 你能给我记住 不要质疑我说的话 服从命令 听指挥 这是你们要学的第一件事 觉得自己做不到的 大门在那边 现在可以走了 剩下的人不但没有动 脸上的表情却发坚定了 身子也站得更直了 李刚笑了笑 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继续寻查 立威了之后 没有人再敢挑衅李刚的权威了 事情进行的就顺利了起来 太阳上吸血的时候 所有的挑选全部都完成了 李刚挑选出了自己所需要的 1100人 加上原本剩下的200多人 李刚终于凑足了自己的13太保 接下来就是新军入营和整训 这些事情不用李刚操心 他的手下都能办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李刚快速地领取了任务奖励 自己又获得了1000系统点数 又可以从儿子那边获取十吨物资 李刚想了想 决定管儿子要十吨粮食 现在自己最缺的就是粮食 新招募的士兵要吃饭 建造城墙的工人也要吃饭 粮食消耗得飞快 纽约 法拉盛 华清家园 李恒挂断了和父亲的通话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小词评 表情变得有一些古怪了起来 这就是自己这次任务的奖励吗 一时之间 李恒都觉得有些不真实了 血骨 洗食鲜血 以血为生 寄生在人的大脑处 一旦寄生成功 被寄生者会逐渐被血骨侵蚀 会变得听从尸骨者的命令 怎么会有这玩意 这超出科学的解释了吧 很快 李恒就放弃了这方面的思考 无论是自己父亲 穿越到明朝末年 还是自己父亲的系统 又或者两个人来回传送的传送门 全部都超出了科学的解释 除此之外 父亲给自己的强身健体单 也超出了科学的解释 自己的身体到现在 还在逐渐变强 李恒能够感觉得出来 还远远没有到达极限 他也不知道 最终的极限在哪 反正他的身高都长了不少 将玻璃瓶小心翼翼地拿起来 轻轻地打开了瓶塞 李恒凑过去看了一眼 表情变得有一些迟疑了起来 瓶子里面是一只血红色的 肉嘟嘟的小虫子 看起来异常地可爱 似乎感觉到李恒在看他 还抬起头摇尾巴 李恒忽然笑了 他对血骨有了一种 天然清静的感觉 将瓷瓶倒过来 将血骨从里面倒出来 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手上 血骨缓缓地爬动 弄得李恒的手有些痒痒 用另外一只手 轻轻地抚摸着血骨 肉弱的触感 让李恒很喜欢 陪着血骨玩了一会儿 李恒又把他给装了回去 放心吧 很快会给你找一个家的 李恒拿着小瓶笑着说道 将小瓶收好 李恒迈着步子 向外走了出去 他要去找周静如 父亲那边的物资不能耽搁 他需要周静如 尽快把物资给准备好 见到李恒之后 周静如也很高兴 面带笑容地迎了上来说道 李大夫 是来看我干爹的吗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用见周先生 我是来找你的 周先生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从李恒开始 为周先生治病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虽然治疗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周先生的脸色红润 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可以下地走路了 晚上也不会总企业了 一切都得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科学的检查就没停下来过 周静如一脸喜色地说道 出来了 最新的检查结果 把所有的大夫都吓了一跳 我干爹的病灶已经转好了 甚至很已经看不出太大问题了 李恒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周先生的身体没问题 剩下的两次治疗 无非就是巩固而已 你可以告诉周先生放心了 我会的 周静如微笑着点头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要嘱咐周先生 李恒面容严肃地说道 虽然他的病好了 但依旧不要禁女色 完成最后两次治疗之后 也最好禁于三个月 我知道了 周静如点头道 我会和干爹说的 周先生的是说完了 现在说我们的 李恒的表情严肃地说道 我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什么事 周静如也严肃地说道 只要是李大夫的吩咐 我一定尽全力去做 没有那么严重 李恒笑着开口道 我需要十吨粮食 大米和白面就行 你能帮我准备好吗 像上次一样 送到我的出租屋去 没问题 周静如笑着说道 我马上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内就能送过去 多谢 李恒笑着点头说道 不客气 周静如摇头说道 李先生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周先生的名下 有法拉盛最大的华人超市 你需要什么 我们都能给你准备好 多谢 李恒面露感激地说道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搬回去了 搬回去 周静如一愣 有一些迟疑着说道 会不会有一些危险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不会了 周先生的病没好 他们会杀我 现在周先生的病已经好了 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 说不定谢分呢 周静如迟疑着说道 李恒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周先生的为人如何 可我觉得 能够走到今时今日的地位 周先生绝对不会是那种 吃了亏不还手的人 现在那些人应该疲于奔命才对 哪有心思找我的麻烦 周小姐 你说呢 我觉得李大夫说的对 周静如笑着点头说道 但是我觉得 为了您的安全起见 您还是在这里再住上半个月吧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早面对晚面对 时早是要面对的 周静如沉默了下来 微微躬身说道 我和义父商量一下 义父那边没问题 我就马上送您回去 多谢 李恒笑着点头说道 没有再说什么 李恒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他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他的东西也不多 晚饭之前就收拾好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房门被敲响了 李恒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见到门外的人先是一愣 随后笑着道 周先生 您怎么过来了 李大夫要走了 我当然要过来 周先生笑着说道 不请我进去坐坐 周先生 请 李恒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周先生笑着走了进去 周静如跟在他身后 三个人一起走到客厅坐下 周先生这才开口说道 李大夫 是不是我有什么招待不招的 周先生说的是哪里话 李恒连忙摇头说道 一来张口饭来伸手 有什么事说一声 就有人给我办了 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奢侈名牌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舒适 李大夫为什么要着急走 周先生疑惑地问道 我也不瞒周先生 李恒看着周先生说道 我从国内到国外 也是有我的苦衷的 我有必须要来国外的理由 有必须要做的事 不能总在这里待着 深深地看了一眼李恒 周先生拍了拍椅子的扶手说道 李大夫不愿意说 我也就不问了 君子有成人之美 既然李先生想走 那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周静如从旁边走过 将一个盒子递给了周先生 周先生接过之后 将盒子打开 从里面拿出了一张支票 递给了李恒说道 救命之恩 怎么谢都不过分 李大夫 这里是两百万美元的支票 李恒抬手刚要说什么 就被周先生打断了 李大夫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咱们之间就是朋友了 你的救命之恩 我无以为报 这两百万 绝不是报答你的恩情 从今以后 你要有什么事情 给我打电话 我能办得一定给 你刚到美国 用钱的地方多 朋友有通财之意 咱们之间不必客气 两百万你拿去花 花没了 可以再问我要 周先生拍了拍 李恒的手说道 李恒持续了片刻说道 那就多谢周先生了 不要叫我周先生了 如果你不嫌弃 叫我一声周大哥 周如生笑着说道 咱们以后就是好朋友 就是兄弟 是我高攀了 李恒连忙站起身子 行李道 周大哥 周如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拉着李恒的手说道 快坐下 你刚到美国 有些事你不懂 在美国什么都可以 没有没有车不行 我给你准备了一辆 等你走的时候开走 周如生从盒子里面 拿出了一把车钥匙 递给了李恒 李恒有些无奈地说道 周大哥 这 不是什么好车 周如生笑着说道 价钱也不贵 我让静如特意给你挑的 你们年轻人的眼光都差不多 我觉得 你应该会喜欢 戴个布而已 你不必推辞 那我就确之不公 李恒再次伸手 接过了钥匙说道 周如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脸上的笑容异常地灿烂 对于周如生这样的人来说 你收东西 甚至你开口要东西 哪怕要的很多 他们都不在 反而你不收东西 不要东西 他们会迟疑 轻热地拉着李恒的手 周如生笑着说道 我在前面已经准备了晚宴 就算是我给你送行了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去吧 周大哥 你这太客气了 李恒略微有些尴尬地说道 客气吗 周如生摇着头说道 我怎么没觉得 快走 我今天请了中日法俄四国厨师 每一位都是顶尖的 咱们好好地吃上一顿 这顿饭 李恒吃得那叫一个过瘾 每种菜都有自己的特色 有的精致 有的味美 有的粗犷 有的细致 吃得李恒特别地爽 尤其是他强身健体之后 饭量特别大 能够让他将所有的菜 全都吃一遍 年轻真好啊 周如生放下手中的筷子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这个身体 这个年纪 想吃都吃不了了 周静如则是神情古怪地看着李恒 眼前这个人已经吃了不少了 现在正在专心致志地 对付一只大龙虾 看得出来 与刚刚没什么区别 根本就没有吃饱的样子 李恒抬起头 擦了擦嘴说道 周大哥 你的病好了 身子也会慢慢恢复的 等你过一段时间 我给你弄点条理的药方子 和条理的真酒 一定让你生龙活虎 是吗 周如生语气之中 带着兴奋地说道 好 咱们一言为定 来 李贤弟 我敬你一杯 喝了酒 吃了饭 李恒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洗了澡睡下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李恒起了一个大澡 活动了一下筋骨 伸了一下懒腰 李刚便准备离开华清园 当他来到大门口的时候 周静如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 见到李恒之后 周静如笑着迎望 上来说道 李大夫 早啊 早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麻烦你了 算不上麻烦 周静如摇摇头说道 李先生 这边请 两个人从侧门转到了停车场 周静如带着李恒来到了一辆车的前面说道 银灰色的奥迪 R8GT Spider 我觉得很符合李大夫的气质 李恒无奈地转过头 这叫寻常逮捕车 这叫不贵 你们是不是对钱没概念 忍不住开口说道 你们平日里都用这种车逮捕吗 我用那个 周静如指了指不远处 一辆红色的保时捷911说道 李恒也没说什么 把自己的背包扔在后座上 李恒拉开了车门坐上了车 私下看了看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怎么开啊 周静如趴在车门的另一侧笑着道 你是在邀请我跟你去兜风 今天的周静如没有穿OL套装 而是穿了一条波西米亚风格的白色长裙 将他完美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靠在座椅上侧着身子 李恒笑着说道 以前怎么没发现周小姐这么漂亮 周静如翻了一个白眼说道 那是因为你的目光从来没在我身上 拉开车门上了车 周静如笑着说道 我教你开车 你请我吃饭 李恒愣了愣 笑着道 是我的荣幸 在周静如的指导下 李恒很快就熟悉了手中的车 身体强化之后 他的反应能力 肉体力量速度都增强了不少 让他驾驶车辆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夜幕降临 月亮出生 奥迪28停在华清园的门口 李恒笑着说道 到了 周静如打开车门下了车 趴在车边说道 你还真把我送回来了 不然呢 李恒笑着说道 那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周静如眼睛微眯着说道 改天吧 李恒笑了笑说道 那好吧 周静如站直了身子 摆了摆手说道 再见 李恒点了点头 脚踩油门 车子一下子就窜了出去 周静如是什么意思 李恒的心里面再清楚不过了 美女当前 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何况周静如气质颜值俱佳 地位又那么高 李恒更是心动不已 可是李恒也明白 有些事不能钻进去 自己给周如生看病 已经有招惹了很多麻烦 但同时也为自己养了名 回去之后 肯定会有其他的客人找上来 这还算得上是有得有失 算上周如生给自己的报酬 自己是赚了的 周静如却不一样 这个女人身边一定全是麻烦 自己一头栽进去 说不定就出不来了 女人有那么多 为什么要找这种 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女人 自己有正事要做 不能沉迷于女色 开着车子 回到自己的楼下 李恒把车停到了自己的车库 直接上楼了 幸亏买房子的时候 附送了一个车库 不然他都不知道 车往哪停 这也是在国内养成的好习惯 车位太紧张 买房子的时候 就先想到车库了 当然了 比起国内美利坚的车位 没那么紧张 法拉盛这边大街上 到处都是停车位 但是李恒不敢把自己的车 停在外边 今天晚上停在外边 明天一早 这辆车 估计到芝加哥了 背着自己的木箱 来到了屋门口拿出钥匙 李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伸手从后腰抽出了自己的手枪 到了美国之后 自己一共三次进过家门 第一次是到这里 结果遇到了陈豪和马小二 第二次自己回来处理那些物资 进来一趟就走了 什么都没有 今天是第三次 结果屋里面又有人 李恒心里面有一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中介给骗了 他们卖给自己的是什么房子 风水这么不好吗 为什么总招贼 轻手轻脚地将钥匙插进锁孔 缓缓地转动 缓缓地推开 李恒迈步走进了屋里 轻轻地将木箱放在门边 双手握住手枪 调整自己的呼吸 迈着不大不小的步伐 朝屋里面走了进去 在周静如那里 这些天李恒没少训练 上次答应了李恒之后 周静如就给李恒 找了一个当过兵的人训练他 至于是当的什么兵 在什么地方当的兵 那人没说 李恒也没问 那人叫了李恒 如何使用手枪 步枪 冲锋枪 以及手雷等常规武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军用的格斗术 比如匕首 短刀 刺刀等等 因为李恒的身体素质 他学得很快 现在差的就是熟练度 贴在墙边 李恒侧着身子 转到了客厅里 手中的枪 直直地指着发出声音的地方 那是李恒的沙发 一个亚裔男子 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声音就是他的呼噜 李恒的脸色有些古怪 大白天跑到别人家里来睡觉 想了想 李恒就明白了 他在国内的时候 曾经了解过美国的一些事情 这种情况 他在B站听一个叫 波士顿圆脸的阿婆主讲过 这叫流浪汉入侵 说白了 就是无家可归的人 找到长期没有人居住的房子 自己住进去了 在美国 这是一极为正常的一件事 当然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 就不正常了 美国有很多民主党的州规定 如果一个长期控制的房子 被流浪汉占据了 房主没有在一定时间内 将流浪汉驱赶 那么房子就会归流浪汉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 极不合理的法律 因为有很多圣母觉得 你既然有空房子住 他无家可归 那为什么不把你的空房子 拿出来帮助给无家可归的人呢 你怎么那么冷血 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 你还是人吗 只不过那些流浪汉 大部分都是黑人拉丁裔 或者墨西哥 亚裔还真不多 李恒坐在了茶几上 手中的枪 敲了敲白男子的头 枪口对准他的脑袋 大声地开口说道 FBI 亚裔男子一个机灵 猛地坐起了身子 下一秒男子就感觉头顶一阵冰冷 他连忙举起了双手 抬起头看着李恒 一边压着唾沫一边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要开枪好吗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在我家 李恒语气随意地问道 这是在美国 一个闯入自己屋子里面的人 自己开枪打死他 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正因为如此 亚裔男子才吓得不行 我叫罗伯特 我只是进来睡一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亚裔男子一边哭着一边说道 我 我只是冷得受不了了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睡觉 哪国人 李恒语气随意地问道 日本人 罗伯特抬起头说道 你一个日本人叫罗伯特 李恒眉毛一条说道 罗伯特是我的英文 我的日本名字叫小岛秀夫 小岛秀夫低着头说道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你想找个地方睡觉 我理解 你受不了外面的环境 想找一个房子睡觉 我更能理解 我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你会找到我家来 法拉圣这么大 这么多房子 你为什么到我家 咽了一口唾沫 小岛秀夫举起双手说道 那天我看见有人帮你们家送东西 然后你们就都走了 到了晚上也没人回来 我观察了几天 你家里都没人回来 你怎么进来的 李恒满头黑线地说道 门的锁 我撬开的 小岛秀夫有些尴尬地说道 你还会撬门 李恒眉毛一条说道 我以前也不会的 后来在大街上流浪 跟别人学的 小岛秀夫无奈地说道 听你的话 你似乎以前不一般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小岛秀夫哭了 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撕心裂肺的 李恒皱着眉头 用枪顶着他的脑袋说道 说话 再哭我一枪打死你 抽气了一下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小岛秀夫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恒静静地听着 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古怪 小岛秀夫原本是一家 日起在美国的代表 年薪很不错 二十几万美刀 后来还娶了一个白人媳妇 买了大房子 算是事业有成的 生活美满 结婚三年 生了孩子 媳妇就辞了工作 小岛秀夫也不差钱 就养着 媳妇就过上了购物健身的美容的生活 原本也没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岛秀夫觉得妻子越来越不对劲 于是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调查妻子 结果发现 妻子和健身房的一个黑人教练油染 两个人刚开始在健身房一起练习 练着练着 可能觉得健身房不够宽敞 练习得不过瘾 就跑到家里的床上去练习了 从浅长折纸 到深入交流 从隔三差五 到干柴烈火 两个人趁小岛秀夫在外边上班的时候 打得一个水深火热 得到情报之后 小岛秀夫怒不可遏地回家桌奸 到家之后桌奸在床 黑人教练身高体重 将小岛秀夫揍了一顿 然后扬长而去 只留下白人妻子跪地哭泣 到了这个时候 小岛秀夫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原谅他 两个人过了一段还算踏实的日子 结果只包不住火 很快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了 小岛秀夫成了公司上下嘲笑的对象 身心俱疲 心思不在工作上 总是连连出错 很快就被公司给毕业了 没了工作 没了钱 没等小岛秀夫回过 神媳妇先提离婚了 法院判决 孩子房子归媳妇 车归小岛秀夫 除此之外 小岛秀夫需要每个月 额外支付老婆和孩子的抚养费 三千五百美刀 小岛秀夫上诉 说妻子出轨是过错方 结果法律规定 不允许以出轨为理由离婚 出轨不能证明双方夫妻感情不合 小岛秀夫败诉 败诉之后 小岛秀夫任命了 租了间房子 找了一份收入低的工作 过上了自己的独居生活 开始日子也还算好 虽然勉强维持 但是每个月还有结余 可以让她过点小享受的生活 原本想着以后会变好的 有一次回去看孩子 发现媳妇又和教练在房子里练习了 小岛秀夫一下子就崩溃了 住着我的房子 睡着我的女人 打着我的娃 这也就罢了 我每个月还要付三千五百美刀抚养费 我凭什么 你花着我以前的钱就算了 你还花着我以后的钱 你们在家里啪啪啪地享受 我在外面累死累活地挣钱 我挣来的钱还要给你们 还要养活你们 小岛秀夫越想越憋屈 眼睛通红地就冲了上去 结果可想而知 被黑人揍了一顿 上一次被揍了 黑人跑了 这一次人家不但没跑 而且理直气壮地报了警 小岛秀夫直接就被警察给扣走了 妻子直接将小岛秀夫告上了法庭 根据法律 法院判决小岛秀夫有暴力倾向 禁止上门探望 抚养费照付 小岛秀夫一下子就崩溃了 凭什么 连孩子都见不着了 我还要每个月给钱 给了钱 你们还继续享受 去TND 我不干了 小岛秀夫开始自暴自弃 工作也辞了 车子也卖了 过上了昏天黑地的日子 整日里与酒精药物 还有女人做伴 挥霍一空之后 就到大街上去流浪 因为法拉盛都是亚裔 在这里流浪容易得口吃 平时也会帮人打点杂 干点杂活 零点微薄的薪水 有一天算一天的过了 这次是天冷了 他在外面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他想找个地方睡一觉 盯了很久 发现李恒家里没人 李恒也没有回来的意思 用自己在街头学来的 撬门办法 把李恒家里的门撬开了 吃了一个李恒家里的面包 喝了他的一瓶矿泉水 倒在沙发上就睡了 原本想着睡醒之后就离开 谁曾想 这一觉一直睡到了下午 李恒都回来了 他还没睡醒 结果被李恒堵在了屋子里 听完小岛秀夫的故事 李恒的表情很古怪 让自己从哪里开始吐槽好呢 舔狗不得好死 肩负淫妇更该死 美丽坚奇葩的法律 上下打量了一番对方 李恒皱着眉头说道 你就打算这么浑浑噩噩的下去 哪一天走在大街上被人打死 或者莫名其妙的就冻死在大街上 我还能怎么办 小岛秀夫大哭的说道 你的血性呢 你的精神呢 李恒站起来 居高临下的看着小岛秀夫说道 你别忘了 你是个日本人 你们日本人是有武士道的 你的武士道精神呢 你真是中国人 小岛秀夫抬起头说道 我当然是 李恒点点头说道 我还是正义的中国人 小岛秀夫摇头说道 正义的中国人 不会喜欢我们日本人 也不会喜欢我们日本的武士道 我没说我喜欢啊 李恒满脸黑线地说道 我的意思 是你拿出你的武士道精神 和那个黑人美国老拼了呀 杀给给啊 我打不过他 小岛秀夫一脸尴尬地说道 什么年代了还打架 用枪啊 李恒晃了晃手中的枪说道 一枪打死他 他也有枪 小岛秀夫摇了摇头说道 我有枪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就说你想不想报仇吧 李恒眯着眼睛说道 我想 小岛秀夫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做梦都想 我想把他们两个全都弄死 可是我不行 我做不到 没事 我帮你 李恒笑着说道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小岛秀夫抬起头 神情古怪地说道 李恒从包里面 拿出了一个小词瓶说道 这里面装的是 我们中国人的丹药 吃了就能获得超能力 来 张嘴 小岛秀夫像看傻子一样地 看着李恒 眼前这个人 是不是中国精神病 丹药 超能力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小岛秀夫咽了一口口水 他对眼前的中国男人 更加地畏惧了 心里面害怕得不行 如果对方是个正常人 可能还有得谈 可对方是个精神病人 那怎么谈 更可怕的是 精神病人手上有枪 小岛秀夫都不敢开口了 生怕刺激到李恒 来啊 吃了它 李恒露出了一个和善的微笑说道 吃了它 你就拥有报酬的力量了 你还能做很多事 想想 想想 想想那个男人 想想你的床 想想你的媳妇 想想他们 在你的床上 小岛秀夫的眼睛通红 狠狠地咬着牙 生气得不行 低头看了一眼 李恒手中的小慈平 小岛秀夫眼中 闪过了一抹犹豫 他是生气 他是愤怒 但他没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报仇靠小平 中国的丹药 开什么玩笑 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 小岛秀夫觉得 眼前这个中国男人更危险了 他的笑容仿佛魔鬼一般 这是不是要发病了 咽了一口唾沫 如果再刺激他 他是不是就会发疯 我吃 我吃 颤抖地接过小瓶子 小岛秀夫轻轻地将瓶塞打开 下意识地想要朝里面看一眼 小岛秀夫心里面 已经打定了主意 只要不是毒药 无论什么东西他都吃 红色的虫 小岛秀夫一愣 这里面怎么会有红色的虫子呢 不是说丹药吗 至少也是丸子形状的呀 没等小岛秀夫反应过来 红色的虫子 忽然从瓶子里面钻了出来 速度飞快 红色的光芒一闪 血骨已经飞向了他 钻进他的鼻孔消失不见了 小岛秀夫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又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小瓶 脸上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 刚刚那是幻觉吗 下一秒 小岛秀夫就被疼痛给淹没了 小岛秀夫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地打着滚 两只手抱着头 不断地声音地嘶吼着 甚至还用头不断地去撞沙发 整个人的表情猙獰又恐怖 李航向后退了两步 面无表情地看着沙发上的小岛秀夫 他的皮肤开始变得血红 身上的血管也不断地膨胀 整个人仿佛被拉伸了一般 身体再不断地隆起和变长 李航以为这样的变化持续不了太久 谁想到一下子就是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以后 小岛秀夫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原本身材轻瘦的他 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壮汉 身高已经和李航差不多了 达到了一米八七 除了身高以外 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身上的肌肉已经鼓起来了 皮肤下面血管清晰可见 看一眼就知道 这对身体充满了力量 感觉怎么样 李航笑着坐在茶几上说道 小岛秀夫转过头看着李航 眼中闪过了一抹胸光 下一秒一阵疼痛又叫他淹没了 疼得他在沙发上不断地打滚 李航冷笑了一声说道 不愧是小日子 有了力量就想是主 还真是未不保的狼崽子 小岛秀夫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直接跪在了地上 以头触地 开口说道 尊贵的主人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李航笑了 在现代社会看到这一幕 他以为他会很别扭 结果跪下的是小日子 他忽然觉得一点都不别扭了 心情舒畅 一只手放在小岛秀夫的头顶上 李航笑着说道 你已经有能力了 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是 主人 小岛秀夫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小岛秀夫走下了楼 迈着坚定的步子 朝着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李航站在屋子里 抱着肩膀 透着窗户 看着渐行渐远的小岛秀夫 摸着下巴轻轻地开口道 普普通通的美丽肩 多没意思 有超能力的美丽肩 才有意思啊 小岛秀夫离开了法拉盛 他开始在大街上奔跑 刚开始是慢跑 后来速度越来越快 他感觉自己 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一路奔跑 他直接跑回了自己的家 到门口 也只是略喘粗气 十几公里的路 十几分钟就跑到了 小岛秀夫不知道 世界十五公里 男子最快速度 是41分05秒 他跑的路况要更复杂 距离要更远 但只用了不到20分钟 有了血骨的加持 他的身体 已经超越人体的极限 站在自己家的门 小岛秀夫看着不远处的房子 因为是半夜了 房子里面大部分房间 都已经关灯了 没有二楼的一间房屋 还开着的 小岛秀夫咬着牙 那里是他的卧室 没有犹豫 小岛秀夫走到窗户下 双脚在地上猛地一蹬 身子腾空而起 一把抓住了二楼的窗檐 双臂用力 肌肉隆起 整个人就趴在了窗檐之上 屋子里面一片明亮 透过玻璃小岛秀夫 能够清清楚楚地 看到屋子里面的情况 屋子里面的大床上 两个身影正在缠斗 那是我的床 我花高价买回来的床 黑人教练躺在床上 自己的媳妇坐在他的身上 两个人的手拉着手 摆出来的姿势 让小岛秀夫很恼怒 你们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居然都不拉窗帘 趴在窗外死死地盯着两个人 没有等太久 小岛秀夫一拳砸串了玻璃 玻璃破碎的声音 惊动了屋子里面的两个人 女人一声尖叫 直接从黑人男人的身上摔了下去 黑人男人则是一脸的脑木 抬起手摸向了床头柜上的枪 黑人男子的动作很快 但小岛秀夫的动作更快 打碎玻璃的一瞬间 他的身子已经翻进了屋子里 见到对方要摸枪 他像猎豹一样地扑向了对方 别等对方反应过来 一拳头已经砸在了对方的头上 全力出手的一拳 力气又大 势头又猛 直接打开了合人的脑袋 把人的头直接撞在了床檐上 发出了砰的一声鲜血 顺着头就流了 眼睛一翻 整个人已经处于意识丧失的状态了 女人的尖叫声瞬间响起 比刚刚更大了 你 你 女人指着小岛秀夫 满脸的恐惧 臭婊子 小岛秀夫咬着牙走向了女人 她的眼睛血红 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暴露的状态 女人惊恐之下 站起身子想跑 没等她跑到门口 小岛秀夫已经冲上来一把 薅住了她的头发 猛地向灰一拽 直接将她摔倒在了地上 女人挣扎着想要跑 小岛秀夫一脚踹在了女人的后背 伸出手拎着头发 将女人拎了起来 小岛秀夫蹲在地上 对着女人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说道 见女人 不要叫了 吵醒了孩子怎么办 女人惊恐地摇了头 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你还认识我吗 小岛秀夫凑到了女人的身边 压低了声音 用一种恶魔一般的声音说道 你怎么敢把我害成这样 你凭什么把我害成这样 女人用力地摇了摇头 捂着嘴 泪水不断地流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饶了我 我们还有孩子 看在孩子的份上 对不起 我错了 晚了 小岛秀夫咬着牙盯着女人道 碰 枪声瞬间响起 黑人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 他坐在床上 手中握着手枪 眼中全都是凶狠的神色 不断地扣动了扳机 碰碰碰碰碰 子弹像不要钱一样 打在了小岛秀夫的身上 他的身体被打得连连后退 身体上也出现了一个个小洞 让人诧异的是 小洞当中却没有血流出来 小岛秀夫没有倒在地上 他转过了头 对着黑衣人男子 猙獰地笑了笑说道 原本还想 等一下再收拾你 既然你如此地着急 那就从你开始 黑人男子脸色大变 惊恐得不行 脸上的凶狠和笃定 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黑人教练爬下床 朝着窗户就爬了过去 刚刚摸到窗户 小岛秀夫已经到了 他一把拉住黑人男子的脖子 猛地往回一拽 黑人男子的身子 直接飞了回来 狠狠地撞在了床上 小岛秀夫走到了 黑人男人的旁边 伸手拿起了旁边 已经断掉的床腿 朝着黑人男子 劈头盖脸地 就砸了过去 小岛秀夫砸得很用力 每一下都砸在了 黑人男子的身上 让他的身体 不断地喷溅着鲜血 小岛秀夫的表情 也越来越猙獰 很快 黑的男子就失去了意识 小岛秀夫蹲在地上 冷笑地说道 你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不还手了 伸手推了一下 黑人男子的头 又伸手拍了拍他的脸 你的肌肉 不是很坚壮吗 用你的肌肉啊 黑人男子 此时脸肿得像猪头 些早就从他的嘴角 流了出来 整个人的呼吸也很微弱 看起来一副要死的样子 小岛秀夫站起身子 走到了女人的身边 拎着他的头发 想他拖到了黑人男子的身边 指着黑人男子说道 你很喜欢他的肌肉是不是 那你吃了他啊 女人努力地摇着头 挣扎着一脸哀求地说道 求求你 求求你 我们还有孩子 看在孩子的份上 小岛秀夫蹲下来 一手拽着女人的头发 盯着他说道 我让你把他的肉吃了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女人摇着头 惊恐地向后 满身上下全都是畏惧 小岛秀夫用力地 将女人摔在地上 真是没意思 你的嚣张的 你的得意呢 说着 他将手按在了 黑人男子的脖子上 小岛秀夫的手 瞬间裂开了口子 一个类似管子一样的东西 吸在了黑人男子的脖子上 瞬间黑人男子的血液 顺着管子 流进了小岛秀夫的体内 血液经过管子 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仿佛是在抽吸一般 女人看到这一幕 脸色大变 惊恐地蜷缩在了角落里 一边哭着一边摇头 嘴里面喃喃地说道 不要啊 不要 鲜血不断地流逝 黑人男子壮瘦的身躯 很快就干瘪了下去 当管子脱离 还是男子的身体 他身体里面的血液 已经全都不见了 整个人都干瘪了下去 小岛秀夫站起身子 活动了一下筋骨 脸上露出了 极度舒爽的表情 刚刚被枪打出来的 小洞开始蠕动 一颗颗子弹 从洞里面退了出来 落在地上 砸在地板上 发出了当当当的响声 身上的肉不断地融合 很快伤口就不见了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筋骨 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没有一次不发出 劈啪的响声 小岛秀夫一脸沉迷地笑道 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 伸出自己的双手 左看看 右看看 猛地一握拳 小岛秀夫喃喃地说道 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 真的太好了 迈步走向女人 小岛秀夫没有丝毫地犹豫 直接将手贴在了女人的脖子上 一边说道 把你的血液献给我 咱们两清了 女人的血液 不断涌进小岛秀夫的身体里 女人的表情 也开始惊恐了起来 她不断地挣扎 不断地挣扎 但是没什么用 两久之后 女人的身体也变得干扁 管子缓缓地脱离了她的脖子 女人的尸体 缓缓地倒在了地上 是的 尸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女人已经死了 小岛秀夫站起了身子 看着屋子里面的遍地狼藉 她眼中的血色缓缓地退去 表情却变得越来越疯狂 力量 我有了力量 小岛秀夫大声地说道 从现代开始 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要做人上人 哈哈哈哈 小岛秀夫疯狂地笑着 远处则渐传来了警铃的声音 站在窗口看着警车靠近 小岛秀夫直接从窗子跃了出去 她能清晰地听到 一道钟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回头看了一眼 小岛秀夫神情有些复杂 但表情却逐渐冷酷 最终转身离去 没有再朝房子看一眼 法拉圣 李恒房间当中 李恒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眼中同样闪过一抹血红 摇了摇头说道 还真是一场恐怖大戏 可惜了 演完了 没得看了 作为血骨的主人 李恒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血骨的位置 甚至能够透过血骨 随时随地地控制小岛秀夫的身体 通过他的眼睛来看 就更是小儿科了 大明 宣服 赤城 新军所 李刚一边看着手中的侧子 一边吃着大饼 偶尔还拿过大碗喝一口汤 夜幕已经降临了 屋里面点着灯 他这顿饭显然吃得很晚 老前头陪在旁边 不时回答几句李刚的问题 将手中的侧子合上 李刚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就不看了 天已经这么晚了 你跟我说说吧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主要的问题还是粮食 你说说 李刚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现在养兵一千多人 大人又加紧训练他们 每人每天大概要一斤半斤米 大人还要给他们吃肉 每天大概消耗斤米两千斤 猫猫猪 明代一斤十六两 省区换算麻烦 请大家就默认十两 和现在一样 李刚眉头微醋 自己还是把事情想得简单 一天两千斤大米或者白面 也就是每天能消耗一吨 自己从儿子那弄来了十吨米 不到十天就会吃完 除此之外 修城墙那边的消耗也很大 老前头抬起头说道 虽然他们吃的不是大米和白面 是金米 但他们的工钱是大米或者白面 四百人 每天每人半斤米半斤面 每天要消耗四百斤 咱们现在的粮这么用 用不了三天就没了 老前头苦笑着说道 距离一个月也没几天 咱们的响应还没地方凑 揉了揉自己发胀的额头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情况已经如此严重了 老前头缓缓地点头说道 已经迫在眉睫了 大人快想想办法吧 李刚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页面 看了一眼自己的三个任务 心里面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自己的收获也不小 三个任务当中 招募一千名士兵的任务完成 修建城墙的任务 已经进行到了百分之九十六 估计剩下的任务 两天之内也能完成了 除此之外 最后一个任务 招募五万人口 进度也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个任务也能完成了 略微沉思了片刻 李刚抬起头说道 明天就不要让修城墙的工人来了 让他们各回个家 这笔花销 咱们要省下来了 老前头有些迟疑着说道 剩下的城墙 士族也不能光训练 李刚站起身子说道 是时候让他们上城熟悉一下 剩下的那些活就让他们干 自己建得成 自己守起来也有感情 老前头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应命 我回去就让人去送信 把消息传出去 物资的事情 你也不必担心 我会尽快想办法 李刚叮嘱老前头说道 当务之急是尽快招募人口 你要记得 人比什么都重要 老前头无奈地说道 大人 咱们招募的人已经够多了 再招募下去 城里面怕是养活不了了 我来想办法 李刚继续说道 你继续招募人 轻轻点了点头 老前头事宜自己知道了 事实上城里的人已经很多了 老前头都想开口说服李刚 可现在李刚这么说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达子来的时候 老百姓很多都跑了 有的躲起来 百姓有的被达子给掳走了 有的在战乱之中被杀了 当然了 有一部分也存活了下来 他们逃到了很多大城市 比如宣府等地 达子走了以后 他们也需要面临新的问题 就是活着 大明朝可不像后世 作为难民 没有身份证件 你想找一个地方安家 是不可能的 大城市的官员 也不会允许难民聚集 在他的城市里 在他们看来 难民多了 就是给自己的治下增加负担 除此之外 难民聚集在一起 会显得他不会治理 通常在大灾的时候 他们会收留一些 但是灾难过了之后 他们就会把老百姓 全都赶回去 现在达子已经走了 官员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很多百姓开始重返故地 可有的地方已经破了 实在不适合生存 他们就要找新的居住地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愿意收留他们 他们就会蜂拥而至 新军所就成了这样一个所在 尤其是听说 这里有饭吃以后 无数的百姓蜂拥而至 有地方的官员 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立刻去召集难民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 让他们赶快到新军所来 更有甚者 直接将难民组织起来 亲自送过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新军所的人口 在短短大半个月内 实现了暴增 如果是普通的城池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混乱 幸亏这里是军城 人多了 事也就多了 乱子更多 很多难民吃不上饭 整日在城里面闹事 老前头这些日子 被他们弄得焦头烂额 城里的事情我也知道 李刚看见老前头笑着说道 不过你也不必担心 接下来我让你做的事情你做了 他们就全都安稳了 请大人刺教 老前头连忙开口说道 接下来你带他们分地 李刚看着老前头说道 分地 老前头表情顿时变得古怪了 李刚拿出了一张纸 对着老前头招招招手 等到老前头来到自己的身边 他指着手上的指说道 看到没有 这是我这些日子 出城化的地图 老前头一看 果然是新军所周围的地图 李刚在很多地方 全都做了标注 可是老前头表情 并没有好看多少 他只是没有想到 自己家的大人这些日子 整日出城带着人 其实是在忙这件事情 你看 这是我选定地方 李刚在周围几个地方 点了一下之后说道 我准备在这些地方 重新修筑宝 作为百姓们安家立命的地方 每一座堡垒周围的田地 全都租给堡垒的百姓来种 李刚用力地点了点说道 田租按照石睡衣 你觉得怎么样 老前头有些无奈地说道 大人的想法是好的 可是 这周围的土地我也去看过 这要是种粮食 实在是产出不高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你不必担心 我有新种子 李刚早就想好了 新军所不能光靠他自己来养 随着规模越来越大 养起来也会越来越费力 再说 没有造血功能 光靠自己补充 也不是长久之计 要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 所有土地 全部都开垢出来 然后修建堡垒 让堡垒里面 能够居住百姓和驻军 这些地理刚是不会分给别人的 全都归自己所有 老百姓只有种地的权利 每年按照石税一来收税 这是大明立法所规定的农业税 当然了 规定是规定 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在大明朝除了正税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科捐杂税 除此之外 还有家想 还有增想 各种各样巧利明目的 是税非常的多 全部都加在一起 大概要达到十之三四 有的地方甚至会收到十至五六 百姓早就已经不堪重负了 李刚如果真能做到石税一 百姓自然会感恩戴德 老前头表情 有些古怪地看着李刚道 新种子 能种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你放心吧 肯定能种 这些日子 李刚没有在城里面待着 他把自己周围的土地跑了一遍 结果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周围的土地 用来种水倒种麦子 肯定不行 但是如果用来种玉米 种土豆 那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产量不会太差 毕竟这里不是山西 陕西没那么缺水 周围有石河 有白河 大部分地方都能够饮水灌溉 即便天旱了 这里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收成 唯一担心的就是小冰川期 这里天气变冷 李刚也考虑过 这件事情可以让儿子想办法 现在这里的情况还好 即便真的冷 大不了一年种一季 像东北一样 如果冷得连一季都种不了 那就种土豆 西伯利亚都能种土豆 李刚不相信这里种不了 除了土豆以外 还可以让儿子去俄罗斯买卖种 李刚穿越之前就知道 俄罗斯有一种小麦 叫做黑小麦 能够在俄罗斯那种寒冷的地方种植 种出来的小麦 可以用来制作面包 也就是黑面包 后世人会嫌弃 觉得味道不好 可放在大明 都是好东西 自己的田地有了产出 能够养活周围的百姓 自己就能够逐渐壮大势力 逐渐扩军 增强自己的实力 丰满自己的羽翼 老前头心中虽然还有怀疑 可是他也见识了 自己家大人的神奇 而且不止一次 既然自己家大人 如此笃定地说了 他也就没再说什么 全都按照大人说的做 老前头点了点头 站起身子说道 天色也不早了 如果大人没有什么 其他的吩咐 卑职就告辞了 去吧去吧 李刚站起身子道 你年纪也不小了 回去之后早点休息 有什么事情 你交给王大虎和王二虎去做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放心 我明白 送走了老前头之后 李刚把剩下的饼子吃了 把汤喝了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自己也上床睡觉了 忙了一天了 他也累得不行了 第二天一早 李刚起了一个大早 推开门伸了一个懒腰 在院子里面打起了拳 老前头端着一个盘子 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上面摆放了今天的早饭 馒头 米粥 咸菜 还有鸡蛋 李刚收回了拳 坐在了桌子前 一边吃着饭 一边对老前头说道 大早上就听外面闹腾 都在说什么 都在感念大人的恩德 老前头笑着说道 今天早上 我已经让人把地的事情 发不出去了 现在外面都在议论这件事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让他们有个盼头 也省得他们闹事 老前头点头道 大人说得对 我刚刚出去的时候看了一眼 已经有不少人在门口等着了 现在估计聚了更多的人了 如此热气 李刚抬起头 神情古怪地问道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大人在城中的威望 非常的高 所有人都相信 大人是言而有信之人 毕竟无论是修城墙还是招兵 大人说给的都给了 现在大人又说要给他们的 他们自然是相信大人的 而且大人说 每年只收十岁一 他们怎么可能不心动 如此热切 也是情有可原的 李刚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站在旁边的王二虎 忍不住开口道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苦了 以前没有希望他们 过得浑浑噩噩的 现在看到希望了 都想过好日子 老前头在旁边笑着问道 什么是希望 王二虎挠挠挠自己的脑袋说道 原本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听外面的说书 先生说的 大人就是希望 大人一定能带着我们过好日子 老前头顿时笑着说道 大人 你已是全城百姓的希望了 李刚笑着点头说道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 咱们就更要好好干 要让老百姓吃得饱 穿得暖 分地的事情 你多费费心 大人你放心 我明白 老前头点了点头说道 李刚看了一眼老前头 心中颇为感慨 幸亏有一个老城持重的人 在自己身边 不然自己不一定 怎么手忙脚乱的 有件事情 要和大人商量 老前头表情 忽然严肃地说道 你说 李刚缓缓地点头说道 我想选些人出来 老前头直接说道 现在城里的人多了 每天的事也多了 寻承衙闷闷的人手逐渐不够了 我想在城里招募些人手 招什么样的 李刚想了想之后问道 要招一些年轻 身体力壮的 老前头想了想之后说道 当然了 还要识字的 大人 要不把张仲理调给我吧 李刚的手下中 张仲理是被发配的 是难得的文化人 老前头只是一句玩笑话 李刚却认认真真的 沉思了片刻 抬起头说道 这件事你要去问他 他答应就行 李刚的话 让老前头略微有一些愣神 迟疑了片刻之后 才开口说道 大人真舍得让张仲理出来 跟我做事 张仲理现在可是在外面领着兵 听说表现还不错 是领兵将领中唯一一个读书人 老前头以为李刚会宝贝着 李刚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还是要看他喜欢做什么 你可以去问 大人仁慈 老前头颇为感慨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会去问问他 去吧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老前头也点了点头 行李告辞 身影很快消失在了李刚的目光当中 目送着老前头离开 李刚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连忙打开自己的系统页面 刚刚他听到了系统任务完成的提示 这是他已经期盼已久的时刻了 如果任务再完不成 自己手中的资源就真的不够了 打开系统页面 李刚脸上的笑容就掩饰不住了 原本以为只是一个任务完成了 没想到两个任务全部都完成了 首先是修成墙的任务 他没有让百姓继续干 而是让军队上去干了 将近1400人的队伍 干起活来的确快 到现在还没天黑 他们就已经把活给干完了 李刚喜滋滋地把1000贡献点领了出来 除此之外 招募人口的任务也完成 昨天的缺口还很大 没想到今天就能完成 李刚不用看 也知道肯定是有哪个地方的官员 又组织了一批难民送过来 而且这批难民的人数还不少 李刚没有犹豫 将招募百姓任务的奖励也领下来了 一级领地建设完成 解锁领地功能 李刚连忙看上了新解锁的领地功能 只看了一眼他脸上的喜色 再也掩饰不住了 一级领地每个月一级领地 可以领取贡献点数1万点 加上刚刚完成的任务 李刚现在有12000点贡献点数 虽然不说是一波肥 在眼前的难关是渡过了 除了每个月可以领取的系统点数之外 领地还解锁了对外战争功能 击杀敌方士兵 将领 打赢战役 全部都能够获得系统点数 其中大规模的战役有战役评定 评定越高 给的系统点数越多 李刚摸着下巴 眼中闪过了一抹寒光 没有系统任务 自己还打 现在有了系统任务 自己就更要打了 系统同时给自己发布了新的任务 建设二级领地 任务一 招募士足1万人 其中骑兵3000 奖励系统点数3000点 任务二 开垦良田万亩 奖励系统点数3000点 任务三 招募百姓15万 奖励系统点数3000点 任务四 将领土面积 扩充为一级领地的三倍 奖励系统点数3000点 任务多了一个 难度升级了 系统给给的点数也升级了 李刚并没有太在意 现在不是开始的时候了 自己不需要再着急地扩充实力 自己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是慢慢培养自己手下的能力 开垦田地 安置百姓 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 拿出了电话 李刚准备联系自己的儿子了 美国 纽约 法拉盛 夜幕之下灯光闪烁 李恒在楼上 眺望着纽约的灯光 手中握着高脚杯里面 装着刚刚到好的可乐 一边喝着 一边轻轻地摇晃着 放下手中的酒杯 李恒摇了摇头 反派的气质 果然不适合自己 拿过已经响起的电话 看了一眼是自己的老父亲 李恒迫不及待接通的电话 笑着说道 爸 儿子 李刚满是喜悦的声音传了过来 父子二人各自讲述了 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同时又诉说了一下 各自的处境 最后 李刚将自己需要的物资 告诉了李恒 两个人便挂了电话 一百吨粮食吗 李恒缓缓地抬起头 喃喃地说道 李刚并没有管李恒 要太多的东西 只是要了一百吨的粮食 还有了十吨的种子 全部都要土豆种子 按照李刚的说法 现在已经快七月了 种植别的肯定是来不及了 但是冬天来之前 可以收一些土豆 即便土豆长得不那么大 冬天也可以被百姓用来果腹 一万两千点的系统点数 他动用了一万一千点 剩下的一千点 他留下了准备应急 李恒也觉得 父亲做得对 一百吨粮食 十吨土豆种 对于李恒来说 实在是没有什么难度 回头拿钱 买了也就是了 自己刚刚收获了两百万美元 短时间内 自己不需要钱了 让李恒比较上心的 是他的奖励 上次父亲完成了一个任务 系统给自己弄了一只血骨 这次父亲完成了两个任务 系统应该会给自己两个奖励 也不知道会给自己 李恒看着自己面前的两个木盒子 兴奋地搓了搓手 略有一些颤抖地 打开了第一个木盒 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本技能书 李恒伸出手 将技能书拿了起来 看了一眼之后 他差点没兴奋地跳起来 黑夜行者技能书 使用死技能书 你将获得技能黑夜行者 在夜晚 你可以隐藏自己的行踪和身体 隐身术啊 虽然只能在夜晚隐身 但也足够强大了 有了这份能力 自己能干的事情就多了 李恒脑海中闪过了各种各样的禁忌想法 很快 他就将这种想法收敛了起来 拿起来书就用了 李恒甚至都没有去看第二份奖励 这一份奖励 实在是太让他激动了 黑夜行者的技能书 很快化作了一道光芒 钻进了李恒的身体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李恒的身子 缓缓地消失在了原地 走到镜子前 李恒看着镜子 脸上狂喜 自己已经从镜子当中消失了 当他停下了黑夜行者的技能 自己便重新出现在了镜子当中 李恒兴奋地挥了挥拳头 输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李恒迫不及待地走到了 另一个盒子旁边 搓了搓手 他准备开第二个盒子 深吸了一口气 李恒将第二个盒子打开了 盒子里面居然是一个蛋 伸手将蛋拿了起来 李恒的表情变得有一些古怪了 这居然是一只宠物蛋 按照系统的说法 自己滴上一滴血 便可以孵化出一只宠物 李恒没有犹豫 拿过一个针 在手指上刺了一下 对着宠物蛋 挤出了一滴自己的鲜血 血落在蛋上 瞬间便渗进去了 原本以为马上就能出了 结果还需要孵化24个小时 李恒摇了摇头 把蛋再次放回了盒子当中 心满意足地站起了身 自从父亲穿越之后 自己已经获得了四次奖励了 第一次是强身健体丹 第二次是出击医术 第三次是血骨 第四次则是宠物蛋 一次比一次神奇 一次比一次强大 如果非说要喜欢什么 李恒最喜欢的就是基础医术 除了寻常可见的医术以外 基础医术之中包含了一门回春针 可以治疗坏死的器官 令其恢复生机 这也是李恒为周先生 治疗肾衰竭的时候 使用的针法 可以说非常的神奇 当然了 宠物他也很喜欢 只是不知道 这次会孵出什么东西来 千万不要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宠物 不知道会不会有兽娘之类的 一夜无话 第二天 李恒起了一个大早 第一时间给周静如打去了电话 让他给自己准备足够的食物和种子 同时再为自己准备一间仓库 将准备好的粮食和种子 全部都送过去 你就不能因为别的事情 给我打电话吗 周静如在电话中 有些忧怨地说道 李恒笑着说道 那我换个人 我会为你准备好的 周静如语气急切地说道 晚上我可以约你吃饭吗 可以 李恒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纽约 法拉盛警察局 卢克一边吃着汉堡 一边走进了警察局 与上来打招呼的同事 积累一下掌 他静止来到了法医的验尸房 瑞恩法医结果怎么样 将最后一口汉堡塞进嘴里 卢克笑着 对眼前的白人法医问道 瑞恩法医摇了摇头说道 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果 现在给你 你自己去看吧 卢克笑着 接过检验报告说道 如果你去现场看了 你就不会觉得奇怪 我办了这么多案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案发现场 我能想象 瑞恩法医耸了耸肩膀说道 将报告打开 卢克快速地看了起来 表情越来越严重 最后他将报告 合上抬起头说道 瑞恩法医 你说他们的血液 是怎么消失的 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 应该是被抽取的 我详细地检查过他们的身体 没有发现任何机器抽取的痕迹 唯一有痕迹的地方是这里 瑞恩法医指的报告中的 一张照片说道 这看起来 不像是某种机器接口 卢克有些迟疑着说道 的确不像 瑞恩法医摇了摇头说道 以我的经验 这像是某种动物 或者植物的口气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动植物学家 我帮不上忙了 你的意思是 有动物把他们的血给吸干了 卢克大笑着说道 吸血鬼的牙齿 可不长这个样子 你见过吸血鬼 瑞恩法医冷笑着说道 说不定这就是吸血鬼的口气 这些案子太诡异 你自己小心一些 说着 拍了拍卢克的肩膀迈步 向外走了出去 我会的 卢克点了点头 将报告夹在页下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夜幕降临 法拉盛再一次热闹了起来 百味居 法拉盛非常有名的一家华人餐厅 装修很古朴 也很奢华 当然消费也很高 到这里就餐得非富即贵 百味居的门口 一男一女从门里面走了出来 男人穿了一套淡黑色的糖装 女人则是穿着一条红色的长裙 一黑一红 两个人站在那里 尤其吸引人的注意力 尤其是男人高帅 女人漂亮 自然更加地吸引人们的目光了 两个人自然不是别人 男的是李恒 女的自然就是周静如了 停车小弟将李恒的车开了过来 恭恭敬敬那些钥匙递了上去 李恒接过钥匙 跨着周静如走上了车子 远处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响声 随后越来越激烈 仿佛暴斗一般 朝着响起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眼 李恒笑着说道 自由美丽间 还真是有意思 周静如的表情很严肃 略微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打个电话 上车去打吧 李恒将车门打开 笑着说道 周静如点了点头 坐上了车子 快速地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说了几句话之后 便挂断了 脸上也露出了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看起来和你没什么关系 李恒发动汽车说道 是日本人那边 周静如笑着说道 好像是日本的一个帮派被袭击了 的确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警笛声响起 十几辆警车嚎叫着 从李恒的车边驶过 李恒吹了吹口哨笑着说道 今天晚上的法拉盛 又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了 周静如凑到了李恒的身边 朱唇微张道 你是想去我那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呢 还是回去自己一个人平静地睡觉呢 李恒转过头 看着周静如微笑着道 我可是很危险的 你确定要跟我一起 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我想看看你有多危险 周静如挑衅地挑了挑眉毛 伸出舌头 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手顺着李恒的胸口 缓缓地滑了下去 轻轻地握住 李恒冷笑地说道 你这是在挑衅我 走 说着踩下了油门 车子轰鸣地窜了出去 华清源 周静如的房间 将一杯红酒递给了李恒 周静如笑着说道 你先喝酒 我去洗个澡 李恒将红酒放在桌子旁边 站起身子 走到了周静如的身后 伸手还住了他的腰 将头抵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洗 顺便让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别忘了我是个中医 极为擅长检查身体 一边说着 李恒一边将手 放在了周静如的小腹上 缓缓地滑了下去 轻轻地睁开眼睛 将周静如的玉体 从自己的身上推开 李恒缓缓地坐起了身子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真是一个如水一般的好女人 轻轻地伸了一个懒腰 李恒的身上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自从知道父亲穿越之后 自己好久没有放松过了 不得不说 周静如昨天晚上 给了自己前所未有的舒爽体验 你醒了 周静如睁开眼睛 拿起被子盖在自己的胸口说道 醒了 李恒笑着说道 我想去洗澡 你要不要一起 周静如像蛇一样地 爬上了李恒的背 伸出舌头在他的耳垂上 轻轻地舔了一下 笑着说道 你保证不做坏事 我就跟你一起去 放心 我又不是坏人 怎么会做坏事呢 李恒义正言辞地说道 反手将周静如抱在怀里 两个人一起走进了浴室 时间不长 浴室里面就传出了周静如的娇称 以及不断地哼哼声 水流声也逐渐大了起来 声音渐渐被淹没了下来 离开了华清园以后 李恒上了自己的车 开车来到自己家门口 结果发现 有两个人正蹲在这里等着自己 是你们两个 李恒看着陈豪和马晓二笑着说道 李哥 两个人连忙凑了过来 面带羡媚的笑容说道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 陈豪连忙说道 倒是没有什么事 只是听说您从华清园出来了 所以我们过来看看 如果您有什么事 好给您跑腿 李恒笑了 从车里面拿出了一达现金 扔给了陈豪说道 活干完了 这是你们提供消息的那一份 收着 看了一眼手中的钱 陈豪眼睛顿时就亮了 整个人惊喜得不行 声音都有一些颤抖地说道 李哥 这有些太多了 我们两个人 李恒笑着说道 我不给你们的 你们不能要 我给你的 你们就拿着 那就谢谢李哥了 陈豪点了点头说道 一万刀 李恒扔给自己的 可是一万刀 陈豪都不记得 自己有多久 没见过这么多钱了 虽然他们两个混在底层 平日里帮别人散一些围巾药品 或者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可那些大头都是人家的 小头才是他们自己的 两个人胆子又小 也不敢做什么大的买卖 所以 这些年没攒下什么积蓄 也就勉强填饱肚子 一万刀的积蓄 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过 把钱收起来之后 陈豪抬起头说道 李哥 我能不能给你接生意 李恒一愣 想了想便笑着说道 可以啊 将自己的电话号码 递给了两个人说道 以后接到消息 就给我打电话 好了 陈豪兴奋地点头说道 那我们就不打扰李哥了 去吧 李恒也没时间和他们废话 他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 离开了李恒家的楼下之后 马小二一脸兴奋地说道 大哥 咱们现在有钱了 赶快去吃一顿 我都饿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陈豪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 你不觉得这是个机会 马小二有些疑惑地说道 什么机会 当然是咱们事业腾飞的机会 陈豪目光闪烁都说道 咱们在这边混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底层 什么事都干 从来没有出人头地过 难道你就不想出人头地吗 马小二一脸无奈地说道 咱们两个的能力 能出人头地吗 凭咱们两个当然不行 陈豪一脸兴奋地说道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跟了新的老大了 凭着咱们的老大 肯定能行 新的老大 马小二拿着脑头说道 咱们哪有老大 再说了 咱们以前也不是没跟过老大 结果没几个月 老大全都死了 连着三个 第四个老大说 什么都不要咱们了 别胡说八道 陈豪瞪了一眼 马小二说道 你给我记着这话以后 不要再说了 我们有了新的老大 李哥就是我们的老大 明白吗 马小二缓缓地点头说道 李哥不会三个月也没了 别他妈胡说八道 陈豪伸出手 抽了马小二一下子说道 李哥是什么人 一看就是天命之人 是天生就要做老大的人 怎么可能没了 马小二点了点头说道 不会没就好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想开个中介 陈豪沉引了片刻说道 咱们两个在法拉盛混了这么多年 虽然没混出什么能耐 但是三教九流 咱们都认识 咱们开个中介 帮人卖卖消息 找点活干 总成吧 马小二点头说道 大哥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陈豪想了想说道 咱们就干中介 主要是为了给大哥介绍活 背靠大哥 想来也不会有人找咱们的麻烦 大哥刚来 有实力吗 马小二有些担心地说道 陈豪冷哼了一声说道 昨天不是和你说了吗 华青帮那边已经传出了消息 周老大的身子已经好了 虽然没说是怎么好的 但我觉得 就是咱们老大给治好的 你想想 这是什么 这是救命之恩啊 咱们老大 算是搭上了周家的关系 背靠华青帮 咱们做个中介的买卖怎么了 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 我饿了 咱们吃饭去吧 马小二嘟嘟当当地说道 无语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弟 陈豪顿时觉得 扫兴只能无奈地说道 行吧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红烧肉 马小二兴奋地说道 红烧肉就红烧肉 走 陈豪笑着答应道 两个人一边说着 一边笑闹着 很快便消失在了法拉盛的街道 李恒此时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站在房门口朝着自己的屋子里面看了一眼 李恒的表情就变得有一些迟疑了起来 摇了摇头 自嘲地笑了笑说道 果真是有了钱就添脾气 到了美国之后 他在华青园住了一个月 这座房子 其实他并没有睡几晚上 昨天晚上又跑到周静如那里睡了一晚 如今再走进这座房子 他居然有了一种嫌弃的感觉 心中觉得自己又不是没有钱 自己又不是不能赚钱 为什么要住这种破房子 家里面总是净贼就算了 看起来实在是不爽太小了 周静如的一个卧室都有将近200平 比自己家要大三倍还多 富婆自己都睡了 怎么还能住这样的房子 老爹那边暂时用不到自己 自己为什么不能享受一下生活呢 李恒也明白 这是有钱就添脾气 这里现在卡里面还有200万美元 开的也是奥迪28 住在这儿就让自己觉得不舒服 人的欲望还真是永无止境 想了想将这种欲望抛出去 李恒坐在了沙发上 看了一眼正在孵化的宠物蛋 没什么反应 还在孵化 收回了目光 李恒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他开始联系血骨 下一刻 一幅画面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 一身是血的小岛秀夫 离开了自己的家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很快小岛秀夫身上的血迹 便逐渐地向他的身体里面渗透 最后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连沾染了血迹的衣服上的血 都已经被吸走了 走出去一里地之后 他身上的血气已经全部消失 抬起头看着天空中的月亮 小岛秀夫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笑容 表情出现变得猙獰 笑容也逐渐化作了猖狂的大笑 两久之后 他停下了笑容 朝着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法拉圣 服装店 这位先生您好 服务员抬起头 面带笑容的开口说道 小岛秀夫点了点头 对着服务员说道 听说你们这里能够订做衣服 当然 我们这里是最好的 什么都能做 服务员笑着点头说道 这个可以吗 小岛秀夫将一张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伸手敲了敲说道 可以做 没问题 服务员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小岛秀夫挑了挑眉毛说道 那好 给我做两套 服务员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一脸兴奋地说道 好 请跟我到这边来 我们要给您测量一下尺寸 小岛秀夫点了点头 朝着不远处走了过去 李恒家里 李恒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一些古怪 他刚刚看的是小岛秀夫 昨天晚上的录像 小岛秀夫的做的事 让他有些没想到 只能说 不愧是日本人 李恒摇了摇头 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 画面开始快速地播放 仿佛按下了快镜键一样 小岛秀夫定制了衣服 然后他又开始买起了东西 一直到夜幕降临 快镜才停了下来 小岛秀夫已经换好了衣服 静静地站在一根十几米高的木杆上面 风吹动了他的衣服 烈烈作响 小岛秀夫身上穿着 袖着红云的黑色风衣 头顶上戴着一顶斗笠 斗笠的前方还拴着一个风铃 右手的食指上 则带了一枚写着珠子的戒指 十根手指 全部都被染成了红色 头上戴着护额 上面的图案被横得划了一刀 李恒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看到这一幕 李恒还是没沉住气 一下子就笑了出来 整个人都绷不住 画面也在这一刻断了 日本人 火影忍者 与之波幼 李恒将这几个元素 和小岛秀夫连在一起 突然觉得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可他就是忍不住想笑 而且笑得越来越大声 为什么是与之波幼呢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 他杀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吗 不对 他没有杀了自己的父母 又没杀自己的女儿 难不成他媳妇在他眼中 是他最喜欢最爱的人 平复了自己的情绪 李恒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小岛秀夫站在肝子上 两只眼睛也变成了血红色 这对血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冲写了而已 李恒的神情变得更古怪了 做得这么像吗 So 小岛秀夫从肝子上跳了下来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身后的披风高高的扬起 缓缓地落地 颇有一番英姿洒爽 在小岛秀夫眼前的 是一座日式的牌楼 后面是一座长长的通道 两侧则是高高的架子 上面挂着日式的灯笼 在网里面则是隐隐约约的绿树 掩盖着高高大大的建筑 小岛秀夫没有犹豫 双手背在后面 朝着里面跑了进去 很快 里面的人便发现了他 一群人扔了出来 大声地用日语咒骂 小岛秀夫的脸色丝毫不变 抬起双手 将手中的东西就扔了出去 速度飞快 李恒看了一眼 居然是手里见 手里见的速度很快 对面的人没等反应过来 便被扎在了脸上喉咙上 一下子惨叫声四起 有的人直接就被扎死了 小岛秀夫飞速地靠近 猛地抬起了双手 的十根手指迅速地变长 画多了十根长长的管状物 狠狠地吸在了面前人的身上 鲜血顺着管状物 便涌向了小岛秀夫 那些人抽搐着倒地 小岛秀夫眼睛更红了 很快 另外一群人冲了出来 他们手里面拿着枪 对着小岛秀夫 就扣动了扳机 小岛秀夫猛地抬起了手 五具尸体一片砸向了人群 人群顿时被砸了一个人仰马翻 枪声还是如暴斗一般响了起来 子弹像不要钱一样地 射向了小岛秀夫 小岛秀夫却仿佛没看到一样 任凭子弹击中自己 将另外五具抽干了的尸体甩过去 小岛秀夫直接冲了上去 两只手再一次吸住了十个人 李恒目瞪口呆着看着这一幕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小岛秀夫 自己刚见到他的时候 这个人瘦弱胆小 虽然杀害他妻子和情妇的时候 有些残忍 可李恒也没觉得奇怪 毕竟那两个人做得实在是过分了 有仇恨在身 下手狠一些也正常 可眼前呢 小岛秀夫为凶狠 即便杀成了这样 脸上的表情也从始至中都没变过 这是激发了血脉之力了 看日本人杀日本人 还挺过瘾的 好像也有点问题 杀得是不是有点慢了 两久之后 李恒睁开了眼睛 他没有想到 昨天晚上自己听到的枪响 居然是小岛秀夫搞出来的 他看出来了 小岛秀夫和这日本帮派有仇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仇恨 但李恒也不在意 小岛秀夫把人给杀了 杀了也就杀了 李恒也不在意 原本李恒还没想好 让小岛秀夫做什么 现在李恒有了想法了 李恒睁开了眼睛 对血骨传了一道指令 一出地下室当中 小岛秀夫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他的眼中闪过了一抹血色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露出了沉醉的表情 昨天晚上又吸了很多的血 他的实力再一次变强了 这种感觉真好 小岛秀夫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说道 此时他的舌头 已经可以伸得很长了 看起来古怪又诡异 让我做这些吗 接到指令以后 小岛秀夫喃喃地开口道 算不上什么太大的事 我就帮你做了 算是报答你的恩情了 李恒家 李恒睁开了眼睛 眼中闪过了一抹不屑 小岛秀夫的想法 他能够掌握得一清二楚 小岛秀夫有了力量之后 觉得自己能够挑战自己了 居然已经产生了逆反的心理 甚至觉得自己 再壮大一些 就能脱离自己 或者干掉自己 李恒也没去打破他这种幻想 给他留下这样的希望很好 有了这样的希望 他就会自己主动奋斗了 比自己只会要好很多 自己要学会发挥 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李恒站起身子 自嘲地笑了笑 没想到 自己也有成为资本家的一天 开始学会剥削员工 果然到了哪里学哪里 看了一眼天色 外面已经天黑了 揉了揉肚子 自己还真的有一些饿了 打开冰箱 简单地做了一点饭之后 李恒开始吃饭 同时也盯着时间 目光不时在宠物蛋上扫过 算算时间 24小时差不多该到了 等到李恒吃完饭 他刚想站起身子去洗碗 宠物蛋就发出了咔咔的声响 宠物蛋上有了缝隙 缝隙越来越大 最后咔嚓一声 一个小脑袋 从蛋里面钻了出来 李恒的表情很古怪 这玩意儿 是蛋能孵出来的 出现在李恒面前的 是一只猫 一只黑色的小猫 李恒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小猫叫了一声摇晃的尾巴 从蛋里面钻了出来 转过头 将蛋全部吃掉之后 小猫发出了一声喵的叫声 摇晃着站起身子 走了几步 静止地一跳 直接落在了李恒的怀里 李恒抱着小猫 神情古怪地摸了摸 小猫露出了舒爽的表情 靠在李恒的怀里 开口说道 主人 你好 李恒吓了一跳 差点把手中的猫扔出去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猫 一脸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居然会说话 小黑猫甩了甩尾巴 不屑地说道 会说话 有什么奇怪的 猫会说话 当然奇怪 李恒美好气地说道 你说的是蠢猫 小黑猫瞪着眼睛说道 我可不是 对了 主人 你还没有给我起名字 我需要一个好听的名字 小黑怎么样 李恒语气随意地说道 喵 小黑猫叫了一声 刺着牙一脸的不满 李恒摇摇头说道 我觉得名字是一个人的代表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你既然有独特的智慧 能够自己做主 你应该自己起名字 小黑猫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说道 主人不愧是主人 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确应该自己想的名字 而且我要想出一个绝世好听的名字 全球最好听的那种 小黑猫蹦跳地趴在了沙发上 陷入了静静的沉思 李恒没去搭理小黑猫 天色不早了 他准备去洗澡睡觉了 明天自己还要努力赚钱 李恒已经打定主意了 他要为自己美好的生活奋斗了 老爹那边已经努力了 自己这边要更努力才行 法拉圣警察局 卢克一脸疲倦地走进了验尸房 将一杯咖啡放在了桌子上 转头对瑞恩法医说道 进行得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瑞恩法医走过来 将口罩摘下来 伸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说道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用速农咖啡糊弄我 我要喝意大利手磨咖啡 卢克翻了一个白眼说道 破了这个案子 我请你喝猫屎咖啡 那完了 这辈子都喝不到了 瑞恩法医摇头说道 根据初步认识的结果 这些日本人的死因 和昨天那场凶杀案是一样的 他们的死人要更加的典型 什么意思 卢克站直了身子追问道 昨天的黑人男人和白人女人 虽然看起来伤势很重 但是死因却是被抽离了鲜血 这些日本人更是如此 有的日本人身上 甚至一点伤痕都没有 瑞恩法医将一具尸体的萌布撩开说道 你看看这具尸体 除了脖子上的这个口子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伤口 卢克刚想开口说什么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来电的号码 他连忙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咆哮声 卢克听了几声之后 挂断了电话 脸色变得很难看 熟练地打开了抖音 卢克快速地搜索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一些古怪 抬起头看着瑞恩法医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们的确遇到吸血鬼了 你说什么 瑞恩法医有一些疑惑的问题 你看这个 卢克将手中的电话递给了瑞恩法医 同时按下了播放键 画面当中的镜头有一些摇晃 显然是拍摄的人有些紧张 画面当中一个打扮怪异的人正在杀人 外人头上戴着斗笠 身上穿着风衣 他的速度非常快 力量也非常大 他一脚能将人踹出去很多米 扔出去的暗器 能够直接将人的脖子切开 这不是人能做到的 瑞恩法医喃喃地说道 人类没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 接下来的一幕 让瑞恩法医的脸色都变了 画面中的怪人伸出了双手 他的食指快速地延长 画作了十根管子 分别冲向了十个人 管子吸住了十个人的脖子 咕嘟咕嘟地仿佛在抽取着什么 十个人快速地干扁了下去 随后被他狠狠地扔了出去 瑞恩法医回头看了一眼 床上的一些尸体 他的脸色更加地苍白了 画面停止了播放 瑞恩法医两酒都没回过神 颤抖地端起了咖啡喝了一口 温热的咖啡进了肚子 瑞恩法医才觉得自己回过神来了 他抬起头看着卢克说道 只有这些视频吗 现在只有这一条 卢克脸色难看地说道 被你不幸言中了 我说什么了 瑞恩法医抬起头问道 上次你不是说了吗 你怎么知道吸血鬼的牙齿 不是这个样子 卢克苦笑着说道 现在我知道了 吸血鬼的牙齿 的确是这样子的 你觉得他是吸血鬼 瑞恩法医迟疑着说道 我不确定 卢克摇了摇头说道 他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了 即便不是吸血鬼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物 他虽然是人形 但我可以确定他 绝对不是人 瑞恩法医翻了一个白眼说道 我也可以确定他不是人 他的力量 他的速度 他最后的变身 全都超出了现有的认知 卢克想了想之后说道 除了吸血的方式不同 我觉得 他和吸血鬼没什么区别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瑞恩法医抬起头说道 如果你去追查他 我觉得我下一个验的尸体 就是你了 我有那么傻 卢克翻了一个白眼说道 我现在就去找局长 我需要一支特种部队 还有装甲车 最好还有坦克 瑞恩法医翻了一个白眼 在旁边没好气地说道 我觉得 你应该问问局长 我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神盾局 如果有的话 最好把这件事情 交给他们来 卢克一边向外走 一边开口说道 你的愿望 恐怕实现不了了 我们这个世界有埃隆 马斯克 有特斯拉 没有托尼 斯塔克 更没有斯塔克工业 看着卢克的背影 瑞恩法医摇了摇头说道 活着回来 卢克没有回头 只是伸出手摆了摆手 很快便消失在了走廊中 午夜 李恒被电话声吵醒 拿起电话 李恒看到来电话的人 居然是周静如 有些疑惑地 接起来电话开口说 大晚上打电话来扰人清梦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你看看新闻 出事了 周静如声音 有一些颤抖地说道 李恒稍稍愣了一下 拿起手机 打开了自己的抖音海外版 发现一条信息 已经被推到了第一位 后面还跟着一个爆一个热 快速地打开视频 看了一遍 李恒的神情 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视频中的这一幕 他看过 不但看过 而且再熟悉不过了 这就是小岛秀夫 在日本黑帮中 大开杀戒的画面 想了想 李恒也不觉得奇怪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 还以为是以前 摄像头少的时代吗 现在可不是了 现在有网络有手机 智能手机 不说人手一步 可也差不多了 各种各样社交软件 随时拍摄 随时记录 随时分享 确定不是电影画面吗 李恒有些疑惑地说道 当然不是了 周静如异常激动地说道 被杀的那些人 很多我都认识 场景我也很熟悉 我已经派人去确定了 就是昨天我们听到枪声的地方 这么说 画面当中杀人的人是真的 李恒疑惑地说道 当然是真的 周静如激动加兴奋地说道 看到这个 你就没想到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意味着什么 超能力啊 周静如兴奋地说道 超越自然的力量 你看画面中的那个人 他的战斗力 他的能力 他的实力 简直就像影视作品中的 超能力者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就这个 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 周静如有些疑惑地试探着问道 怎么激动 李恒苦笑着说道 拥有超能力的人又不是我 一旦闹腾起来 超能力大爆发 你觉得会是什么下场 想想那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普通人 咱就不说其他的作品了 他那是漫威系列的作品 有超能力的人 还想着保护地球 你看他每次平民的死伤 在法拉生闹腾起来 咱们可怎么办 你是因为这个 周静如表情迟疑地说道 不然呢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我可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更激动不起来 好吧 周静如似乎平静了下来说道 我还以为是因为 你也有超自然的力量 我怎么可能 李恒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否认道 怎么不可能 周静如笑着说道 你给干爹治好了病 干爹的病可是绝症 医院那边的没有办法 你居然能把它治好 说是超自然的力量 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我那是医术 李恒美好气地说道 是科学 好好好 你是科学 周静如咯咯地笑着说道 我不和你说了 我要去安排人手 探查那一个人的下落了 你们找他干嘛 李恒迟疑着说道 这人多危险 你还是不知道 超自然的力量意味着 周静如摇了摇头说道 不过没关系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快点睡吧 等我忙完了回来 好好地奖励你 李恒摇了摇头 挂断了电话 他开始翻看视频下面的评论 下面说 什么的都有 当然了 火影的粉丝 很多也有人认出了 小岛秀夫的打扮 无数人激动地大喊 忍者忍者 当然也有人表达了畏惧 还有吵起来的 也有不相信的 觉得这就是一个特效视频 大家争论不休 李恒神情古怪地放下了电话 自己是不是做得有点过火了 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 所有人都在讨论超能力的事 会不会引起什么波澜 想了想 李恒就把电话扔到了一边 无所谓了 爱有什么波澜 有什么波澜 只要不牵扯到自己身上来 其他的事情随便 反正自己截身一人 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哪怕他们开打人脑子 打出狗脑子来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打了一个哈欠 翻了一个身 李恒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李恒打了一个喷嚏 醒了过来 低头看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 就变得有一些无奈 小猫趴在他的胸口 尾巴在他的脸上 甩来甩去 怪不得自己醒得这么早 这根本不是自己醒来的时间 小猫将自己吵醒了之后 还转过头慢慢叫了一声 舔了舔李恒的脸 主人 我已经想好我的名字 小猫一脸得意地说道 李恒打了一个哈欠 坐起了身子 语气随意地问道 叫什么名字 小猫则是得意地说道 你觉得韦德怎么样 好名字 李恒对着小黑猫 竖了一个大拇指说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名字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合适 我就叫韦德了 小黑猫兴奋地说道 李恒摇了摇头 直接躺着回去 他准备去睡觉了 现在根本不是自己起床的时间 小猫分享了自己的兴奋之后 也就不再打扰李恒 让他睡过去了 大明 宣服 赤诚 新军所 李刚站在仓库里 脸上的表情很灿烂 正所谓仓有良心不慌 看着面前成堆成堆的粮食 他的心里面笑开了花 同时也安稳了不少 一百吨粮食 短时间内不用再补充粮食了 静止地走到了另外一边 伸手从箱子里面拿出了土豆 上面已经长满了牙 只要挖开随时随地 都可以埋到地里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土豆放了回去 大人 老前头来到了李刚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行礼 将一本账册递给了李刚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登记账册了 账册在此 李刚接过上册 看了一眼就递给了老前头说道 我就不看了 上次你说要说服张仲理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他有答应你吗 老前头捋着胡子 笑眯眯地说道 我正要和大人说这件事情 他虽然没答应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已经动心了 这一次 我就是来和大人说这件事情的 他动心了 就让他过来吧 有什么好说的 李刚表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老前头笑着说道 大人有所不知 不光是张仲理 下面所有人对大人 都非常非常的感激 都想着一帮大人做事情 大人让张仲理去带兵 张仲理自然而然就去 虽然他并不想干 但是他觉得 这是报答大人的恩德 现在还要换位置 他觉得辜负了大人的希望 所以再犹豫 李刚摇了摇头说道 这有什么 他做什么 都是在我麾下做事 还不说我做事 你去把他叫来 我亲自跟他说 是 大人 老前头答应了一声 笑着去找人了 李刚摇了摇头 他没想到 张仲理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些无奈之余 更多的则是感动 别的不说 自己来到大明之后 遇到的这群手下倒是挺好 张仲理和老前头 已经走到了李刚的身边 老前头站在一边笑呵呵地看着 张仲理则是有一些尴尬地 给李刚行礼道 卑职张仲理参见大人 免礼吧 李刚将他搀扶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咱们的库房 短时间内 咱们就不用为粮食担心了 张仲理扫了眼库房 顿时露出了喜色说道 大人 这是好事 李刚再次点了点头 伸手拉着张仲理走到了一边 他将一枚土豆种子拿了出来 送到了张仲理的面前说道 你看看这个 张仲理皱着眉头看了一眼 表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大人 下官眼拙 实在是没看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看样子 应该是某种种子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土豆的种子 土豆 张仲理表情有些疑惑地 抬起了头 土豆可是好东西 李刚笑着说道 不但生长期短 而且不挑剔土地 现在种下去 冬天之前 还能收上以来一季 耐储藏 一菜一粮 正好让城里的老百姓 能够度过今年的冬天 好东西啊 张仲理很激动 双手捧得土豆 眼睛有些冒光地说道 是啊 的确是好东西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这么多种子 我准备安排人分发给百姓 让它们种下去 争取在入冬之前收上来 免得它们入冬之后 没有粮食吃 大人此举 功德无量啊 张仲理低着头说道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这些虚言就不说了 你也知道 城里面聚集了这么多的百姓 他们大部分都没有那么多粮食 入了冬之后 恐怕还要饿肚子 很多人都会饿死 所以 种植土豆迫在眉睫 我也需要一个人 帮忙统筹这件事情 老前头你也知道年纪大了 全交给他 他不但干不了 而且会累坏的 张仲理瞬间明白了李刚的意思 看了一眼老前头 又看了看李刚 张仲理缓缓地撩起了衣服 跪在了地上说道 下官愿为大人笑 全马之劳 李刚伸出手 把他搀扶了起来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你是读书人懂兵法 我去看了 你练的兵很不错 大人谬赞了 张仲理连忙说道 下官从来没练过兵 只是按照七级光的绩效 新书来操练而已 由此成绩也多亏了大人 不必将功劳都归到我身上 李刚摆了摆手说道 下官并不是虚言 张仲理面容严肃地说道 练兵之道 操练得法是一方面 让士族有希望 才是最重要的 大人让士族吃饱饭 还能吃上肉 他们的身子都强健了起来 这才能经得起操练 大人言而有幸 他们都相信大人 下官跟他们说 只有练好了本事 才能上战场 才能杀敌 才能获得奖赏 他们都充满了干劲 士气很高 大人还准时给他们 发放了俸禄 他们已经把粮食 和钱都拿回家去了 家里面的人欢天喜地 他们的兴气 自然也就高了 有了这些条件之后 军中人兴棋 士气壮 再好好地操练 自然就有了好局面 所以下官才说 都是大人的功劳 我说不过你 李刚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说起这件事情 我已经让他们 把七级光的绩效新书 买回来了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练兵兵书 咱们改天好好交流交流 下官随叫随到 张仲理连忙说道 李刚已经看过了 七级光的绩效新书 不得不说 七级光真是一个 了不起的将军 在七级光之前 兵书大多都是高屋建林的 说白了 就是教你怎么打仗 教你怎么用兵 七级光的兵书 却不是这样 他从选兵练兵开始 囊括了如何打造气血 如何安营扎债 如何布置营房 如何行军 每一项都写得很清楚 只要你熟读了 七级光的兵书 按照他的方法去做 或许你不会成为 绝强的统帅 也不会成为 多强的将领 但做一个普通将领足够了 这是李刚 对七级光最佩服的地方 李刚拍了拍 张仲理的肩膀说道 忙完这段时间 我们在聊这些 眼前最重要的 就是重土豆 关系到我们 今年冬天 能不能安稳地过冬 百姓能不能有一口口粮 下官明白 张仲理用力地点头道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来做了 老前头你们两个一起做 尽快安排下去 把事情做好 下官明白 张仲理点头答应道 张仲理和老前头走了 李刚也没再停留 离开了仓库 他今天也有事情要做 走到外面看了一眼 王大虎和王二虎兄弟说道 人都准备好了吗 回大人 已经准备好了 两兄弟连忙点头答道 李刚点了点头 带着两个人走到了外面 这里早就已经有 几十个人等待这里了 除了人以外 还有几十匹马 翻身上马 李刚轻轻敲打了一下马的肚子 战马便缓缓地走了起来 在李刚的身后 王二虎兄弟等人也上了战马 轰隆隆地奔驰在新军所的大街上 很多人见到李刚之后 连忙打招呼 还有的人干脆跪在地上磕头 李刚微笑地点头 很快就来到了新军所的门口 纵马出了大门 李刚用力敲了敲马的肚子 战马的速度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一行人在外面的荒野上狂奔了起来 出了城以后 地面上的路也变得宽阔平整了起来 修完了新军所的城墙以后 李刚有了粮食 没让老百姓再闲着 也没让自己的官兵闲着 开始发动他们整修道路 人多进展的就非常的快 路很快就平整了出来 道路两旁也有很多百姓的身影 有的在烧荒 有的在袍地 这些地全部都是分给他们的 他们现在正在平整土地准备种地 看着周围繁忙的景象 李刚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地方 翻身下马之后 李刚笑着看着迎上来的韩正说道 怎么样 一切都顺利吗 回大人 一切顺利 韩正笑呵呵地说道 拎着马鞭 李刚向前指着指着说道 咱们过去看看 好 韩正答应了一声 转身在前面带起了路 见李刚走过来 周围的人全都跪下了 呼啦啦的大几百人 同时口中高呼 参见大人 场面极为震撼 李刚大笑地走到了土堆之上 高喊道 都起来吧 众人这才站起来 李刚所在的位置 是一座很大的工地 不时便有驴车和罗车过来 将一车他的土拉进来 然后人们便开始倒水活泥 活泥的同时 他们会往里面加很多的接杆和木材 将泥活好了之后 又将泥放进木质的方块当中 一个长方形的一块就被做好了 这种行为叫做打泥坯 百姓要建房 李刚要修宝 需要很多的建材 李刚原本想让儿子 弄点水泥和砖过来 结果自己的系统点数太拮据 水泥和砖又太重 运过来根本得不偿失 结果就放弃了 李刚才也想过 自己烧制水泥和砖 可眼前的情况又不太允许 新军所所在的位置资源不足 无论是烧制水泥还是烧砖 都需要煤炭或者其他燃料 新金所这里提供不了 尤其是烧水泥也没什么山 开山取石都不方便 琢磨了两久之后 李刚决定使用泥坯 在发动百姓铸造了很多泥坯 晒干了之后就让它们当转用 因为中间放了很多的接杆之类 强度和抗拉性都很很好 宝的墙也不用修太高 4米就可以 底宽6米 顶宽3米就足够了 为了测试强度 李刚垒过一段这样的泥坯墙 先挖一条半米深的钩 然后将泥坯放进去 再抹上活好的泥 一层一层地垒起来 最后在外边再抹上一层泥浆 6米底宽 3米顶宽 外面看是直的 里面看是斜的 整座墙成梯形 风干了以后 李刚让人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投石机 原本应该用大炮试验的 可他手上没有大炮 投石机砸过去只能砸出一个坑 根本就砸不塌 李刚对这个强度很满意 于是开始下令大规模制造泥坯 用来制作宝墙 李刚今天过来 是因为已经制作了10万块泥坯 要正式开始雷宝了 大人 韩正来到李刚的身边 笑着说道 李刚点了点头 赞赏地看着他说道 你做得很不错 很好 开始吧 韩正点了点头大笑着说道 好 说完他站上了旁边的土堆 大声地喊道 开工了 人群中很多人也一起喊了起来 开工了 韩正的一声大喊 让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在场的人经过这么多天的配合与磨练 早就已经十分熟悉了 这次再次动起来 显得驾轻就熟 李刚站在原地 脸上的笑容也变得异常灿烂 火热的工地 让他的心也变得火热了起来 等到土地开墾完成 堡垒建立完成 新军所便在他的计划当中 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基地 这里可以吸纳人口 产出粮食 保障周围土地的安全 有了这些条件 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多了 李刚想到这些 眼中越发变得火热了 心中豪情逐渐生疼 自己要在这边开创一片大大的基业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中的太阳 李刚面带微笑 不知道儿子那边怎么样了 美国那边的日子 过得好不好 吃不吃得饱 穿不穿得暖 纽约 法拉盛 李恒拿起面前的电 看了一眼上边陌生的电话号码 有些迟疑之后 还是接了起来 李哥 陈豪略微有些兴奋的声音传了出来 李恒微微一笑 语气柔和了几分说道 有什么事吗 李哥 我这边接了一个单子 陈豪在电话那边 有些兴奋地说道 不知道李哥你接不接 什么单子 李恒笑得问道 一个帮派的单子 陈豪压低了声音说道 香港人组成的帮派 枪伤 李恒坐直了身子 他没想到 上来就是这么大的单子 在黑市医生当中 枪伤绝对是最顶级的单子了 牵扯到帮派 那就是更顶级了 这里的顶级 指的是价格顶级 当然了 顶级的单子危险性也很高 有可能会遭遇帮派火拼 有可能会被对方暗杀 也有可能干脆被黑吃黑 治好了拿不到钱 或者被杀的情况都有 李恒却不怕这个 他笑着问道 什么价 两万美刀 陈豪在电话那边说道 李哥虽然是帮派的单子 但香港的黑帮还算讲规矩 不像韩国黑帮 行 我接了 李恒笑着点头说道 把地址给我 好 我马上给你发过去 陈豪笑得点头说道 挂断了电话之后 李恒坐起了身子 开始收拾东西 将自己的药箱杯上 对着黑猫招了招手说道 你跟我一起去 还是在家待着 我当然要出去 黑猫兴奋地跑过来 跳到了李恒的肩膀上 蹲了下来 李恒点了点头 也没说什么 转身带着黑猫 向外走了出去 刚下楼 电话被收到了短信 拿过来一看 上面果然是一个地址 没有开自己的奥迪 李恒叫了加内特的出租车 奥迪太招人眼了 赶到地方之后 李恒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在他面前是一条阴暗的走道 走廊上的灯略微有一些黄 还有坏的 不时闪几下 李恒眉毛一挑 这破地方都适合拍鬼片了 下一刻 一个人出现在了李恒的身后 他刚刚明显是躲在了门后 手中的枪顶在了李恒的脖梗处 李恒站在原地开口道 我最讨厌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你现在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李恒身后的人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觉得我有 李恒面无表情地说道 话音刚落 李恒肩膀上的黑猫就动了 他化作一条黑线扑向了李恒后的人 手中的利爪直接掏向了持枪人的脸 杀 又快又狠 持枪的人根本没反应过来 脸上就被挠出了血 尤其是眼睛 伤口非常的深 血流是喷出来的 李恒这个时候也动 翻身握住了对方的手 向后一摆 咔嚓 对方的手瞬间被李恒掰成了90度 持枪人惨叫了一声 直接跪在了地上 手上的枪也被李恒握在了手里 持枪人躺在地上不断地惨叫 李恒快速地退出了弹夹 看了一眼枪里面的子弹 又将弹夹塞了回去 随后打开了保险 蹲在了地上 用枪顶着持枪人的头 持枪人疼得不行 但被人用枪指着 也回过了神 强忍着疼痛举起了双手 持枪人盯着李恒却不说话 持枪人的年纪并不大 看起来也就30多岁 此时状况非常的凄惨 一只手已经被李恒掰断了 关键是一只眼睛明显被掏瞎了 李恒笑着摸了摸 跳回自己肩膀上的小黑猫笑着说道 做得不错 回去给你加餐 晚上给你买条活鱼 小黑猫舔了舔自己的爪子 用力地点了点头 在外人面前 他是不开口说话的 转回头盯着持枪人 李恒握着手中的枪开口说道 我说过了 我很不喜欢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置你比较好 持枪人咬着牙依旧不开口 剩下的一只眼中还闪露着凶光 李恒笑了 他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人的确比较凶狠 或者说这是一个亡命图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开枪 下一秒 李恒猛地转过头 用枪指向了身后 在李恒的时候 一个人似乎被吓了一跳 连忙举起了双手 与其有一些急切地开口说道 我手上没有武器 李恒上下打量了一番来人 五十多岁的年纪 戴着一副金丝矿眼镜 看得出来 这应该是个智囊型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个误会 来人连忙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李 你可以叫我李秘书 我们就是叫你来的 李恒站起了身子 手中的枪 还是指着持枪人道 我知道是你们叫我来的 但不代表你们能用枪指着我的头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李秘书笑着走过来说道 我替他向你道歉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 李恒低头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持枪人 冷笑着将枪插在了自己的后腰 同时说道 你们还需要我吗 当然 当然 李秘书用力地点头说道 受伤的人在里面等着 因为他刚刚的行为我很不开心 李恒站在原地没有动 盯着李秘书说道 所以 这次的活跃加钱 五万美刀 少一分 我转身就走 李秘书先是一愣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应该的 五万美元没有问题 我马上去准备 跟着李秘书走进了里面 很快李恒便看到了一个简陋的手术室 周围用塑料布围着 一张铁架子床 一些简单的手术器械摆在旁边 床上躺着一个身上包了纱布的男人 脸色苍白 气虚很微弱 李恒竟纱布解开 快速地看了一眼 三处枪伤 一处在大腿上 一处在肩膀 还有一处在胸口 怎么样 能救吗 李秘书凑过来 压低了声音问道 腿和肩膀的伤都没什么问题 子弹取出来就能好 麻烦的是胸口的枪伤 李恒在伤口的胸口抹了一点血 两只手指搓了搓说道 子弹应该伤到了他的肺 你们应该把他送医院 李秘书苦笑着摇头道 怎么可能送医院 如果能送医院 我们就不找你了 真的没有办法吗 你们找过其他人了 李恒把自己的药箱放下说道 李秘书脸色难看的 点了点头说道 你是我们找的第五个黑道医生 前面四个和你的说辞一样 后来有人向我们介绍了你 说你治好了华青帮的周先生 也罢 李恒笑着说道 你们出去 李秘书露出了兴奋的笑容问道 能知 能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好好 李秘书连连点头 对周围的人招了招手 带着他们向外走了出去 李恒将自己的箱子打开 快速地拿出了银针 扎在了伤者的身上 血流很快便止住了 李恒从箱子里面拿出了手术刀 开始取肩膀的子弹 当然了 取子弹并不像影视剧中演得那么简单 并不是拿镊子轻轻一拽就出来了 子弹出枪口的时候 动能是非常的大的 击中人的身体 是能够把人的身体击穿 之所以残留在身体里 是因为遇到了强硬的骨骼卡在上面了 大力撞击卡进去 寻常人见到这种东西 还是钉钉子 要将一枚卡在骨骼中的子弹拽出来 技术力量缺一不可 有的时候还要用翘的 如此才能把子弹拿出来 李恒倒是不用这么费劲 服用了强身箭体的单之后 力量足够大 手中握着钳子 夹住子弹用了一拽 子弹便被取了出来 鲜血也瞬间喷了出来 李恒拿过银针 连忙在伤口周围刺了两针 鲜血瞬间便止住了 取子弹的另外一重风险就是 失血过多 子弹很可能会伤到动脉 或者是静脉 卡在那里的时候 血流量不多 一旦拔出来 会大量地喷溅鲜血 在医院可以输血 有完好的环境 自己取子弹却很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黑市医生 也不接取子弹这种活 肩膀的子弹取出来之后 李恒又将目标 转向了伤者的大腿 过程基本和肩膀一样 很快李恒就把大腿的子弹 也取了出来 输了一口气 拿出手帕 给自己擦了擦汗 李恒准备取胸口的子弹 拿出手术刀 在伤口的胸口 割了一个口子 很快李恒就看到了子弹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李恒快速地加住了子弹 手一用力就将子弹拽了出来 下一秒 鲜血就顺着伤者的胸口 喷了出来 李恒扎在伤者胸口的针 也被推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李恒也不慌 这早在他的预料当中 低头在伤口看了一眼 果然爱伤者被伤到了肺 这样的伤势 去医院不至于致命 当然了 治好了也会留下后遗症 以后很可能会干不了重活 或者容易感染肺部疾病 李恒则是拔出了针 快速地扎在了伤者的胸口 回春针 三针下去 伤者肺上的伤口 缓缓地凝结了起来 李恒看到这一幕 脸上的表情 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给周如生治病的时候 他也使用过回春针 但他从来没有亲眼 见到过回神针的效果 这一次 他终于看见了 好神奇的针法 此时此刻 还有一些理解周静如了 这真的是医术吗 不是超能力吗 李恒自己都怀疑 这是超能力了 很快 对方的肺就愈合了 李恒将针拔了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拿过针线 快速地将对方的伤口缝合 将伤者的伤口 用纱布包好 李恒将剪子扔在一边 发出了咚的一声自己 一边摘手套 李恒一边向外走 门口的李秘书 有些激动地走了进来说道 怎么样 手术没什么问题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前面的大夫 给他用的麻醉药还没过 我看了一下 药下的挺狠 24小时之内如果醒得过来 你们也不用着急 是麻醉药的问题 多等一会就能醒过来了 李恒其实很想说 那位大夫是个二把刀 别的不说 麻醉药就没有这么用 下手也太狠了 李秘书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放心吧 不会 李恒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的钱呢 在这里 李秘书连忙让人拎过来一个箱子 当着两个面将箱子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好多的美钞 李恒将钞票拎起来翻看了一下 又扔回了箱子 抬起头对李秘书说道 不会是备案过的吧 没有没有 李秘书连忙摇头 我们不会给自己找这种麻烦 备案过的是指这些纸钞的号 已经在警察局 或者是其他安全部门被过案 是被盯上的一批钱 只要流出去 就会被找上门 来源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是抢劫 有可能是其他账款 只要不是备案过的 李恒就不在意 是不是黑钱 李恒根本就没问 黑道的私底下交易 怎么可能不是黑钱 即便这钱是白的 用来支付黑道医生的医疗费 他也变成黑的了 自己收了这钱 敢拿出去明目张胆的花吗 自己不敢 但是有人敢 行了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李恒君的箱子 向外走了出去 李恒离开之后 刚刚被李恒打伤的人 凑到了李秘书的身边 恶狠狠地说道 李秘书 就这么让他走了 李秘书转过头 笑着看着他说道 你的枪呢 男人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的神情 有些迟疑地说道 被他拿走了 伸手拍了拍男人的肩膀 李秘书笑着说道 对不起 我忘记了你的枪 被人抢走了 说着 他对旁边的人伸出了手 旁边的人连忙将自己的枪掏出来 放到了李秘书的手上 李秘书检查了一下弹夹 打开了保险 笑着转头说道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吗 男人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碰 李秘书将枪对准了男人的脑袋 猛地扣动了扳机 子弹直接打穿了男人的身体 男人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走到男人的尸体面前 李秘书砰砰砰地又开了几枪 我最讨厌不实数的人 李秘书冷哼了一声说道 当务之急是救人 你倒好 没事找事 还想着找人去报仇 你的是很重要吗 砰砰砰 清空了弹夹之后 李秘书随手将枪扔给了自己的手下说道 拖出去喂狗 是 老大 旁边的人面色不变 微微地躬身说道 冷哼了一声 李秘书转身朝里面走了进去 站在铁门的门口 李衡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嘴角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虽然隔着大铁门距离还不远 但是里面发生的事情 他全部都听见了 倒是个有意思的人 李衡笑眯眯地说道 向前走了几步 李衡的脸色一变 出租车跑哪去了 因为自己的车太高调了 他没有开自己的车来 所以他叫了加内特的出租车 加内特是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 李衡第一天到这里来 就是坐的他的车 当时他还和李衡说了很多话 表示自己很有实力 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 他可以帮李衡介绍一些活 话里话外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活 李衡今天出来 就把他给找过来了 没想到他跑了 背着箱子 李衡无奈地朝街边走着过去 司机跑了 自己也只能去找其他的出租车 离开这里了 刚走到街口 一辆出租车就停在了他的面前 加内特从车窗里面探出了头 一边紧张地四下看了看 一边对李衡招手 一边说道 快点上车 我刚刚听到了枪声 这周围肯定发生了大事 李衡钻进了车里 笑着问道 你跑哪去了 加内特连忙发动的车 车子搜的一下窜上了大街 加内特一脸紧张地说道 我刚才听到了枪声 把我给吓死了 直接就跑到这边来 李衡摇了摇头 自己猜得没错 加内特就是在和自己吹牛逼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李衡拎着箱子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了一眼箱子当中的钱 李衡苦笑地摇了摇头 这是黑钱 想花都花不了 看来自己还要找一个 表面上的来钱渠道 洗钱李衡没想过 从黑出来的钱 干脆就花到黑出去 毕竟李衡需要买很多的东西 给自己的父亲运过去 正好用这些黑道来的钱 将箱子盖上 直接放到了柜子里 李衡拿起了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一边给自己倒了一杯可乐 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边看电视 一边琢磨接下来该做的 很快李衡就被电视里的内容吸引 游行 电视里面正在报道一个游行 李衡根本没在意 这里是美国 这里是纽约 这里爆发游行 实在是太正常了 每天不爆发游行才不正常 就像每天不爆发枪击案 才不正常 吸引李衡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游行的原因 原本他以为又是环保团体 或者是宠物团体 或者是素食主义者 LGBT团体等等 实际上游行的 居然是一群穿人者衣服的人 打扮的花里胡哨 各种各样 很多人都装扮成了 火影忍者当中的人物 最多的是小组织的 有的人还高高地 举着宇智波幼的牌子 李衡看到这一幕 一口可乐 差点没喷出来 将声音调大了一些 很快李衡就弄清楚了怎么回事 这些人是支持小岛秀夫的人 警察局发布了 小岛秀夫的通缉令 他们是来反对警察局 李衡连忙打开了手机 登录了抖音 小岛秀夫的事情 还是处于热搜的头条 也许上一次只有一条视频 这一次的视频变得多了起来 李衡连忙点开看了起来 内容大同小异 大部分都是小岛秀夫 砍瓜切菜的杀着人 手里见 苦无 每一样忍拘的运用 都更加的成熟 速度也更快 力量也更大了 甚至能做出一些 违反物理定律的动作 李衡摇了摇头 把电视给关了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李衡沟通了小岛秀夫 两久之后 他睁开了眼睛 脸上的表情 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夜幕已经降临了 李衡看了一眼 刚刚吃完猫时的黑猫笑地问道 我要出去一趟 你去不去 当然 黑猫叫了一声 跳上李衡的肩膀说道 李衡吹的口哨 带着黑猫下了楼 在楼下的餐厅吃了晚饭之后 李衡摇摇晃晃地 朝着法拉盛的一处地方 走了过去 转了一圈 在阴暗的角落处 李衡的身影缓缓消失了 夜行者的隐身能力 带着黑猫 李衡很快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个有一些破旧的仓库 大门上有一把铁锁 很重很大 李衡走到旁边的一个角落里 拿出了一把钥匙 打开了铁锁 伸手推动大铁门 大铁门发出了嘎嘎嘎的响声 一阵烟尘缓缓地落了下来 李衡向后退了几步 等到烟尘散去 才向里面走了进去 走进仓库 李衡四下看了看 这里到处都是灰尘 显然已经很久 没有人来过了 除了仓库的正中央 看了看仓库的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小岛秀夫没有走正门 他是从上面将大箱子扔下来的 李衡静直来到了大箱子的面前 伸手将箱子打开了 箱子里面的东西极为杂乱 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李衡随手翻了翻 大部分的东西上都还有血迹 一部分是美钞 还有一部分是金银 李衡还在里面看到了金条 除此之外 最多的却是冰猛冷的军火 大部分都是手枪 还有一些冲锋枪 突击步枪倒不多 只有两把AR-15 李衡拿起来看了看 这是枪垫的枪改造的 美国的枪垫里面会出售这种枪 但是是改造过的 只能单发 眼前的却不是 有专业的人对枪械进行了改造 这是能够连续激发的枪 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来说 没什么难度 除了枪械以外 箱子里面还有二十几颗手雷 两包炸药包 李衡看了看是TNT 除此之外 箱子里面还堆积着不少的子弹 这些东西都是小岛秀夫击杀黑帮抢来的 李衡将箱子盖上 随手拍了拍 脸上的表情有些纠结 他让小岛秀夫收集这些东西 是准备给自己父亲送过去的 可现在他没法传送给父亲 父亲那边没有系统点数 这些东西都送不走 如果带回自己的仓库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一旦被警察追查到 自己就和小岛秀夫牵扯在了一起 这是李衡绝对不想要的 想了想 李衡决定将这些东西就放在这 如果下次传送之前被人拿走了 那也无所谓 自己让小岛秀夫再收集就是了 如果没被拿走 那就直接传送给自己的父亲 将黄金和银子收拾了一个包 李衡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出了大门之后 李衡又将大门给关上了 拿大铁锁将门重新锁上 将钥匙揣进自己的兜里 李衡笑呵呵地向外走了出去 转了几个圈之后 李衡在一个角落里重新恢复身形 回到了自己的家 李衡松了一口气 自己的计划终于走上了正轨 从此以后 收集物资的事情 就可以交给小岛秀夫来做了 采用的手段自然是黑道手段 小岛秀夫获得的东西 自然是要给父亲送过去的 除此之外 自己该考虑自己的正常生活 自己需要一个正经职业 而且是赚钱的正经职业 做什么好呢 李衡摸了摸下巴 一拍手 他决定炒股 到了美国 你不炒股 怎么能行呢 自己手里不是有200万美元吗 回头就扔到股市里去 相信一定能够大赚特赚 当然了 李衡不是股神 不能这儿巴金的炒股 但他有别的能力 李衡的目光闪动 嘴角带笑 他已经想到了办法 很快 李衡的神情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他喃喃地开口说道 我这好像不叫炒股 应该叫投资才对 法拉圣警察局 卢克将手中的资料放在桌子上 对着自己身边高大的白人男子 开口说道 案子的所有资料 全部都在这里了 谢谢你 卢克警官 白人男子伸出手一脸感激地说道 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不客气 卢克点了点头 表情有些难看地说道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卢克警官 白人男子连忙叫住了卢克 脸上带着笑容的开口说道 从始至终 你都没有问我的名字 我自我介绍一下 你可以叫我爱德华 爱德华你好 卢克跟爱德华握了握手说道 还有什么事 你难道不想追查这件案子了 爱德华微笑着说道 毕竟案子很奇怪 说不定隐藏了什么巨大的秘密 你就不好奇吗 卢克皱着眉头说道 你们是FBI 你们是特别调查组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纽约市警察 这件案子有你们查就够了 卢克探长 爱德华笑眯眯地说道 我看过你的资料 你是一位极为优秀的警察 从警以来破获过很多大案子 警局当中的口碑也非常好 以勇敢和卓越卓称 这件案子闹得很大 而且发生在纽约 死的虽然都是黑帮 没有平民受害 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平民受害了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专案组需要你的帮助 你这是在邀请我 卢克笑眯眯地说道 当然 爱德华也笑眯眯地说道 谁能拒绝像卢克探长这么优秀的搭档的 卢克沉吟了片刻说道 你要负责搞定我的上级 我已经搞定了 爱德华晃了晃手中的电话说道 你的上级说 只要我能搞定你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好吧 我们合作愉快 卢克伸出了手说道 爱德华握住了卢克的手 笑着说道 好 合作愉快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笑了 卢克拿起了一份资料 递给了爱德华说道 你刚刚说的话不对 这次案件并没有平民伤亡 这里就有平民伤亡 是吗 爱德华将卷宗接了过来 快速地看了一遍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一些迟疑 最终他抬起头说这是手案 卢克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是手案 你有什么看法 爱德华将手中的档案放下问道 我们调查了两位死者的人际关系 这是我们查出来的资料 卢克将档案中的一份资料 递给爱德华说道 根据这份资料 最有可能作案的人是他 卢克将一张照片就放在桌子上 伸手敲了敲说道 小岛秀夫 日益美国人 我们已经派人在全程寻找了 但是依旧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他失踪了 爱德华皱起眉头 拿了照片看了一眼说道 他和凶手的身形似乎不太一样 凶手要比他高大有力得多 如果没有超自然事件 我或许会排除他 卢克点了点头说道 现在我却不会 你是说变异 爱德华抬起头 神情古怪地问道 你不用那么看着我 卢克没好气地说道 你自己看看这段录像 那是正常人的样子吗 我们现在除了往这方面考虑 还能从什么方面考虑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小岛秀夫是个日本人 卢克敲了敲照片说道 第二起案子 被杀的是一个日本帮派 我不相信这是巧合 小岛秀夫的嫌疑很大 先杀了自己的妻子 和妻子的情夫 爱德华点了点头说道 然后去了日本帮派 无论是不是他 我们先把这个人找出来 要看你们FBI的能力了 卢克面容严肃地说道 你跟我来 爱德华想了想 转身说道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三楼的 爱德华先是验证了自己的指纹 随后验证了自己的瞳孔 最后输入了一个密码 门才被缓缓地打开 卢克看了看笑着道 我不知道局里还有这种地方 临时的而已 爱德华转头说道 这是我在你们局里租来的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咱们进去吧 卢克跟着爱德华走进了屋子 屋子里面的布置并不是很复杂 左侧是一排办公桌 每台桌子上都摆着电脑 每台电脑前面都坐着人 屋子里面还有其他人在来回 每个人的耳朵上都带着耳机 似乎都在忙碌着什么 右侧则是一个大屏幕 大屏幕一面闪烁着画像 另外一面闪烁着各种信息 卢克看了一眼 有些没太懂 搜索小岛秀夫 爱德华转头说道 把他找出来 是 旁边有人答应了一声 然后在电脑上输入了小岛秀夫的名字 眼前的大屏幕便快速地刷新了起来 这是什么 卢克有些疑惑地问道 最新的找人系统 爱德华笑着说道 我简单地和你解释一下 这一侧是我们掌控的摄像头 包括行车记录仪和个人的手机 这一侧是信息系统 摄像头这一边只要发现了目标 第一时间就能通过智能系统锁定 信息这边则是酒店 便利商店 医院等等 小岛秀夫在这些地方登记了信息 使用了信用卡 我们就能第一时间锁定 你们能调用手机摄像头 卢克皱着眉头说道 很难吗 爱德华耸的耸肩膀说道 只要一款能够获取手机权限的app就可以了 跟我们合作的app有很多 手机制造商也跟我们有合作 做到这一点非常的容易 卢克没再说什么 更没天真的去谈论什么人权隐私权之类的 一条条信息快速地刷过 有用的信息很快就被筛选了出来 一张张有关小岛秀夫的截图 也出现在了屏幕上 卢克急切地向前走了一步 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旁边的爱德华笑了笑说道 不必着急 现在只是在筛选 筛选完成之后 智能系统会根据时间 地点 行为逻辑等等因素进行分类 我们等结果就可以 卢克有些感慨地说道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系统 爱德华耸了耸肩膀 笑了笑 没说话 这样的系统根本不是钱的事 最关键的是获取到权限 联邦机构有这样的权限 纽约市警察局显然没有这样的权限 很快 一条一条的信息被弹了出来 霍华德笑着说道 案发那天晚上 有摄像头拍到了小岛秀夫 他从法拉圣出现 然后朝着自己家而去 屏幕上出现了一条蜿蜒的路线 路线上不时会出现 一张小岛秀夫的照片 他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 爱德华在路线上指了一下说道 速度很快 从这里到这里用时很短 没有使用交通工具 全程靠跑 已经超越了人体的极限 这一点 我们早就知道了 卢克也盯着屏幕开道 最后出现的位置是这里 霍华德在屏幕上敲了一下说道 这里距离他的家只有一英里 距离案发时间也仅有两分钟 以他的速度足够跑过去 卢克黑着脸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如此 他下一次出现在这儿 霍华德又指了一下位置说道 15分钟之后 小岛秀夫妻子和秦夫的死亡时间 以及邻居的报案时间 全部在这15分钟之内 从时间上可以确定 小岛秀夫就是杀害他妻子和妻子秦夫的人 通过伤口可以确认 日本黑帮的案子和小岛秀夫妻子 及其秦夫身上的致命伤是一致的 两件案子 是小岛秀夫做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即便不是他做的 这件事情他也脱不了干系 卢克在旁边点了点头说道 我赞同你的观点 他离开家之后 是沿着这条路线离开的 爱德华在地图上又画了一下说道 再一次回到了法拉圣 吃了饭之后 他去了这里一家裁缝店 我们应该派人去这里看看了 爱德华在裁缝店上敲了一下说道 卢克想了想说道 你觉得他的衣服是在这里做的 可能性很大 爱德华拿起自己的衣服 一边向外走一边说的 我要去看看 你来不来 当然 卢克点了点头 转身跟了上去 两个人出了门上了车 一起朝着法拉圣而去 法拉圣 裁缝店 爱德华和卢克下了车 两个人一牵一后地进了裁缝店 你好 欢迎光临 有什么能帮忙的 女服务员一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爱德华将自己的证件拿出来 在女服务员的面前晃了一下说道 FBI 我们有事情 需要你配合一下 女服务员顿时紧张了起来 连忙说道 我只是普通的服务人员 我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你们有需要 你们可以去找老板 老板在后面 我去给你们叫 爱德华拿出了一张照片 放在桌子上说道 先不用找你老板 你告诉我 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女服务员脸色一变 连忙摇头说道 我没见过 你最好想好了再说 卢克向前走了一步 指着照片上的人说道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分子 如果你知情不报的话 我可以告你妨碍公务 女服务员顿时就害怕了 他眼圈有一些发红的说道 跟我没关系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我什么都不知道 卢克和爱德华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女服务员的样子 可不像什么都不知道 卢克凑过去拿了一张纸 放到了女服务员的手里 轻声地开口说道 没有人说和你有关系 你只要把你知道的 告诉我们就行了 女服务员没有迟疑 将自己知道的事情 竹筒捣豆子一般地说了出来 我跟这个男人只见过一次 女服务员缓缓地开口说道 他在我们这里定了两套衣服 就是活影忍者中小组织的衣服 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得逼真 你们给他做了 卢克抬头问道 女人缓缓地点了点头说 上了门的生意 怎么能不做呢 我们这个裁缝店主打的 就是手工制作 平日里很多人来 我们这里做衣服 做这种动漫衣服的人也不少 有的是嫌周边太贵 有的是没有周边 我们大多数时候 都是来者不拒 顾客想做 我们就给他做 你们连版权都没有 就敢做 卢克沉生说道 女人尴尬地说道 根本就不会牵扯到版权 虽然我们做的和真实的物品 表面上看差不多 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做了修改 想要打版权官司很难 爱德华摆了摆手说道 你不用紧张 我们不是管这个的 你能给我们提供这个男人 更多的线索吗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女人摇摇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 他只来定制过一次衣服 后来取过一次衣服 再就没有来过了 我也没有见过他 为什么不报警 卢克抬起头问道 我不敢 女人摇摇摇头说道 我在网上看到的视频 那个人杀人如麻 十分的残忍 而且就在法拉圣附近行凶 连日本黑帮都被他杀了 我们怎么敢报警 你再让对方知道了 我们还有活路吗 爱德华和卢克对视的一眼 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眼前的女人并没有说谎 于是 卢克将自己的名片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说道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想起了什么事情 你要第一时间打给打给我 明白吗 女服务员连连点头说道 你们放心 我明白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离开了裁缝店 卢克私下看了看 转头对爱德华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小岛秀夫离我们不远 他应该就在法拉圣 你放心 我的人会严密地盯在这里 爱德华笑着说道 他一出现 我们就能找到他 希望吧 卢克摇了摇头说道 我已经收到了消息 现在很多人都在找 我们的消息更多 爱德华叹了 一口气说道 黑帮雇佣兵杀手 买卖消息的人 甚至有一些富豪 也想要找到他 超自然力量影响太大了 必须要尽快破案 爱德华一边发动汽车 一边说道 有一些有钱的老家伙 还没掺和进来 一旦他们掺和进来 事情就会变得更糟糕 该死 卢克狠狠地咒骂了一句 的确是该死 可他们不想死 霍华德一语双关地说道 两个人都很清楚 很多有钱人都不想死 他们想尽办法活着 他们为此会每年花大价钱 资助各种各样的研究 包括冷冻身体 各种器官克隆 各种严兽实验 有得惨不忍睹 以前他们是寻求医学上的突破 现在有了超自然的力量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 超自然的力量 明显要比追求医学上的突破 更让人着迷 更让人相信 法拉圣 第三街区 小岛秀夫拉了拉自己的帽衫 侧着身子躲开了街角的摄像头 房门没有关 他很容易地就进去了 这同样是一间 长期没有人居住的房子 小岛秀夫观察了一段时间 就住进来了 这段时间他 虽然抢了很多的钱 可都是黑货 也没办法拿去买房 只能找别人的房子来住 刚走进房间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小岛秀夫的脸色一变 这个时候 是谁来敲门了 走到另外一侧的窗子 从外面看了一眼 外面站着十几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白人男子 双手放在小腹前 一脸的斯文 在他身后 全都是彪形大汉 每一个人的身材都很强壮 腰间鼓鼓囊囊 一看就带了家伙 小岛秀夫打开了门 靠在门帮上 看着眼前的几个人 白人男子向前走了一步 恭恭敬敬地将一张名片 递到了小岛秀夫的面前说道 小岛先生你好 你可以叫我詹姆斯 小岛秀夫挑了挑眉吗 他说道你找我做什么 小岛秀夫先生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陷入危险当中了 詹姆斯语气有一些急切地说 你做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警察已经盯上你了 FBI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怎么知道的 小岛秀夫沉引了片刻问道 在警察局那边拿到了一点消息 对我来说还不是什么难事 别说警察局了 其他地方的消息我也都能拿到 詹姆斯微笑着说道 为什么告诉我 小岛秀夫脸色丝毫不变地说道 因为我们对你的超能力很感兴趣 詹姆斯盯着小岛秀夫有说道 超自然的力量 没有人能够抵御这种诱惑 我想小岛秀夫先生应该明白 你们想做什么 小岛秀夫迟疑着说道 很简单 詹姆斯笑着说道 我们只是想知道 小岛秀夫先生 获得超能力的渠道 只要你愿意告诉我们 什么条件你都可以对提 财富 女员 权力 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能满足你 小岛秀夫冷哼了一声 不屑地说道 我现在要什么都可以自己去拿 财富女人全力 我不需要你们来满足我 小岛秀夫先生 詹姆斯依旧面带假笑地说道 我们还能保证你的安全 我很安全 小岛秀夫猙獰地笑着说道 反而是站在我面前的你 我觉得你非常的不安全 你觉得呢 我既然赶来 自然早就做好了准备 詹姆斯冷笑着看着小岛秀夫 伸手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他的衣服上挂满了手雷 腰上绑了一圈炸弹 你不怕死吗 小岛秀夫一愣 冷哼了一声说道 怕死 詹姆斯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怕死 我只怕我自己死的没有价值 如果能够获得 你超能力的来源 我死了也是甘心的 你死了 你得到了 又能怎么样呢 小岛秀夫咬着牙说道 我又没说我自己获取 詹姆斯摇了摇头说道 你不用管这些 我只要能拿到就行 小岛秀夫先生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要是不同意 小岛秀夫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就只能要你的尸体了 詹姆斯盯着小岛秀夫 缓缓地说道 对于我们来说 不能从你嘴里面得到 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把你的尸体带回去研究 小岛秀夫的脸色更难看了 眼前这人是个疯子 你最好尽快给我一个答案 詹姆斯又向前走了几步说道 很快警察就要到了 我们的实力 没有办法正面对抗警察 毕竟招惹了警察后会 惹来更强大的力量 我必须要在警察道之前 解决这件事情 要么你告诉我渠道 要么我炸死你得到你的身体 我们不会让你 落到警察的手里 你恐怕说的不算 小岛秀夫猛地转身 朝着窗子冲了过去 我说了算 詹姆斯脸上露出了 猙獰的表情 猛地按下了控制器 一瞬间爆炸响了起来 火光冲天 一股气浪 直接将小岛秀夫 炸飞了出去 撞碎了窗户 小岛秀夫 直接从窗口飞了下去 四肢挣扎着 朝着地面落了下去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六楼的高度 即便身体强壮的小岛秀夫 也差点摔背过气去 翻了一个身 全身上下传来了阵阵的剧痛 小岛秀夫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身上很多地方 都是玻璃茶子的碎片 还有很多地方有蛋片 六楼的房间 早就已经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小岛秀夫咬了咬牙 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又郁闷又猙獰 忍不住愤怒地大喊道 疯子疯子 不远处的屋顶上 一个男人手中握着望远镜 看着从地上爬起来的小岛秀夫 按下了耳机说道 目标已经落地 受轻伤 移动正常 没有生命危险 可以开始第二轮 第二轮开始 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口道 小岛秀夫的脚步越来越快 詹姆斯说警察要来了 现在爆炸了 警察的速度会更快 自己要抓紧离开这里 不能被警察给堵住 詹姆斯不敢惹警察 小岛秀夫也不敢 转过街角小岛秀夫就愣住了 在他面前站着四个男子 每个人的手里面都端着一把枪 小岛秀夫转回头 自己身后也一样 也是四个男子 每一个人手里面 也都端着一把枪 没等他有什么动作 八个人一起扣动了扳机 子弹像不要钱一样地 射在了小岛秀夫身上 小岛秀夫被打得全身摇晃 法拉圣 李恒家里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 血骨居然联系自己了 坐在沙发上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李恒很快就看到了小岛秀夫的画面 脸上也瞬间变得古怪了起来 这一幕好像在哪看过 许文强 没错 就是许文强 小岛秀夫此时就像许文强一样 全身上下不断地抖动 子弹不断射进他的身体 他摇晃着倒在了地上 小岛秀夫倒了 射击还是没有停 八支枪全部清空了弹夹 射击才停下来 目标倒地 远处的建筑上握着望远镜的人 按着耳机说道 情况不明 观察中 观察中 So 小岛秀夫猛地从地上坐了 双手分别指向了两个方向 两只手迅速地伸长 十只手指迅速地化作了管状物 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八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的身子已经被小岛秀夫卷起来了 直接悬在了半空当中 小岛秀夫也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如神如魔 八个人奋力挣扎的 可是却无论如何 都没办法挣脱 管子上的口气 直接吸在了八个人的脖子上 下一秒 咕噜咕噜的声音响起 鲜血顺着管子 流进了小岛秀夫的身体 八个人的身体 快速地干瘪了下去 小岛秀夫身上的伤口 开始缓缓地融合 子弹不断地被推挤出来 落在了地上 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 八个人的尸体干瘪下去之后 小岛秀夫的伤口 也全部都愈合了 将八具尸体扔开 小岛秀夫的目光 忽然转向了一个方向 他对着那个方向歪着头 露出了一个猙獰的笑 他发现我了 握着望远镜的人 哆哆嗦嗦地说道 第二轮计划失败 目标存活 目标存活 目标伤势已恢复 八人全部死亡 八人全部死亡 开始第三轮 低沉的声音 有一些兴奋地说道 开始第三轮 握着望远镜的人 快速地下达了指令 周围的建筑上 迅速出现了十几个人 他们手中握着长长的枪 迅速地对着小岛秀夫 扣动了扳机 这一次枪里射出的 不再是子弹 而是麻醉针 一只两只 三只四只 小岛秀夫不断地向前走 速度越来越快 他们射出的枪支 也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快 很快 小岛秀夫全身上下 都扎满了麻醉剂 他依旧在高速地奔跑 他们看不出怎么回事 但李航能看出是怎么回事 小岛秀夫此时 早就已经晕过去了 麻醉剂在他身体里面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小岛秀夫还能动 依靠的完全是血骨 此时 他彻彻底底地 被血骨给操控了 失败 失败 握着望远镜的人 大声地呼喊 眼中全是惊 小岛秀夫 已经朝着他的方向 跑过来了 速度非常的快 甚至能够在 楼宇之间来回地跳动 直接从一楼 跳到了三楼的台阶 再一跳 就已经上了六楼 一名握着麻醉枪的人 刚要跑 小岛秀夫 已经落在了他身后 张开嘴一条长舌头 缠住了对方的腰 将对方倒拉而回 口气一下子 吸住了对方的脖子 瞬间将对方吸成了干湿 将尸体甩扔出去 小岛秀夫 狂奔向下一个目标 一个个目标被吸干 小岛秀夫的目标 终于落到了 逃走的望远镜人身上 望远镜人 此时已经跑到了楼下 坐上了车 急切地打着车 一边打车 一边按着耳边的耳机说道 他追上来了 他追上来了 他马上就要 到我身边了 耳机中 依旧是那个低沉的声音 不缓不急地说道 开始第四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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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远镜人 急切地吩咐着 他更着急打着车 快车点燃的一瞬间 车顶棚 忽然砰的一声巨响 顶棚被砸了一个大坑 下一秒 一个身影 已经翻到了挡风玻璃 砰 长长的舌头 砸在挡风玻璃上 挡风玻璃瞬间 被砸出了无数的缝隙 虽然没有破 但是已经离破不远 小岛秀夫没有在砸玻璃 他长长的舌头往回一收 挡风玻璃瞬间被拽了下来 随着他向后一甩 挡风玻璃直接被扔出去了 长舌头伸进了车子 直接将望远镜人给拽出来 望远镜人挣扎着 但是他的脖子 被小岛秀夫的长舌头 紧紧地缠着 高高地掉了起来 整个人脸憋得通红 他用手砸着小岛秀夫的舌头 小岛秀夫却仿佛没有感觉一样 将望远镜人扔在地上 小岛秀夫落在了他身边 舌头缓缓地收了回去 小岛秀夫盯着他开口问道 你只有一次机会 我也只会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回答 我就吸干你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 望远镜男人脸色异常地惊恐 不断挣扎地向后退 碰 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脆响 望远镜男人的脑袋瞬间炸了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远处有人开枪 把他给打死了 小岛秀夫缓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目光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碰 一枪打在了小岛秀夫的肩膀上 一瞬间 小岛秀夫的肩膀就被击穿了 子弹的威力非常大 直接将小岛秀夫的肩膀 打出了一个大洞 李航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心中有些感慨 小岛秀夫的身体是真的强 对方使用的明显不是普通的枪 也不是普通的子弹 看看地上的尸体就知道了 地上的尸体同样是中枪 打的是头 结果整个头都没了 小岛秀夫的反应很快 翻滚着躲到了墙角 碰 在小岛秀夫离开的一瞬间 一颗子弹射在了地面上 地面瞬间被射出了一个大坑 可见子弹的威力之大 碰 下一秒 小岛秀夫的身子一颤 整个头瞬间炸链 李航眼前一黑 画面瞬间断了 刚刚那一刹那 李航看到一颗子弹 击中了小岛秀夫的头 小岛秀夫的头瞬间炸得四分五裂 对方埋伏了不止一位狙击手 从第一轮一直到最后狙击手狙杀 对方的埋伏层层加码 他们在不断地试探 最后选择了下杀手 李航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 冷汗都下来了 虽然他没有感觉到疼痛 但刚刚一瞬间 他甚至觉得自己被枪击中了 整个人感觉非常的不好 给自己倒了一杯冰可乐 喝了一口 李航才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平静了情绪之后 李航尝试联系血骨 很快便有了回复 李航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小岛秀夫死了就死了 血骨还活着就好 小岛秀夫死亡之地 小岛秀夫的头被炸得四分五裂 一滩黏乎乎的东西粘在墙上 突然这一滩黏乎乎的东西动了 一只血红色圆滚滚的胖虫子 从里面爬了出来 胖虫子已与他身体 极不相符的速度 冲进了旁边的下水道 消失不见了 一辆车缓缓地停在了 小岛秀夫的尸体身边 一群穿着黑衣服的人 从车上跳了下来 快速地走到了尸体的身边 将尸体拖上了车 他们也跟着跳上了车 车子开动一群人扬长而去 在他们离开之后 有两只狗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四处嗅了嗅 最后在地上舔了舔 鲜血瞬间进入了他们的身体 警笛也在这一刻想了起来 两只狗吓了一跳 连忙跑进了黑暗中 警车很快停了下来 警察从警车里面跳了出来 他们全副武装 身上穿着防弹衣 手中拿的全都是重武器 爱德华和卢克也从后面的车里面走了下来 两个人的耳机中不断传来就位的消息 两个人脸色阴沉地往前走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两个人恐怕不太好交代 这么多的尸体 卢克蹲在一具干瘪的尸体面前开口说道 你看这边 霍华德站在一具无头的尸体面前说道 认识吗 卢克的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当然认识 我在做警察 之前是海军陆战队退役的 这一看就是大口径的狙击枪 城里出现了这样的枪 事情有些大条了 霍华德摇了摇头说道 你再看这一遍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小岛秀夫死亡的现场 霍华德指的是地上说道 现场每一处都是尸体 只有这一处没有 你觉得是为什么 是小岛秀夫的尸体 卢克脸色更难看地说道 他被人狙杀了 尸体还被人带走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小岛秀夫 霍华德想了想说道 他反杀了对方逃跑了 对方的同伴来了 将死者的尸体带走了 那为什么不带走周围的尸体 卢克迟疑着说道 因为周围的尸体不重要 只有这个人的尸体最重要吗 你看墙上的这片残留物 子弹是从那边射出来的 与刚刚的子弹虽然方向不同 但同样是大口径的狙击枪 霍华德面露苦笑说道 如果是小岛秀夫 那就糟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卢克阴沉着脸说道 霍华德轻轻地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眼前的情况也只能如此了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李恒站起了身子走到了门口 伸手拿起了自己的外套穿在了身上 又拿起旁边的帽子戴在了头上 转身出了门 夜晚的法拉盛 既热闹又繁华 只不过这一切与李恒关系不大 帅哥 要不要来玩一玩 不远处的女人 站在街边招呼着李恒 李恒根本不去看他们 刚到美国 或者刚到法拉盛的时候 李恒还有一些好奇 他们明目张胆地 在街边招揽生意的 不会被警察给抓了吗 实际上却没有人管 他们就是这么明目张胆 各个国家的各个族裔的全都有 他们就那么穿着暴露地站在街边 如果有人想要他们 你就可以过去搭讪 或者把自己的车停下来 他们身后都有自己的住处 可以去他们那里 他们也可以跟着你上车 你们就在车上完成交易 可以叫上一个两个 也可以叫上不同族裔的 加内特和李恒说过 找这种一定要小心 一是要小心他们背后的黑帮 他们这些人基本背后都有黑帮控制 一定要光明正大的 在人多的地方交易 千万不要跟着他们走 不然会被黑帮抢劫 除此之外 还要当心女警察 很多时候 女警察会站在街边放舌 一旦你凑上去 就会被他们给抓起来 李恒当时笑了笑 没说什么 李恒对这些不感兴趣 快速地经过了这条街 在黑暗的转角处 李恒的身影迅速地消失 夜行者的隐身技能 在得到这个技能的时候 李恒的心里就非常的高兴 他相信 这个技能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便利 能够让自己做很多的事情 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 有了这个能力 他真的能做很多的事 能有很多的便利 转过了几条街之后 李恒在一个下水道的井盖旁边 蹲下了身子 伸出手将下水道盖 缓缓地挪出了一个缝隙 很快 一只血红色的虫子 从水道里面钻了出来 伸手将血红色的虫子拿起来 李恒将它放在自己的手掌 是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脸上露出了笑容 比起自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真的变大了不少 也更加的胖乎乎圆乎乎了 用手指戳了戳软软的 还真的有点可爱 走了 回家了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血骨似乎感觉到了安全 带着几分欣喜 在李恒的手掌当中 蜷缩成了一个球 很快地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李恒笑了笑 右手握着血骨 转身朝家的方向走了回去 很快 李恒便走回了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 他双手插在兜里面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看着周围的一切 虽然已经很熟悉这一切 但李恒依旧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夜行者能力的原因 李恒看着周围的一切 总感觉自己容不进去 仿佛这一切 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总是带着淡淡的疏离感 看着这一切 站在街边的台阶 李恒居然有了一种超然的感觉 让开让开 远处的吵闹和呼喊声 突然让李恒从那种超然的 境界当中回了过来 一下子又将他拉回到了 现实的世界当中 李恒转回头 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了 一个劈头散发的女人 正跌跌撞撞地朝这边跑了过来 在他身后 是一群壮汉正在推开身边的人 朝着女孩冲了过来 李恒看了一眼 向后退了两步 这一幕在国内不常见 但是在国外很常见 他到美国没几天 但是这一幕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 女孩应该就是逃跑的妓女 这些女孩来自全球不同的地方 亚裔女孩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 其中华裔寒裔和日裔也有 大部分都是非法偷渡过来的 在家乡以各种各样的名义 被骗过来的 或者干脆就是向往美国被人骗过来 白人女孩有来自东欧的 有来自乌克兰的 黑人女孩就更多了 来自哪的都有 除此之外 还有拉丁裔和墨西哥裔 基本上都是被黑帮控制 周围人都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没有人上去帮忙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麻烦 一旦沾染上就摆脱不掉 全部都摆出了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有的人拿出了电话报警 这已经是极限了 女孩跑着跑着 忽然摔倒在了地上 一群壮汉跑到了女孩的身边 一个人伸手将女孩的头发拎了起来 有两个人还想把女孩架起来 可壮汉连忙摇了摇头 壮汉伸出手 在女孩的鼻子下面叹了一下 脸色就变了 周围的人也看出来了 女孩死了 汉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周围的人也越举越多 为首的壮汉拿出了电话 快速地按下了一个号码 表情有些急切地 在那边说了几句什么 挂断了电话之后 他对着其他众人招了招手 壮汉们迅速做鸟兽 散进入了人群当中 很快便消失无踪了 周围的人 这才凑到女孩的身边 有人去观察了一下女孩的状态 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死了 李恒摇了摇头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转身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走了过去 警察到这里之后 会将女孩的尸体收走 也会派人去查这个案子 但最后的结果 往往都是不了了之 公共部门会将女孩火化 然后埋到公共墓地去 李恒刚刚转过街 他身上的黑猫 却突然跳在了地上 朝着女孩的方向狂奔去 李恒一愣 刚想开口 黑猫的影子已经消失不见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 李恒躲到了角落里 身子缓缓地消失 等李恒再一次回到了现场 黑猫已经跳到了女孩的身上 叫了一声 轻轻地舔了女孩一下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全部都神情黯然地叹着气 有些心好的人 这个时候也掉下了眼泪 李恒站在人群当中 也看清楚了女孩的面貌 白人女孩 看起来年纪并不是很大 虽然白人女孩发育得很早 可依旧能看出来 她面容上的稚嫩 黑猫舔了两下女孩之后 转身快速地消失在了街角 警车缓缓地 从不远处开了过来 随后车门打开 一男一女两名警察 从车上走了下来 两个人快速地 来到了女孩的身边 男警察蹲在地上 伸手将女孩搀扶了起来 将手指放到了 女孩的鼻子下面 他抬起头大声地说道 还有呼吸 叫救护车 周围的人脸色一变 所有人都露出了 不敢相信的表情 李恒的神情 则又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刚刚明明已经死了 检查过的不是一个人 现在怎么又重新 有了呼吸了呢 咳咳嗨 女孩忽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边大口地喘着粗气 一边紧张地四下看着 周围的人吓了一跳 全部都倒退了回去 李恒向后退了几步 他总觉得 女孩已经死了 现在能够醒过来 绝对和刚刚的 黑猫有关 只是不知道 黑猫究竟干了什么 没有太犹豫 李恒悄悄地退出了人群 黑猫很快就回来了 落在了李恒的肩膀上 你干的 李恒站在远处 压低了声音说道 黑猫叫了一声 甩了甩尾巴 笑着说道 我只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仆人而已 不要大惊小怪 仆人 李恒神情有些诡异地问道 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 叫为虎做仓 黑猫语气中 带着几分得意地说道 听说过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有一种鬼叫做仓鬼 他们是被老虎吃掉的人 变成了鬼 他们不但不找老虎报仇 反而经常会引诱人给老虎吃 比喻给坏人当帮凶 是一种贬义词 黑猫点了点自己的脑袋说道 那个女孩就是我的仓鬼 李恒的表情 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 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黑猫 还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然后才开口说道 你是猫 你不是老虎 猫是老虎的老师 黑猫抬起头 一脸骄傲地说道 老虎会的东西我都会 我会的东西 老虎可不见得会 还能这样 李恒对着黑猫 竖了竖大拇指说道 黑猫脸上 顿时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一边摇着尾巴一边说道 我今天晚上 能不能吃一条猫薄荷 当然没问题 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女孩已经被警察 带上了警车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全都散了 虽然大家很好奇 女孩刚刚死了 为什么又活过来了 可警察在这没法询问 也没法检查 大家也只能疑 女孩刚刚是晕过去了 现在又好了 我又来安慰自己 女孩接下来会怎么样 李恒有一些犹豫地问道 我已经让他跑了 黑猫舔了舔自己的爪子说道 等一下他被下车 以后就会选择跑 警察抓不住他了 你确定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当然了 黑猫更得意地说道 他可是我的猖鬼 拥有我的力量 怎么可能跑不掉 我告诉你 他现在可强了 好好 可强了 李恒笑着点头说道 走吧 咱们回去吃猫薄荷 主人 你太好了 黑猫小脑袋 在李恒的脸上蹭了蹭说道 警车缓缓地停在了 警察局的门口 男警察下了车 将车门打开 一脸关切地对女孩子说道 我们到了 下车吧 女孩从车上走了下来 满脸疑惑地四下看了看 下一秒 女孩对身边的男警察说道 你看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男警察一愣 下意识地转回了头 如果这句话是其他的嫌疑犯对他说的 他应该不会相信 眼前的女孩实在是太人处无害了 而且还是受害者 男警察转回头的一瞬间 他就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连忙转回了头 伸手去抓女孩 男警察的反应快 女孩的反应更快 女孩猛地一低头 身子直接穿过了男警察的腋下 身子猛地发力 人已经狂奔了出去 速度飞快 朝远处跑了出去 男警察脸色胀得通红 咬着牙在后面追 人已经被带到警察局门口 这要是让人跑了 自己的脸王哪个 回去之后 还不被那帮人取笑 甚至会被当成警察局几年的笑料 男警察不能忍 在后面猛地向前冲 女警察看到这一幕 无奈地摇了摇头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追着上去 她去前面 准备去前面堵住女孩 女孩很快跑进了一个胡同当中 男警察也追了上来 双手拄着膝盖 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着面前的女孩说道 你要相信我们 我们不会害你的 女孩看了一眼身后的高墙 又看了一眼面前的警察 你要相信我们 男警察伸出手 真诚地说道 我们真的是来帮你的 无论什么事情 我们都能够帮你的忙 但在警察局不会有危险 谢谢你们 女孩忽然抬起头说道 但是我不能和你回去 女孩猛地转身 一只脚在墙壁上 一蹬身子 猛地窜上了墙 手脚并用 像某种动物一样 快速地在墙上爬了两下 很快就窜了上去 男警察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女孩蹲在墙壁之上 回头看了一眼男警察说道 谢谢你们 说完这句话 女孩直接跳下了墙 快速地消失在了街道中 男警察很快便 从震惊当中回过了身 看了一眼墙壁 目光之中闪过了一抹坚定 吐了一口唾沫在自己的两只手上 向后退了两步 男警察猛地朝着墙壁跑了过去 一只脚蹬在墙上 男警察猛地跳起 双手扒向了墙头 啪 哎哟 男警察身子猛地跌落了下来 屁股摔在了地上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追了 女警察出现在了男警察的身边 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看到了 男警察站起了身子 一边揉着屁股 一边大声地说道 女警察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看到了 他刚刚的动作 绝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 已经超越人体的极限了 男警察一边揉着屁股一边说道 没错 你说的有道理 我已经用实际证明了这一点 法拉圣 李恒家里 回到自己的家之后 李恒第一时间将猫薄荷 给黑猫安排上了 同时给自己倒了一杯可乐 做到了电脑前开始研究起了股票 李恒从来没买过股票 但不耽误他当一个行家 打开电脑收集资料 李恒做得很专业 当然了 他收集的资料 与普通人玩股市收集的资料 是不一样的 普通人收集公司财报家 经营方向 财务状况等等 在李恒看来都是乱七八糟的资料 他也看不懂 他要研究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东西 企业优势 行业政策影响 全球经济状况 这是炒股的因素吗 自己是来赚钱的 可不是来陪资本玩的 在李恒看来 只要找准机会 找准合适的对象 轻轻松松的就能赚大钱 甚至让自己的资产 翻上的几倍几十倍 大概研究了两个小时 李恒就锁定了一家公司 公司的名字叫做 马库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的名字叫做比尔 马库斯是一名赫赫有名的 生物学专家 创建不过十余年时间 三年前刚刚上市 现在的市值已经破百亿了 李恒在互联网上 简单地搜索了一下 公司主要经营和研制的方向 是生物制药 推出了几种效果不错的药物 盈利非常的好 市值增长得也很快 除此之外 比尔 马库斯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除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以外 比尔 马库斯更出名的地方 是他的大嘴巴 他曾经无数次的 在公开的场合 发表过一些逆天的言论 比如支持克隆人 支持克隆器官移植 用他的话说 生物医学才是人类的未来 人类的进化和长生 全都要靠生物医学 只要大力支持生物医学的发展 人类是有可能长生不老的 在美国很多人 将他比作生物医学界的马斯克 这家公司非常符合李恒的需求 公司的市值非常的高 自己两百万的美金扔进去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不显眼 最关键的是 公司是靠比尔 马库斯撑起来的 一旦他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 公司的骨架一下子就会跌下去 李恒转头 看向了一脸迷糊的黑猫说道 你的猖鬼能做事吗 当然了 黑猫仰着脖子大笑着说道 我的猖鬼可是很厉害的 他什么都能做 比你那个血骨厉害多了 七七七 血骨直了身子 发出了声音 一副不满的样子 对于血骨的挑衅 黑猫则是叫了一声 直接跳上了桌子 这动作直接把血骨吓了一跳 蜷缩成了一个球 直接滚到了李恒的手里 黑猫伸出爪子扒拉了一下 将血骨扒拉了出来 李恒能够感到血骨异常的恐惧 连忙伸手将它拿了回来 转头对黑猫说道 你不要乱来知道吗 黑猫不屑地说道 他这样的 我一爪子能拍死一片 李恒算是明白了 黑猫要比自己想象中强的很多 血骨在面对他的时候 害怕得不行 畏惧得不行 一点反抗的想法都没有 让你的猖鬼帮我做一件事 李恒笑咪咪地说道 当然没问题 黑猫摇了摇尾巴说道 我要十根 不 二十根猫薄荷 揉了揉黑猫的脑袋 李恒笑着说道 没问题 我给你买一百根 主人 你太好了 黑猫一脸兴奋地说道 说吧 你让我干什么 这样这样 然后再这样 李恒笑咪咪地说道 事情办成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换一套大房子了 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面了 黑猫眼睛顿时一亮 仰起头说道 买个大妆圆行不行 像华清源那个样子 李恒的表情一愣 随后有一些迟疑地说道 恐怕是不行 咱们的钱太少了 哦 黑猫一脸遗憾地说道 稳赚的买卖 因为钱少赚不到太可惜 李恒琢磨了琢磨 黑猫说的有道理 稳赚的买卖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怎么能不搞一把大的呢 这种机会不能放过 拿起电话 李恒快速地拨通了 周静如的电话号码 有什么事 周静如有些疲倦地说道 我需要一笔钱 李恒缓缓地说道 要多少 我打给你 周静如直接打断了李恒的话 多多一善 李恒想了想着说道 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 李恒以为周静如 都要不搭理他的时候 那边传来了周静如的声音道 我现在能调动的 大概有1500万美元 够不够 这下轮到李恒愣住了 不是他嫌少 是太多了 自己和周静如 虽然是滚床单的关系 但是也仅此而已 两个人又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更不是夫妻 他居然愿意 拿出1500万来给自己 不够吗 周静如迟疑了片刻说道 如果不够 我马上去想办法 实在不行我去找干爹借一下 你能等我一会儿 够了 李恒在电话里说道 谢谢 我有些忙 周静如笑着说道 钱我马上给你转过去 等我忙完了 我去找你 我们再好好地聊聊好不好 李恒听出了周静如话里的意思 笑着说道 我等你 挂断了电话 李恒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很快短信响了起来 李恒打起电话看了一眼 果然自己的账户中 多了1500万美刀 加上原本的200万 现在自己有1700万了 输了一口气 李恒笑着说道 咱们开始吧 好 黑猫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为了猫薄荷 作为新时代的富豪 比尔 马库斯的为人极为张扬 不管是为了炒作 还是他本人为人如此 每次他出现在媒体上 都是豪彻美女 宽阔的泳池 顶级的音乐表演 身穿比基尼的各种各样的美女 香烟美酒 每一样东西都不缺 比尔 马库斯坐在东侧 目光灼灼地盯着泳池的中央 在泳池的中央 搭着一个台子 台子上一个女人 正在那里扭动自己的身子跳舞 完美的身段 妩媚的舞姿 甚是勾人心魄 怎么样 喜欢 一个男人笑呵呵地凑到比尔 马库斯的身边说道 你安排的 别人马库斯转过头说道 不是 胖大的男人摇了摇头说道 应该是来找机会的 实话实说 这样的货色可不好找 你看看周围的男人 哪一个不盯着他 你要是喜欢 要赶快下手 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比尔 马库斯笑着说道 男人笑了笑 没说什么 扔掉了自己的浴巾 露出了自己健美的心 身材 壮硕的肌肉 比尔 马库斯走到游泳池旁边 转头对男人说道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魅力 说完直接跳进了泳池 男人躺在堂椅上 喝了一口酒 面对笑容地看着 比尔 马库斯很快游到了高台上 静止来到了女人的身边 周围瞬间响起了口哨声 鼓掌声 还有欢呼声 女人也看到了比尔 马库斯 脸上露出了笑容 比尔 马库斯来到了女人的身边 两只手轻轻地还在了女人的腰上 跟随着女人 一起扭动自己的身子 在女人耳边小声地说道 跟我一起 走怎么样 咱们一定能有一个美妙的夜晚 女人转回身抬起头 看着比尔 马库斯 轻轻地舔了舔嘴唇说道 什么时候走 现在怎么样 比尔 马库斯笑呵呵地说道 好啊 女人挤了几眼睛答应道 比尔 马库斯 牵起了女人的手 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一副领奖的样子 周围的欢呼声和掌声 更加地热烈了 两个人下了台 很快出了场地上了比尔 马库斯的敞篷跑车 车子发动 比尔 马库斯踩下了油门 车速一下子就飙了起来 女人高举着 双手不断地欢呼着 比尔 马库斯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嘴中也欢呼着 在跑车的后面 两辆黑色的SUV紧紧地跟随着 这是比尔 马库斯的保镖 保镖头目是一个高大的黑人 名叫麦康奈尔 是一名退役的三角洲部教官 麦康奈尔看着狂飙的敞篷跑车 拿起来手中的对讲机 大声地说道 马库斯先生 你已经超速了 请减速 请减速 敞篷跑车里面 女人转过头 有些诧异地看着比尔 马库斯说道 你开车 还要听保镖的指挥吗 比尔 马库斯一愣 他上下打量着女人说道 你什么意思 女人没想到 比尔 马库斯 居然这么快就冷静了下来 原本以为她喝了酒 而且美色当前 自己刺激她一下 她会更加快地飙车 结果她居然真的减速 你还真是成熟 女人语气之中 带着嘲讽地说道 比尔 马库斯没说话 只是紧紧地盯着女人 下一秒她脸色大变 女人的脸居然变了 妩媚娇羞地翘脸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黑猫的脸 喵 比尔 马库斯听到了一声猫叫 下一秒 她的头就炸了 狂奔的敞篷跑车 一下子就失去了方向 快速地朝着街边撞了过去 碰 没有任何意外 敞篷跑车直接撞在了栏杆上 栏杆一下子被撞开了 车子翻滚着冲下了栏杆 沿着斜坡冲下了山坡 在碰撞的一瞬间 女人已经从敞篷跑车里面 翻身跃出 稳稳地落在了栏杆上 穿着比基尼站在栏杆上 女人冷冷地看了一眼比尔 马库斯 随后身子便消失在了 保镖的车很快停了下来 比尔 马库斯的车也已经冲到了坡底 车子已经冒烟了 看样子随时都有燃烧的可能 保镖们不敢怠慢 一边打电话要救护车 一边朝着山坡下冲了下去 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 任何消息都很难瞒得住 车祸的消息 很快就在互联网上传开了 没用多久 消息便被证实了 比尔 马库斯发生了车祸 车子冲到了山崖底下 比尔 马库斯生死未捕 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了股市上 早上刚刚开盘 马库斯生物科技的股票 硬生而降 无数的人都开始抛售这只股票 大家都知道 一旦比尔 马库斯死了 这只股票将变得毫无价值 得到消息之后 就想着跑掉 趁着别人都没反应过来 必须要跑路 李恒的加脸 看着电脑上不断跳动的数字 李恒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十倍杠杆 全部做空 事实证明 自己的眼光真的非常好 马库斯生物科技的股票跌了 按照这个幅度 自己肯定能够大赚特赚 轻轻地摇了摇头 李恒笑着说道 炒股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消息 马库斯生物科技的股票 也跌得更厉害了 无数人也在关心着比尔 马库斯的身体情况 纽约大学医学院医疗中心 作为纽约最好的医院 甚至是全美最好的医院之一 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的好 主治医生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脸上带着几分疲倦 但他还是强迫自己 露出了笑容 外面等着自己的这些人 没有一个不是亿万富豪 他需要良好的态度 众人也连忙围了上去 迫不及待地开始询问 医生面对笑容地说道 马库斯先生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们已经对他的伤势进行了处理 现在马库斯先生 只是处于暂时的昏迷 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旁边的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医生想了想之后说道 如果不出意外 48小时内应该能醒过来 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也好看得不少 其中一位股东开口说道 我们马上召开发布会 向外界公布这个消息 股价应该就能稳住了 我觉得 还是等马库斯先生醒了之后 再向外公布得好 一个股东缓缓地说道 股价的问题也不大 咱们可以出钱买回来一部分 把股票拉上去 你们觉得呢 众人全都看向了说话的股东 也都沉默了下来 在场的也都是聪明人 自己的公司是怎么回事 大家心里面也都有数 比尔 马库斯一旦醒过来 公司的股价就能够稳住 甚至还能够上扬 对于大家来说 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股价的波动 除了股民在意之外 他们这些股东并不太在意 只要能升回去 短暂地落一点 无关紧要 刚刚那人的话却提醒了大家 这是个机会 现在股票的价格这么低 不说其他的 直接抄底 等到比尔 马库斯醒了以后 在对外公布消息 股票一下子就涨起来了 等到股票涨起来再卖掉 全都是钱啊 基于股东的身份 大家不方便做这样的操作 但是想绕开的办法 还是有很多的 即便自己不行 也可以让别人 来进行这样的操作 众人对视了一眼 谁都没开口 但是默契地达成了协议 我觉得有道理 一名股东向前走了一步 开口说道 我们没必要 现在就公开董事长的消息 毕竟董事长的身体 暂时还不稳定 我们谁也不知道 最终的结果是如何 贸然地公布董事长的消息 对公司是不利的 旁边另外一个人 向前走了一步说道 我也赞成这样的操作 众人一起点了点头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全部要通过 最先开口的股东说道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董事长的身体的消息 暂时先不对外公布的 什么时候董事长醒过来了 我们再对外公布 好 众人同时笑着答应道 法拉圣 李恒的家 坐在电脑前喝着可乐 看着自己账户 不断跳动的数字 李恒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一些诡异了起来 打开了网站搜了一下 李二 马库斯居然还没有消息 这是什么情况 退出去看了一下自己的股票 李恒发现居然有人在买股票 他们在不断地清盘 马库斯生物制药的股价 居然出现了小幅的上升 事情透着一丝古怪 李恒琢磨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有些迟疑 随后就笑了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自己只是赚钱来的 有什么阴谋 跟自己都没关系 到了第三天的早上 比尔 马库斯 还没有醒过来 病房的门口 马库斯生物的股东 再一次聚在了一起 他们的脸上早就 没有了昨天的成熟与稳重 更没有了淡定与微笑 每个人都十分的急切 主治医生在屋子里面 脸色非常难看的 为比尔 马库斯检查身体 自己的判断是 48小时就能醒过来 可现在已经过了72小时了 病人还没有醒过来 这让主治医生 变得非常的尴尬 外面那些股东 都盯着自己的情况下 就更尴尬了 虽然主治医生 不知道外面那些股东 做了什么 但是他很清楚地 知道他们 没有对外公布 比尔 马库斯的身体状况 肯定是进行了 一些其他的操作 他们急需比尔 马库斯醒过来 自己要是判断错误 肯定会有大麻烦 出事了 一名股东握着手机 从远处走过来 脸上带着焦急的表情 说道 不知道谁把马库斯的消息 公布出去了 现在网上已经传开了 什么 其他股东的脸色大变 连忙拿出了手机 他们在财经版的头条 看到了比尔 马库斯的消息 上面写得很清楚 比尔 马库斯不但出了车祸 而且是身受重伤 经过医院治疗 命虽然保住了 但是却处于 昏迷不醒的状态 记者采访了专业的医疗人士 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专业医疗人士说 如果人长时间的昏迷 很有可能是脑部损伤造成 情况严重 可能会成为植物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也没有说比尔 马库斯会成为植物人 但是大家都会联想 毕竟记者话里话外 都是这个意思 股东们的脸色 变得异常的难看 股市怎么样 旁边有人连忙问道 众人连忙打开了手机软件 扫了一眼之后 脸色就变得更加难看了 刚刚稳住的股价 现在又快速地下跌了起来 而且跌幅越来越快 快要跌停了 其中一个股东抬起头说道 要想办法 另外一个股东 在旁边迫不及待地说道 任由消息发酵 我们的股价会持续地下跌 我到时候就有麻烦了 能怎么办 除非让马库斯醒过来 一位股东 有些懊恼地说道 找专家 去找专家 其中一名股东挥着手说道 治脑子的 心理学的 外伤的 只要有牵扯的 就全都请过来 哪怕是巫医 有用的话也请过来 众人都互相看了一眼 有一些迟疑 其中一个人 有一些担心地说道 如此大的动作 消息肯定瞒不住 一旦消息传出去 恐怕 我们现在还能顾得上这个 出主意的股东忍不住说道 现在外面疯传马库斯 要成为植物人了 你怎么向公众解释 我们的解释有用吗 众人顿时沉默了下来 他们的解释 没有丝毫的 除非比尔 马库斯真正地醒过来 对外发布声明 否则别人是不会相信的 无论他们怎么说 甚至诅咒发誓 一样没有人会发相信 法拉盛 李恒的家里 看着自己的股票账号 李恒躺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就在刚刚 他的股票收益过两亿了 1500万的本金 十倍杠杆 一亿5000万 到现在为止一倍收入 李恒美得不行 伸手摸了一把 怀里面的黑猫 李恒笑着开口说道 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了 黑猫抬起头说道 李恒拿过了电脑 快速地将所有的空头全部都抛掉 把刚刚获得的资金 全部地买进马库斯生物公司的股票 喝了一口可乐 李恒笑着说道 两个亿 估计还能翻一倍 纽约大学医学院医疗中心 夜风凌凌 寒风呼啸 医院里面却异常地热闹 无数的专家被请了过来 为比尔 马库斯会诊 记者收到消息之后 很快就出现在了医院外面 没有人注意 在医疗中心的屋顶上 一个身影正站在那里 这是一个白人女子 身材高挑妩媚 身上穿着黑一身黑色的皮衣 头顶上戴着猫耳朵样式的发饰 脸上戴着黑色的面具 走起路来摇曳生姿 女人的怀里抱着一只黑猫 在她的身后跟着一群猫 站在屋顶之上 女人迎风而立 天空中的月亮升了起来 女人仰起了头 忽然开口叫了一声 发出来的却不是人声 而是一声猫叫 喵 声音很轻 很多人根本就没听到 似乎一下子就随风散掉了 躺在病床里的比尔 马库斯却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声猫叫震耳欲聋 猫 猫 比尔 马库斯惊恐地叫道 听到动静的人 一下子就愣住了 公司里面的所有人 全都看向了比尔 马库斯 所有人都露出了狂喜的神情 醒了 他醒了 比尔 马库斯醒了 消息一下子疯传了出去 李恒是在天亮的时候 得到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打开了自己的电脑 与自己猜想的一样 马库斯生物的股票 呈现出一条红色的直线 李恒看着自己的账户 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自己选择股市是对的 自己就是炒股的天才 真一把赚了这么多钱 虽然没能实现财务自由 但是也足够自己花用很久了 大明 宣府 赤城 新军所 李刚带着一群人 走在新建城的堡垒城头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过 从这边走到那边 李刚心中异常的满意 六米宽的底座 两米的顶宽 上面不但能走人 还能走马 伸手拍了拍自己身边的韩正 李刚笑着开口说道 不错不错 你做得很不错 一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 很好啊 韩正也笑着说道 全是大人的支持 下官只是做事而已 李刚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一行人走下了城头 便静止走进了堡垒里面 堡垒里面依旧在忙碌着 道路正在整修 道路的两侧是忙着盖房子的百姓 李刚走在街上 周围的百姓见到李刚 全部都过来行礼 李刚没让人赶他们走 一一地笑着回应 同时还和他们打招呼 按照李刚的规划 每一座堡垒大概能居住五千人 其中守军一百 一个百户 除此之外 在堡垒当中 还要招募二百青壮 作为民兵 民兵的俸禄不高 也不会总参与训练 一个月参与那么几天 平常也没有作战任务 也就是帮忙维持治安 暂时帮忙守城 守备的人选选好了吗 李刚转头对韩正说道 韩正笑着说道 已经选好了 是老前头安排的人 让他过来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时间不长 一个健壮的男子就走了过来 来到李刚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行李 大声地开口说道 下官张福 参见大人 李刚上下打量了一番 张福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是个健硕的汉子 看着也有一些脸熟 应该是这一次 选拔当中 比较突出的一个人 自己应该见过他 我问你 本宝当中 有多少户人家 李刚语气随意地问道 张福脸色不变地说道 本宝当中 总共1432户 其中登记在册16岁以上 40岁以下的壮年 总计1726人 土地呢 李刚继续开口问道 本宝已经开肯出 土地17000余亩 每户分田10余亩 大人拿来的土豆种子 我们也已经种下去了 张福一脸笑容地说道 青苗已经有一尺多高了 你亲自去看过 李刚转头好奇地问道 不敢瞒大人 张福连忙开口说道 下官家里面就是种田的 对种地颇有一些研究 这一次 下官不但去看了 而且还亲自种了一些 读过书 李刚更加好奇地问道 不敢说读过 张福有些甘大地说道 小时候家里面穷 实在是没钱 我爹希望家里能出个读书人 希望我能够光耀门楣 改换门庭 为此哭腰带 把我送到私塾 学了五年 同生都没考上 只能算是认识一些字 怎么跑来当兵了 李刚继续问道 认识了字 有了一些见识 自然不甘心 在家里面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土里刨石 张福挠了脑脑袋说道 总想着能够出人头地 听故事听多了 觉得从军是一条路 年少轻狂就跑出来了 伸手拍了拍张福的肩膀 李刚笑着说道 有的时候 你的选择未必就不对 现在你做了守备 官职百户 然后肯定还会继续生 前程无量 要谢大人提拔 张福连忙攻身说道 这里做得不错 李刚折指周围说道 如果新军所的堡垒 都能够做到你的样子 本官也就放心了 下官只是尽力而为 张福连忙说道 当不得大人如此夸奖 李刚摇了摇头 没再说什么 一边向城外走 一边说道 既然你提到了土豆 咱们就去看看 说起来 我还真有日子没趣了 韩正在旁边笑着说道 大人您就是太忙了 所以记得 有些不太清楚了 觉得时间过得很久 您上次去土豆那边看 不过是七天之前而已 是吗 李刚有些疑惑地说道 才过去七天吗 我怎么觉得 过去了很久了 旁边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全都大声地 拍起了李刚的马屁 李刚摆了白手苦笑地说道 过糊涂了 日子都过糊涂了 一行人出了堡垒 很快就来到了外面的 李刚站在坡上 看着这里面 翠绿的土豆秧 脸上的笑容 越发地灿烂了 什么是希望 这就是希望啊 土地里面 有很多百姓在忙碌着 他们有的在翻土 有的在收拾叶子 李刚曾经告诉过他们 土豆很坚强 完全不用这伺候 可是他们还来 对百姓来说 这是口粮 这是一家人过冬的肚子 在外面闲逛了一天 天差不多要黑了 李刚这才带着自己的手下 回到了新军所 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大人 老前头端着吃食 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吃了吗 李刚一边换衣服 一边语气随意道 老前头摇了摇头 将手中的吃食 放在了桌子上说道 饭早就做好了 大人一直不回来 我已经放在锅里了 现在是热的 大人趁热吃 点了点头 坐在桌子旁边 李刚招呼老前头一起吃 等到老前头坐下 李刚才开口说道 说了几次了 我回来晚了 你就先吃 不要等我了 老前头想了想说道 一个人吃饭 也没什么意思 还是等大人回来一起吃 两个人吃 还能多吃一点 你也不怕饿着 李刚笑着说道 到了我这个年岁 少吃一两顿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老前头摇了摇头说道 再说了 这才吃饱肚子几天 以前半数的时候 肚子都是饿着的 拿起一个大饼子 吃了一口 李刚笑着说道 以后日子会更好的 我也相信 老前头摇头晃脑地说 跟着大人肯定有好日子过 我也没想过老了老了 还能有好日子过 算命的人说 我有一块碗符 看来还真说准了 两个人吃了饭 老前头把东西收拾下去 漆上了茶水 喝了一口之后 李刚靠在椅子上笑着说道 刚刚吃饭的时候 就见你欲言又止 现在说说 究竟有什么事情 回大人 还是休衙门的事 老前头苦笑着说道 下面的人又和你为难了 李刚眉头微皱着说道 这件事情 议论已经不是一次了 从开始修城墙的时候 开始就有人提出来了 要在城里面修衙门 他没说要给自己修 而是要给李刚修 李刚当时言辞拒绝 毕竟粮食就那么多 时间就这么紧张 不赶快把城墙修好 不赶快把堡垒修好 等到达子来饭了 怎么办 虽然达氏不可能大规模的进犯 但小规模的骚扰 肯定会有的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马上就要入冬了 在入冬之前 草原上的人 肯定会来骚扰一波 他们要劫掠些东西 然后好留着冬天过冬 如果不做好准备 这场仗怎么打 在这个时候 不考虑这些问题 考虑修衙门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城池如果修不好 命都没了 衙门修得再漂亮 有什么用 这件事情 就被李刚给压下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墙也修好了 堡垒也修得差不多了 田地都种下去了 又有人 把这件事情给翻腾出来了 老前头叹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大人这件事情 也怪不得他们 咱们这些人 总得有个地方做事不是 现在就没法做事吗 李刚沉着脸说道 老前头苦笑地摇了摇头 没有和李刚争论 现在当然能做事了 可是住的不是地方小 住的不是不舒服吗 李刚心里面也明白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大明朝的官员 是住在衙门的后面的 说是修衙门 其实就是 再给自己修宅子 新军所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能修衙门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 李刚住的小院 其他人住的 还不如李刚 放在以前也就算了 日子不好过 大家能吃点苦 就吃点苦 可是最近的日子好过了 城池也修完了 总算是像那么回事了 他们就开始考虑住的地方 尤其是很多百姓的宅子 都修好了 咱们还没修 李刚也很无奈 他的手下大老粗比较多 读书人比较少 不要说先天下之 幽儿幽这样的胸怀了 目光长远的人都没多少 大部分都是目光短浅之辈 在他们看来 自己这些人 有了自己的地盘了 还不该过好日子了 看看以前的那些上官 再看看其他的将军们 看看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自己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想把日子过好一点 总没错吧 不拖不抢 修衙门带房子 总没错吧 李刚叹了一口气 想教导眼前这些人 为人民服务 简直就是在痴心妄想 他们的思想观念里 是根本没有这些 不要说眼前这些人了 普通的百姓眼里都没这些 当官的就是高高在上 就是作威作福 如果当官的 不能高高在上 不能作威作福 那我们这些年寒心苦读 是为了什么 我勒紧哭腰带 供儿子读书 又是为了什么 当兵的也一样 在战场上拼命 把脑袋别在哭腰带上 我又为了什么 李刚叹了一口气 苦笑地摇头 他知道自己拧不过 毕竟在后世 能够被称为 人民子帝兵的军队 也仅仅只有一支而已 钱财宽裕吗 李刚抬起头道 老前头的脸上 没有露出多少欣喜的神情 只是松了一口气 他笑着开口说道 大人 李刚叹了一口气说道 今天想过好点 明天是不是 就要作威作福了 后天是不是 就要吃老百姓的血肉了 想想我们以前过的日子 想想我们以前 有多讨厌那些上官 难不成我们 要变成那样的人吗 老前头沉默了下来 苦笑着摇头道 大人 他们不像您这样想 你有胸怀有魄力 他们没有 沉吟了片刻 李刚开口说 衙门可以修 但是不能这样下去 学堂见得怎么样了 老前头一愣 他没想到李刚的话题 转移得这么快 刚才还在聊修衙门的事情 现在就聊到 学堂的事情上来了 这些事情 他读心里有数 于是抬起头笑着说道 进展很顺利 每一个堡垒都会有学堂 咱们城里面也会有学堂 按照大人的吩咐 城里会建立一家大书堂 念完了下面的学堂之后 可以到城里来念书了 老前头捋着自己的胡子说道 城里面的百姓 还有堡垒里面的百姓 性质都很高 大人不让他们捐钱捐物 他们得空的时候 也会过来帮忙干活 进展得非常的快 年底之前就能启用了 李刚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件事情你做得好 回头我编写一本书 除了学堂里的学生 咱们这些当官的也要去学 当官的也去学 老前头疑惑地说道 当官的也要学 李刚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去安排 老前头想了想之后说道 李刚准备编写的这本书 就是思想教育 逐渐出现的事情 让李刚意识到一件事情 如果不进行思想教育 很快自己的队伍 就会变成和其他队伍 没什么区别的封建队伍 自己想打造人民子弟兵不可能 但也要用思想武装队伍 自己可以根据后世的一些思想 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编写 这件事情一定要尽快提上日程 思想武装的队伍 战斗力才会变得强悍起来 老前头不明白 但李刚吩咐的事情 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办 把事情交给他 李刚也放心 上一次 我让你招募一批读书人 你进行得怎么样了 李刚想了想之后 又开口问道 老前头摇了摇头 苦笑地说道 不尽如人意 怎么回事 李刚抬起头问道 咱们这是苦寒之地 本身读书人就少 有一些读书人 也都是充俊发配而来的 这些人身体很差 有的没走到这里 就已经死了 老前头摊了摊手说道 有的到了这里之后 也是受不了这里的苦寒 干脆就自杀了 有的也是病死了 除了这些人 就只能在城里面招募 城里面的读书人 本来就少 学问高的就更少了 有学问的人 也都有自己的试作 想找一些读书人 给咱们做事 实在是不容易 他们为什么 不愿意给咱们做事 李恒皱起来眉头说道 用他们的话说 他们都是读书人 到军中做事 有失身份 老前头自嘲地笑了笑说道 还有的人胆子小 觉得自己手无腹肌之力 吃不了那个苦 李刚一阵阵地无奈 自己的手下 是真的缺人啊 原本李刚想招募一批读书人 然后把他们进行培养 教导他们一些思想方面的知识 然后派到军中去作为指导员 作为一个军人 李刚可太知道指导员的作用了 现在别说指导员了 连识字的人都招不满的 那真的要自己慢慢培养 可这要花多久的时间 无奈地摇了摇头 实在不行 也只能慢慢培养 行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李刚点了点头说道 剩下的就是一些琐碎的杂事了 老前头看了一眼天色说道 今天就不说了 明天大人不出场 明天再说吧 好 那就明天再 李刚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送走了老前头 李刚拿出了电话 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号码 电话通了之后 那边就传出了儿子喜悦的声音 寂静得夜 李刚听着儿子喜悦的声音 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最近李刚与儿子的通话颇多 他也知道儿子在纽约混得非常好 而且 这次炒股非常成功 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了 儿子很兴奋 说起来的时候 眉飞色舞 好久没见儿子了 但李刚脑海中 儿子的印象却越来越清晰 此时此刻 他甚至能够想象得出 儿子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定是眉飞色舞 纽约 法拉盛 李恒的家 挂断了电话 李恒依旧没有从兴奋当中走出来 刚刚他所有的收益 已经结算完毕了 总收入五亿四千万 这比前来的那叫一个痛快 来得让李恒 都有一些不敢相信 摆出了一个大字躺在床上 李恒一把将黑猫抱了过来 用力地搓了搓猫的脑袋 怒搓猫头 他太兴奋了 黑猫趴在李恒的怀里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纽约 城外 一座私人庄园内 三辆黑色的SUV缓缓地驶进了庄园 门口挂着冲锋枪的保安 在车辆驶入之后 将大门缓缓地关上 车子行驶到其中一座主建筑面前停了下来 一名身穿白色西装 带着墨镜的白人 男子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迈着步子走进建筑 然后来到了电梯的旁边 电梯打开之后 男子迈步走了进去 电梯门关上之后 男人摘下了自己的墨镜 朝着电梯当中的摄像头看了一眼 电梯便自己动了起来 不是朝上 而是朝下 很快 电梯停了下来 男人戴上了墨镜 迈步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很多人在里面忙忙碌碌 每个人身上都穿着白大褂 见到来人之后 白大褂们全部都微微躬身 男人根本不去看他们 而是静止朝着里面走了进去 在通道的两侧 全部都是鹤枪实弹的高大男子 有的带着冲锋枪 有的带着突击步枪 是一个秘密基地 很快 男人便来到了中央的控制室 走进控制室之后 他随意地将墨镜摘下来 坐到了椅子上 监控上扫了一眼 按一下通话器开口说道 米兰博士到控制室来一趟 好的 一个略微沙哑的声音 答应了一声 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老头 走进了控制室 他摘下自己的口罩面露笑容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你好 米兰博士 你好 弗朗西斯站起身子笑着说道 见到你真的是太高兴了 尤其是在听说你 取得了新的进展之后 对于这一天 我可是一直期待 米兰博士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我也一直在期待着 很好 弗朗西斯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带我去看看你的结果吧 米兰博士笑着点了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两个人一起离开了中央指挥室 朝着南边的实验室走了过去 一路上两个人路过了实验区 实验区两侧 全都是透明的玻璃墙 玻璃墙里面 关着很多的人 有的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有的人正在疯狂地发疯 看着很碍眼 弗朗西斯皱着眉头说道 找时间处理掉吧 米兰博士笑着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这可是难得的实验素材 我们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不能随随便便地就处理掉 他们还有什么 弗朗西斯皱着眉头说道 可以用来测试我们的药剂 米兰博士在一间屋子门外停下脚步说道 弗朗西斯请看 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 很有意思 是吗 弗朗西斯停住了脚步 好奇地看了过去 屋子里面几个身穿白大褂 正在一张病床前忙碌着 他们旁边挂着输液袋 里面是红色的液体 看起来妖异而诡异 一个男子躺在床上 似乎已经陷入了昏迷 手脚全部都给扣割起来 醒了也动不了 弗朗西斯有些好奇地 转头看向了米兰博士 米兰博士则是笑着解释道 我们为这个人注入了大量的麻醉剂 他现在处于昏迷当中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他注入血液药剂 你们新开发出来的东西 弗朗西斯笑着问道 米兰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将会为他注入血液药剂 来测试承受能力 并且我也想看看 超过一定的剂量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和反应 我也很好奇 弗朗西斯拍着手说道 这个实验太有趣了 注射器刺入躺在床上的人手 鲜红色的液体不断地涌入 躺在床上的人并没有什么反应 红色液体的不断注入 他身体开始抽搐了 先是抽搐 随后是膨胀 躺在床上的人身体不断地变大 肌肉不断隆起 整个人都被撑开了不少 眼睛也猛地睁开 双眼血红 口中也发出了野兽一般的嘶吼 弗朗西斯眼中闪动着亮光说道 好 太好了 啪 下一秒 躺在床上的人爆了 整个人爆了 鲜血飞溅 残肢断臂飞的哪都是 狠狠地撞在了玻璃墙上 发出了砰的一声 整间屋子一片血红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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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咒骂了一句 脸色变得很难看 转头看着米兰博士说道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实在是太难看了 吓死我了 米兰博士博士面带微笑 脸色丝毫不变地说道 果然如此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 如此庞大的能量 博士 你最好解释一下 弗朗西斯皱着眉头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您跟我来 米兰博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两个人很快来到了后面的实验室 米兰博士在墙上滑了一下 一扇门打开 露出了后面的冷柜 含气从里面散发着 冷柜里面则是摆放着 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玻璃瓶子 里面全部都是红色的药剂 看起来和刚刚注射的一样 这些都是 弗朗西斯有些震惊地说道 米兰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仔细研究了小岛秀夫的尸体 结果发现 它的肉体虽然也变化了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与寻常的肉体一样 但是我们化验了它的血液 它的血液不一样 米兰博士眼睛发亮地说道 在血液当中 隐藏着一股特殊的能量 一种特殊的生物电 很强大 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如果公布出去 我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弗朗西斯先生 你能相信吗 我能获得诺贝尔奖 弗朗西斯的脸色 迅速阴沉下来了 他盯着米兰博士说道 博士 我想你应该明白一点 我们花这么多钱 给你建实验室 让你来这里进行研究 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不是为了 让你获得诺贝尔奖的 米兰博士连忙抬起头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明白 你的意思 我也明白 我应该做什么 我这么说 只是想告诉你 这项发现有多么的伟大 我对这项发现 有多么的伟大没有兴趣 我想知道 能为我做什么 能为我带来什么 弗朗西斯盯着米兰博士说道 当初是你想要小岛秀夫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 把它给你弄回来了 现在我还在摆平 这件事情带来的麻烦 所以我希望你尽快拿出成果 这样 我向董事会有一个交代 当然 米兰博士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从来没让你失望过 不是吗 我尝试从小岛秀夫 在血液当中 提取这股能量 但是我发现我失败了 不过没有关系 它的血液本身就是能量 也是能量的来源 我开始尝试 将血液注射到 不同动物的身体当中 结果我成功了 米兰博士走到了另外一侧 伸手按下了一个按钮 一面墙缓缓地降落下去 露出了玻璃的屋子 屋子里面一个高大的身影 正向外看着 它的身高足足有两米 虽然还有人的外形 但是早就已经没有人的样子 这是什么 弗朗西斯脸色一变 皱着眉头说道 我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实验体 米兰博士语气之中 带着狂热说道 我将它称为实验体一号 你看看你 看看它 多么的强壮 弗朗西斯皱着眉头 看向了米兰博士 伸手指着玻璃墙上说道 米兰博士 别告诉我 这就是你让我来看的结果吗 玻璃墙里面的表面上 看起来是一个人 但是它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头上没有了头发 顶着一个大光头 这就罢了 脸上坑坑包包的 它的嘴已经不是嘴了 而是变成了动物一样的口气 分成了六半 每次开盒之前 都能看见嘴里面锋利的牙齿 以及长长的管子 除此之外 它的身高有两米多高 看起来的确很壮硕 但是身上的皮肤 早就已经不完整了 看起来像虫子的皮一样 异常的恶心 后背延伸出了几条管子 看起来异常的猙獰 你知道我要什么 弗朗西斯盯着米兰博士说道 如果你的成果是这个 米兰博士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我们绝不接受 米兰博士笑着说道 弗朗司机先生 请允许我详细地介绍一下 弗朗西斯不耐烦地 摆了摆手说道 博士 你最好快一些 米兰博士点了点头 指着玻璃墙后面的怪物说道 我们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测试 他的力量非常大 单手可以提起一辆汽车 速度也非常的快 甚至能够跑过猎豹 除此之外 他的生命力极为顽强 能够在零下60摄氏度当中存活 即便身体被冰封了 解冻之后 也一样能够活过来 在高温当中 他也一样能够存活 即便用火烧 温度不超过500度 他甚至都不会受伤 防御更为强悍 普通的枪械 根本没办法伤到他 狙击破甲弹呢 弗朗西斯有些诧异地转头说道 可以击穿他的表皮 但是伤不到他的内力 况且 他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即便你砍掉了他的胳膊 他也能够重新长出来 米兰博士眯着眼睛说道 这么强 弗朗西斯转头说道 米兰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就是这么强 当然了 也不是没有缺点 他的力量来源于血液 所以 他也需要大量的血液 无论是进食还是再生 或者是维持他的身体运行 全都需要血液 弗朗西斯的表情 有些古怪地说道 吸血鬼 米兰博士尴尬地点了点头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但是他不畏惧阳光 也不会害怕大蒜和白银之类的东西 弗朗西斯表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你们还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米兰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当然 毕竟我们不知道 小岛秀夫的本体是什么 如果他真的是吸血鬼 那很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限制 所以我们做了尝试 幸好我们的实验体一号 没有这样的缺点 弗朗西斯点了点头说道 博士 我承认 你的研究的确很优秀 我只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他现在是不是还有理智 能不能听懂人说话 米兰博士的表情 一下子就尴尬了 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了 他现在根本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仿佛就像个怪物一样 除了进食和杀戮 没有别的了 弗朗西斯瞪着眼睛说道 你想让我将这个成果 送到董事会去 当然不是 米兰博士连忙摇头说的 我知道董事会的需求 他们需要更强壮的身体 更绵长的寿命 而不是需要这种怪物 博士 你知道真是太好了 弗朗西斯缓缓地点头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我想说的是 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希望我们能够研究出 拥有这样能力的身体 但是保持人类的外形 米兰博士说 这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博士 请告诉我 有没有人形态的实验体 弗朗西斯缓缓地说道 当然由米兰博士 走到了另外一侧 伸手在墙壁上拍了一下墙壁 再次降落下来 露出了玻璃的墙壁 弗朗西斯先生 你请看我们的二号实验体 米兰博士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玻璃墙后面 蹲着的是一个女人 从外表上看 她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同 见到人之后 女人的眼中 闪过了一抹仇恨 碰 女人猛的挥拳 砸在了玻璃墙上 发出了碰的一声 弗朗西斯连忙向后退了几步 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里足够安全吧 不会被一拳头砸破了吧 米兰博士笑着摇头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放心 绝对不会 说说吧 弗朗西斯点了点头笑地问道 二号实验题有什么惊喜吗 第一批实验题总共有七个人 最终只活下来一个 就是刚刚您见到的一号实验题 我们调整了配方之后 进行了第二次实验 第二批实验题总共14个人 活下了四个人 四个人当中 有两个不但没有获得 任何的强化和能力 人还疯了 剩下的一个获得的能力 但是和实验题一号一样 他的身体产生了变异 在另外一个房间 弗朗西斯先生 你要看看吗 我不看 弗朗西斯摆了摆手说道 你说说眼前这个 米兰博士点头说道 第二批实验题 唯一存活下来的正常体 我们将它称为眼体二号 我详细地检查了 它的身体与正常人 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了 它的身体得到了强化 臂柔纤维更加的粗大 心肺能力更加的强大 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 它的速度和力量 都要变得更强 两只手能抬起一台汽车 奔跑能够媲美猎豹 反应能力也很强 普通的子弹射在身上 也没办法 对它造成致命的伤害 米兰博士一脸骄傲地说道 恢复能力也很强 我们曾经切削过它一条胳膊 但只要给它足够的血液 它就能够重新长出来 但不足以抵抗反弃 踩武器的破甲弹 弗朗西斯眼睛发亮地 盯着女人说道 很好 这就是我想要的 什么时候开始第三批实验 我需要成熟稳定的配方 注射的死亡率不能高 也不能发疯 你明白吗 米兰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你放心 我们明白 我已经开始调整配方了 很快就开始第三次实验 我相信 很快就能够制作出 成熟稳定的药剂 弗朗西斯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很好 米兰博士 我没有看错 也不是没有问题 米兰博士表情有些迟疑地说道 我们发现了能量衰减 什么意思 弗朗西斯抬起头 皱着眉头说道 米兰博士看了一眼 弗朗西斯之后开口说道 我们所有的药剂 全部都是用小岛绣敷的身体制作的 效果都差不多 加大药量就可以提升效果 我们也尝试用实验体一号 和实验体二号的血液制作药剂 但能量却远远不如小岛绣敷的血液 加大药量 效果也有限 弗朗西斯脸上的表情 有些严肃地说道 也就是说 小岛绣敷的血液用光了之后 我们就没办法制造一代药剂了 是不是 没错 米兰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代药剂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然后就是三代 弗朗西斯转过头说道 药效也会变得越来越弱 米兰博士再次点头说道 正是如此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除了药效衰减之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差别 弗朗西斯想了想之后说道 会不会有后遗症 米兰博士缓缓地沉默了下来 实际上 米兰博士心里面也有怀疑 现在的实验数量还不够 可根据科学推测 二代药剂的效果 应该是全面衰减的 出现其他的负面效果 也是理所应当 暂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米兰博士摇了摇头说道 弗朗西斯脸色有一些难看的说道 博士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要么解决掉能量衰减的问题 要么在小岛秀夫的身体消耗完之前 制作出完美的药剂 否则我无法向董事会交代 沉默了片刻之后 米兰博士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会尽力而为的 我要的不是尽力而为 弗朗西斯的目光中 露出了一抹凶狠说道 我要的是一定做到 如果做不到 博士 你会失去你拥有的一切的 米兰博士眉头微皱 看着二号实验体没有说话 不知道在想什么 弗朗西斯冷哼了一声说道 我们能给你的东西 我们也能拿回来 不要以为你掌控了这里的东西 你就有对抗我们的力量 你对我们的力量一无所知 米兰博士微微低头说道 我会把药剂做出来的 很好 弗朗西斯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弗朗西斯先生 米兰博士想了想之后 又开口问道 在追查小岛秀夫身后之人的事情上 你们有没有什么进展 暂时还没有 弗朗西斯有些烦躁地说道 小岛秀夫超能力的来源 一直以来都是他们想要得到的秘密 在小岛秀夫死了以后 他们严查了小岛秀夫的一切人际关系 结果一点线索都没有 不光是他们 FBI也在查 也一样没查到 到现在为止 各方势力的探查都已经陷入了停滞 谁也不知道 小岛秀夫究竟是怎么获得的超能力 甚至不知道他的超能力是意外还是人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组织当中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了 弗朗西斯想到这件事情 心情就不好 当初是他下命令击毙小岛秀夫的 组织里面已经有人提出了意义 如果当初没有击毙小岛秀夫 得到的是不是更多 用他们的话说 总有办法活捉小岛秀夫 何必要击毙他 弗朗西斯想到那些人的嘴脸 脾气就有一些压不住 他们不知道 当时小岛秀夫的反抗有多激烈 也不知道小岛秀夫的能力有多强 全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辈 弗朗西斯也明白 那些人虽然讨厌 但是自己也不能把他们全都干掉 如果实验室这边 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麻烦的反而是自己 实验的资料为我准备一份 我要带回去和董事会汇报 弗朗西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 对米兰博士说道 已经准备好了 米兰笑眯眯地说道 弗朗西斯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纽约法拉圣 从自己的奥迪上走了下来 李恒四下看了看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副驾驶上一个身穿OL装的女人 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这是一位白人女子 前凸后翘 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诱惑当中还透着一丝青春 女人的名字叫做艾威尔 贝兰服务公司的经纪人 贝兰服务公司 是美国一家大名鼎鼎的服务公司 主要职能就是服务富豪 为富豪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号称 只要是富豪需要的 没有他们办不到的 可以为富豪提供法律服务 金融服务 甚至是收购公司购买物品 一些见不得光的服务 他们也全部都能够提供 李恒将自己股票里的钱拿了出来 很多人就找了上来 这里面有银行的服务部门 有各大金融机构 当然也包括贝兰服务公司这样的公司 李恒权衡再三 最终选定了贝兰服务公司 李恒交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自己找房子 李先生 我即将为您介绍的 是位于曼哈顿中心的豪宅 艾威尔孝明尼的开口说道 顶层的富士公寓总面积562平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园区 很快便来到了顶楼 站在巨大的落地窗旁边 艾威尔指的下面的中央公园开口说道 这一座宅子是稀缺资源 站在窗前能俯瞰整个中央公园 旁边就是第五大道 在纽约这样的豪宅也是最顶级的了 李恒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地理位置的确很优越 从上面看下去 风景也的确很好 的确很赏心悦目 到屋子里面转了一圈 屋子里面的装修风格 也非常符合李恒的审美 不是古欧洲 也不是美式 而是现代的装饰风格 李恒缓缓地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了艾佐拉问道 大概多少钱 房主要价1.2亿 艾威尔想了想说道 我们收降价部分20个点的服务费 李恒表情有些狐疑地看向了艾威尔问道 你们不会故意串通房主要高价 然后再降价 赚取高额的佣金吧 艾威尔脸上的表情 没有一点变化 似乎没有遭到李刚的质疑 一般说道 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富豪服务公司 如果我们这么做 只会害了我们的声誉 得罪顶级富豪 有的时候可不是赔钱那么简单 当然了 但是如果有顾虑 也可以去找其他的房源 或者让其他人去找房子 我们只负责帮忙砍价就可以了 李恒想了想 忽然笑了 自己果然是穷人思维 对于富人来说 是不是抬高价重要吗 一亿两千万美元的宅子而已 他们即便提了价 又能赚多少呢 只要房子的价格让自己满意了 别的就不重要了 关于这套房子 你有什么建议吗 李恒忽然笑地问道 艾维尔向前走了一步说道 对于富豪来说 一套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顶层公寓 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忙碌了一天了 不想回长岛的海边别墅 城里是需要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在纽约城里居住 有哪里比曼哈顿更合适的呢 李恒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去谈吧 先生放心 我们一定能给您 拿到最大的优惠价格 艾维尔微笑着点头说 律师会过来 和您签订一份专业的房屋代购合同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没有问题 你有自己的私人律所吗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艾维尔再次开口问道 李恒笑了 上下打量了一番艾维尔之后说道 用你们公司的律师 和你们公司签订合同 你觉得这份合同 我能放心吗 当然不能 艾维尔理所当然地说道 所以我们公司不提供律师服务 我们提供的是律所服务 我们会向您提供一份全纽约 甚至是全美国顶级律所的名单 只要您需要 我们马上就会为您联系 他们其中的任何一家 他们马上会派专业的律师过来 您可以将业务委托给他们 你们联系的 李恒挑了挑眉毛说道 艾维尔点了点头说道 先生 你完全可以放心 他们是顶级律所 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当然了 事情还是要您自己做主 李刚站起身 再一次走到了落地窗的前面 说起来贝兰公司提供的服务 或者说贝兰公司的能量 有些超乎李恒的想象了 他们既然敢说这样的话 代表着顶级律所 和他们之间也有合作 抛开他们 自己去找顶级律所 在李恒看来 结果还是一样 无论是你自己去找 还是他们为你去找 他们与顶级律所的关系就在那 如果他们真的和顶级律所 相互勾结 想要谋害你 你自己找来的也没用 没问题 按照你们推荐的来吧 李恒笑着说道 多谢先生信任 艾威尔微笑着点头道 李恒的脸上戴上了淡淡的微笑 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 实际上 李恒已经在琢磨了 贝兰服务公司 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他们要真的坑害自己 自己赚钱的机会就来了 原本以为五一多已经很多了 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多 买这么一套房子 就要出去一个多亿 还只是曼哈顿的公寓而已 自己可不光要买这么一套 自己还需要一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 两套房子下来 估计自己钱剩的就不多 钱真的不经花 自己需要新的赚钱机会 他们要真的坑害自己 赚钱机会真的就来 我很喜欢这套房 李刚转头开口道 但也有一些遗憾 我喜欢面条大海 春暖花开的生活 我喜欢海滩 喜欢比基尼美女 这里都看不到 艾威尔笑呵呵地说道 先生只是需要一套长岛的房子 仅此而已 你说的对 李恒笑着转回身说道 帮我挑一套长岛的房子 要足够大 最好有私人海滩 私人码头 能够停放大型游艇那种 我需要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没有问题 艾威尔脸上的笑容异常灿烂 我们会尽力为您寻找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购买土地 您接不接受呢 什么意思 李恒转过头 有些迟疑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可以自己见 艾威尔笑着说道 很多富豪不喜欢别人的房子 他们会自己买一块地 建造自己喜欢的建筑 能建造钢铁侠的那种海边别墅吗 李刚忽然笑着问道 当然可以 艾威尔一脸笃定地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钱 很多事情都不是问题 如果先生喜欢 我们会选择合适的地方 寻找合适的建筑专家 专门为您打造一套 李恒忍不住在心里面感叹 这就是 有钱人过的日子吗 不得不说 有钱的快乐 真的是想象不到啊 稍稍想了想 李恒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自己只是赚了五亿 不是五百亿五千亿 压下去想法之后 李恒摇头说道 暂时不必了 先找房子吧 没有问题 我一定尽快帮你办理 艾威尔轻轻地点头说道 行了 今天就这样吧 李恒点了点头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李先生 艾威尔叫住了李恒之后 笑语奄然地说道 关于您的事情 我们也听说过一些 有一件合作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但说无妨 李恒笑着转回头说道 您治好了周先生的病 我们知道 您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医生 艾威尔走到了李恒身边说道 我们可以和您签一份合作的合同 我们很多客户也需要特殊的医疗服务 李恒笑着问道 如果我答应了 有什么好处 艾威尔再次向前走了几步 凑到了李恒的身边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抬起头咬着嘴唇说道 我们的顾客飞富极贵 每次的治疗都价格不菲 然后呢 李恒挑了挑眉毛说道 然后我们的关系也能更进一步 艾威尔伸出手轻轻地 划过了李恒的胸口 李先生 你不是喜欢比基尼吗 我的背包里正好有 我穿给你看好不好 李恒微笑着看着艾威尔 没有开口 艾威尔的手 缓缓地向下轻轻地握住 伸出手拽着李恒的腰带 一边向卧室里面走 一边说道 李先生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这里的卧室 是吗 李恒一边跟着艾威尔向李走 一边笑着说道 当然 艾威尔点了点头 面带笑容地说道 卧室可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一个舒服的卧室 对于主人可是非常有益的 是吗 李恒笑着说道 我居然不知道 那正好 让我陪李先生一起试试 艾威尔推着李恒走进了卧室 右脚勾住了卧室的门关上了 缓缓地跪了下去 太阳奚落 李恒开着自己的奥迪回家 一路上 李恒都开得很小心 不是因为他遵守交通规则 而是因为他脚有些软 艾威尔的确是白羊马中的极品 搞得李恒脚有些软 刚刚开回法拉盛 李恒就感觉到了不同 法拉盛街上人少了不少 没有了原本的热闹 街上干净就算了 商户也都关了门 很多人都站在橱窗里面 向外看着热闹 大街上救护车不断地狂奔而过 警车也不断地狂奔而过 李恒不用看 也知道出事了 拿出自己的电话打开了抖音 快速地扫了一眼 结果头条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李恒又拨打了周静如的电话 电话就通了 周静如有些疲倦的声音传了过来说道 钱我收到了 你确定不需要了吗 李恒笑着说 我不需要了 我刚刚出去了一趟 现在才回到法拉盛 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周静如苦笑着说道 的确是出事了 有一个帮派被血洗了 被血洗了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的确是被血洗了 周静如缓缓地说道 我说的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没有一点夸张 更没有一点比喻 是吗 李恒想了想问道 在哪里 现在那里很危险 警察都已经过去了 周静如沉声说道 你最好还是不要过去了 免得有麻烦上身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恒迟疑着说道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周静如摇了摇头说道 只知道被血洗的是 自意大利黑手党 他们主要做的生意 是贩卖人口和走私为精品 当然了 也开酒吧和赌场 他们的一处据点被血洗了 每一个人都是被开膛破肚而死 有的人甚至直接被吊在了窗户外 现场非常的惨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地说 下手这么狠 周静如叹了一口气说道 最近法拉盛越来越乱了 日本黑帮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现在又出了一个意大利黑手党 你自己也小心一些 我知道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你也小心一些 我知道 周静如点了点头说道 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 我就去找你 我最近疲惫得很 我需要你给我按摩一下 当然没问题 李恒笑眯眯地点头说道 不瞒你说 我最擅长的就是女人私密保养 我说的是两种项目私密和保养 周静如催了一口挂断了电话 李恒脸上的笑容缓缓地消失 伸手将坐在副驾驶上的黑猫 捞到了自己的面前 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李恒笑眯眯地问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黑猫歪着头 一边甩着尾巴一边说道 怎么可能呢 我有什么事情会瞒着 你还敢说 李恒瞪着眼睛说道 事情是不是你的娼鬼干的 你等一下 我问问 黑猫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扮上之后 睁开眼睛开口说道 的确是他干的 不是我不告诉你 他也没告诉我 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 李恒将黑猫放下 冷哼了一声 他根本不相信黑猫的话 用黑猫的话来说 他的娼鬼是他中心的奴仆 娼鬼做的事情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甚至都是黑猫默许的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李恒没好气地说道 舔了舔自己的爪子 黑猫叫了一声说道 莫妮卡只是为了报仇而已 他叫莫妮卡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黑猫点了点头 用自己的爪子 捂住了自己的双眼说道 我跟莫妮卡并不熟 我只是知道他叫莫妮卡而已 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信你个鬼 李恒伸手敲了一下 黑猫的脑袋说道 行了 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黑猫熬了一声 放下自己的爪子说道 莫妮卡是意大利人 出身并不富裕 是意大利一个普通小镇的女孩 她是被人给骗到美国来的 以什么名言 李恒转过头问道 做模特 黑猫舔了舔嘴唇说 那些人和莫妮卡说 让她到美国来做模特 很赚钱的 莫妮卡就跟着来了 谁真想到 这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李恒想了想就明白了 就是传统的骗人套路 跟你说的天花乱坠的 到了地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莫收你的护照 再将你严加看管 然后把你送去卖淫 莫妮卡的姐姐跟她一起来的 黑猫抬起头说道 但是用药过量已经死了 那些人就是用围巾药物 来控制这些女孩 那些女孩听话的 莫妮卡逃出来了 但是人死了 我救活她之后 她就想报仇 如果不报仇 她念头不通答 不能好好地给我做猖鬼 我就让她去了 你还想为她承担责任 李恒揉了揉黑猫的脑袋 笑呵呵地说道 黑猫点头说道 我毕竟是她的主人 我当然要为做点什么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惩罚她的 我对她的事情不感兴趣 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再说了 那些黑帮也是死有余辜 我就知道主人你是正义的人 黑猫一记马屁凤上 李恒打开车门下了车 冷笑地说道 不用你拍我马屁 下次不要有事情 再瞒着我就可以了 主人你放心 我一定对你实话实说 黑猫羡慕地说道 看在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 能不能给我买两根猫条 李恒发了一个白眼 在黑猫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说道 两根就两根 法拉圣 一座五层的建筑门口 一辆警车停了下来 爱德华打开车门 从车里面走了下来 在另一侧卢克也从车里面走了下来 两个人手里面拿着汉堡 一边咬着吃着 一边向里面走 这里的案子 有什么奇怪的 游客转头看着爱德华说道 为什么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俩 咱们俩那边的案子 还没有头绪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爱德华笑着说道 两个人一牵一后地走进了大门 进屋之后 卢克的脸色就变了 他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这种血腥味非常非常的刺鼻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血 穿过了玄关 卢克就见到一具尸体躺在地上 一具白人男子的尸体 身材非常的高大 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伤痕 但是胸前的白衬衫已经被撕烂了 胸口有一个偌大的糜烂口子 里面的内脏全都被掏了出来 这 卢克拿出手绢捂着自己的鼻子 转头看向了爱德华 希望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爱德华伸手指的是另外一个方向 卢克顺着爱德华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脸上的表情更难看了 一个女人被吊在了二楼的栏杆上 如果仅仅是被吊在那也就罢了 女人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扒光了 小腹处被掏了一个大洞 里面的东西全部都被掏了出来 血腥又可怖 这边还有 爱德华将最后一块汉堡塞进嘴里 指着另外一个方向说道 卢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果然一个男人赤裸裸地 被吊在了另外一侧的栏杆上 下体被抓到了一个稀巴烂 卢克下意识地一个哆嗦 先后退了两步说道 我都能想象他当时有多疼 不过对他来说还是有一些轻朗 你认识他 爱德华疑惑地问道 皮洛尔 真名叫什么不知道 黑手党的首领 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 卢克冷着脸说道 他的档案的警察局 能装满两间屋子 我曾经查过他几次 但全部都无期而终 他不但倒卖为净品 而且还逼迫妇女卖淫 还倒卖人口 你在他手上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可以说是恶贯满盈 爱德华拍了拍卢克的肩膀 笑着说道 现在他遭报应了 卢克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如此 可这案子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负责的是小岛秀夫的案子 他虽然死得惨点 但也不用我们来帮他调查 你就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爱德华有些疑惑地说道 这里和小岛秀夫的作案 现场完全不一样 卢克私下看了看说道 小岛秀夫可没有这么残忍 小岛秀夫只是吸血而已 给你看看这个 爱德华将一个平板 递给了卢克说道 将平板接了过来 快速地点开了视频 卢克的脸上的表情 就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画面是整个建筑的监控视频 画面当中 一群猫从外面冲了进来 猫的速度非常的快 他们见人就抓一下子 屋子里面就乱了 猫 卢克抬起头疑惑地问道 你往后看 爱德华笑着说道 画面继续一个身上 穿着皮衣皮裤的窈窕身影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脸上戴着猫脸面具 身后还有一条黑色的尾巴 不断地甩来甩去 他伸出了两只手 两只手顶端 闪烁着锋利的光芒 下一秒 身影猛地奔跑了起来 身子在墙壁上一抓 猛地一个跳跃 直接上了二楼的栏杆 右手的爪子在一名壮汉的脖子上一抓 瞬间鲜血飞溅 壮汉直接倒在了地上 屋子里面顿时更乱了 很多人拿着枪走了出来 抬起枪朝着黑影不断地开枪 子弹像不要钱一样地射向了海一样 但是却没有一颗子弹击中他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几个起落便落到一个人身之后 一下子掏开了那个人的肚子 接下来便是一面倒的屠杀 等到人死光了 黑皮衣裳也染满了鲜血 卢克看着爱德华挑了挑眉猫说道 猫女 爱德华苦笑地摇了摇头说道 虽然我也不想承认 再看他的行为和他的动作 的确和猫女一样 速度力量 反应能力都远超常人 小岛秀夫还要硬扛子弹 他却不用 他能躲过子弹 他的速度也很快 有一段视频 他从这一侧跳到这边 在画面当中看 就像直接闪过去一样 爱德华无奈地说道 又是一起超能力事件 卢克迟疑着说道 正因为如此 案子才交给我们来查 爱德华将平板拿回来说道 上面有理由怀疑 这件事情与秀夫的超能力事件 有关联 卢克脸色难看地摇了摇头说道 这样的判断太草率了吧 或许是一事不凡二主 爱德华伸手拍了拍卢克的肩膀 上级把这一件事情交给咱们了 咱们就没有推脱的余地 只能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卢克翻了一个白眼说 你看到他的战斗力了吗 咱们两个能对付得了他 你找到他了 他也会杀了 咱们两个的 或许我们可以和他谈谈 爱德华耸了耸肩膀说道 卢克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如果你装扮成蝙蝠侠 或许有可能 毕竟蝙蝠侠和猫女是一对 你还有可能和他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爱 我不喜欢蝙蝠侠 爱德华笑着说道 我没有钱 要做我也做机械战警 FBI不会给你出钱改造的 卢克瞪了一眼 爱德华说道 还是说点现实的 我们需要支援 我们两个搞不定猫女的 放心 我已经申请了 爱德华笑着说道 很快我们就会有新的伙伴了 希望吧 卢克摇了摇头 似乎并不看好爱德华的计划 外面的事情 与李恒的关系不大 他只是在家里面 过着自己的日子 每天在法拉圣闲逛 偶尔去去酒吧 前二十多年过得太辛苦 后半生 他要好好地享受享受 刚从酒吧出来 李恒就接到了艾威尔的电话 眉头微醋地开口说道 这么晚了 给我打电话 我希望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是好消息 艾威尔笑呵呵地说道 我给你介绍一单生意 多少钱 李恒面无表情地说道 对于一个能够进行 普世无华金融操作的股神来说 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如果对方钱开得多的话 那就当自己没说过 三十万美刀 艾威尔在电话里面笑呵呵地说道 这是我对对方的开价 到了地方之后 你可以自己谈 我觉得以你的医疗水平 你可以收更多的钱 李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 地址发给我 没问题 艾威尔笑呵呵地说道 你的这位客户有些特殊 你要尽可能地把它治好 只要治好了 他 在这个圈子里 你的客源就打开了 多谢 李恒笑呵呵地收起了电话 对于自己的医生事业 李恒觉得自己要坚持下去的 一方面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另外一方面 普世无华的金融操作也不能经常搞 普世无华的金融操作是很赚钱的 但是也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 自己是一个低调的人 太吸引人的注意力可不好 当然了 主要是怕死 小岛秀夫的事情告诉李恒 美利坚比自己想象中的要乱 到现在为止 小岛秀夫被杀的事情 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普世无华的金融操作 干一次可以 干得太多太频繁 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马库斯生物市值超过了100亿 自己1500万家杠杆 做空百亿的公司也不算太多 但也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尤其是随后又买生 时间点卡得太准了 自己要低调一段时间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地址 李恒上了自己的奥迪 地址在长岛 是纽约的富人区 客户居住的 肯定是一个高档社区 自己如果开太破的车 估计都进不去 来到社区的门口 这里果然是一个 沿海度假别墅区 李恒以为还要费一些口舌 结果人家直接派自己的助理 在门口迎接自己了 看对方的助理就知道了 对方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30多岁的年纪 透着一股成熟风韵的 拉丁裔美女 不得不说 比起白人女子拉丁裔 也是比较抗老的族裔 30多岁的年纪 正是水蜜桃一般的年纪 既成熟又水嫩 想让人咬一口 李先生 美女看着李恒笑呵呵地说道 我是艾格拉斯先生的助理 你可以叫我索菲亚 索菲亚你好 李恒笑着点了点头 从车上将自己的木箱子 背了下来 两个人沿着社区的路 往里面走 很快就来到了一栋 海边别墅前 这是一座五层的独立建筑 两侧很空旷 周围的花园 在灯光的照射下 显得很漂亮 走进别墅穿过大厅 两个人来到了别墅的后院 站在别墅的后院 李恒不得不感叹 果然是有钱人 出现在李恒眼前的是一片私人沙滩 在私人沙滩上 搭着各种各样简易的建筑 在索菲亚的带领下 李恒来到了沙滩上 一个50多岁的男人 正躺在沙滩的太阳伞下面 在他的身上 则是骑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李恒表情有些怪异地走了过来 爱格拉斯先生 人带来了 索菲亚来到两个人面前 面不改色地说道 快快 让他过来 爱格拉斯语气 有些激动地说道 李恒走过来看了一眼两个人 坐在爱格拉斯身上的女人 虽然上半身披着毯子 但是下半身却是光着的 能说一下怎么回事吗 李恒拉过来椅子坐下说道 爱格拉斯脸上有些尴尬地说道 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在这里欢乐 本来很好 一切都很顺利 我也觉得越来越兴奋 可逐渐地就开始疼了起来 为什么不拿出来 李恒神情古怪地说道 拔不出来了 爱格拉斯表情更尴尬了 李恒看了一眼 坐在爱格拉斯身上的女人 女人的身材很健硕 看得出来 应该是一个经常运动的女人 肌肉很发达 李恒心中大概有了一丝名物 有服用什么药物吗 李恒一边打开自己的医药箱 一边开口说道 爱格拉斯有些尴尬地说道 吃了两粒尾哥 你也知道我平常 对这方面的要求比较高 并不是因为我不行 瞥了一眼爱格拉斯 李恒淡笑着点了点头 难道不是越缺什么 越解释什么吗 你自己行不行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李恒拿出了自己的银针说道 等一下 我要给你们施针 等一等 等一等 爱格拉斯有些激动地说道 能先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吗 当然没问题 李恒手里拿着银针说道 首先是你的问题 用药过量 加上情绪太过激动 大量充血 剧烈运动 自然而然就导致了疼痛 除此以外 你的同伴也太过激动 加上你的刺激 造成了肌肉进鸾 所以才会拔不出来 常规的治疗方法 是用冷水浇你们两个 或者你继续 等你完事了 你就能拔出来 爱格拉斯连忙摇头说道 不行 绝对不行 太疼了 晃了晃手中的银针 李恒笑地说道 我给你们扎针吧 爱格拉斯用力地点头说道 好 你不会伤到我吧 李恒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当然不会 我是给这位女士扎针 只要解决了她的肌肉进鸾 你自然而然就能拿出来了 坐在爱格拉斯的身上的女人 表情有些委屈 但是还是没开口说什么 显然两个人的地位并不对等 李恒不管这些 他抬起头看着爱格拉斯说道 爱格拉斯先生 我最后确认一遍 本次的治疗费用是30万美元 您能接受吗 爱格拉斯表情 变得有些古怪地说道 你不认识我 我应该认识你 李恒有些神情古怪地反问道 爱格拉斯也不知道 李恒是真的不认识 自己还是在装傻 不过他还是笑呵呵地说道 当然不认识我最好 你自然不应该认识我 李恒点了点头 再次问道 30万没有问题吧 当然没有问题 爱格拉斯点头说道 李恒点了点头 这次没有犹豫 拿起银针 在女人的腰上扎了下去 两针下去 女人猛地松弛下来 仿佛输了一口气一样 李恒抬起头 对爱格拉斯说道 你试试 爱格拉斯点了点头 伸手拍了拍女人的屁股 女人似乎也明白了 缓缓地抬起了身子 两个人慢慢地脱离了 虽然脸上带着痛苦 但是爱格拉斯 还是露出了笑容 他抬起头 看着李恒地说道 你的技术非常的不错 他们说 你在这方面是最好的 李恒表情有一些古怪 他当然知道 爱格拉斯口中的 他们是谁 肯定是爱威尔背后的 贝兰服务公司 笑呵呵地 将女人背后的是 银针拔下 李恒抬起头说道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介绍我的 爱格拉斯也笑呵呵地说道 他们说在男性和女性 这方面的问题上 你是绝对的专家 是一等一的高手 是他们公司最好的人 李恒点了点头 脸上笑呵呵 心中妈妈屁 自己实力很强劲 什么病都能治 什么时候成专攻下三路的 升职系统专家吗 回头一定要和爱威尔 好好地讨论一下 我这个怎么办 爱格拉斯指了指了 指自己的下面说道 李恒看了看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可以给你扎一针 然后它会软下来 至于损伤 我这里有一瓶药膏 你可以抹一下 每天一次 三天就好了 爱格拉斯连忙点头说道 快快快 赶快给我治疗 索菲亚走了过来 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爱格拉斯先生 是不是把你的私人医生叫过来 对于爱格拉斯 叫这种来路不明的医生 索菲亚是有些不满的 爱格拉斯摆了摆手说道 我的私人医生是什么水平 我心里面有数 他们根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整天就会让我去医院 我的问题能去医院吗 索菲亚虽然有些无奈 不过还是坚持到 爱格拉斯先生 这毕竟是来路不明的药品 我们谁都不知道 它有什么副作用 你 不必说了 索菲亚 爱格拉斯摆了摆手说道 我心里有数 李恒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 也不开口 索菲亚在尽自己的职责 爱格拉斯的信任 也不是对自己 而是对贝兰服务公司 来吧 治疗吧 爱格拉斯笑着抬起头说道 李恒点了点头 拿出银针 在爱格拉斯的小腹上扎了三针 爱格拉斯的患处 就缓缓地恢复了回去 啊 爱格拉斯抬起头 脸上露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 李恒从箱子里面 拿出了一个小药瓶说道 戴一次性手套 涂抹再换处就可以了 你自己来还是 爱格拉斯连忙拿过小瓶 对着旁边的女郎 招了招手说道 让他来 站起身子 向后退了一步 李恒也松了一口气 虽然李恒现在是医生 但他是个半路出家的医生 这种事 真的没有心理准备 旁边的女郎 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戴上了手套 拿出了药剂 快速地涂抹在了 爱格拉斯的身上 冰凉的触感 让爱格拉斯脸上 露出了舒爽的表情 缓缓地说道 你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违京药品 李恒摇了摇头说道 我们绝不会做 伤害客户的事 请爱格拉斯先生 相信我们的职业操守 爱格拉斯连忙睁开眼睛说道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千万不要当真 我当然相信你们的职业操作 不然我也不会找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本次治疗就结束了 等一等 等一等 爱格拉斯抬起手说道 今天的事情 不会对我以后有什么影响吧 李恒看了一眼爱格拉斯说道 不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你吃两粒伟格 以后你需要吃四粒 即便吃四粒 效果也不会太好 无论是硬度还是时间 都不会太好 爱格拉斯的脸色一变 连忙说道 这叫没什么影响 你有没有办法 爱格拉斯先生 我说的话 只是一种猜想 李恒双手放在小腹前笑着说道 等您的身体好了 您最好 还是自己尝试一下 万一您恢复得好呢 当然了 恢复得不好也没有关系 到时候 你可以再联系我 我们再 谈论你下一阶段的治疗 您觉得呢 好好 爱格拉斯笑呵呵地点头说道 没问题 索菲亚把我的支票本拿过来 爱格拉斯很痛快地 签了一张三十万的支票给李恒 结果支票 李恒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爱格拉斯先生 希望以后你不再用到我 再见 再见 爱格拉斯缓缓地点头说道 出了爱格拉斯的社区 李恒第一时间拨打了艾威尔的电话 电话通了之后 李恒将自己的不满 全部都说了出来 电话那边 艾威尔哥哥地笑出了声 我亲爱的李 在所有的病当中 除了那些要命的命之外 你觉得 什么病能让你赚更多的钱 艾威尔语气有些轻快地说道 李恒瞬间就沉默了下来 他明白了艾威尔的意思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是这个世界 依旧是男人主导的世界 富豪的数量 男人要远远多过女人 男富豪们除了命 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是钱吗 当然不是 他们的钱翻过来 翻过去败家的花 几辈子都花不完 他们要享受生活 女人就是他们享受生活中 最重要元素之一 艾威尔笑呵呵地说道 明白了 只要你有技术 这对你就是一片蓝海 蓝海 李恒神情有些古怪 自己要靠这个挣钱 没用多久 李恒就放弃了 想什么想 为什么要想 能赚钱就行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做什么事情不一样 想通了之后 李恒开着车 唱着歌像自己家开去 回到家 将车停在车库 李恒背着药箱 朝自己家走去 刚走出去不远 李恒就见到 有两个人 一脸狼狈地蹲在楼道口 李恒看了一眼 这两个人 自己还很熟悉 你们两个怎么在 李恒看着陈豪和马小二 有一些狐疑地说道 两个人顿时面露喜色 陈豪站起了身子 向着李恒走了过来 只不过一蹶一拐地 看起来有些怪异 他们走进了李恒 才看清楚 他们脸上全是伤 两个人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马小二的胳膊还垂着 看得出来不是脱臼了 就是断了 李恒 两个人见到李恒之后 哭丧的脸说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地说道 我们被揍了 陈豪有些无奈地说道 认识了李恒之后 我们就想着开个中间 一边能够帮李恒联系一些生意 一边我们自己有一条活路 我们在法拉盛打拼了这么多年 私底下认识的人也很多 帮大家介绍一点活 我们也能从中赚取一点钱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是个正经买卖 李哥 你不知道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陈豪哭丧着脸说道 我们也是入行之后 才知道 这行的水这么深 说来听听 李恒想了想说道 算了 先别说了 上楼 我先给你们包扎一下伤口 然后咱们再聊 谢谢李哥 陈豪一脸感激地说道 三个人一起上了楼 走进了房间 李恒先看了一下王小二的伤势 胳膊果然脱臼了 李恒给他治疗了一下 上了家版 然后才去看陈豪 陈豪的伤势好一些 全部都是皮外伤 简单的止血包扎 疼得陈豪呲牙咧嘴 为两个人治疗完之后 李恒将自己的木头箱子放在一边 上下打量了一番 两个人说道 行了 跟我说说吧 陈豪喝了一口水说道 入行之后 我们才知道 中介这一行的水太深 很多黑帮都在里面插了一手 他们还不允许别人在里面插一手 中介他们也插一手 李恒皱着眉头说道 陈豪缓缓地点头说道 他们做中介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做中介 而是为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买卖 比如给人介绍杀手 给买家和卖家找一些见不得光的货物 他们还骗人 垄断了中介之后 他们想怎么骗就怎么骗 总是乱套得很 我们两个没有靠山 他们自然就欺负我们 李恒坐在沙发上摸着下巴 表情有些迟疑 陈豪小心翼翼地看着李恒 在陈豪的心里面 自己的李哥绝对是有能力的 他带着马小二跑过来 也是希望李恒能够管一管他们 对方虽然只是揍了他们一顿 但实际上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或者说是活路 想活下去 除非离开法拉盛 经历过这次的事情 他们算是看明白 如果想在法拉盛活下去 想做生意 必须要有靠山 正当生意也是如此 没有靠山 什么都做不成 李恒沉吟了片刻说道 马小二 你先出去 马小二有些不明所以地 转头看向陈豪 见陈豪对他点头 这才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李哥 你有什么吩咐 陈豪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 你想出头 李恒盯着陈豪说道 陈豪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想出头 李恒沉吟了片刻说道 在法拉盛出头 你知道需要什么吗 陈豪苦笑着说道 是要有背景 像我们底层的这些人 根本没有出头的日子 时代已经变了 靠自己一个人 一双拳头打天下的日子 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帮派把自圆武的密布透风 谁也别想敲开一点 谁也别想得到一点 否则他们就会打压你 甚至是弄死你 想要反抗他们 太难了 李恒缓缓地点了点头 阶级固化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不要说混黑帮了 其他各行各业 不也是一样吗 银行家的儿子 永远是银行家 律师的儿子 永远是律师 政客的儿子 永远是政客 普通百姓没有出头之日 想要大富大贵 基本上不可能 我给你个机会 李恒目光灼灼地盯着陈豪说道 不但能出人头地 还能够大富大贵 就看你胆子有没有那么大了 陈豪站起身地说道 李哥 以前没有机会 我过得卧囊呢 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能抓住 我一定能出人头的 我是敢拼命的 好 李恒点了点头 将一个小瓶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说道 里面的东西吃下去 陈豪把瓶子拿了起来 问都没问 将瓶带打开看也没看 一下子将里面的东西 倒进了嘴里 下一秒 陈豪的表情就变了 原本以为瓶子里面 是什么样之类的 结果入口之后 他才感觉到 那东西居然是活的 而且肉肉的 陈豪把心一横 把牙一咬 口齿之间 顿时充满了血腥味 一股清凉的东西 钻进了他的身体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股剧烈的疼痛 席卷了他的全身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李哥 陈豪挣扎着伸出了手 李恒蹲在地上 看着陈豪 轻轻拍了拍 他的胳膊说道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老祖宗也说过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眼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相信我 你的疼不会白受 你的苦不会白吃 陈豪似乎读懂懂了什么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身体传来剧烈的疼痛 陈豪疼得直打哆嗦 下一刻 他拿起了自己的衣袖 用嘴狠狠地咬住 以免疼痛 让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 李恒看着这一幕 缓缓地点了点头 别的不说 是条汉子 很快 陈豪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 他的身高不断地长高 身上的肌肉也开始隆起 整个人也透着一股 极为彪悍的气势 比起小岛秀夫 陈豪要强大很多 两久以后 全身是汗的陈豪 从地上爬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身体响起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李哥 陈豪转头看向了李恒 恭恭敬敬地低头道 去洗个澡吧 李恒点了点头说道 陈豪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卧室走了进去 很快卧室里面就响起了水声 陈豪从浴室里面走出来 看着陈豪壮瘦的身体 李恒抬起头说道 我给了你实力 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可以出人头地了 只是希望有一天 你不要怪我 陈豪看着李恒 目光坚定地说道 李哥 你是我的恩人 一辈子的恩人 想要出人头地 想要过富裕的生活 是我这辈子的理想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死在这上面 我心中也不会怨谁 我死得其所 反而 我会感激你的 是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看到希望的机会 李恒摆了摆手 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去吧 陈豪点了点头 转身向外走了出去 目送着陈豪消失 李恒摇了摇头 缓缓地躺在了沙发上 一边思考着自己的人生 一边半梦半醒地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恒脸色一变 睁开了眼睛 目光看向了门口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伸出手从沙发底下 摸出了一把手枪 李恒坐在沙发上 手枪直直地指着门口 门外有人 有人在撬他的门 等新房子买下来 自己第一时间就搬家 李恒一边盯着门 一边咬牙切齿地 在心里面下定了决心 不知道是自己 和这座房子相克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 自从自己住进来 这房子就没消停 招贼已经招了好几次了 没完没了 很快门被打开了 结果没有人走来 仿佛门外根本没人一样 李恒皱了皱眉头 握着手中的枪盯着门口 他就那么静静地等 换成其他人可能会过去查看 外面的人等的 就是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比耐心的游戏 李恒坐在沙发上 面对嘲讽地笑了笑 下一秒 李恒的身影 缓缓地从沙发上消失了 夜行者的能力隐身 门外 一个男人握着手枪 面无表情地站着 男人的呼吸很轻 而且很久才呼吸一次 如果不是站在他身边 你甚至听不到他呼吸的声音 显然这是一个 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李恒站在男人身边 静静地看着他 心中有些诧异 在周静如那里 李恒曾经也跟自己的教官 学过这样的呼吸方法 加上身体素质极为强悍 李恒很快就学会了 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 搭配隐身术 眼前这个男人 根本察觉不到 李恒站在他身边 Dian 握着枪的男人脸色一变 他很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后腰 被什么东西给顶住了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杀手 他知道那是枪 自己的感觉绝不会有错 男人缓缓地松开了手枪 举起了双手 李恒伸出手 将对方的手枪拿了下来 自己的身影 也缓缓地浮现在了 对方的身后 用枪对了一下对方的腰 李恒冷笑地说道 进去 男人不敢怠慢 迈着步子 朝屋子里面走了进去 走进屋子之后 李恒打开了灯 他终于看清楚了来人的样子 头上戴着鸭舌帽 脸上戴着口罩 低着头 根本看不清他的容貌 李恒转过身 将他的帽子摘下来 又将他的口罩扯了下来 出现在李恒面前的是一个黑人 男子身材不大 但是目光极为锐利 虽然被枪顶着脑袋 但他的表情依旧很平静 目光灼灼地看着李恒 我问你答 李恒盯着对方说道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来杀我 黑人依旧不说话 只是盯着李恒 李恒眉头微醋 握住了对方有消音器的手枪 指向了对方的大腿 笑着说道 如果你再不开口 我就一枪打断你的腿 碰 哗啦 黑衣人没说话 远处忽然想起了一声闷响 李恒的玻璃就破了 一颗子弹旋转地朝着李恒 飞射了过来 狙击手 李恒的身子向后一靠 子弹擦着李恒的脸飞了过去 直接击打在了旁边的墙上 掀起了一阵阵的碎屑 喵 黑猫忽然叫了一声 动作飞快 从打破玻璃的窗户 直接窜了出去 主人 交给我了 黑猫冷笑着说道 黑人的反应 不可谓不快 在李恒躲的一瞬间 黑人出手了 一只手朝着李恒的喉咙打了过来 另外一只手则转向了李恒握着枪的手 黑人的速度很快 只可惜李恒的速度要更快 碰 李恒抬起了一只脚 狠狠地由下向上踢了上去 这一脚直接踢在了男人的肚脐下三分处 力度非常的狠 咔 黑人的眼睛一下子就吐了出来 整个人勾搂地倒了下去 李恒蹲下了身子 冷笑地看着黑人说道 你不是练过吗 怎么这里没有练过 你也不行啊 黑人男子瞪着眼睛 一边吸气 一边抽搐 李恒摇了摇头 果然无论有多强 但永远是男人最脆弱的地方 一脚下去疼得直翻白眼 身子都抽抽了 李恒伸出手表情 有些古怪地 从黑人的耳朵上拿下了一个耳机 还有这种东西 没有犹豫 李恒将耳机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 麦克 麦克 你怎么样 耳机里面传来了一个有些急切的声音 他不怎么样 李恒用枪顶着麦克的头说道 如果你能告诉我你是谁 为什么来杀我 麦克或许还能活着 否则 他恐怕就要没命了 耳机里沉默了片刻 急切的声音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极为冷静的声音 你放我麦克 我们马上离开 不会再来杀你 冷静的声音开口说道 否则你随时随地 都会被一名狙击手盯着 他会随时随地开枪打死你 和你身边的人 碰 李恒扣动了扳机 子弹瞬间射入了麦克的脑子 鲜血飞溅 麦克带着浓浓的不敢自信 脑袋直接磕在了地上 眼中瞬间失去了光彩 我杀了他 你又能怎么样呢 李恒在电话中缓缓地说道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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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狙击手在电话中大声地咒骂 声音有一些猙獰地说道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也不会放过你身边的人 你会看到 我一个一个将你身边的人杀死 最后再杀死你 我身边的人 李恒冷笑着说道 我身边只有一只猫 喵 耳机中传来了一声猫叫声 李恒的嘴角也露出了笑容 老神在在地站在那里 静静地等待着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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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秒 耳机中传来了更加激烈的咒骂声 狙击手似乎遇到了袭击 李恒还听到了枪声 在枪声响了的下一刻 李恒就听到了惨叫声 狙击手的惨叫 简直痛彻心扉 很快听筒中没有了声音 李恒朝窗口看了过去 黑猫从外面窜了回来 静直落在了地上 一边摇着尾巴 一边来到了李恒的身边 搞定了 李恒挑了挑眉猫问道 当然 黑猫甩了甩尾巴 一脸傲娇地说道 这次的事情我帮了你的大忙 所以我要两根猫薄荷 李恒揉了揉黑猫的脑袋 笑着说道 没问题 尸体怎么办 得到了李恒的答复之后 黑猫顿时心满意足 抬起头看着李恒 又看了看对象的尸体问道 李恒脸色也有一些难看 尸体还真是一个问题 李恒以前想过 将尸体给自己的父亲送过去 可是现在 他没办法 把尸体自己的父亲送过去了 父亲的系统点数 本来就很紧张 将尸体给父亲送过去 只能浪费他的系统的点数 自己也不想让父亲太担心 把尸体送过去 父亲就知道自己在这边杀人了 要知道 现在社会不是明末 即便这里是美利坚 杀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何况自己怎么向父亲 解释杀人的事情 难道说 有杀手找上门了 如果说有杀手找上门 父亲就会更担心自己了 让别人处理尸体 李恒也不太放心 即便是周静如 李恒也不完全信任他 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把尸体搬出去 找个地方埋了 李恒想了想就放弃了 这种想法太危险了 如果你愿意加十根猫条 我能帮你的忙 黑猫一脸傲娇地说道 你 李恒表情有些古怪地 看向了黑猫 黑猫用力地点了点头 一副你快问我的样子 李恒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抱在怀里说道 没有问题 给你加十根猫条 尸体交给你来处理 成交 黑猫兴奋地从李恒的怀里 跳了下来 静止来到了 麦克的身边张开了嘴 他的嘴迅速地扩大 舌头直接将麦克卷了起来 下一秒直接吞了下去 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黑猫露出了嫌弃的表情说道 没有刚刚的人好吃 他身上的泡面 味道太浓了 这也行 李恒一脸震惊地看着黑猫 对了 这个给你 黑猫再次张开了嘴 从嘴里面吐出了一样东西 李恒一愣 黑猫吐出来的 居然是一把狙击枪 不用擦也知道了 应该是那位狙击手的枪 狙击手的下场 不用说也知道了 肯定在黑猫的肚子 伸手枪枪拿了起来 熟练地检查了一番 李恒忍不住感叹 是一把好枪 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迹 李恒走进了厨房 今天晚上有的忙了 法拉圣 清烛吧 这是一家装修风格 非常华国的酒吧 在法拉圣魂的人都知道 这里是大名鼎鼎的 华裔黑帮竹青帮的据点 每天这里都会很热闹 男男女女的特别的多 今天这里却格外的冷清 没有客人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楼的大堂 一圈人紧张地 看着中央的那个人 在圈子中间 一个男人手里面拎着一把手枪 他全身上下都是血 他却不在意 抬起胳膊在自己的鼻子上 抹了一下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陈豪 陈豪 你要干什么 你还是不是竹青帮的人 你居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不相信你敢动我 踩在脚下的人 一边挣扎着 一边大声地开口说道 我告诉你 只要你敢动我 一根汗毛 你明天就死定了 陈豪不屑地冷笑 抬起手枪 对着被踩在脚下的男人 扣动了扳机 砰砰 两枪之后 地上的男人再也不挣扎了 鲜血瞬间躺了出来 陈豪抬起了头 用自己的手枪 在周围晃了一圈 围着的人迅速向后退 脸上全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现在我问你们 我有没有资格坐这个位置 陈豪恶狠狠地看着周围的人说道 一个人反应特别地快 向前走了一步 大声地开口说道 大哥 周围的人全都看向了这个人 这个人却一脸得意地 站到了陈豪的身后 朝着地上的人 催了一口之后 开口说道 大哥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旁边也有人反应过来 朝着地上的人催了两口 走到了陈豪的身后 你们呢 陈豪抬起头 眼睛微眯着说道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全部都朝着地上的人催了一口 转到了陈豪的身后 老大已经死了 他们的选择并不多 碰 陈豪抬起手 对着不远处的一个人开着枪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陈豪又再次扣动了扳机 两个人再次被打倒在了地上 陈豪站起了身子 目光扫过周围的人 冷笑着说道 犹豫 他们居然犹豫了 跟着我这样的老大 他们居然犹豫了 他们凭什么犹豫 他们怎么敢犹豫 我不值得他们跟吗 众人连忙低下头 一脸恭敬地说道 大哥 是他们不识抬举 他们死有余辜 满意地点了点头 陈豪开口说道 很好 明天跟我一起 去总部开会 我要告诉那些叔叔们 现在这里我说了算 众人连忙低下头说道 是大哥 好了 打扫一下 陈豪大笑着说道 今天晚上我尚未 把这里收拾干净 叫一些姑娘过来 咱们好好地开心一下 不醉不归 是 大哥 众人再次开口答应道 剩下的人松了一口气 终于活下来了 他们看向周围 脸上的表情 瞬间就变得 有一些迟疑且惊恐 除了陈豪 刚刚杀的几个人之外 在地上还倒了 很多的尸体 尸体身边 全都放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显然他们刚刚反处 而且反抗得非常激烈 但是没有用 他们全部都被陈豪给打死了 陈豪就好像一个战神一样 从外面冲了进来 马小二站在陈豪的身边 脸上的表情有一些畏惧 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哥 你杀了这么多人没事吧 转头看了一眼马小二 陈豪的表情有些复杂 对于自己这个傻兄弟 陈豪的心里面 是十分珍惜的 他拍了拍马小二的肩膀 笑着说道 放心 豪哥没有事 从今天开始 豪哥带你过好日子 吃香喝辣的 马小二并没有像陈豪想象中的 露出灿烂的笑容 而是一脸担心地看着神豪 摇了摇头说道 吃香的喝辣的不重要 你平平安安的才重要 眼睛有一些发酸 陈豪抱了抱马小二说道 你放心 咱们一定能平平安安的 第二天一早 天刚刚亮 李恒忙碌了一夜 但依旧被外面的声音给吵醒了 站在窗口向外面看了一眼 外面的警车和救护车 呼啸而过 外面肯定又出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乱子 伸手拿过手机打开了抖音 快速地扫了一眼 李恒理所当然地笑了笑 果然是出了乱子了 今天的热搜第一条 猫女 点进去一看 是一段被拍到的视频 画面很清晰 拍摄这段视频的人 使用的设备非常好 画面当中是黑夜 但是依旧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一个身影 在一座建筑的屋顶上 缓缓地走着 建筑有十几层楼高 但是这个身影 走得却非常的稳 它的前后左右 全部都是猫 它也仿佛一只大猫一样 在楼顶上走着 全身上下都是黑色的皮衣 戴着猫头面具 身后还有一条大尾巴 下一秒 黑色的身影 一头朝着楼下栽了下去 画面当中 有人发出了一声惊呼 没想到那个身影 居然从楼顶上跳下去了 下一秒 它的惊呼就变成了震惊 看着画面 李恒的脑海当中 闪过了同样的画面 这个动作有名字的 绝对有名字 想了半天之后 李恒终于想起来了 卧槽 信仰之月 李恒忍不住站起身子说道 真会晚啊 黑色的身影翻过身子 四肢着地 狠狠地抓在了剑柱上 很快下滑便停住了 黑色身影就那么趴在剑柱上 猛地踹开了自己身下的窗子 翻身跃进了屋子当中 屋子里面的人 似乎没想到 会有人从外面飞升而入 黑色的身影出手了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一爪子抓住了一个人的脖子 下一个鲜血飞溅的人的脖子 直接被豁开了 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 逃出了手枪对着猫女开始射击 猫女却不断地上蹿下跳 那些人根本就没办法打中猫女 猫的速度太快了 场面简直就是一面倒的屠杀 落到一个人的身后 直接将对方的脖子划开 从一个人的胯下划过 瞬间将对方的下体掏开 又或者向对方的胸腹肩掏开 场面极为血腥和暴力 播放很快结束了 李恒摇了摇头 还是没瞒住 或者说 无论是小岛秀夫 还是眼前的猫女 他们根本就没有隐瞒的意思 行动十分的高调 算了 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李恒想再看一遍视频 结果发现视频被下架了 李恒连忙打开了别的平台 有的平台还有 但只是看一遍 有的看到一半视频就没有了 给出来的理由 全部都是过于血腥暴力被下架了 视频虽然被下架了 但是讨论却没有停止 各个平台这条视频和消息 全部都被推到了最上面 所有的讨论都非常的热烈 李恒躺在沙发上 忍不住也翻看了起来 猫女 我没有看错吧 是猫女吧 的确是猫女 好残忍啊 太酷了 我喜欢 有人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 身材完美 极度性感 是我喜欢的款 李恒忍不住感叹 不愧是美丽坚 在众多的评论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评论 是猜测猫女的身份的 另外三分之一的评论 是夸赞猫女的 最后的三分之一当中 有一半是猜测 被杀人的身份的 只有最后 一半是谴责猫女太暴力的 杀人太过血腥残暴了 很快李恒就发现了 猫女的粉丝群出现了 粉丝团体聚拢的速度 非常的快 李恒摇了摇头 关闭了自己的软件 不愧是美丽坚 太喜欢这些东西了 再次打开抖音 李恒发现 有一条问答 被顶上了热搜 猫女已经出现了 蝙蝠侠还会远吗 蝙蝠侠 李恒摸了摸下巴 有猫女 出现蝙蝠侠也可以 问题在于 纽约不是歌坛 没有反派的问题 怎么解决 难不成再创造一个反派 李恒摇了摇头 躺倒在了床上 没等李恒想明白 电话就响了 想电话拿过来看了一眼 拿起来一看 是周静如 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边传来了 周静如的笑声道 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有什么事吗 李恒语气随意地问 我觉得我需要 做一个私密保养 周静如声音 诺诺地说道 我觉得我的身体 有一些不舒服 有些地方堵得有些厉害 马上到 李恒挂断了电话 换了衣服 下了楼 开上车直奔华清源 进屋 一起洗澡 在浴室里面打了一架 然后上床继续打架 打了三次架以后 李恒搂着周静如 躺在床上 思绪却飘飞到了明朝末年 自己在这边享受 不知道老爹过得怎么样 边关苦涵